原年春 田起伟士高 国者美朝 起参城 言曰 子的君 大夫皆自为 预谋作乱 又为朱大夫曰 高招子可谓 即未发 先知 大夫从知 六月 田 起 报木乃与大夫 以兵入公公 公高招子 招子闻之 与国会子就公 公失败 田起之 徒追之 国会子奔举 遂反杀高招子 燕与奔炉 八月 起秉一姿 田起拜二乡 乃是 人之鲁赵公子杨生 杨生至其 私密田起家 十月物子 田起请诸大夫曰 长之母有 于书之计 信来会影 会影 田起圣杨生 陀中 至座中央 八陀出杨生 曰 此乃 其君以 大夫皆福业 将与大夫蒙 而立之 报幕罪 起乌大夫曰 无与报幕谋共立 扬身 报幕怒曰 子望景公之令乎 朱大夫相视 欲悔 扬身前 顿首曰 可则 立之 否则已 报幕恐或起 乃父曰 接近公子也 何谓不可 乃于蒙 立扬身 侍卫道公 道公入宫 使人千雁如子鱼台 沙之目下 而逐如子母瑞子 瑞子故建儿 如子少 故无权 国人亲之 到西元年 其法鲁 取换 产 初 扬身王在鲁 祭康子 以其媚妻之 即归即尾 使银之 寄姬与寄房侯通 严其情 鲁府赶玉 故其法鲁 敬银寄姬 寄姬毙 其复归 鲁清帝 豹子与道公有戏 不善 四年 吴 鲁法其南方 豹子是道公 赋于吴 吴王夫查 枯于军门外三日 将从海入讨其 其人败之 无师乃去 竟照央伐其 致赖而去 其人 共立道公子仁 侍卫简公 简公四年春 初 简公与富阳身 聚在鲁野 兼职有宠烟 即即位 使为正 田臣子 但之 咒雇于朝 欲央严简公约 田 兼不可并也 君其则焉 福听 自我系 田 逆杀人 逢之 遂不一入 田是方目 使求病而已受求者救 罪而杀手者 得王 自我 蒙诸田于陈宗 初 田报御位子我臣 使公孙严报 报有丧而止 后促以为臣 姓于子 我 子我未曰 吴敬竹田氏而立女 可乎 对曰 我远田氏已 且其为者不过数 人 何敬竹焉 遂告田氏 子行曰 彼得君 福先 必获子 子行舍于公公 下五月人生 臣子兄弟四胜如公 子我在卧 出迎之 岁入 闭门 患者遇之 子 行杀患者 公与妇人 饮酒于坛台 臣子千诛请 公执歌将集之 太使子于曰 非不利 也 将除害也 臣子出舍于库 闻公由怒 将出 曰 何所无君 子行拔剑曰 虚 世之贼也 谁非田宗 所不杀子者 有如田宗 乃至 自我归 属徒公为宇大门 皆福圣 乃出 田氏追之 丰丘人 指子我已告 杀之国官 臣子将杀 大陆子方 田你 请而免之 以功命取车于道 出雍门 田鲍宇之车 福寿 约 逆位于请 鲍宇于车 于又思焉 世子我而有思于其仇 何以见鲁 未知事 根臣 田长只简宫于屈州 宫约 于早从玉央言 不及此 家午 田长是简宫 于屈州 田长乃立简宫第二 是未平宫 平宫即位 田长相之 专齐之政 歌齐安平矣 东位田氏封义 平宫八年 月灭吾 二十五年促 子宣公积立 宣公五十一年促 子康公代立 田惠反领秋 康公二年 韩 位 赵氏列 位诸侯 十九年 田长曾孙田和史 位诸侯 千康公海滨 二十六年 康公簇 吕氏遂绝其四 田氏簇有其国 为其威王 强于天下 太史公约 吴氏其 自泰山属之狼邪 北背于海 高攘二千里 其名阔达多逆之 其天性也 以太公之圣 建国本 还公之圣 修善阵 以为诸侯会蒙 称伯 不亦一呼 洋洋灾 故大国之风也 所引述赞 太公左舟 石柄阴谋 即表东海 乃居银秋 小白至霸 九和诸侯 吉逆内宠 信中重流 庄公施得 崔柱作愁 陈氏专阵 厚或清收 道 简够或 甜 看非愁 逢逢于猎 一便和游 史记录 周公世家 周公但者 周武王帝也 自文王在时 但未子孝 赌人 异于裙子 吉武王即位 但常辅役武王 用事居多 武王九年 东伐至蒙京 周公辅行 十一年 伐咒 至牧野 周公作武王 作牧师 破阴 入商宫 以沙咒 周公把大悦 赵公把小悦 以家武王 信赦 告咒之罪于天 吉英明 世姬子之求 封咒子武根路父 史管书 菜书父之 以序隐私 辩封功臣 同性欺者 封周公 但于少昊之需 取父 是为鲁公 周公不就封 留 做武王 武王客应二年 天下未及 武王有及 不欲 群臣聚 太公 赵公乃谋 不 周公曰 未可以欺我先望 周公于是乃自已为之 摄三坛 周公被面立 待必禀归 告于 太旺 王继 文王 史册注曰 维尔元孙王发 勤劳祖籍 若尔三王室 有父子之则于 天 以但待王发之身 但巧能 多才多 能是鬼神 乃王发不如 但多才多 不能是 鬼神 乃命于地庭 夫幼四方 勇能定辱子孙于下地 四方之名 往不敬畏 无罪天之将 保命 我先忘义 永有所依归 经我其疾命于原归 而知许我 我以其必于归归 以四儿 命 而不许我 我乃平必于归 周公以令史册告 太旺 王继 文王 欲带武王发 于 是乃及三王而不 补人皆约及 发书是知 信及 周公喜 开阅 乃见书遇及 周公入 贺武王曰 王其无害 但心受命三王 为常中仕途 资道能念语一人 周公葬其策 金腾溃中 借守者物敢言 明日 武王有抽 其后武王继崩 陈王少 在强宝之中 周公恐天下 闻武王崩而叛 周公乃见作代臣 王设行政当国 管书及其群地流言于 国曰 周公将不立于 陈王 周公乃告 太公望 赵公誓曰 我之所以 扶辟而设行政者 恐天下叛周 无以告我 先望太望 王继 文王 三王之 忧劳天下 久矣 于今而后成 武王早中 陈王少 将以 陈周 我所以 为之 若辞 于是促乡成王 而使其子伯秦代 就封于鲁 周公借伯秦曰 我闻王之子 武王之 帝 成王之叔父 我于天下一步见矣 然我一目三捉发 一犯三土不 其以待事 有恐 师天下之贤人 子之鲁 圣无以国交人 管 菜 五根等国律怀疑而返 周公乃奉陈王命 兴师东伐 做大告 岁诸管书 沙五根 放菜书 收音于名 以封康书于位 封为子于颂 以奉音寺 宁怀疑东吐 而 年而必定 诸侯贤福宗周 天降指福 唐书的和 义母同影 献之陈王 陈王命唐书 以馈周公于东吐 作馈和 周公既授命和 加天子命 作家和 东吐以及 周公归报陈王 乃为师仪王 命之曰 吃消 王义为赶训周公 陈王七年二月以为 王朝部自周 至封 使太宝赵 宫先知落相土 其三月 周公网 迎臣周 若亦 补居焉 约及 遂国之 陈王常 能听证 于是周公乃还 赈于陈王 陈王领朝 周公之代 陈王至 南面背衣 以朝诸侯 及七年后 还赈陈王 北面旧陈魏 虚虚如未然 初 陈王少时 并 周公乃自俭其早神之河 以著于神曰 王少未有时 兼神命 这乃但也 亦藏其侧于府 陈王并有抽 即陈王用事 仍获赠周公 周公奔除 陈王 发府 见周公导书 乃弃 反周公 周公归 孔陈王状 智有所淫义 乃做多事 做无 义 无义称 为人父母 为业智长久 子孙交奢望之 以王其家 为人子可不胜乎 故习在英王中宗 严恭敬畏天命 自度致名 证据不敢荒名 故中宗享国七十五年 其 在高宗 酒牢于外 为与小人 做其集位 乃有量案 三年不严 严乃患 不敢荒名 秘境英国 至于小大无怨 故高宗享国五十五年 其在祖甲 不亦为妄 酒为小人于外 知小人之一 能保施小名 不无观寡 故祖甲享国三十三年 多事称曰 自汤制 于帝已 无不律四明德 帝无不配天者 在今后四王咒 但迎决议 不顾天极明之从也 其名皆可诸 文王日中则不暇时 享国五十年 作此以戒成王 成王在封 天下以安 周知官正位次序 于是周公作周官 官别其仪 作立正 以 便百姓 百姓说 周公在封 并 将梅 曰 必葬我成周 以名无不敢离成王 周公寄促 成王 亦让 葬周公于必 从文王 以名语小字 不敢成周公也 周公促后 秋未获 暴风雷 和静眼 大目静拔 周国大恐 成王与代夫朝福一开 经藤书 王乃的周公所自以为公代武王之说 二公及王乃问失败之事 失败之事曰 信有 习周公命我勿敢言 成王直书以弃 曰 自今后其无谋不乎 习周公勤劳王 家 为与诱人福吉之 今天动威以张周公之德 为正小字其盈 我国家利益一之 王 初交 天乃雨 反风 何静起 二公命国人 凡大目所言 静起而住之 遂则大赎 于 是成王乃命鲁的交际文王 鲁有天子礼悦者 以周公之德也 周公促 子伯秦故以前授封 是为鲁公 鲁公伯秦之初授封之鲁 三年而后报正周 公 周公曰 何持也 伯秦曰 便其俗 隔其礼 丧三年然后除之 故持 太 公一封于其 五月而报正周公 周公曰 何己也 曰 无检其君臣礼 从其俗位 也 即后闻伯秦报正池 乃探曰 呜呼 鲁后是其北面是其 弗正不检不义 明 不有敬 平义敬明 明必归之 伯秦即位之后 有管 蔡等反也 怀疑 徐荣义并心反 于是伯秦律师 罚之于西 作西事 曰 陈尔甲咒 无感不善 无感伤故 马牛其风 臣妾不逃 物感月竹 敬 复之 无感寇壤 于强缘 鲁人三娇三岁 智尔除娇 求良 真寒 无感不逮 我甲虚 诸儿真徐荣 无感不及 有大行 作此西事 遂凭徐荣 定鲁 鲁公薄情醋 子考公求利 考公四年醋 立帝西 侍卫阳公 阳公铸毛雀门 六年 醋 子幽公载利 幽公十四年 幽公帝西杀幽公儿子利 侍卫卫公 卫公五十年醋 子 立功着利 立功三十七年醋 鲁人立其地居 世卫 信公 信公三十二年醋 子真公弊立 真公十四年 周立王无道 初奔至 共和形政 二十九年 周宣王自卫 三十年 征公醉 帝熬力 世卫武功 武功九年春 武功与长子阔 少子系 西朝 周宣王 宣王爱戏,欲立戏魏鲁太子 周知凡众山父见宣王曰,费长力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故出 令不可不顺也 令之不行,正之不立,行而不顺,明将弃上 夫下是上,少是长,所以 未顺 今天子见诸侯,力其少 是教明逆也 若鲁从之,诸侯孝之,亡命将有所拥,若 服从而诸之,是自诸亡命也 诸之一师,不诸一师,亡其图之 宣王福听,促立细位 鲁太子 下,武功归而促,细立,是位义公 义公九年,义公凶阔之子伯玉与鲁人公是义公 而立伯玉为君 伯玉即位十一年 周宣王法鲁,杀其君伯玉,而问鲁公子能到顺诸侯者 以为鲁后 樊木众曰,鲁义公 帝称,宿公明神,尽是其老,父是行刑,必问于遗训而资于故时,不干所问,不犯所 宣王曰,然,能训至其名以,乃立称于遗公,是位孝公 自适后,诸侯多判王命 孝公二十五年,诸侯叛周,犬戎杀幽王 秦时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孝公簇,子伏皇历,是位会公 会公三十年,靖人是其君昭侯 四十五年,靖人又是其君孝侯 四十六年,会公簇,常述子习设当国,行军事,是位隐公 初,会公是夫人吴子 公见妾申子申子习 习长,位娶于宋 宋女治而好,会公夺而自欺之 申子允 登宋女 为夫人,以允为太子 即会公簇,为允少顾,鲁人供令习设政,不言即位 尹公五年,关于于堂 八年,与正义天子之太山之义方即许田,君子姬之 十一年冬,公子徽产为尹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吏 吴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 卫相 尹公曰,有先君命 无畏允少,故涉带 经允常以,无方淫吐求之地而老焉 以受子允正 辉聚子允闻而返诸之,乃返赠隐公于子允曰 隐公遇岁利,去子 子齐图之 请为子杀隐公 子允许诺 十一月,隐公祭中屋,其余社谱,管于尾世 徽使人杀隐公于,是,而栗子允为君,是为还公 环兮元年,正以弊义天子之许田 二年,以宋之路顶入于太庙,君子姬之 三年,使徽迎赴于其位夫人 六年,夫人申子,与还公同日,顾名曰同 同常,为 太子 十六年,会于曹,罚镇,入立宫 十八年春,宫将有行,遂与夫人如其 身须见止,宫不听,遂如其 其乡公通还公 夫人 公怒夫人,夫人已告其侯 下四月秉子,其乡公享公,公罪,使公子彭申报鲁还 公,应命彭申折其邪,公死于车 鲁人告于其曰,寡君为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好 离 离臣而不返,魔所归咎,请得彭申除丑于诸侯 其人杀彭申已说鲁 离太子童 侍卫庄公 庄公母夫人应留其,不敢归鲁 庄公五年冬,乏魏,内魏惠公 八年,其公子揪来奔 九年,鲁玉内自揪于其,后还公,还公发兵即鲁,鲁即,杀 自揪 召呼死 其告鲁申至管仲 鲁人师伯曰,其遇的管仲,非杀之也,将用之,用 之则为鲁患 不如杀,以其施语之 庄公不听,遂求管仲与其 其人相管仲 十三年,鲁庄公与曹妹会其还公于科,曹妹解其还公,求鲁清的,以蒙儿式还公 还公欲被曰,管仲见,促归鲁清帝 十五年,其还公使霸 二十三年,庄公如其官舍 三十二年,初,庄公驻台领党室,见孟女,说儿爱之,许立为夫人,戈壁以蒙 孟 女生子班 班长,说梁氏女,网关 与人落字墙外语梁氏女系 班怒,边落 庄公闻之 约,若有利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至也,班未得杀 惠庄公有吉 庄公有三帝 常曰庆妇,四曰书衙,四曰继友 庄公娶其女为夫人曰哀江 哀江无子 哀江帝曰书 江,申子开 庄公无是四,爱孟女,玉立其子班 庄公并,而问四余地书衙 书衙曰 一记一级,鲁之常也 庆妇在,可谓四,君何忧 庄公患书衙玉立庆妇,退而问祭 有 既有曰,请以死利班也 庄公曰,囊者书衙玉立庆妇,奈何 既有以庄公 命命雅呆于真乌是,使真即解引书衙以正 曰,引此则有后奉寺,不然,死且无后 雅遂引正而死,努力其子未书孙是 八月鬼害,庄公簇,既有尽力子班未君,如庄公 命 世丧,舍于党是 先时庆妇与埃将私通,遇立埃将帝子开 即庄公簇而既有立班,十月即位,庆妇时 与人落沙鲁公子班于党是 既有,臣 庆妇尽力庄公子开,是位闽公 闽公二年,庆妇与埃将通一圣 埃将与庆妇谋杀敏公而立庆妇 庆妇使不以席杀敏 公于五为 既有闻之,自臣与敏公帝身如诛,请鲁求内之 鲁人遇诛庆妇 庆妇孔,奔 举 于是既有奉子深入,立之,是位离宫 离宫义庄公少子 埃将孔,奔诛 既有一路 如举求庆妇,庆妇归,使人杀庆妇,庆妇请奔,福听,乃使大夫西斯行窟而往 庆妇闻 西斯因,乃自杀 其环公闻埃将与庆妇乱以为鲁,即兆之诛而杀之,以其施归,陆之鲁 鲁离宫寝而葬之 既有母臣女,故王在臣,臣故左宋既有吉子深 既有之将生也,父鲁还公使人不知 曰,南也,其名曰,有,兼于两舍,为公是府 既有王,则鲁不昌 吉深,有 文在掌曰,有,遂以明之,好为臣己 其后卫既是,庆妇后卫孟是也 离西元年,以问杨碧峰既有 既有卫相 九年,靖里克杀其君兮齐,卓子 齐桓公律离公讨禁乱,至高粱而孩,立进会公 十七年,齐桓公簇 二十四年,禁文公即位 三十三年,离公簇,子兴立,侍卫文公 文西元年,楚太子商臣是其父臣王,代曆 三年,文公朝靖相赴 十一年十月甲午,鲁拜迪于贤,或长迪乔如 父父终身充其猴,以歌杀之,买其手 于子居之门,以命宣伯 初,宋武功之事,搜满伐宋,司徒皇附帅施欲之,以拜迪于长丘,或长迪元思 靖,知灭禄,或桥如帝焚如 齐会公二年,搜满伐齐,齐王子臣父或齐帝荣如,买其手于被 门,为人或齐祭帝简如 搜满伐室岁王,十五年,继文子始于靖 十八年二月,文公处 文公有二妃,长妃其女未哀将,生子恶即是,四妃靖迎,彼 爱,生子腿,腿丝是相仲,相仲欲立之,书仲曰不可 相仲请其会公,会公心力,欲清,路,许之 冬十月,相仲杀子恶即是而立腿,是未宣公 哀将归其,哭而过婆,曰 天呼 相仲未不道,杀是立数 婆人皆哭,鲁人未知,哀将 鲁游此公是悲,三环 强 宣公退十二年,楚庄王强,为正 正伯将,赴国之 十八年,宣公簇,子成公黑公立,是未成公 继文子曰,使我杀势力数师大猿者 相仲 相仲立宣公,公孙归父有宠 宣公欲去三环,与敬谋伐三环 惠宣公促,寄 文子愿之,归父奔其 成公二年春,其法取我龙 下,公与敬系刻拜其请公于安,其父归我亲弟 四年,成公如敬,敬景公不敬鲁 鲁欲被敬何于楚,或见,乃部 十年,成公如敬,敬景公促 因流成公送葬,鲁慧之 十五年,始于吴王寿梦慧中离 十六年,宣伯告敬,欲诸记文子 文子有意,敬人扶许 十八年,成公促,子无力,侍卫相公 世时相公三岁也 湘西元年,靖力道公 往年东,靖鸾书是其君立功 四年,相公朝靖 五年,寄文子促 家无一薄之妾,就无十素之马 辅无金玉,以相三君 君子曰 继文子连中矣 九年,与靖伐阵 靖道公关相公于位,继武子从,相行礼 十一年,三环市分位三君 十二年,朝靖 十六年,靖平公即位 二十一年,朝靖平公 二十二年,孔秋生 二十五年,其催柱是其君装公,立其地井公 二十九年,无颜灵祭子使鲁,问周乐,尽知其意,鲁人敬焉 三十一年六月,相公促 其九月,太子促 鲁人立其龟之子刀卫君,侍卫昭公 昭公年十九,由有同心 墓书不遇立,曰,太子死,有母帝可立,不吉立长 年,君则贤,亦君则不知 今刀非是四,且又居桑亦不在妻而有喜色,若果立,必未即是忧 即武子福听,簇立之 比吉藏,三亦衰 君子曰,世不忠也 昭公三年,朝靖至和,靖平公谢孩之,鲁池燕 四年,楚灵王会诸侯余生,昭公称,并不枉 七年,继武子促 八年,楚灵王就张华台,照昭公 昭公网赫,似昭公宝契 以而回,复诈取之 十二年,朝靖至和,靖平公谢孩之 十三年,楚公子契即是齐君陵 王,戴立 十五年,朝靖,靖流之藏靖昭公,鲁池之 二十年,其景公与燕子受靖,因 入鲁问礼 二十一年,朝靖至和,靖谢孩之 二十五年春,曲玉来朝 曲玉 入处,公在外野 济世与后世斗鸡,济世借鸡羽,后世荆举 济平子怒而清后世,后昭伯亦怒平子 脏昭伯之地会伪缠脏事,逆济世,脏昭伯求济世人 济平子怒,求脏世老 脏,后世已 难告昭公 昭公九月勿须罚济世,岁入 平子登台请约,君以禅不查成罪,诸之,请 千一上 扶许 请求于毕,扶许 请义武圣王,扶许 子家居曰,君其许之 正字 济世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 福听 后世曰,必杀之,书孙世之臣立为其众 曰,无济世与有,孙立,皆曰,无济世世无书孙世,立曰,然,就济世 岁败公施 孟义子文书孙世胜,一杀后昭伯 后昭伯未公使,顾孟氏得之 三家共罚公 公岁奔 己亥,公至于其 其谨公曰,请至谦涉呆君,子家曰,契周公之夜儿 臣于其,可乎 乃至 子家曰,其谨公无姓,不如早知尽,服从 书孙见公孩 见平子,平子遁守 初欲迎招公,孟孙,继孙后悔,乃至 二十六年春,其法鲁,取运而居招公焉 下,其谨公将内宫,令吾寿鲁路 申风 乳驾许其成高河,子江素五千余 子江言于其侯曰,群臣不能是鲁君,有意焉 宋元 公为鲁如敬,求内之,道促 书孙招子求内其君,无病而死 不知天气鲁乎 亦鲁君有 罪于鬼神也 援君且呆 其谨公从之 二十八年,招公如敬,求入 继平子思于敬六卿,六卿受济世禄,见敬君,敬君乃 此,居招公前侯 二十九年,招公如运 其谨公使人赐招公书,自卫,主君 招公此 之,怒而去前侯 三十一年,静域内招公,照记平子 平子不依险行,因六卿谢罪 六,卿位言曰,静域内招公,众不从,尽人止 三十二年,招公处于前侯 鲁人共立招 公帝宋位君,是位定公 定公立,照简子问史莫曰 既是亡乎,史莫对曰,不亡 既有有大功于鲁 寿必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是增其也 鲁文公簇,东门遂沙士立术,鲁君于是施国 正,正在济世,于今四军以,明不知君,何以的国 是以为君圣器与明,不可以假人 定公五年,祭平子醋 杨虎私怒,求祭还子,于蒙,乃舍之 七年,祈罚我,取运 以为鲁杨虎亦已从政 八年,杨虎欲尽杀三环氏,而更立其所善数子以代之,载祭还 子将杀之,还子诈而得托 三环共公杨虎,杨虎居杨官 九年,鲁伐杨虎,杨虎奔齐 以而奔进赵氏 十年,定公与其井公会于家谷,孔子行相逝 其遇袭鲁君,孔 子以礼礼皆,诸其盈乐,其侯聚,乃至,归鲁青的而谢过 十二年,始众有毁三环城 收其甲兵 孟氏不肯剁成,乏之,不克而止 祭还子受其女乐,孔子去 十五年,定公促,子将立,侍卫哀公 埃公五年,其井公簇 六年,其田其是其君如子 七年,吴王夫差强,罚其至曾,真百劳于鲁 季康子使子供说吴王吉太宰匹,以 吴王曰,我闻身,不足则理,乃至 八年,吴魏邹法鲁,至臣下,蒙而去 其罚我,取三玉 十年,罚其难表 十一年,其罚鲁 季氏用,有有公,思孔子,孔子自卫归鲁 十四年,其田长士其君捡公于屈州 孔子请罚之,哀公不听 十五年,使子府紧薄 子贡未戒,士其,其归我亲弟 田长出乡,欲亲诸侯 十六年,孔子醋 二十二年,月望沟见灭吴王夫查 二十七年春,季康子醋 下,哀公换三环,将玉因诸侯已截之 三环亦换公作难 故君臣多奸 公由于临板,遇孟五伯于皆,曰,请问于及死乎 对曰,不知也 公欲已月罚三环 八月,哀公如行事 三环公公,公奔于魏,去如邹,遂如月 国人 迎哀公复归,簇于有山事 子宁立,侍卫道公 道公之时,三环圣,鲁如小侯,悲于三环之家 十三年,三静灭至伯,分其地有之 三十七年,道公复,子家立,侍卫元公 元公二十一年复,子显立,侍卫穆公 穆 公三十三年复,子奋立,侍卫贡公 贡公二十二年复,子屯立,侍卫康公 康公九年复 子燕立,侍卫锦公 锦公二十九年复,子疏立,侍卫平公 四十六国皆称王 平公十二年,秦卫王簇 二十年,平公簇,子甲立,侍卫文公 文公年,楚怀王死 于秦 二十三年,文公簇,子筹立,侍卫秦公 秦公二年,秦拔楚之隐,楚请望东喜于臣 十九年,楚法我,取徐州 二十四年 楚考列王法灭鲁 秦公王,簽于下意,卫家人,鲁爵寺 秦公簇于科 鲁齐周公至秦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于文孔子称曰,圣以鲁道之衰 也 诸四之间隐隐如也 官庆复及书雅闽公之计,何其乱也 隐还之誓,相众杀势力 术,三家北面未成,清公昭公,昭公已奔 至其一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立也 所隐述赞,武王济眉,成王又孤 周公设阵,赋以巨图 吉还陈列,北面虚如 原子封鲁,少昊之虚 家父王氏,系直不渝 将吉孝王,目重致语 隐能让国,春秋之 初 丘明指简,投扁背书 史记宴赵公世家 赵公世与周同姓,姓姬氏 周五王之灭咒,封赵公于北宴 其在陈王时,赵王为三宫,自闪以西 赵公主之,自闪以东,周公主之 陈王既有,周公设阵,当国建座 赵公移之,做军事 军事不说周公 周公乃称,汤时有依隐 甲于皇天,在太悟时,则有若依至 陈户,甲于上帝,乌贤至王家 在祖乙时,则有若 乌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斑 律为姿有成,保义有阴 于是赵公乃说 赵公之至西方,盛得赵明和 赵公寻行相义,有唐术 绝育正是其下,自侯博之术 仁各得其所,无师职者 赵公促,而名人思赵公之正 怀唐术不敢乏,割永之,做甘堂 之师 自赵公以下九世至惠侯 宴惠侯当周立王奔至,共和之时 惠侯促,子离侯历 世岁,周宣王初即位 离侯二十一年,正桓公出封于镇 三十六年,离侯促,子请侯历 寝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乱,为犬戎所示 秦时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寝侯促,子哀侯历 哀侯二年促,子郑侯历 郑侯三十六年促,子谋侯历 历 谋侯七年,尔鲁影西元年也 十八年促,子宣侯历 宣侯十三年促,子桓侯历 桓侯历 桓侯七年促,子庄公历 庄公十二年,其桓公十霸 十六年,宇宋,为共伐周惠王 惠王初奔温,立惠王帝 颓为周王 十七年,正值宴重父儿内惠王于周 二十七年,山荣来清我,其桓侯就验 遂被伐山荣而孩 燕君送其桓侯出境,桓侯因歌燕所致的羽燕 使燕贡贡天子,如成舟 十值,使燕赴修赵公之法 三十三年促,子乡公历 乡公二十六年,晋文公为建土之会,称伯 三十一年,秦师拜于瑶 三十七年,秦 穆公历 四十年,香公历,还公历 还公十六年促,宣公历 宣公十五年促,昭公历 昭公十三年促,五公历 世穗境 灭三系大夫 五公十九年促,文公历 文公六年促,亦公历 亦西元年,齐催注释齐军装公 四 年促,子惠公历 惠西元年,齐高只来奔 六年,惠公多宠姬 公欲去诸代府而立宠姬送,代府贡诸 姬送,惠公聚,奔齐 四年,齐高掩如敬,请贡罚焰,入齐军 敬平公许,与齐罚焰 入惠公 惠公至焰而死 焰历盗公 盗公七年促,贡公历 贡公五年促,平公历 敬公是碑,六青史强大 平公十八年,吴王和驴破处入影 十九年促,简公历 简公十二年促,现公历 敬兆央违犯,中行 于朝歌 现公十二年,齐田常侍齐军简公 十四年,孔子促 二十八年,现公促,孝公历 孝公十二年,韩,魏,赵灭之伯,分齐帝,三境强 十五年,孝公促,成公历 成公十六年促,敬公历 敬公三十一年促,离公历 十 岁,三境列魏诸侯 离公三十年,伐败其余领盈 离公促,还公历 还公十一年促,文公历 四岁,秦,现公促 秦亦强 文公十九年,齐威王促 二十八年,苏秦始来建,说文公 文公与车马金伯以至赵 赵宿侯用之 殷约六国,魏从长 秦惠王以其女魏燕太子父 二十九年,文公促,太子立,是魏义王 义王出力,齐宣王因燕丧罚我,取时辰,苏秦说其,使父归燕时辰 十年,燕君位 王 苏秦与燕文公夫人私通,俱诸,乃说王使其未反见,欲以乱其 义王力十二年促 自燕怪力 燕怪祭力,其人杀苏秦 苏秦之在燕,与其相子之为婚,而苏代与子之交 即苏秦 四,而其宣王附用苏代 燕怪三年,与楚,三尽功勤,不胜而孩 子之相燕,贵重,主 短 苏代为其使于燕,燕王问曰,其王昔如,对曰,必不罢,燕王曰,何也 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基燕王以尊子之也 于是燕王大姓子之 子之因疑 苏代百经,而听其所使 陆毛兽为燕王,不如以国让乡子之 人之为遥闲者,以其让天下于许游,许游不 兽,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 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兽,是王与姚同行也 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众 或曰,与建议,以而以其人为利 及老,而以其 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义 以而其于交党公义,夺之 天下为于名传天下于义,以 而实令其自取之 今王延属国于子之,而立无非太子仁者,是民属子之 而实太子用事也 王因收印自三百十脉移送而孝之子之 子之难面行王室,而怪老不听政,故未成 国事皆绝于子之 三年,国大乱,百姓洞孔 将军事被与太子平谋,将公子之 朱将为其敏王曰 因而复之,破燕必已 其王因令人为燕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意,将废私而立功 赤君臣之意,明父子之位 寡人之国小,不足以为先后 虽然,则为太子所以令之 太子应要党聚众,将军事被为公公,公子之,不可 将军事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 军事被死,以训 因够难赎月,死者数万,众人洞孔,百姓离至 梦可谓其王曰,今 法燕,此文,五之时,不可施也 王因令张子将五兜之兵,以英北的之众以法燕 是 猝不战,城门不必,燕君怪死,其大圣 燕子之王二年,而燕仁共立太子平,世卫燕昭 王 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悲声后必以招贤者 为郭奎曰,其因孤之国乱 而夕破燕,孤及之燕小利少,不足以报 燃臣的贤士以贡国,以雪仙旺之耻,孤之原也 先申士可者,得申士之 郭奎曰,王必欲致士,先从奎使 曠贤于奎者,起远迁 离哉 于是昭王为奎改助公而施士之 岳亦自卫网,邹衍自其网,聚心自赵网,世贞 驱燕 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 二十八年,燕国应赴,士族乐意清战 于是遂以岳亦为上将军,与秦,楚,三进和 某已罚其,其兵败,敏王出王于外 燕兵独追北,入至林姿,进取其宝,烧其宫市宗庙 其臣之不下者,独为了,举,吉末,其余皆赎燕,六岁 昭王三十三年促,子惠王历 惠王为太子时,与岳亦有戏,即即位,一亿,使其结代将 岳亦王走兆 其田丹矣 吉末击败燕君,其解死,燕兵隐归,其西傅得其故臣 闽王死于举,乃立其子魏襄王 惠王七年促 韩,魏,楚共罚燕 燕武成王历 武成王七年,其田丹罚我,罚中阳 十三年,秦拜赵于长平四十余万 十四年,五 臣王促,子孝王历 孝王元年,秦为寒丹者解去 三年促,子金王喜历 金王喜四年,秦昭王促 燕王命相历赴约欢照,以五百金位赵王九 还报燕王曰 赵王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罚也,王赵昌国君乐兼问之 对曰,赵四战之 国,其名习兵,不可罚 王曰,无以五而罚一,对曰,不可,燕王怒,群臣 皆以为可 促起二军,车两千盛,利赴江而公号,清秦公代 唯都大夫江渠为燕王曰 与人通关曰交,以五百金引人之王,使者报而反攻之,不详,兵无成功,燕王不听 自江偏君随之 江渠引燕王受止之曰,王必无自网,网无成功,王,之以足 江,渠弃曰,陈飞以自卫,卫王也,燕君至宋子,赵使连坡江,即破利赴于好 破清秦,于带,乐坚奔赵 连坡逐之五百余礼,为齐国 燕人请和,赵人不许,必令江渠处和 燕香江渠以处和 赵听江渠,解燕为 六年,秦灭东周,至三川郡 七年,秦拔赵于赐三十七城,秦至大圆郡 九年,秦 王震出即位 十年,赵使连坡江宫返阳,拔之 赵孝臣王簇,道乡王历 使乐臣代连坡 连坡不听,公乐臣,乐臣走,连坡奔大梁 十二年,赵使礼目公宴,拔五岁,方臣 巨星故居赵,与旁暖善,以儿王走宴 宴见赵树困于秦,而连坡去,令旁暖江也,欲应 赵必公之 问巨星,星曰,旁暖一羽儿,燕使巨星将及赵,赵使旁暖及之,取燕君 二万,杀巨星 秦拔为二十城,至东郡 十九年,秦拔赵之夜九城 赵道乡王簇 二十 三年,太子丹执于秦,王归燕 二十五年,秦鲁灭韩王安,致隐川郡 二十七年,秦鲁 赵王簽,灭赵 赵公子家自立位代王 燕见秦且灭六国,秦兵临一水,或且致燕 太子丹因仰壮士二十人,始今可宪都抗 帝徒于秦,因袭赐秦王 秦王爵,沙科,始将君王简及燕 二十九年,秦宫拔我祭,燕 王王,喜居辽东,斩丹已献秦 三十年,秦灭魏 三十三年,秦拔辽东,鲁燕王喜,簇灭燕 四岁,秦江望奔义鲁代王家 太史公曰,赵公是可谓人矣 甘堂且思之,曠其人乎 燕破满河,内措其,靖,其 驱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己灭者数矣 燃社记写十者八九百岁,鱼姬信独后王,岂非赵 公之列邪 所引述赞,赵伯作乡,分闪而至 人会其得,甘堂是思 装送霸主,会罗宠姬 文公从赵,苏秦陈词 义王出力,齐宣我妻 燕怪无道,禅为子之 招王呆世,思报灵 兹 都抗不就,促见山仪 史记管蔡世家 管书仙,蔡书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帝也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 母约太四,文王阵 非夜,齐章自曰博义考 赐约武王发,赐约管书仙 赐约周公蛋,赐约蔡书度,赐约曹 书正夺,赐约陈书五 赐约霍书处,赐约康书封 赐约雅记载 雅记载最少 同母昆帝 十人,为发,但贤,左右辅文王 顾文王舍博义考而已发位太子 及文王崩而发力,是 为武王 博义考既已前促矣 武王已克英咒,平天下,封公成昆帝 于是封书先于馆,封书度于菜,二人相咒子 武根陆父,至英移名 封书但于卤而相周,为周公 封书正夺于曹,封书武于臣,封书 处于祸 康书封,记载皆少,未得封 武王继崩,臣王少,周公但专王氏 管书,菜书以周公之为不利于臣王,乃邪无根 以作乱,周公但臣臣王命罚诸五根,沙管书,而放菜书,千枝,雨车十圣,突七十人从 而分音于明为二,其一封为子祈于颂,以续尹四,其一封康书未未君,是未未康书 封记载于,记,康书皆有迅行,于是周公专康书为周思寇,即为周思空,以左臣 王志,皆有令名于天下 蔡书度记迁而死 其子曰胡,胡乃改行,律得迅善 周公闻之,而专胡以为鲁钦士 鲁国志 于是周公言于臣王,赴封胡于蔡,以奉蔡书之寺,是未蔡仲 于武书皆救国 吾为天子立者 蔡仲醋,子蔡薄荒吏 蔡薄荒醋,子公侯吏 公侯醋,子吏侯吏 吏侯醋,子吾侯 吏 吾侯之时,周吏王施国,奔治,共和行政,诸侯多叛周 吾侯醋,子吏侯吏 吏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 二十八年,吏侯醋,子吏侯所势吏 吏侯三十九年,周幽王为犬荣所杀,周是悲儿东喜 秦始得列为诸侯 四十八年,离侯醋,子贡侯心吏 贡侯二年醋,子戴侯吏 戴侯十年醋,子宣侯醋 复吏 宣侯二十八年,鲁尹公出吏 三十五年,宣侯醋,子还侯封人吏 还侯三年,鲁氏 齐君尹公 二十年,还侯醋,帝哀侯献无力 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取臣,习侯亦取臣 习夫人将归,过菜,菜侯不敬 习侯怒 请楚文王,来法我,我求救于蔡,蔡必来,处应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从之 鲁菜哀侯已归 哀侯留九岁,死于楚 樊历二十年醋 蔡仁历其子兮,侍卫谋侯 谋侯以其女帝为齐桓公夫人 十八年,齐桓公与蔡女系传中,夫人荡舟,桓公指之 不止,公怒,归蔡女儿不绝也 蔡侯怒,驾其弟 齐桓公怒,罚蔡,蔡溃,遂鲁谋侯 南智楚少林 乙儿诸侯为蔡谢其,其侯归蔡侯 二十九年,谋侯醋,子庄侯甲无力 庄侯三年,齐桓公簇 十四年,靖文公拜楚于臣仆 二十年,楚太子商臣氏其父臣 王代立 二十五年,秦牧公簇 三十三年,楚庄王即位 三十四年,庄侯醋,子文侯申 立 文侯十四年,楚庄王罚臣,杀下真书 十五年,楚为政,政将楚,楚妇一支 二十年,文侯醋,子锦侯故立 锦侯元年,楚庄王醋 四十九年,锦侯为太子搬取父于楚,而锦侯通焉 太子是锦 侯而自立,是位灵侯 灵侯二年,楚公子为世其王 甲鸥而自立,为灵王 九年,陈司徒昭是其君哀功 楚 使公子弃及灭臣而有之 十二年,楚灵王以灵侯是其父,又蔡灵侯余生 扶甲影之,嘴 而杀之,刑其士族七十人 令公子弃及为蔡 十一月,灭蔡,使弃及为蔡公 楚灭蔡三岁,楚公子弃及是其君灵王代吏,为平王 平王乃求蔡锦侯少子卢,立之 世卫平侯 世年,楚义父立成 楚平王初立,御清诸侯,故父立成,蔡后 平侯九年促,灵侯班之孙东国公平侯子而自立,世卫道侯 道侯父约引太子有,引,太子有者,灵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杀引太子,故平侯促而引太子之子东国公平侯子而代,立,世卫道侯 道侯三年促,帝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求二,献其依于昭王而自依其依 楚乡紫长御之,不语 紫长缠菜侯,流之处三年 菜侯之之,乃献其求于紫长,紫长寿之,乃言归菜侯 采 侯归而之境,请与敬伐楚 十三年春,与卫林公会少林 菜侯私于周长红以求长于卫,卫史史严康书之功德 乃长卫 下,卫尽灭审,楚怒,公彩 蔡昭侯使其子卫之于吾,以共罚楚 东,与吾 王和驴岁破楚入影 蔡苑子长,子长孔,奔正 十四年,吾去而楚昭王复国 十六年 楚令尹为其名气以谋蔡,蔡昭侯聚 二十六年,孔子如采 楚昭王伐蔡,蔡孔,告及于 吾 吾为蔡远,约迁以自尽,亦以相救,昭侯思许,不与代夫计 吾人来救蔡,应迁采 于周来 二十八年,昭侯将朝于吾,代夫孔其父迁,乃令贼利杀昭侯,以儿诸贼利以解 过,而立昭侯子硕,侍卫成侯 成侯四年,宋灭曹 十年,齐田长氏齐军简宫 十三年,楚灭臣 十九年,成侯醋 子申侯产利 申侯十五年醋,子元侯利 元侯六年醋,子侯齐利 侯齐四年,楚慧王灭蔡,蔡侯齐王,蔡穗爵四 后臣灭三十三年 博弈考,齐后不知所风 武王八,齐后为周,有本计言 管书仙作乱诸死,吴后 周公蛋,齐后为卤,有事加言 蔡书渡,齐后为蔡,有事加言 曹书震夺,有后为曹 有事加言 陈书武,齐后侍魔所见 霍书处,齐后竟献功时灭祸 康书丰,齐后未未 有事加言 雅记载,齐后侍魔所见 太史公约,管菜作乱,吴族载者 然周五 王崩,陈王少,天下祭夷 赖同母之地陈书,雅记之属时 人未俯伏,是以诸侯促宗周 故父之事加言 曹书震夺者,周武王帝也 武王以克英咒,封书震夺于曹 书震夺醋,子泰伯霹力 泰伯醋,子仲军平力 众军平醋,子公伯侯力 公伯侯醋 子孝伯云力 孝伯云醋,子仪伯喜力 仪伯二十三年,周立王奔鱼制 三十年醋,帝幽伯强力 幽伯九年,帝苏沙幽伯代力 世卫代伯 代伯元年,周轩 王以立三岁 三十年,带伯醋,子惠伯四立 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 因东喜,一杯,诸侯叛之 秦时列为诸侯 三十六,惠伯醋,子时辅力 其第五杀之代力,是为谋宫 谋宫三年醋,子还宫中 申力 还宫三十五年,鲁尹宫历 四十五年,鲁市齐军尹宫 四十六年,宋华赴都市齐军 商工,即孔赴 五十五年,还宫醋,子庄宫系孤历 庄宫二十三年,其还宫十霸 三十一年,庄宫醋,子离宫一历 离宫九年醋,子昭宫班历 昭宫六年,其还宫败 蔡,岁至楚赵陵 九年,昭宫醋,子贡宫相历 贡宫十六年,初,晋公子仲耳其王过曹 曹君无礼,御官其便携 离父姬见,不听 私善于仲耳 二十一年,晋文宫仲耳伐曹,鲁贡宫已归 令君无入离父姬之宗族驴 或说晋文宫曰,习其还公会诸侯,赴义姓 经君求曹君,灭同姓,何以令于诸侯 晋乃赴贵贡宫 二十五年,晋文宫醋 三十五年,贡宫醋,子文宫受利 文宫二十三年醋,子宣宫 强利 宣宫十七年醋,立成功赴楚吏 成功三年,晋立功伐曹,鲁成功已归,已赴世之 五年,晋鸾书,中行衍使成华世 齐君立功 二十三年,成功醋,子武宫胜利 武宫二十六年,楚宫子契即是其君陵王代 立 二十七年,武宫醋,子平宫利 平宫四年醋,子道宫无利 试岁,宋,魏,臣,正 接活 道宫八年,宋景宫利 九年,道宫朝于宋,宋求之,曹力其帝也,是魏生功 道宫 死于宋,归藏 深宫五年,平宫地通是深宫戴吏,是魏隐宫 隐宫四年,深宫地漏是隐宫戴吏,是魏晋宫 晋宫四年醋,子柏杨利 柏杨三年,国人有梦重君子立于社宫,牟玉王朝,曹书震夺指之,请待宫孙强,许 知 但,求知曹,吾此人 梦者借其子曰,我王,耳闻公孙强为政,必去曹,吾离曹 或,即柏杨即位,好田义之事 六年,曹野人公孙强亦好田义,或白燕儿献之,且言 田义之说,应访正事 柏杨大说之,有宠,使魏司臣已听证 梦者之子乃王去 公孙强言罢说于曹伯 十四年,曹伯从之,乃被敬干颂 宋敬公罚之,敬人不久 十五年,宋灭曹,执曹伯阳及公孙强已归而杀之 曹岁绝其四 太史公曰,于寻曹贡公之不用西腹姬,乃成宣者三百人,之为得之不见 即正夺之 梦,岂不欲引曹之四者哉 如公孙强不休绝阵,书夺之四呼诛 所引述赞,五王之地,管,菜即火 周公居乡,流言是作 狼拔之间,吃消讨饿 狐能改行,克负其绝 现武之处,玉玺礼薄 木侯鲁齐,荡周乖穴 曹贡清静,腹姬 先觉 柏阳梦舍,坐轻震夺 史记陈启世家 陈狐公满者,于帝顺之后也 习顺位数人时,姚妻之二女,居于归瑞,其后应未事 姓,姓归世 顺以崩,传于天下,而顺子商君为封国 下后之时,或师或许 至于周五 王克英咒,乃父求顺后,得归满,风之于尘,以奉帝顺四,侍卫胡公 胡公簇,子申公西侯礼 申公簇,帝相公高阳礼 相公簇,立申公子突,侍卫孝公 孝公簇,子盛公宇荣礼 盛公当周立王石 盛公簇,子幽公宁礼 幽公十二年,周立王奔于智 二十三年,幽公簇,子离公孝礼 离公六年,周宣王即位 三十六年,离公簇,子 五公邻礼 五公十五年簇,子宜公说礼 四岁,周幽王即位 宜公三年簇,地平公谢礼 平公七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东喜 秦时列为诸侯 二十三年,平公簇,子文公羽礼 文西元年,娶菜女,申子驼 十年,文公簇,长子还公暴力 还公二十三年,鲁颖公出力 二十六年,为杀其君周瑜 三十三年,鲁氏其君隐公 三十八年正月甲须己丑,还公报簇 还公帝陀,其母菜女,故菜人为陀杀武 父及还公太子免而立陀,侍卫立公 还公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在父 立公二年,申子敬重丸 周太史过程,陈立公使以周一世之 挂得官之否,侍卫 官国之光,利用兵于王 此其代臣有国乎 不在此,其在义国 非此其身,在其子孙 若在义国,必将信 将信,太阅之后 乌莫能两大,陈衰,此其仓忽 立公取菜女,菜女与菜人乱 立公术如菜银 七年,立公所杀还公太子免之三弟 长约约,中约灵,少约除旧 供令菜人又立公以好女 与菜人供杀立公而立月,是未立 公 立公者,还公子也 立公立五月醋,立中帝灵,侍卫庄公 庄公七年醋,少帝处旧 立,侍卫宣公 宣公三年,处五王醋,处十强 十七年,周慧王取成女位后 二十一年,宣公后有必积身子款 玉立之,乃杀其太子玉寇 玉寇宿爱立公子丸 玩具或几几,乃奔其 其还公欲使臣玩魏清,玩曰,积吕之臣,信的免赴言,君之会 也,不敢当高位 还公使魏公正 其义重欲其臣敬重,不知,战曰,是魏凤凰于非 和鸣枪 有归之后,江玉于江 五世其昌,并于振卿 八世之后,莫知与今 三十七年,其还公罚蔡,蔡拜,南清楚,至兆林,还过成 陈大夫元滔图二其过程 乍其令出东道 东道二,还公怒,直成元滔图 逝岁,敬献公杀其太子申申 四十五年,宣公促,子款利,侍卫木工 木工五年,其还公促 十六年,敬文公拜 处施于陈仆 四岁,木工促,子贡公朔利 贡公六年,处太子商臣是其父陈王戴利,是 魏木王 十一年,秦木工促 十八年,贡工促,子林公平国利 灵溪元年,楚庄王即位 六年,楚伐臣 十年,臣即楚平 十四年,林公与其大夫孔宁,移行父接通于夏基 终其依以戏于朝 谢也建曰 君臣淫乱,明和笑焉 林公已告二子,二子请杀谢也 公服敬,遂杀谢也 十五年 林公与二子引于夏世 公系二子曰,真书四辱 二子曰,义四公,真书怒 林 公罢九出,真书辅怒就门设杀林公 孔宁,宜行父接奔处,林公太子无奔进 真书自立 魏臣侯 真书,故臣代父也 夏基,玉书之妻,书之母也 陈夕元年冬,楚庄王为夏真书沙林公,律诸侯法臣 魏臣曰,无经,无诸真书而 以,以诸真书,应献臣而有之,群臣必贺 申疏时始于其来孩,独不贺 庄王问其故 对曰,彼于有之,千牛尽人田,田主夺之牛 竟则有罪以,夺之牛,不亦甚乎 今 王以真书为贼士君,故真兵诸侯,以亦罚之 以而取之,以立其地,则后何以令于天下 是以不合 庄王曰,善,乃迎臣林公太子五于敬而立之 父君臣如故,侍卫臣 公 孔子读史记至楚父臣,曰,贤哉楚庄王 清迁臣之国而众一言 八年,楚庄王簇 二十九年,臣被楚蒙 三十年,楚贡王罚臣 嗜碎,臣公簇,子 哀公若历 楚以臣丧,把兵去 哀公三年,楚为臣,赴世之 二十八年,楚公子为士其君甲敖自立,魏灵王 三十四年,初,哀公取证,长姬申到太子师,少姬申眼 二碧妾,长妾申留,少妾 申审 刘有宠哀公,哀公属之其帝司徒昭 哀公病,三月,昭杀到太子,立刘为太子 哀公怒,玉珠昭,昭发兵为首哀公,哀公自经杀 昭促立刘为臣军 四月,臣史史赴楚 楚陵王闻臣乱,乃杀臣使者,使公子气即发兵伐臣,臣军流奔阵 九月,楚为臣 十 一月,灭臣 使气即位臣公 招之杀到太子也,太子之子名无,出奔境 静平公问太子赵曰,臣岁王呼,对 曰,臣,专虚之足 臣室的正于其,乃促王 自目至于骨手,无为命 顺重之以明德 至于岁,事事守之 及胡功,周次之信,使似于帝 且胜德之后,必百事似 于之事 为也,其在其乎 楚陵王灭臣五岁,楚公子气即是陵王戴吏,是为平王 平王出力,遇得何诸侯,乃 求故臣到太子师之子吾,立位臣侯,是为会公 会公立,探续哀公促十年而未缘,空吉 五岁已 十年,成祸 十五年,吴王了使公子光伐臣,取狐,审而去 二十八年,吴王和驴 与子须败楚入影 四年,会公促,子怀公流利 怀西元年,吴破楚,在影,赵陈侯 陈侯欲网,代付约,吴心的义,楚王虽云 与臣有故,不可备 怀公乃以吉谢吾 四年,吴父赵怀公 怀公孔,如吴 吴怒其前 不枉,留之,应促吴 臣乃立怀公之子月,是为闽宫 闽宫六年,孔子侍臣 吴王夫刹罚臣,取三亿而去 十三年,吴父来罚臣,臣告吉 楚,楚昭王来救,君于臣妇,吴师去 四年,楚昭王促于臣妇 十孔子在臣 十五年,送灭曹 十六年,吴王夫刹罚臣,拜之爱玲,使人赵臣侯 称侯孔,如吴 处罚臣 二 十一年,齐田常侍齐君捡公 二十三年,楚之白宫盛杀令尹子兮,子齐,习惠王 叶公 公败白宫,白宫自杀 二十四年,楚惠王赴国,以兵北伐,杀臣敏公,遂灭臣而有之 嗜碎,孔子醋 其东楼公者,下后雨之后苗亦也 应时或风或绝 周五王克英咒,求雨之后,得东 楼公,风之雨起,以奉下后嗜四 东楼公身西楼公,西楼公身提公,提公身某曲公 某曲公当周立王时 某曲公身五 公 五公立四十七年促,子静公立 静公二十三年促,子贡公立 贡公八年促,子得公 立 德公十八年促,帝还公孤荣立 还公十七年促,子孝公,立 孝公十七年促,帝文 公义孤立 文公十四年促,帝平公寓立 平公十八年促,子盗公成立 盗公十二年促 自隐公起立 七月,隐公帝岁是隐公自立,侍卫离宫 离宫十九年促,子敏公为立 敏 公十五年,楚慧王灭成 十六年,敏公第二路是敏公帝立 是位埃公 埃公立十年促 敏公子赤立,是位出宫 出宫十二年促,子简公春立 立一年,楚慧王之四十四年,灭 起 起后臣王三十四年 起小为,其是不足称述 顺之后,周五王丰之臣,至楚慧王灭之,有誓家言 宇之后,周五王丰之起,楚慧 王灭之,有誓家言 弃之后魏英,英有本纪言 英破,周风其后于宋,其敏王灭之,有 誓家言 后继之后魏周,秦昭王灭之,有本纪言 高桃之后,霍风英,六,楚慧王灭之 无谱 伯仪之后,至周五王赴风于其 约太公望,臣氏灭之,有誓家言 伯仪之后 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纪言 锤,义,魁,龙,其后不知所风,不见也 又十一人者,皆唐于知济明有功得成也 其五人之后皆至帝王,于乃未显诸侯 藤,缺 邹,下,阴,周之间风也 小,不足齿列,福论也 周五王时,侯博上千余人 吉幽,立之后,诸侯立功相柄 江,黄,湖,沈之属 不可胜数,顾府采者于传 太史公约,顺之得可谓致矣 禅位于下,而后世写时者历三代 吉楚灭臣,而田长 得正于其,醋未建国,百世不绝,苗亦滋滋 有土者不发焉 至宇,于周则起,为胜 不足数也 楚慧王灭起,其后阅望勾建兴 所引述赞,圣德之四,必及百世 顺,与于列,臣,其世纪 归满寿风,东楼转 细 恶路窜逆,下击迎币 二国衰为,或兴或替 前并后鲁,皆往楚慧 勾建伯兴,田 河吞氏 蝉蝉血时,起其描意 史记魏康书世家 魏康书明风,周五王同母少帝也 其次上有牙记,牙记最少 五王以克应咒,父以应于明风咒子五根陆父 比诸侯,以奉其先寺悟绝 为五根位 即,恐其有贼心,五王乃令其地管书 蔡叔父向五根陆父,以和其名 五王济崩,陈王 少 周公 周公 但代臣王至,当国 管书,蔡叔以周公,乃与五根陆父作乱,欲攻陈周 周公 但以陈王令兴师法英,杀五根陆父,管书,放蔡叔,以五根因于明风康书未卫君,居和 其兼顾伤须 周公 但据康书 耻少,乃生告康书曰,必求因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隐所以心 所以王,而物爱明 告以咒所以王者以淫于酒,酒之师,妇人适用,故咒之乱自此时 为子才,是君子可法则 故为之康告,久告,子才以命之 康书之国,既以此命,能 何及其名,明大说 陈王长,用事,举康书为周思寇,赐为宝祭器,以张有德 康书醋,子康伯代吏 康伯醋,子考伯利 考伯醋,子四伯利 四伯醋,子温伯利 温伯醋,子敬伯利 敬伯醋,子甄伯利 甄伯醋,子请侯利 请侯后陆周遗王,遗王命位为侯 请侯利十二年醋,子离侯利 离侯十三年,周利王初,于智,共和行政焉 二十八年,周宣王利 四十二年,离侯醋,太子共伯于利卫君 共伯帝何有宠于离侯,多宇之路,何以其 陆路是,以习公共伯于墓上,共伯入离侯县自杀 为人阴藏之离侯旁,是曰共伯,而立 何为为侯,是为武功 武功即位,修康书之阵,百姓何即 四十二年,犬荣杀周遗王,武功将兵往左周平 荣,圣有公,周平王命武功未公 五十五年,促,子庄公杨利 庄公五年,娶其女为夫人,好而无子 又娶臣女为夫人,生子,早死 臣女女帝义 姓于庄公,而生子丸 丸母死,庄公令夫人其女子之,立位太子 庄公有宠妾,生子周 玉 十八年,周玉长,好兵,庄公使江 十夕见庄公曰,数子好兵,使江,乱自此起 不听 二十三年,庄公促,太子丸立,侍卫还公 还公二年,帝周玉交涉,还公处之,周玉初 十三年,郑伯帝断公其凶,不慎 王,而周玉求羽之友 十六年,周玉收据为亡人以袭杀还公 周玉自立为卫君 为郑伯 帝断玉伐阵,请宋,臣,蔡宇聚,三国皆许周玉 周玉新立,好兵,是桓公,为人皆不 爱 十夕乃因桓公母家于臣,祥为善周玉 至正交,十夕与臣侯共谋,使幼宰丑尽时 因杀周玉于仆,而迎桓公帝尽于行而立之,是为宣公 宣公七年,鲁室齐军隐公 九年,宋都市齐军商公,即孔父 十年,禁区卧庄博士 齐军哀侯 十八年,初,宣公爱夫人宜江,宜江申子及,已为太子,而令幼公子父之 幼公子 为太子娶其女,未入室,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父者好,说而自娶之,更为太子娶他女 宣公的其女,申子寿,子朔,令左公子父之 太子吉姆四,宣公正夫人宇朔共产恶太子 即 宣公自已其夺太子七也,新恶太子,欲废之 即闻其恶,大怒,乃使太子吉于其儿 令道遮戒上杀之,与太子白毛,而告戒道见持白毛者杀之 且行,子朔之凶兽,太子义 母帝也,知朔之恶太子而均欲杀之,乃为太子曰,借道见太子白毛,即杀太子,太子 可无形 太子曰,逆赴命求生,不可,遂行 受见太子不止,扑道其苍矛而先持 至解 借道见其宴,即杀之 受已死,而太子吉又至,为道曰,所当杀乃我也,道 并杀太子吉,以报宣公 宣公乃以子朔为太子 十九年,宣公簇,太子朔立,是为会公 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会公四年,左右公子愿会公之禅杀前太子吉而代立 乃作乱,公会公,立太子吉之地前募为君,会公其 为君前募立八年,其相公律诸侯奉王命共伐位,纳为会公,朱左右公子 为君前募 于周,会公复立 会公立三年初王,王八年复入,与前通年凡十三年已 二十五年,会公愿周之荣舍前募,与宴伐周 周会王,温,为,宴立会王帝颓卫王 二十九年,正赴纳会王 三十一年,会公簇,子义公斥立 义公即位,好赫,赢了奢侈 九年,敌伐位,为义公愈发兵,兵获判 大臣言曰 君好谷,谷可令即敌,敌于是岁入,杀义公 义公之利也,百姓大臣皆不服 自义公赴会公朔之禅杀太子及代立至于义公,长御 败之,促灭会公之后而更立前募之地召伯丸之子升卫君,是卫代公 代公申缘年簇 其还公已为树乱,乃绿诸侯伐敌,卫卫助楚丘,立代公帝毁卫卫君 初,狄杀义公也,为人连之,私父立宣公前死太子及之后,即子又死,而代 即死者子兽又无子 太子及同母第二人,其一约前募,前募常代会公卫君,八年复去 其二约昭伯 昭伯,前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升卫代公 代公促,复立其地毁为文公 文公出立,轻负贫罪,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未明 十六年,敬公子众而过,无礼 十七年,其还公促 二十五年,文公促,子成公正 立 成公三年,敬欲甲道于未就送,成公不许 敬更从南河渡,就送 真师于未,未大 夫欲许,成公不肯 大夫原选公成公,成公出 敬文公众而乏位,分其地与送,讨钱 过无礼即不就送换也 未成公岁出奔臣 二岁,如周求入,与敬文公会 敬使人正未成公,成公私于周竹镇,令保,得不死 以而周未请敬文公,促入之位,而朱元更,未 军侠出 七年,敬文公促 十二年,成公朝敬香公 十四年,勤募公促 二十六年 其秉处是其军义公 三十五年,成公促,子募公立 募公二年,楚庄王伐臣,杀下真书 三年,楚庄王为政,政将,赴世之 十一年 孙良夫就鲁伐其,赴得清帝 募公促,子定公赃利 定公十二年促,子献公看利 县公十三年 公令师曹教公妾谷秦,妾不善,曹吃之 妾以信恶曹于公,公义吃曹 三百 十八年,县公借孙文子,宁慧子时,接往 日干不照,而去涉洪于有 二子从之 公布是涉府于之言 二子怒,如素 孙文子子述是公饮,使师曹歌巧言之促章 师曹 又怒公之常吃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孙文子,报位献公 文子语曲伯玉,伯玉曰,臣 不知也 遂公出献公 献公奔旗,旗致为献公于俱意 孙文子,宁慧子共吏定公帝丘 魏魏军,是魏商公 商公丘利,封孙文子灵父于素 十二年,宁喜与孙灵父真宠相恶,商公时宁喜公孙 灵父 灵父,静,父求入故魏献公 献公在其,其谨公文之,与魏献公如静求入 敬魏 伐魏,又宇盟 魏商公会敬平宫,平宫执商公与宁喜而赴入魏献公 献公王在外十二年 而入 献公后元年,朱宁喜 三年,吴延林继子使过魏,剑驱伯玉,使,曰,魏多君子,其国无故,过秀 孙灵父为吉庆,曰,不乐,应大悲,使为乱乃此以,世年,献公促,子相公恶利 相公六年,楚灵王会诸侯,相公称并不枉 九年,相公促 初,相公有见妾,信之,有身,梦有人为曰,我康书也,令若子 必有谓,明儿子曰,缘 妾怪之,问孔臣子 臣子曰,康书者,为祖也,吉身 子,难也,已告相公 相公曰,天所至也,明之曰缘 相公夫人吴子,于是乃利元 魏四,侍魏林公 林公五年,朝靖昭公 六年,楚公子弃及是凌王自立,为平王 十一年,或 三十八年,孔子来,录之如鲁 后有戏,孔子去 后复来 三十九年,太子快溃与林公夫人男子有恶,欲杀男子 快溃与其图戏扬谋,朝 始杀夫人 夕阳后悔,不果 快溃树木之,夫人觉之,据,忽曰,太子欲杀我,灵 公怒,太子快溃,送,以儿之敬诏事 四十二年春,林公由于交,令子隐仆 隐,林公少子也,自子难 林公愿太子出 魏隐曰,我将力若未后,隐对曰,隐不足以辱设计,君更图之,下,林公处 夫人命子隐为太子,曰,此林公命也,隐曰,亡人太子快溃之子则再也,不敢 当,于世卫乃已折为君,世卫出宫 六月已有,赵简子欲入快溃,乃令羊虎诈命位时余人衰迭归,简子送快溃 为人闻 知,发兵及快溃 快溃不得入,入宿而保,为人亦罢兵 初宫折四年,其田其是其君如子 八年,其豹子是其君道宫 孔子自成入位 九年,孔文子问兵于仲泥,仲泥不对 其后卤迎仲泥,仲泥返卤 十二年,初,孔与文子取太子快溃之姐,生亏 孔氏之术魂梁夫美好,孔文子醋 梁夫通于窥母 太子再宿,窥母使梁夫于太子 太子与梁夫言曰,苟能入我国,抱子 以臣轩,免子三死,无所欲 与之盟,许以窥母为妻 润月,梁夫与太子入,舍孔氏 之外谱 婚,二人蒙一而成,患者罗欲,如孔氏 孔氏之老鸾宁问之,称英妾已告 岁 入,是伯姬氏 即时,窥母丈歌而先,太子与无人戒,于家从之 伯姬节窥于策,强蒙 之,岁节已登台 鸾宁将饮酒,至未熟,文乱,始告仲游 照护驾乘车,行绝时至,奉 出宫折奔录 仲游将入,遇子高将出,曰,门已闭矣,子路曰,无辜至矣,子高曰 不及,莫见其难 子路曰,时焉不辟其难,子高岁出 子路入,即门,公孙赶河 门,曰,无辱未也,子路曰,是公孙也 求利而逃其难 由不然,利其路,必就 其缓 有时折出,子路乃的入 曰,太子焉用孔亏 虽杀之,必获记之 且曰,太子无勇 若凡台,必舍孔书 太子闻之,据,下时起,于眼底子路,以歌集之 歌音 子路曰,君子死,官不免,皆因而死 孔子闻未乱,曰,皆呼 柴也齐来 忽 有也齐死矣 恐亏净利太子快溃,是位庄公 庄公快溃者,出公赴也,居外,愿代付莫盈利 元年即位,欲敬诸大臣,曰,寡 人居外久矣,子异常闻之乎 群臣欲作乱,乃至 二年,鲁孔秋簇 三年,庄公上臣,建荣州 曰,荣鲁何为事,荣州病之 十月,荣州告赵简子 简子为位 十一月,庄公出奔,为人立公子班师为卫君 其伐位,鲁班师,更立公子 其位卫君 卫君起元年,卫时曼夫竹其君起,起奔其 卫出公者自其父归立 初,出公立十二 年王,王在外四年赴入 初公后元年,赏从王者 立二十一年促,初公继父前公出公子 而自立,侍卫道公 道公五年促,子进公福立 进公十九年促,子昭公九立 世十三进墙,位如小猴 蜀之 昭公六年,公子为世之代立,侍卫怀公 怀公十一年,公子颓氏怀公而代立,侍卫 圣公 圣公父,公子氏,氏父,进公也 圣公四十二年促,子生公训立 生公十一年促 子承侯,立 承侯十一年,公孙秧入秦 十六年,位更扁号约侯 二十九年,成侯促,子平侯立 平侯八年促,子四军立 四军五年,更扁号约军,独有蒲羊 四十二年促,子怀军立 怀军三十一年,朝位,为求杀怀军 魏更立四军帝,侍卫 圆军 圆军魏魏絮,故魏立之 圆军十四年,秦拔魏东的,秦出至东郡,更席魏也王线 圆军 圆军 二十五年,圆军促,子军脚立 军脚九年,秦并天下,立位史皇帝 二十一年,二世费军脚位数人,位决四 太史公约,于独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已赴建诸,帝受真死已相让,此与敬太子 深深不敢鸣离击之过同,拒恶伤父之志 然猝死亡,何其悲也 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 一毒贺灾 所引述赞,思寇受风,子才有作 晨曦绝气,宜家其绝 祭武能修,从文时曰 诗玫瑰宴,传经时兮 疲观射弘,成宣史古 宣纵迎臂,信申吉,锁 快溃得罪,出宫 行恶 未坐日衰,施于君脚 史记宋为子世家 为子开者,因帝以之守子而帝咒之树凶也 咒记立,不明,淫乱于阵,为子树见 咒不听 即祖一以周西伯昌之修得,灭玄国,据获至,以告咒 咒曰,我身不有命在 天乎 是何能为 于是为子度咒中不可见,欲死之,急去,未能自觉,乃问于太师 少师曰,应不有至正,不至四方 我祖遂尘于上,应记小大好草窃尖尖轨,轻视施施非 度,皆有罪孤,乃无为祸,小民乃并兴,香味嫡愁 今应其点丧,若涉水无精芽,因碎,丧,悦至于今 曰,太师,少师,我其发出网,无家宝于丧 今应无故告语,颠基,如之何其 太师若曰,王子,天赌下资亡因果,乃无畏畏,不用老长 今应明乃,漏阴神旨之四 今臣的治国,国治生死不恨 未死,终不得治,不如去 岁王,姬子者,咒轻弃也 咒使未向住,姬子探曰,彼未向住 必未欲卑,未卑,则必 思远方争怪之物而欲之矣 于马公事之鉴自此始,不可振也 咒未淫意,姬子鉴,不 听 人或曰,可以去矣,姬子曰,为人成鉴不听而去 是张军之恶而自说于名 吾不忍畏也 乃被发祥狂而畏奴 遂隐而古情以自卑,故传之曰姬子操 王子彼甘者,亦咒之轻弃也 见姬子鉴不听而畏奴,则曰,均有过而不以死争 则百姓何孤 乃直言见咒 咒怒曰,无闻圣人之心有蹊跷,信有诸乎,乃碎沙王 子彼甘,枯视其心 唯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已亦数 故父有过,子三鉴不听,则随而好之,人 臣三鉴不听,则其亦可以去矣 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唯子去,遂行 周五王罚咒课音,为子乃持其祭气造于军门,肉坦面父,左千阳,右把毛,西行而 前已告 于是五王乃是为子,父其未如故 五王封咒子五根陆父以续隐寺,使管书,菜书父相知 五王寄客音,访问姬子 五王曰,于乎 唯天应定下名,相何其居,我不知其长轮所续 姬子对曰,在习滚因洪水,密尘其五行,地乃震怒,不从红饭酒等,长轮所矣 初一约五行,二约五世,三约八震,四约五纪,五约黄级,六约三德,七约基宜 八约树真,九约香用五福,魏用六级 五行,一约水,二约火,三约木,四约金,五约土 水约润下,火约岩上,木约 须植,金约从格,土约价色 润下做咸,岩上做苦,须植做酸,从格做心,价色做干 五世,一约茂,二约岩,三约事,四约听,五约思 茂约公,岩约从,事约明 听约葱,思约睿 工作宿,从做智,明做智,聪做谋,锐做盛 八震,一约时,二约祸,三约四,四约司空,五约司徒,六约司寇,七约兵,八 约师 五纪,一约岁,二约月,三约日,四约星辰,五约隶数 黄级,黄剑其有吉,脸时五福,用复兮其庶名,为时其庶名于女吉,兮女宝吉 凡绝庶名,五有银鹏,仁五有彼得,为黄作吉 凡绝庶名,有有有位有守,女则念之 不邪于吉,不离于旧,黄则受之 而安而色,约与所好得,女则惜之福 十人司其为黄 知吉 五五观寡而为高明 人知有能有位,使修其行,而国其昌 凡绝正人,继父方谷 女不能使有好于儿家,十人司其姑 于其无好,女虽惜之福,其作女用旧 无偏无婆,尊王之义 无有作好,尊王之道 无有作恶,尊王之路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无党 无偏,王道平平 无反无策,王道正直 惠其有吉,归其有吉 曰王吉之父言,是一世 迅,于帝其顺 凡绝庶明,吉之父言,是顺事行 以尽天子之光 曰天子做明父母,以 为天下王 三德,一约正直 二约刚克,三约柔克 平康正直 强步有刚克,内有柔克,神 见刚克,高明柔克 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 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儿家 凶于儿国,人用策剖辟,名用剑推 积仪,则建立博士人 乃命博士,曰语,曰记,曰替,曰悟,曰克,曰真,曰悔 凡其 博武,战之用二,掩特 历时人卫博士,三人战则从二人之言 女则有大疑 谋及女心,谋及轻士,谋及庶人,谋及博士 女则从,归从,侍从,轻士从,庶士从,庶民从 士之位大同,儿身其康强,儿子孙其逢吉 女则从,归从,侍从,轻士逢,庶民逢,即 轻士从,归从,侍从,女则逢,庶民逢,即 庶民从,归从,侍从,女则逢,轻士逢,即 女则从,归从,侍逢,轻士逢,庶民逢,做内吉,做外凶 归是共为于人,用净,即,用作凶 树真,约雨,约阳,约澳,约寒,约寒,约风,约时 五者来贝,各以其叙,树草凡五 一吉贝,凶 一吉王,凶 约修真,约素,时雨若,约智,时阳若,约知,时傲若 约谋,时寒若,约盛,时风若 约旧真,约见,常阳若,约书,常傲若,约急,常寒若 约悟,常风若 王省为岁,师隐为日 岁月日时无意,百古用臣,智用明,俊明用章 家用平康 日月岁时记忆,百古用不成,智用昏不明,俊明用为,家用不宁 庶明为 心,心有好风,心有好雨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 月之从心,则以风雨 五福,一约寿,二约父,三约康明,四约优好的,五约考忠明 六级,一约凶短 折,二约急,三约优,四约平,五约恶,六约弱 于是五王乃风姬子于朝鲜而不成也 其后姬子朝周,过顾应虚,赶宫是毁坏,申和属,姬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弃味 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师以歌咏之 其师曰,麦秀渐渐兮,何属游游 比较同兮,不 欲我好兮 所谓较同者,昼也 英明文之,皆未流涕 五王公,陈王少,周公但代行政当国 管,蔡宜之,乃与五根作乱,欲袭陈王,周 周公 周公继承陈王命诸五根,沙管书,放菜书,乃命为子开代应后,奉其先寺,作为子 知命以申之,国于送 为子故能人贤,乃代五根,故应之于名圣代爱之 为子开促,立其递眼,是位为重 为重促,子送公积力 送公积促,子丁公申力 丁公申促,子敏公贡力 敏公贡促,帝阳公西力 阳公即位,敏公子父四是阳公儿子力 约,我当立,是位立公 立公促,子立公举立 立公十七年,周立王出奔制 二十八年,立公促,子会公称立 会公四年,周宣王即位 三十年,会公促,子哀 公立 埃西元年促,子代公立 代公二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 秦始列为诸侯 三十四年,代公促,子武公司空立 武公申女为鲁慧公夫人,申鲁还公 十八年 武公促,子宣公立立 宣公有太子羽仪 十九年,宣公并,让其帝和,曰,赴死子继,凶死帝籍,天下 通义也 我其立和 和义三让而受之 宣公促,帝和立,是位穆公 穆公九年,并,照大司马孔父为曰,先军宣公舍太子羽仪而立我,我不敢忘 我 死,必立于一也 孔父曰,群臣皆原立公子逢,目公曰,无立逢,无不可以赴 宣公 于是目公使逢出居于阵 八月更臣,目公促,凶宣公子于一立,是位商公 君 子文之,曰,宋宣公可谓之人以,立其帝以成义,然促其子父想之 商兮元年,为公子周玉是其君丸自立,玉得诸侯,始告于宋曰,逢在镇,必未乱 可与我罚之 宋许之,与罚正,至东门而孩 二年,正罚宋,以报东门之义 其后 诸侯述来清罚 九年,大司马孔父家七号,初,到玉太在华都,都说,目而观之 都立孔父七,乃 使人宣言国中曰,商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战,民苦不堪,皆孔父未知,我且杀孔父 以宁明 誓岁,鲁氏其君隐公 十年,华都公杀孔父,取其妻 商公怒,岁氏商公 而银木公子逢于正而立之,誓位庄公 庄西元年,华都未相 九年,执政之既重,要以利突为政君 既重许,尽利突 十 九年,庄公簇,子敏公竭力 敏公七年,齐桓公即位 九年,宋水,鲁氏脏文重网吊税 敏公自罪曰,寡人矣 不能是鬼神,正不休,故睡 脏文重善此言 此言乃公子子于教敏公也 十年下,宋法鲁,战于成秋,鲁生鲁送南宫万 宋人请万,万归宋 十一年秋,敏 公于南宫万列,因伯真行,敏公怒,辱之,曰 史无敬若,精若,鲁鲁也,万有利 并此言,遂以菊沙敏公于蒙泽 大夫愁目闻之,以兵造公门 万伯木,木齿者门何死 因沙太宰华都,乃更立公子游卫君 朱公子,肖,公子欲说,博 万帝南宫牛将兵为 博 东,肖即宋之朱公子共即沙南宫牛,誓 宋新君游而立敏公帝欲说,誓为还公 宋万 臣 宋人请以路臣 臣人使妇人饮之醇酒,以格果汁,归宋 宋人海万也 还公二年,诸侯伐宋,至交而去 三年,其还公十罢 二十三年,迎为公子毁于其 立之,侍卫为文公 文公女帝为还公夫人 秦木公即位 三十年,还公并,太子滋腐 让其树凶木一位四 还公义太子义,竟不听 三十一年,春,还公簇,太子滋腐立,侍卫 乡 乡公 以其树凶木一位相 卫葬,而其还公会诸侯于奎秋,乡公晚会 乡公七年,宋得允兴如雨,雨雨斜下,六亿退飞,封吉也 八年,其还公簇,送玉为盟会 十二年,春,送香公为陆上之盟 以求诸侯于楚,楚 人许之 公子木一见曰,小国真盟,或也,不听 秋,诸侯会送公蒙于余 木一曰 或其在此乎 君欲以慎,何以堪之 于是处之送香公以罚送 东,会于伯,以示 送公 子余曰,或由未也,十三年下,送罚证 子余曰,或在此以,秋,处罚 送以救证 香公将战,子余见曰,天知弃伤久矣,不可 东,十一月,香公与楚臣 王战于红 楚人未记,木一曰,比众我寡,及其未记及之,公不听 以继位臣,有 曰,可及,公曰,呆其以臣,臣臣,送人及之 宋师大拜,香公商骨 国人皆 愿公 公曰,君子不困人于,不谷不陈列,子余曰,兵以圣位公,何尝言语 必如公言,及奴士之耳,又贺战位 楚臣王以救证,正想之,去而取证二姬以归 书瞻曰,臣王无礼,其不眉乎 为 礼簇于无别,有意知其不遂罢也 四年,靖公子仲儿过宋,香公已商于楚,遇得靖元,后礼仲儿以马二十胜 十四年下,香公并商于红而靖簇 晨曦元年,靖文公即位 三年,被楚蒙清靖,以有得于文公也 四年,楚臣王伐宋 宋告及于靖 五年,靖文公就宋,楚兵去 九年,靖文公簇 十一年,楚太子商臣氏 其父臣王戴吏 十六年,秦牧公簇 十七年,成公簇 成公帝玉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故而自立卫君 宋人共杀君玉而立 成公少子除旧,侍卫昭公 昭公四年,宋拜常迪元思于长丘 七年,楚庄王即位 九年,昭公无道,国人不负 昭公帝鲍格闲而下誓 先,香公夫人玉通于公子鲍 不可,乃柱之师于国,应代府华元位幼师 昭公出列,夫人王姬始位博公杀昭公处旧 帝鲍格立,侍卫文公 文西元年,靖律诸侯伐宋,则已是君 文文公定立,乃去 二年,昭公子应文公母 帝须与五,谋,带,庄,还之族未乱,文公敬诸之 初五,谋之族 四年春,楚命正伐宋 宋使华元江,正拜宋,求华元 华元之江战,沙阳已实事 其欲阳根不及,故愿,持入政军,故宋失败,得求华元 宋乙兵车百成文马四百匹赎华 元,未进入,华元王归宋 十四年,楚庄王为政 郑伯将楚,楚父侍之 十六年,楚使过宋,宋有前仇,直楚使 九月,楚庄王为宋 十七年,楚乙为宋武 月不解,宋臣中吉,吴时,华元乃叶司见楚江子返 子返告庄王 王问,臣中何如? 曰,西谷而吹,义子而食,庄王曰,臣栽言 我军亦有二日粮,以兴故,遂 霸兵去 二十二年,文公簇,子贡公辖礼 史后葬 君子姬华元不成矣 贡公十年,华元善楚江子仲,又善敬江鸾书,两蒙敬楚 十三年,贡公簇 华元卫 幼诗,于时未左诗 司马唐山公杀太子肥,欲杀华元,华元,静,于时指之,至何乃孩 诸唐山 乃利贡公扫子臣,是未平公 平公三年,楚贡王八宋之彭臣,以封宋左诗于时 四年,诸侯共诸于时,而归彭臣 于宋 三十五年,楚公子为氏其君自立,为凌王 四十四年,平公簇,子元公左立 元公三年,楚公子戚即是凌王,自立为平王 八年,宋火 十年,元公无姓,诈杀 诸公子,戴府华,向氏作乱 楚平王太子见来,见诸华氏相攻乱,见去如震 十五年 元公为鲁昭公必即是居外,为之求入鲁,行道促,子井公投蔓利 谨公十六年,鲁阳虎来,以赴去 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还追恶之,欲杀 孔子,孔子为福去 三十年,曹被宋,又被禁,宋伐曹,禁不就,遂灭曹有之 三十六年,齐田长世俭公 三十七年,楚慧王灭成,迎获守兴 兴,宋之分也也,井公幽之 思心子为曰,可宜于相 井公曰,乡,吾之谷公,曰,可宜于明,井公曰,君者呆明 曰,可宜于岁,井公曰,岁机民困,无谁为君,子为曰,天高听悲 军有,军人之言三,迎获已有动 于事后之,果喜三度 六十四年,井公曹 宋公子特公杀太子儿自立,是为昭公 昭公者,元公之曾数孙 也,昭公父公孙舅,舅父公子当秦,当秦即元公少子也 井公杀昭公复旧,故昭公愿杀 太子儿自立 昭公四十七年促,子道公够游立 道公八年促,子修公田立 修公田二十三年促 子辟公辟兵立 辟公三年促,子踢成立 踢成四十一年,踢成帝演公习踢成,踢成拜奔 齐,演自立为宋君 君演十一年,自立为王 东拜齐,取武臣,南拜楚,取得三百里,西拜卫君,乃宇 齐,未卫敌国 圣血以为囊,献儿设之,命约,设天 应于九妇人 群臣见者者设之 于是诸侯皆约,劫宋 宋齐父为咒所为,不可不诛 告齐伐宋 王衍历四十七 年,齐敏王羽为,处罚宋,杀王衍,遂灭宋儿三分其地 太史公曰,孔子称,为子去之,姬子为之奴,比干贱而死,应有三人焉 春秋姬 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地,国已不宁者时事 相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 祈打 夫政考妇美之,故追悼器,汤,高宗,因所以兴,作商颂 相公祭拜于红,而君子获矣 未多,商中国却礼意,投之也,送香之有礼让也 所引述赞,应有三人,为姬骤轻 一求一去,不顾其身 宋美有客,书称作兵 促传种似,或许一轮 为众之后,世载忠秦 穆义能让,时为之人 商鸿之义,有君无 成 衍号,结诵,天知弃音 史记靖世家 靖堂书语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帝 初,武王语书语母会时,孟天为武王曰,于命 女生子,名于,于语之堂 即生子,文在其首曰,于,故遂因命之曰于 武王登,陈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 陈王语书语细,肖同夜未归以语书语,曰 以此风若,使义应请则日立书语 陈王曰,无语之细耳,使义曰,天子无 细言 言 言则史书之,礼臣之,悦歌之 于是遂风书语于唐 唐在河,坟之东,方百里 故曰唐书语 信基氏,自子于 唐书子谢,侍卫晋侯 晋侯子宁族,侍卫武侯 武侯之子福人,侍卫成侯 成侯子 福,侍卫历侯 历侯之子已旧,侍卫晋侯 晋侯以来,年纪可推 自唐书至晋侯武士 无奇年数 晋侯十七年,周立王迷惑暴虐 国人作乱,立王出奔于智 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十八年,晋侯促,子黎侯司徒立 黎侯十四年,周宣王出立 十八年,黎侯促,子 县侯吉利 县侯十一年促,子黎侯费王立 黎侯四年,娶其女将侍卫夫人 七年,罚条 申太子仇 十年,罚千母,有公 申 少子,明曰臣诗 晋仁师福曰,一哉,君知命子也 太子曰愁,愁者愁也 少子曰臣 诗,臣诗大号,臣知者也 明,自命也,物,自定也 今世庶民反逆,此后尽其能无乱 呼 二十七年,沐侯促,帝商书自立 太子仇出奔 商书三年,周宣王崩 四年,沐侯 太子仇律其突袭商书而立,侍卫文侯 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容杀幽王,周东喜 而秦湘公使列位诸侯 三十五年,文侯愁促,子昭侯薄立 昭侯元年,封文侯帝臣诗于屈卧 屈卧义大于义,义,禁君都义也 陈诗风屈卧,好未还书 禁侯树孙鸾冰香还书 还书是十年五十八以,好得,禁国之众皆赴焉 君子,曰,禁之乱其在屈卧义 莫大于本儿得民心,不乱何呆 七年,禁大臣潘复誓其君昭侯而迎屈卧还书 还书欲入禁,禁人发兵攻还书 还书 败,还归屈卧 禁人共立昭侯子平卫君,侍卫孝侯 朱攀复 孝侯八年,屈卧还书簇,子善带还书,侍卫屈卧 孝侯十五年,屈卧庄博士奇 君敬孝侯余役 禁人公屈卧庄博,庄博复入屈卧 禁人复立孝侯子细卫君,侍卫恶侯 恶侯二年,鲁颖公出力 恶侯六年簇 屈卧庄博文静恶侯醋,乃兴兵伐静 周平王使国公将兵伐屈卧庄博 庄博走宝屈卧 禁人共立恶侯子光,侍卫哀侯 哀侯二年屈卧庄博醋,子称戴庄博力,侍卫屈卧无功 哀侯六年,鲁士奇君尹公 哀侯八年,静清行庭 行庭与屈卧武功谋,九年,罚静于坟旁,鲁哀侯 静人乃立哀侯 自小字卫君,侍卫小字侯 小字元年,屈卧武功使寒万沙所鲁静哀侯 屈卧一强,静无如之河 静小字之四年,屈卧武功又照静小字杀之 周环王使国重罚驱卧武功,武功入渝区 卧,乃立静哀侯帝名为静侯 静侯明四年,宋执政继重而立突卫政军 静侯十九年,其人管制父侍其军相供 静侯二十八年,其还宫时罢 驱卧武功伐静侯明,灭之,静以其宝契陆献于周离王 离王命驱卧武功为静君,列为诸侯,于是静并静的而有之 驱卧武功已即位三十七年已,更豪约静武功 静武功使都静国,前即位驱卧,通年 三十八年 武功称者,先静穆侯曾孙也,驱卧还书孙也 还书者,使风驱卧 武功,装博子也 自还书出风驱卧已至武功灭静也,凡六十七岁,而促代静为诸侯 武功代静二岁,促 与驱卧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促 紫县公轨诸吏 县西元年,周慧王帝颓公慧王,慧王出奔,居正之利益 五年,法黎荣,得黎姬,黎姬帝,俱爱信之 八年,是,说公曰,故静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乃使静杀诸公子,而成 据都知,命曰将,始都将 九年,静群公子继王奔国,国以其故在伐境,福克 十年,静欲伐国,誓,曰,且呆其卵 十二年,离姬深西齐 县公有义废太子,乃曰,驱卧无先祖宗庙所在,而仆边秦 驱边敌,不使诸子居之,我居焉 于是使太子深深居驱卧,公子重耳居仆,公子夷 无居驱 县公与黎姬子西齐居将 静国以此之太子不立也 太子深深,其母其还公女也 约其将,早死 深深同母女帝位秦母公夫人 仲儿母,迪之胡氏女也 已无母,仲儿 母女帝也 县公子八人,而太子深深,仲儿 已无皆有先行 即得离姬,乃远此三子 十六年,尽县公作二军 公将上军,太子深深将下军 赵素豫荣,必万位佑,法灭 或,灭位,灭梗 还,为太子臣驱卧,赐赵素梗,赐必万位,以为代夫 是,曰,太 子不得利以 分之都臣,而为以清,先为之吉,又安得利 不如逃之,无始罪至 为无 太伯,不亦可乎,有有令明 太子不从 不掩曰,必万之后必大,万,迎树也 为,大明也 以世史上,天开之矣 天子曰赵明,诸侯曰万明,经令之大,以从迎树 其必有众 初,必万不适于晋国,欲屯之比 新廖战之曰,即,屯故笔入,即熟 大焉 其后必翻昌 十七年,晋侯使太子深深罚东山 李克建宪公曰,太子奉种四社稷之滋圣,以朝 细是君善者也,故曰种子 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扶君,守曰坚国,古之至也 夫 律师,专行谋也,是君律,君与国阵之所图也,非太子之士也 师在致命而已,禀命则 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四事不可以率师 君师其官,律师不威,将安用之 公曰 寡人有子,为知其太子谁立,李克不对而退,见太子 太子曰,无其废乎 李克曰,太子免之 教义君律,不共事据,何故废乎 且子据不孝,无据不得理 修己而不择人,则免于难 太子率师,公依之偏依,配之惊绝 李克谢病,不从太子 太子遂罚东山 十九年,宪公曰,始无先君装伯,武功之诸禁乱,而国常驻禁罚我 又逆境王宫 子,果未卵 扶诸,后以子孙悠 乃时寻习以驱产之臣甲道鱼鱼 于甲道,遂罚国 取其下阳以归 县公司为离基约,无欲费太子,以惜其代之,离基契约,太子之力,诸侯皆 以知之,而树江兵,百姓赋之,奈何以见妾之故费事利数 君必行之,且自杀也 离 基祥遇太子,而因令人赠恶太子,而遇立其子 二十一年,离基为太子曰,君梦见其将,太子肃即驱卧,归离于君,太子于世 既其母其将于驱卧,上其剑坐于县公 县公时出列,至坐于宫中 离基使人至独要坐中 居二日,县公从列来海,载人上坐县公,县公欲想之 离基从旁指之,曰,坐所从 来远,遗世之 既得,得坟,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 离基契曰,太子何人 也 其父而遇世代之,况他仁乎 且君老矣,但目之人,曾不能呆而遇世之 未献公 曰,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惜其之故 妾原子母辟之他国,若早自杀,无徒使母 子为太子所于肉也 使君欲废之,妾由恨之,至于今,妾书自施于此 太子闻之,奔 行臣 献公怒,乃诸其父度元款 或为太子曰,为此要者乃离基也 太子何不自辞明 痴,太子曰,无君老矣,非离基,请不安,食不甘 即辞之,君且怒之 不可 或为太子曰,可奔他国 太子曰,被此恶明已出,仁谁内我 我自杀而 时而 月物生,生生自杀于星辰 此时众耳,以无来朝 人或告离基曰,二公子愿离基赠杀太子,离基孔,应赠 二公子,生生之要作,二公子之之,二子文之,孔,众耳走仆,以无走驱,保其成 自备守 初,现公使侍违为二公子祝仆 屈臣,辅救 以无以告公,公怒是为 谢曰 编臣少寇,安永之,退而歌曰,胡求蒙荣,一国三公,无谁侍从,促救 成 即生生死,二子一归保其成 二十二年,现公怒二子不辞而去,果有谋义,乃使兵伐仆 仆人之患者薄低命众耳 醋自杀 众耳于援,患者追斩其医驱 众耳碎奔迪 使人伐驱,驱成手,不可下 誓岁也,竟赴甲道于于以罚国 愚之大夫公知其见于君曰,竟不可甲道也,是且 灭愚 愚君曰,竟我同性,不以罚我,公知其曰,太伯,于众,太妄之子也 太伯王去,誓已不死 国仲,国书,王继之子也,未闻王清世,其继勋在王室,藏于蒙 辅 将国是灭,何碍于于 且愚之亲能亲于还,庄之族呼 还,庄之族何醉,竟灭之 愚之于国,纯之于齿,纯王则齿寒 愚公不听,遂许敬 公知其以齐族去于 齐东 禁灭国,国公愁奔舟 还,袭灭于,鲁于公及其大夫 紧搏百里希以应勤募基,而休于寺 寻习千郎所宜于驱产之陈马奉之县公,县公孝曰 马则无马,此亦老矣 二十三年,县公遂发贾华等罚驱,驱溃 已无将奔迪 纪瑞曰,不可,众耳已载 以,今往,竟必以兵伐敌,敌未敬,或且疾 不如走梁,梁敬于秦,秦强,无君百岁后 可以求入烟,岁奔梁 二十五年,敬伐敌,敌以众而故,一集敬于聂桑,敬兵解而去 当此时,敬强,西有河西,与秦接近,北边敌,东至河内 离基地申道子 二十六年下,齐桓公大会诸侯于奎秋 敬献公并,行后,未至,逢周之载孔 载孔 曰,齐桓公一交,不误得而误远略,诸侯扶平 君帝无会,无如敬河 献公一并 父还归 并胜,乃未循习曰,无以惜其位后,年少,诸大臣不服,恐乱起,子能立之 忽,循习曰,能,献公曰,何以为厌,对曰,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残,为 知焰 于是遂属西其于循习 循习未相,祖国阵 秋九月,献公处 李克,批正欲内 仲儿,以三公子之徒作乱,未循习曰,三愿将起,秦,禁辅之,子将何如,循习曰 吾不可负先君言,十月,李克杀西其于丧赐,献公未葬也 循习将死之,或曰不 如立西其地道子而复之,循习立道子而葬献公 十一月,李克氏道子于朝,循习死之 君子曰,施所谓,百规之殿,有可磨也,思言之殿,不可谓也,其循习之未乎 不 复其言 初,献公将拔黎荣,不曰,齿牙未获 即破黎荣,或黎姬,爱之,竟已乱 竟 李克等以杀西其,道子,使人迎公子众耳于敌,欲立之 众耳谢曰,父父之命出 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礼是丧,众耳何赶入 代父其更立他子 还报李克,李克时盈 已无余良 已无欲望,吕神,系瑞曰,内有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男性 既非之情 辅强国之威已入,孔为 乃使系瑞后路情,曰曰,即得入,请以敬河西之地与情 即以李克书曰,陈得利,请遂封子于焚羊之意,请谋公乃八兵送已无余境 其还 公文境内乱,亦律诸侯如境 秦兵宇已无亦致境,其乃使习彭会秦聚入已无,立位境君 侍卫会公 其还公至尽之高粱而还归 会公已无元年,使批正谢秦曰,使已无以何兮的许君,精性的入力 大臣曰 帝者先君之地,君王在外,何以的善许秦者 寡人真之福能得,顾谢秦 义不与礼 客坟洋溢,而夺之权 四月,周襄王使周公继父慧其,秦大夫共礼敬会公 慧公已重耳 在外,为李克未辨,赐李克死 为曰,为李子寡人不得理 虽然,子亦杀二君一代夫 为子君者不亦难呼 李克对曰,不有所废,君何以兴? 欲诸之,其无此乎 乃言 为此 臣问命已 遂伏见而死 于是披震时谢秦未还,故不及难 靖君改葬公太子申申 秋,糊涂之下国,欲申申,申申于载而告之曰,已无无礼 于备请于帝,将以敬于秦,秦将似于 糊涂对曰,成文神不识非其宗,君其似无 乃绝乎 乃绝乎 君其徒之 深深曰,诺,无将赴请帝 后十日,星辰西偏将有乌者见我焉 许之,遂不见 及其而往,赴见,深深告之曰,帝许法有罪矣,必于含,而乃 姚曰,公太子申葬以,后十四年,靖义不昌,昌乃在凶 批正使秦,文理克诸,乃说秦谋公曰,屡审,戏称,继瑞时为不从 若众路与谋 出境君,入众耳,事必就 秦谋公许之,使人与归报境,后路三子 三子曰,必 后延干,此必批正卖我于秦 遂杀批正吉里克,批正之党欺于大夫 批正子报奔秦,严伐进,谋公福厅 惠公之力,被秦帝吉里克,诸欺于大夫,国人不负 二年,周始赵公过礼敬惠公 惠公礼聚,赵公姬之 四年,静姬,起敌于秦 谋公问百里希,百里希曰,天资流行,国家代有,九 资叙林,国之道也 欲知 批正子报曰,罚之,谋公曰,其君是恶,其名何罪 促语肃,自拥属将 五年,秦姬,请敌于静 静君谋之,庆正曰,以秦的利,以而被其递曰 静姬而 秦代我,经秦姬请敌,与之何宜 而谋之 国社曰,往年天以静赐秦,秦扶之取而 代我 今天以秦赐敬,尽其可以逆天呼 遂罚之 惠公用国社谋,不与秦宿,而发兵 且罚秦 秦大怒,亦发兵罚禁 六年春,秦谋公将兵罚禁 静惠公为庆正曰,秦师申以,奈何,正曰,秦内 君,君备其路,静姬秦疏,秦姬而静备之,乃欲因其击乏之,其身不亦一呼 静补 御幼,庆正皆疾 公曰,正不孙,乃更令不扬御荣,家仆图未幼,进兵 九月仁虚 秦谋公,静惠公何占韩元 惠公马制步行,秦兵制,公炯,赵庆正未遇 正曰,不 用不,败不亦当呼 遂去 更令梁咒迷玉,国社未幼,陆秦谋公 谋公壮士冒拜晋军 晋军拜,遂施秦谋公,反或进攻已归 秦将以四上帝 晋军结未谋公夫人,摔跌剔弃器 公曰,得晋侯将以为乐,今乃如此 且无文姬子见唐书之初封,曰,其后必当大矣 晋庸可灭乎 乃于晋侯蒙王臣而许之归 晋侯义使吕审等报国人曰,孤虽得归 无面目见设计,不日立子语 晋人闻之,皆哭 晋谋公问吕审,晋国何呼,对 曰,不和 小人俱师君王卿,不但立子语,曰,必报仇,您是荣,敌 其君子则爱 君儿知罪,以呆秦命,曰,必报得 有此二故,不和 于是晋谋公更舍尽惠公,愧 知其劳 十一月,归晋侯 晋侯治国,朱庆镇,修正教 谋曰,众尔在外,诸侯多利 内知 欲使人杀众尔余敌 众尔闻之,如其 八年,使太子语执情 初,惠公王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亦男亦女 梁伯不知 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为语,女为妾 十年,秦灭梁 梁伯好土工,至成沟,名利罢怨,其众数相经,曰,秦寇至 明恐或,秦敬灭之 十三年,敬会公病,内有数子 太子语曰,吾母家在梁,梁经秦灭之,我外清于 秦儿内无缘于国 君及不起,并带父亲,更立他公子 乃某与其妻具王规 秦女曰 子义国太子,辱在此 秦始毕子是,以故子之心 子王以,我不从子,亦不敢言 子与岁王规境 十四年九月,会公促,太子与立,是为怀公 子与之王,秦愿之,乃求公子众耳,欲内之 子与之利,为秦之法也,乃令国中诸 从众耳王者与其,其尽不道者尽灭其家 糊涂之子毛吉眼从众耳在秦,福肯照 怀公怒 求糊涂 突曰,臣子是众耳有年术以,今召之,是交之反君也 何以叫之 怀公 促杀糊涂 秦谋公乃八兵宋内众耳,使人告乱,系之党未内应,杀怀公于高梁,入众耳 众耳立,是为文公 敬文公众耳,敬献公之子也 自少好事,年十七,有贤士五人,约照衰,胡眼就范 文公就也,贾驼,先诚,为五子 自献公为太子时,众耳故已成仁义 献公即为,众 二年二十一 献公十三年,以离基固,众耳被仆成守秦 献公二十一年,献公杀太子申 申,离基缠之,孔,不辞献公而守仆成 献公二十二年,献公使患者屡低去杀众耳 众耳于缘,患者主斩其医区 众耳遂奔迪 迪,其母国也 世时众耳年四十三 从此五是,其余不明者数十人,至敌 敌伐旧如,得二女,以长女妻众耳,伸薄条,疏流,以少女妻照衰,伸盾 居敌五 岁儿竟献公促,里刻以杀西齐,盗子,乃使人赢,欲利众耳 众耳未杀,因故谢,不敢 辱 以儿竟更赢其地以无力之,是卫会公 会公七年,为众耳,乃使患者屡低语状事欲 杀众耳 众耳闻之,乃谋照衰等曰,始无奔迪,非以为可用语,以敬意通,故且修足 修足久矣,故元喜之大国 夫其还公好善,志在霸王,收续诸侯 经文管仲,习彭死 此抑郁的贤佐,何往乎 于是遂行 众耳未其妻曰,呆我二十五年不来,乃驾 其妻孝曰,离二十五年,五种上伯大矣 虽然,妾呆子 众耳居迪凡十二年而去 过未,未闻公不理 去,过五路,鸡儿从野人起食,野人甚吐气中尽之 众耳怒 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败受之 至其,其还公厚礼,而以宗女妻之,有马二十圣,众耳安之 众耳至其二岁而还公 醋,会树刀等为内乱,其孝公之力,诸侯兵数至 留其凡五岁 众耳爱其女,无去心 赵衰,就犯乃于桑下谋行 其女侍者在桑上闻之,以告其主 其主乃杀侍者,劝众耳去 行 众耳曰,人生安乐,熟知其他 必死于此,不能去 其女曰,子一国公子 穷而来此,述逝者以子为命 子不及返国,报劳臣,而怀女德,且为子修之 且不求 何时的功 乃于赵衰等谋,最众耳,载已行 行远而觉,众耳大怒,尹歌欲杀旧犯 就犯曰,杀臣臣子,眼之远也 众耳曰,誓不成,我时就是之肉,就犯曰 誓不成,饭肉腥骚,何足食 乃至,遂行 过曹,曹贡公不理,欲观众耳偏邪 曹大夫黎父姬曰,竟公子贤,又同姓,穷来 过我,奈何不理,贡公不从其谋 负姬乃思宜众耳时,致必其下 众耳受其时,还其 必 去,过颂 颂香公心困兵于楚,商于红,闻众耳贤,乃以国礼礼于众耳 过正,正闻公府礼 正书瞻见其军曰,竟公子贤,而其从者皆国乡,且又同姓 正知出自立王,而竟知出自武王 正军曰,诸侯王公子过此者众,安可敬礼,书 瞻曰,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患,正君不听 众耳去之楚,楚成王已是诸侯礼待之,众耳谢不敢当 赵衰曰,子王在外十余年 小国亲子,旷大国乎 经处大国乎顾玉子,子其无让,此天开子也 遂以克里见之 陈王后遇众耳,众耳圣悲 陈王曰,子及返国,何以报寡人,众耳曰,与毛齿 搅玉伯,君王所愚,为之所以报 王曰,虽然,何以报不顾,众耳曰,即不得 义,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请辟王三舍 楚江子玉怒曰,王玉敬公子治后,今 众耳言不孙,请杀之 陈王曰,敬公子贤而困于外九 从者皆国弃,此天所致,雍 可杀乎 且言何以亦之 居楚数月,而敬太子与王秦,秦愿之 闻众耳在楚,乃兆之 陈王曰,楚远,更属国乃至敬 秦敬皆敬,秦君贤,子其免行 后送众耳 众耳至秦,谋公以宗女无人妻众耳 故子于妻与王 众耳不欲寿,司空记子曰 其国且乏,旷其故欺乎 且寿以劫秦轻而求辱,子乃居小吏 妄大丑呼 遂寿 谋公 大欢,与众耳隐 赵衰歌属苗师 谋公曰,知子欲己反国以,赵衰与众耳下,再拜 曰,孤臣之养君,如百股之旺时宇,是时敬惠公十四年秋 惠公以九月簇,子于吏 十一月,藏惠公 十二月,晋国戴府鸾,系等文仲耳在秦,皆因来劝仲耳,照衰等反 国,为内应慎重 于是秦谋公乃发兵与众耳归进 靖文秦兵来,亦发兵俱之 然皆因之 公子众耳入也 为惠公之故贵臣屡,系之属不欲立众耳 众耳初王凡十九岁而得入,十 年六十二以,尽人多复焉 文西元年春,请颂众耳至和 旧范曰,臣从君周旋天下,过亦多以 臣有知之 旷于君乎 请从此去以 众耳曰,若返国,所不与子范供者,何博士之,乃投彼 何中,以与子范蒙 事实借自推从,在传中,乃孝曰,天时开公子,而子范以为己公 而要事于君,故族休也 吾不忍于同位 乃自引渡河 秦兵为令狐,进君于卢柳 而 月星丑,就范与秦靖大夫蒙于循 仁淫,众耳入于靖师 秉武,入于驱卧 丁卫,朝于 武功,即位魏晋军,侍卫文公 群臣皆往 淮宫于奔高粱 悟生,使人杀淮宫 淮宫故大臣屡省,系瑞本不赴文公,文公立,孔朱,乃欲与其图谋梢公公,杀文公 文公不知 使常欲杀文公患者屡低之其谋,欲已告文公,解钱罪,求见文公 文公不 见,使人让曰,仆臣之事,女斩语驱 其后我从敌君列,女为慧公来求杀我 慧公语 女其三日治,而女一日治,何夙也 女其念之 患者曰,成刀拒之于,不敢以二心 弑君被主,故得罪于君 君以返国,其无仆,敌乎 且管重射钩,还弓以霸 精行于之 人以誓告而君不见,或又且即已 于誓见之,遂以吕,系等告文公 文公欲照吕,系 吕,系等党多,文公恐出入国,国人迈己,乃未为行,会秦谋公于王臣,国人莫知 三月己仇,吕,系等果反,焚公公,不得文公 文公之未途与战,吕,系等引兵欲奔 秦谋公又吕,系等,杀之和尚,敬国父而文公得归 下,迎夫人于秦,秦所于文公欺者 簇为夫人 秦宋三千人未为,以备禁乱 文公修正,施惠百姓 赏从王者及功臣,大者封义,小者尊爵 为敬行赏,周襄王 以帝带南出居正的,来告及敬 敬出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王位置引者戒子 推,推义不言路,路义不及 推曰,献公子九人,为君在矣 会,怀无亲,外内弃之 天位绝境,必将有主,主敬似者,非君而谁 天时开之,二三子以为己利,不亦乌乎 妾仁之才,由曰是道,旷贪天之功以为己利乎 下冒其罪,上赏其间,上下相蒙,难 欲处矣 其母曰,何亦求之,以死谁对,推曰,由而孝之,罪有甚焉 且出怨 言,不识其路 母曰,亦始知之,若何,对曰,言,生之闻也,生欲隐,安永 闻之 闻之,誓求显也 其母曰,能如此乎 欲女邪隐 至死不复见 戒自推从者连之,乃玄书公门曰,龙遇上天,五蛇为辅 龙以身云,四蛇各入其 与,一蛇独愿,终不见处所 文公初,见其书,曰,此戒自推也 无方幽王是,为 图其宫 使人照之,则王 遂求所在,文其入教上山中,于是文公还眠上山中而封之 以为借推田,好曰借山,以记无过,且经善人 从王建成胡书曰,君三行赏,赏不及臣,敢请罪,文公报曰,夫倒我以仁义 访我以得惠,此受上赏 辅我以行,促以成立,此受赐赏 史诗之难,汉马之劳,此 父受赐赏 若以立誓我而无补无缺者,此父受赐赏 三赏之后,故且吉子 静人闻之 皆说 二年春,秦君和尚,将入王 赵衰曰,求罢莫如入王尊周 周静同姓,静不先入 王,后秦入之,无以令于天下 方经尊王,静之之也 三月贾成,静乃八兵至养凡 维温,入襄王于周 四月,沙王帝代 周襄王赐静和内阳凡之地 四年,楚成王及诸侯为宋,宋公孙故如静告吉 先枕曰,报师定罢,于今在矣 胡衍曰,楚心的曹儿初婚于魏,若罚曹,魏,楚必就知,则送免矣,于是静作三 君 赵衰举细胡江中军,细珍佐之,使胡衍江上军,胡毛佐之,命赵衰未清,鸾之江下 君,先枕佐之,循陵傅玉荣,魏翠魏佑,往伐 冬十二月,静兵先下山东,而以原封照 摔 五年春,静文公欲罚曹,甲道于魏,魏人扶许 孩子何难度,清曹,乏魏 真月 取五路 二月,静侯,其侯蒙于脸于 魏侯请蒙静,静人不许 魏侯欲语处,国人不 欲,雇出其君已说静 魏侯居香牛,公子买首位 储就位,不促 静侯为曹 三月秉武 静师入曹,树枝以其不用离妇姬言,而用美女成宣者三百人也 令君无入西妇姬宗家 以报德 储为宋,宋妇告及静 文公欲就责公储,为储常有德,不欲法也,欲誓宋,宋 又常有德于静,幻知 先枕曰,直曹伯,分曹,为得已于宋,储吉曹,为,其事一事 宋,于是文公从之,而储成王乃隐兵归 储将紫玉曹,王玉静之后,今知储吉曹,为而故伐之,是亲王,王曰,静侯 王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返国,险,静之之,能用其名,天之所开,不可当 紫玉请曰,非敢必有功,愿以兼职禅特之口也,储王怒,少于之兵 于是紫玉使 晚春告尽,请父为侯而封曹,臣义是宋,秀范曰,紫玉无礼义,君取一,臣取二 不许,先诚曰,定人之为理,储一言定三国,子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 不许储,士气颂也 不如思许曹,未已幼之,指晚春已怒储,寄战而后徒之 尽侯乃求晚春 于未,且思许赴曹,未 曹,未告绝于储 储的尘怒,即禁师,禁师退 君利曰,未 何退 文公曰,习在储,曰退三舍,可被呼,储师欲去,得臣不肯 四月悟臣 宋公,齐江,秦江与禁侯赐臣仆 己四,与储兵合战,储兵败,得臣收于兵去 甲午 禁师,还致恒庸,作王公于建土 初,正驻储,储拜,聚,使人请蒙敬侯 禁侯与正伯蒙 五月丁位,献储服于周,四戒百尘,徒兵迁 天子使王子虎命禁侯博,四大陆 童宫十百,卢宫十千,俱畅亦友,归赞,虎奔三百人 禁侯三辞,然后鸡首受之 周左 禁文侯命,王若曰,傅义和,披显文,五,能圣明得,朝登于上,不文在下,为时上 第几绝命于文,五 旭正身,寄予一人勇其在位 于是竟文公称伯 鬼害,王子虎蒙 诸侯于王庭 竟焚储君,火树日不息,文公叹 左右曰,圣储儿君犹幽,和,文公曰,五 文能战圣安者为圣人,是以句 且子欲犹在,永可喜乎 子欲之败而归,楚成王怒其 不用其言,贪与敬战,让则子欲,子欲自杀 禁文公曰,我及其外,处诸其内,内外 相应 于是乃喜 六月,禁仁妇入魏侯 人武,禁侯渡河北归国 行赏,虎眼未首 或曰,成仆之 是,先诚之谋 文公曰,成仆之誓,眼说我无诗信 先诚曰,君是圣未诱,无用 知以圣 然此一时之说,眼言万事之功,奈何以一时之力而加万事功乎 是以先知 东,敬侯惠诸侯于温,欲律之潮周 立未能,恐其有盼者,乃是人言周襄王寿于何? 阳 人生,遂律诸侯朝王于剑土 孔子独使记至文公,曰,诸侯吴赵王,王寿何阳 这,春秋会之也 丁丑,诸侯为许 曹伯承或说禁侯曰,其还公和诸侯而国一信,经军卫会而灭同 行 曹,书正夺之后,禁,唐书之后 和诸侯而灭兄弟,非礼 禁侯说,傅曹伯 于是禁始作三行 循陵复将中行,先胡将右行,先灭将左行 七年,禁文公,秦谋公共为政,以其无礼于文公王过时,即成仆石镇住处也 为政 欲得书瞻 书瞻文之,自杀 正持书瞻告禁 禁曰,必得政君而甘心焉,正恐 乃兼令使为秦谋公曰,王政后禁,于禁得以,而秦谋为卫立 君和不解政,得为东道交 秦伯说,罢兵 禁义罢兵 九年冬,禁文公簇,子乡公欢利 誓岁正薄易簇 正人或卖其国于秦,秦谋公发兵往习阵 十二月,秦兵过我郊 湘西元年春,秦施 过周,无礼,王孙闷积之 兵至华,正古人贤高将是于周,欲之,以十二牛劳秦施 秦 施金而还,灭华而去 禁先枕曰,秦伯不用简书,返其重心,此可及,鸾之曰,未报先君施于秦 秦之,不可 先枕曰,秦武无辜,法无同性,何德之报,遂及之 相公莫衰迭 四月,拜秦施于遥,鲁秦三江孟明氏,西起书,百以炳以归 岁末以藏文公 文公夫人 秦女,未相公曰,秦玉得其三江陆之,公许,浅之 先枕文之,未相公曰,幻生 以,枕乃追秦江 秦江渡河,已在船中,顿首谢,簇不返 后三年,秦果时孟明伐靖,报姚之败,取靖汪以归 四年,秦谋公大兴兵罚我,杜 和,取王冠,封瑶尸而去 敬孔,不敢出,遂成首 五年,敬罚秦,取兴臣,报王冠义 也 六年,赵衰臣子,鸾真子,就祭子犯,或伯皆促 赵顿代赵衰执政 七年八月,相公粗 太子宜高少 敬仁以南固,欲立常君 赵顿曰,立相公帝雍 好善而常,先君爱之,且敬于情,情故好也 立善则故,事长则顺,奉爱则孝,解救 好则安 甲纪曰,不如其地乐 陈寅必于二君,立其子,明必安之 赵顿曰 陈寅见,搬在九人下,其子何正之有 且为二君必,赢也 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载 小国,辟也 母婴子辟,无微,成小而远,无缘,将贺可乎 此事会如秦吟公子雍 甲纪亦使人赵公子乐于成 赵顿废甲纪,以其杀杨处妇 十月,藏香公 十一月,甲纪 奔迪 誓岁,秦谋公义促 灵溪元年四月,秦康公曰,习文公之入也无畏,故有律,戏之患,乃多于公子 雍卫 太子母谋迎日夜报太子一号契于朝,曰,先君何罪 其四亦赫罪 舍事而外求 君,将安置此 出朝,则报以事照顿所,顿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属之子,曰,此子 财,无受其次,不财,无怨子 经君促,言犹在尔,而弃之,若何 赵顿与朱大夫 接换谋迎,且魏朱,乃被所赢而立太子一高,是魏陵宫 发兵以巨秦宋公子拥者 赵顿 魏江,往及秦,拜之令狐 先灭,随惠王奔秦 秋,其,宋,魏,镇,曹,许君皆惠照 顿,蒙于护,以灵宫出利故也 四年,罚秦,取少粮 秦亦取靖之晓 六年,秦康公罚靖,取姬马 靖侯怒,使赵 顿,赵川,戏缺及秦,大战何区,赵川最有功 七年,靖六清幻随惠之在秦,常未靖乱 乃乡令未受于反径降秦 秦始随惠之位,应职惠已归尽 八年,周寝旺东,公卿真权,故不负 靖使赵顿以车八百圣平周乱而立匡王 四年,楚庄王初即位 十二年,其人是其君义公 十四年,林公状,齿,后脸已雕强 从台上诞人,观其必完也 宰夫而雄凡不熟 林公怒,杀宰夫,使妇人持其施出弃之,过朝 赵顿,随惠前赎见,不听,已幼见死 人守,二人前见 随惠先见,不听 林公换之,使租尼赐赵顿 顿归门开,居处结,租 尼退,探曰,杀忠臣,弃君命,罪易也,遂处数而死 出,顿长田守山,见桑下有恶人 恶人,是咪明也 顿雨之时,时其半 问其故 约,换三年,为之母之存部,原以母,顿义之,义语之饭肉 以而为靖宰夫,赵顿 扶父之也 9月,靖林公引赵顿酒,扶贾江公顿 公仔是咪明之之,孔顿醉不能起,而 靖曰,君赐臣,商三行可以罢,欲已去照顿,令仙,无极难 顿寄去,林公扶侍卫 惠,先纵涅狗名熬 名为顿搏杀狗 顿曰,弃人用狗,虽猛贺卫,然不知名之为因 得也 以而林公纵服侍出竹赵顿,是咪明返及林公之服侍,服侍不能进,而尽托顿 顿 问其故,曰,我桑下恶人,问其名,福告 名义英王去,顿遂奔,未出尽尽 以仇,顿昆帝将军赵川袭杀陵公于桃园而迎赵顿 赵顿素贵 得明和,林公少,此,明不负,故未誓矣 顿副尾 靖太使董胡书曰,赵顿誓其君 以誓于朝 顿曰,誓者赵川,我无罪 太使曰,子未正轻,而王不出尽,反不诛 国乱,非子而谁 孔子文之,曰,董胡,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饮 宣子,梁大夫也 为法受恶 西也,出江乃免 赵顿使赵川银香公帝黑豚于周而立之,是未成功 成功者,文公少子,其母舟女也 人生,朝于武功 晨曦元年,四兆侍卫公族 法正,正被禁固也 三年,正博出力,赴靖而弃楚 楚 怒,法正,靖网就知 六年,法秦,鲁秦将斥 七年,成功与楚庄王真强,会诸侯于护 成未楚,不会 禁使中行还子伐臣,应久 正,与楚战,败楚施 四年,成功促,子锦宫俱立 锦西元年春,成代府下真书是齐君陵宫 二年,楚庄王伐臣,朱真书 三年,楚庄王为阵,正告急境 禁使循陵父将中军,随惠将上军,赵朔将下军,喜 课,鸾书,仙胡,韩诀,拱朔佐之 六月,智和 文楚以扶镇,镇薄肉坦与蒙而去,循陵父欲孩 先胡曰,凡来救阵,不知不可,将律离心,促渡河 楚以扶镇,御影马 于河为名而去 楚与禁军大战 正心复楚,未知,反助楚恭敬 禁军拜,走河,争渡 传中人只慎重 楚鲁我将至阴 归而临父曰,成为都将,君拜当诸,请死,谨公欲 许之 随惠曰,习文公之与楚战臣仆,成王归沙子欲,而文公乃喜 今楚以拜我师 又诸其将,誓诸楚沙仇也 乃至 四年,仙狐以守继而拜禁军和尚,孔诸,乃奔迪,与狄谋罚禁 禁决,乃族狐 虎,仙枕子也 五年,罚阵,未助楚顾也 世时楚庄王强,以错禁军和尚也 六年,楚伐宋,宋来告及禁,禁御就之,伯宗谋曰,楚,天方开之,不可当 乃是解阳带未就宋 正人执语楚,楚后赐,使反其言,令宋即下 解阳带许之,促至敬 君言 楚欲杀之,或见,乃归解阳 七年,禁使随会灭赤敌 八年,使戏克于其 其请公母从楼上官而笑之 所以然者,戏克楼,而鲁使简,未 十秒,故其亦令人如之以道客 戏克怒,归至和尚,曰,不报其者,何博士之,至 国,请君,欲罚其 谨公问之其故,曰,子之愿,安足以凡国,服听 为文子请老 修,辟细克,克执政 九年,楚庄王簇 靖法其,其使太子强位置于靖,靖兵罢 十一年春,其法鲁,取龙 鲁告及位,位与鲁皆因细克告及于靖 靖乃使戏克,鲁 书,韩爵以兵车八百圣与鲁,未共罚其 下,与请公战于安,商困请公 请公乃与其有 义位,下取隐,以得脱去 其失败走,靖追北至其 请公献宝器以求平,不听 细克曰,必得肖同侄子未知,其使曰,肖同侄子,请公母,请公母由靖君母,奈何必得 之 不义,请父战 靖乃许与平而去 处生公乌臣到下姬以奔靖,靖以乌臣为行代夫 十二年冬,其请公如靖,遇上尊靖井公为王,井公让不敢 靖使作六卿,韩爵,拱 朔,赵川,循追,赵阔,赵瞻皆未卿 至应自处归 十三年,鲁城公朝靖,靖伏靖,鲁怒去,背靖 靖伐阵,取范 十四年,梁山崩 问伯宗,伯宗已为部族怪也 十六年,楚江子返怨乌臣,灭其族 乌臣怒,以子返书曰,必令子霸于奔命 乃庆使吴,令其子为吴行人,叫吴臣车用兵 吴靖使通,曰伐楚 十七年,朱赵同,赵阔,足灭之 韩爵曰,赵衰,赵顿之功岂可望乎 奈何爵寺 乃赴令赵树子无畏赵后,赋予之矣 十九年下,景公并,立其太子受漫卫君,侍卫立功 后岳于,景公簇 历西元年,初历,玉和诸侯,与秦桓公家和而盟 歸而秦背蒙,与狄谋罚禁 三年,使吕相让秦,应与诸侯罚秦 至今,拜秦于麻岁,鲁其将成差 五年,三系禅伯宗,杀之 伯宗已好之见得此祸,国人已是不负立功 六年春,正背禁语楚蒙,禁怒 鸾书曰,不可以当无事而施诸侯,乃发兵 立!公自江,五月渡河 文储兵来就,范文子请公遇孩 戏至曰,发兵诸逆,见强辟之 吾以令诸侯,遂与战 鬼四,射中处贡王墓,处兵败于燕陵 子凡收于兵,抚循玉附 战,尽唤之 贡王赵子凡,歧视者数羊骨敬酒,子凡罪,不能见 王怒,让子凡,子凡 死 王岁隐兵归 竟有此威诸侯,欲以令天下求罢 立功多外必姬,归,欲竟去群代府而立诸姬兄弟 宠姬兄曰虚同,常与戏至有怨 吉鸾书又怨戏至不用奇迹而遂败楚,乃使人间谢楚 楚来诈立功曰,燕陵之战,十至 赵楚,欲作乱,内子周立之 会与国不拒,事已事不成 立功告鸾书 鸾书曰,其 代有矣 原公是使人之周为考之 果使戏至于周 鸾书又使公子周见戏至,戏至不知 剑脉也 立功验之,信然,岁苑戏至,欲杀之 八年,立功列,宇姬隐,戏至杀史奉进 患者夺之 戏至射杀患者 公怒,曰,祭子七语,将诸三戏,未发也 戏以欲公 公,曰,我虽死,公义并以,戏至曰,信不反军,至不害民,永不作乱 诗词三 这,谁与我 我死而 十二月仁武,公令虚同以兵八百人习公杀三戏 虚同应以截鸾 书,忠行掩于朝,曰,不杀二子,幻必及公,公曰,一旦杀三卿,寡人不忍一也 对曰,仁将忍君,公福厅,谢鸾书等以诸戏誓罪,代夫复卫,二子顿首曰 信圣信圣,公使须同未卿 润月以卯,立功由将离世,鸾书,忠行掩以其党席补 立功,求之,杀须同,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侍卫道公 道西元年正月更生,鸾书,忠行掩是立功,藏之以以臣车 立功求六日死,死十日 耕武,至因迎公子周来,至将,行姬与代夫蒙而立之,侍卫道公 新四,朝武功 二月,已有,即位 道公周者,其大富杰,尽相公少子也,不得力,好为还书,还书最爱 还书生慧薄 谈,谈身道公周 周之力,年十四以 道公约,大富,富皆不得力而辟难于周,可死 焉,寡人自已疏远,无己未君 经代夫不忘闻,相知义而会立还书之后,赖宗庙代夫之 灵,得奉敬寺,其敢不战战乎 大富其一座寡人 大富其一座寡人 于是逐步成者欺人,修旧功,施德 会,收文功入十功成后 秋,罚正 正失败,遂至成 三年,敬会诸侯 道公问群臣可用者,其戏举解乎 解乎,戏之仇 赴问,举其子 其武 君子曰,其戏可谓不党义 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 方会诸侯,道公帝阳 干乱行,魏将陆其谱 道公怒,或建公,公促贤将,仁之阵,使和荣,荣大亲父 十一 年,道公曰,自无用魏将,九和诸侯,和荣,敌,魏子之利也,四之乐,三让乃受 之 东,请取我力 十四年,晋十六清律诸侯罚秦 杜京,大败秦军,至御林而去 十五年,道公问治国于诗矿 诗矿曰,为仁义卫本,东,道公促,子平公标利 平夕元年,罚齐,齐陵公与战迷下,齐师败走 燕音曰,君亦无勇,何不止战 遂去 静追,遂为林姿,静烧图齐锅中 东至交,南至宜,齐皆成首,静乃隐兵归 六年,鲁香公朝静 静鸾臣有罪,奔齐 八年,齐庄公为浅鸾臣于驱卧,以兵 随之 齐兵上太行,鸾臣从驱卧中返,齐入将 将不戒,平公欲自杀,犯献子子公,以 齐突击臣,臣败走驱卧 驱卧功臣,臣死,碎灭鸾世宗 臣者,鸾叔孙也 齐入将,于 卫世谋,齐庄公文臣败,乃孩,取静之朝歌去,以报林姿之义也 十年,齐催注释齐军庄公 静英齐乱,罚拜齐于高堂去,报太行之义也 十四年,吴炎灵继子来使,与赵文子,韩轩子,魏宪子于,曰,静国之政,促规 四三加以 十九年,齐使燕英如敬,与书相语 书相曰,敬,即是也 公后父为台迟而不续 正,正在司门,岂可久乎 燕子然之 二十二年,法燕 二十六年,平公簇,子昭公一例 昭公六年簇 六清墙,公是碑 子庆公去吉利 庆公六年,周景王东,王子真利 静六清平王氏乱,立静王 九年,鲁济氏族齐军召公,召公居前侯 十一年,为,宋史史请敬那鲁军 季平子 四路犯县子,县子受之,乃为静君曰,即是无罪,不果入鲁军 十二年,静之宗家其细孙,书相子,相恶于君 六清御若公事,乃遂以法静列其族 而分其义为实现,各领其子魏大夫 静义若,六清皆大 十四年,请公簇,子定公五例 定公十一年,鲁洋虎奔进,赵央简子设之 十二年,孔子香鲁 十五年,赵央使邯丹大夫,不幸,欲杀五,五欲中行营,半集设亲公赵央,央走 保静阳,定公为静阳 巡礼,韩不幸,为此与犯,中行为仇,乃宜兵罚犯,中行 犯,中行犯,进君及之,拜犯,中行 犯,中行走朝歌,保之 韩,为为赵央谢进君,乃赵央,赵央,复卫 二十二年,敬拜犯,中行氏,二子奔旗 三十年,定公与吾王夫差惠皇池,真长,赵央时从,促长吾 三十一年,齐田长氏齐军简公,而立简公第奥卫平公 三十三年,孔子促 三十七年,定公促,子出公遭吏 出公十七年,知伯宇兆,韩,为共分范,中行的以为义 出公怒,告其,鲁,于 以罚四清 四清孔,遂返公出公 出公奔旗,到死 顾之伯乃利昭公曾孙交魏晋军,是 魏哀公 哀公大附庸,竟昭公少子也,好魏代子 代子生计 既善之伯,早死,顾之伯欲敬 并敬,魏敢,乃利季子交魏军 当事时,晋国阵揭之伯,竟哀公不得有所致 之伯碎,有范,中行的,最强 埃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还子共杀之伯,竟并齐地 十八年,埃公簇,子幽公流利 幽公之时,竟魏,返朝韩,赵,魏之君 独有将,驱卧,于皆入三境 十五年,魏文侯出力 十八年,幽公赢妇人,叶妾出义中,盗杀幽公 魏文侯以兵 朱敬乱,立幽公子指,是魏列公 列公十九年,周魏列王赐兆,韩,魏皆命魏诸侯 二十七年,列公簇,子孝公齐立 孝公九年,魏武侯出力,习寒丹,不胜而去 十七年,孝公簇,子敬公聚九历 世岁,其魏王元年也 敬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照敬侯灭敬后而三分其地 敬公千魏佳人,敬绝不四 太史公约,敬文公,古所谓明君也,王居外十九年,至困约,即即位而行赏,上望 借字推,旷交主乎 临公即是,其后臣,景致言,致力大客,代辅巨诸,获作 道公已 后日衰,六清专权 故君道之欲其臣下 故,不亦哉 所引述赞,天命疏于,簇封于堂 同归即销,和,焚世荒 文侯虽似,驱卧日强 未知本末,坐清还庄 现公婚或,太子离秧 众耳致霸,朝周和阳 灵济丧德,利益 无妨 四清清武 静坐巨王 史记楚世家 楚之先祖出自帝专须高扬 高扬者,皇帝之孙,昌义之子也 高扬声称,称声卷张 卷张声众离 众离为帝库高兴居火镇,甚有功,能光荣天下,帝库命曰祝荣 共公事 作乱,帝库使众离诸之而不尽 帝乃以根银日诸仲离,而以其帝无回为仲离后,赴居火 正,为祝荣 无回申陆中 陆中申子六人,彻扑而产烟 其长一约昆吾,二约仙湖,三约彭祖 四约惠人,五约曹信,六约济连,秀信,楚其后也 昆吾是,下之时常为喉薄,劫之时 汤灭之 彭祖是,应之时常为喉薄,应之末是灭彭祖是 祭连申父举,父举申血熊 其,后中为,或在中国,或在满夷,福能济其是 周文王之时,祭连之苗义曰玉熊 玉熊子是文王,早醋 其子曰雄厉 雄厉申雄狂 雄狂申雄义 雄义当周臣王之时,举文,五勤劳之后四 而封雄义于楚满,封乙自南之田,姓米 是,居丹阳 处子雄义与鲁公薄秦,为康书子穆,敬侯谢,其太公子吕及巨士成王 雄义申雄爱,雄爱申雄,雄申雄 雄申以帝雄阳位后 雄阳申雄渠 雄渠申子三年 当周夷王之时,王氏为诸侯或不朝,相伐 雄渠盛的江汉兼明和 乃心兵伐雍,杨岳,至于恶 雄渠曰,我满已也,不与中国之好事,乃立其长子 康位巨淡王,中子洪为恶王,少子之次位岳章王,皆在江上处满之地 集周立王之时 暴虐,雄渠为其伐楚,亦去其王 后为雄吴康,吴康早死 雄渠醋,子雄至弘立 至弘醋,其帝氏而代立,曰雄炎 雄炎生雄勇 雄勇六年,而周人作乱,公立王,立王出奔至 雄勇十年,醋,帝雄炎位后 雄炎十年,醋 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四子书龛,少子继训 雄炎醋 长子伯霜代立,世卫雄霜 雄霜元年,周宣王出立 雄霜六年,醋,三帝真立 仲雪死,书龛王,避难渔仆 而少帝继训立,世卫雄炎 雄炎十六年,正桓公出封于震 二十二年,雄炎醋,子雄饿 立 雄饿九年,醋,子雄一立,世卫若敖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示,周东喜,而秦香公使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若敖醋,子雄坎帝,世卫萧敖 萧敖六年,醋,子雄炫丽,世卫焚帽 焚帽十三年,晋石乱,以驱卧之故 焚帽凑环帽帝雄通是焚帽子而代立,世卫楚武王 武王十七年,晋之驱卧庄博士主国晋孝侯 十九年,正博帝断作乱 二十一年,正,清天子之田 二十三年,卫士齐军还宫 二十九年,鲁士齐军引宫 三十一年,宋太宰 华都士齐军商工 三十五年,处罚随 是也 随曰,我无罪,楚曰,我满一夜 经诸侯皆为判 相亲,或相杀 我又必假,欲以关中国之阵,请王氏尊吴豪 随人为之舟,请尊楚 王氏不听,还报楚 三十七年,楚雄通怒曰,吴仙玉雄,文王之师也,早中 陈王举 我先公,乃以自南田令居楚,满一阶律服,而王不家为,我自尊而 乃自立为武王 与随人蒙而去 于是使开仆的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树以立储为王 储怒,以随被挤,伐随 五王促失忠而兵罢 子文王雄自立,始都隐 文王二年,罚声过邓,邓人曰,楚王一曲,邓侯不许也 六年,罚菜,鲁菜哀侯 乙归,乙儿是之 楚强,临江汉奸小国,小国皆未知 十一年,齐桓公十罢,楚义十大 十二年,罚邓,灭之 十三年,醋,子雄,立,是位庄敖 庄敖五年,欲杀其弟雄 运,运奔随,与随习是庄敖带立,是位陈王 陈王运元年,初即位,不得师会,结就好于诸侯 使人献天子,天子四座,曰 正耳南方一跃之乱,无清中国 于是楚的千里 十六年,齐桓公以兵清楚,至行山 楚臣王使将军驱完以兵御之,与桓公盟 还 公术以周之父步入王室,楚许之,乃去 十八年,陈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坦谢,乃是之 二十二年,伐黄 二十六年,灭 因 三十三年,宋湘公遇为盟会,赵楚 楚王怒曰,赵我,我将好往昔如之,遂行 至于,遂之如宋公,以而归之 三十四年,正文宫南朝楚 楚臣王北伐宋,拜之虹 设商宋湘公,湘公遂并创死 三十五年,敬公子仲耳过楚,臣王以诸侯克里相,而后宋之于秦 三十九年,鲁西公来请兵以罚齐,楚时生侯将兵罚齐,取故,至齐桓公子拥焉 齐桓公妻子皆奔楚,楚敬以为尚大夫 灭魁,魁不似祝容,欲雄故也 下,伐宋,宋告及于靖,靖就宋,成王罢归 将军子豫请战,成王曰,众而王居 外九,醋得返国,天之所开,不可当 子豫故请,乃于之少师而去 净果拜子豫于臣 扑,成王怒,诸子豫 四十六年,初,成王将以商城为太子,与令引子上 子上曰,君之池位也,而有 多内宠,处乃乱也 楚国之举常在少者 且商城封墓而柴身,忍忍也,不可立也 王 不听,立之 后又欲立子之而处太子商城 商城闻而未审也,告其父潘崇曰,何以的 其实 崇曰,想王之崇姬江米而勿敬也,商城崇之 江米怒曰,移乎王之欲杀 若而立之也 商城告潘崇曰,信义,崇曰,能是之乎,曰,不能 能,能,王去乎 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东十月,商城以公,兵为臣 王 城王请师兄凡凡而死,不听 丁卫,城王自绞杀 商城带立,侍卫穆王 穆王立,以其太子公与攀崇,使卫太师,掌国士 穆王三年,灭江 四年,灭六 六,六,高桃之后 八年,罚臣 十二年,楚 子庄王履历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未乐,令国中约,有敢见者死无赦,五举入见 庄王左抱正姬,右抱月女,坐中骨之间 五举曰,原有静影,曰,有鸟在于腹 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 庄王曰,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举退矣,无知之矣 居数月,迎一圣 代夫苏从乃入见 王曰,若不闻令乎 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原也,于是乃霸赢了,听证,所诛者数百人,所敬者数百 人,任五举,苏从以正,国人大说 誓岁灭雍 六年,罚颂,或五百圣 八年,罚禄魂戎,遂至落,官兵于周焦 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 楚王问鼎小大清 众,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祖九鼎 楚国折沟之会,足以为九鼎 王孙满曰,呜呼 君王齐望之呼 习于下之圣,远方皆至,共经九目,驻顶向悟,百 悟而为之辈,使明之神间 皆有乱得,顶迁于阴,载四六百 阴咒暴虐,顶迁于周 得 之修明,虽小必重,其间回昏乱,虽大必轻 习成王定顶于夹入,不是三十,不年七百 天所命也 周得虽衰,天命未改 顶之轻重,未可问也 楚王乃归 九年,相若敖世 人祸禅之王,孔朱,反公王,王极灭若敖世之族 十三年,灭书 十六年,罚臣,杀下真书 真书是其君,故诸之也 以破臣,即献之 群臣皆赫 申书时使其来,不赫 王问,对曰,比与曰,千牛尽人田,田主取其牛 尽这则不值 以,取之牛不易胜乎 且王以臣之乱而律诸侯罚之,以义罚之而贪其限,亦何以赴令于 天下 庄王乃复国成后 十七年春,楚庄王为政,三月克之 入自皇门,正薄肉坦千羊以逆,曰,孤不天 不能是君,君用怀怒,以即避意,孤之罪也 敢,不为命是听 冰之南海,若以臣妾赐 诸侯,亦为命是听 若君不妄立,宣,还,武,不觉其设计,使改是君,孤之远也,非 所敢妄也 敢不复兴 楚群臣曰,王勿许,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明,永可绝乎 庄王自首旗,左右徽君,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许之平 攀王入盟 自粮出职 下六月,靖旧镇,与楚战,大败靖师和尚,遂至横庸而归 二十年,为宋,以沙楚时也 为宋五月,晨中时靖,义子而时,西谷而吹 宋华元,初告以秦 庄王曰,君子灾,遂罢兵去 二十三年,庄王促,子贡王审立 贡王十六年,敬伐阵 正告及,贡王救阵 与禁兵占燕林,敬拜楚,涉中贡王墓 贡王赵将军子返 子贡是九,从哲树养古境酒醉 王怒,射杀子贩,遂罢兵归 三十一年,贡王促,子康王昭立 康王历时五年促,子元立,侍卫贾 康王宠帝公子为,子比,子兮,契吉 甲敬三年,以其继父康王帝公子为位令隐 主兵是 四年,为时政,道文王籍而还 十二月即有,为入问王籍,缴而是之,遂杀其 子墨及贫下 始始负于政 五举问曰,谁为后,对曰,寡代府为,五举更曰 贡王之子为位常,子必奔进,而为利,是为凌王 凌王三年六月,楚始始告靖,遇会诸侯 诸侯皆会处于身 五举曰,席下其有军 台之响,商汤有锦伯之命,周五王有蒙金之事,陈王有齐阳之搜,康王有丰公之朝 牧,王有屠山之会,其还有赵陵之师,禁闻有建土之盟,君其何用 凌王曰,用还公 十镇子产在焉 于是竟,宋,鲁,为不枉 凌王以蒙,有交色 五举曰,结位有人 知会,有名叛之 咒为离山之会,东夷叛之 幽王为太世之盟,荣,敌叛之 君其甚中 七月,楚以诸侯兵伐吾,为诸方 八月,克之,求庆丰,灭其族 以风训,曰 无效其庆丰是其君而若其姑,以蒙诸代夫 封返曰,莫如楚贡王树子为是其君兄之 子缘而代之利 于是凌王使即杀之 七年,旧张华台,下令内王仁时之 八年,使公子戚即将兵灭成 十年,赵蔡侯,罪而杀之 使戚即定蔡,应未成蔡公 十一年,法徐以孔吾,凌王赐于甘息以待之 王曰,其,靖,鲁,为,其风接受 宝器,我独补 今吾使使周囚顶以为分,其与我呼 西父对曰,其与君王哉 喜我 先望雄一辟在金山,碧露兰楼 以处草莽,跋涉山林已是天子 为是桃湖即使以共王氏 其,王舅也,尽己鲁,为,王母帝也 处世已无分而比皆有 周经与四国服侍君王 将为命侍从,其敢爱顶 凌王曰,其我皇祖伯父昆吾就许是宅 禁正人贪其田,不 我欲,今我求之,其与我呼 对曰,周不爱顶,正安敢爱田 凌王曰,习诸侯 愿我而未尽,今吾大臣臣,菜,不耕,复皆千臣 诸侯为我呼 对曰,未哉,凌 王喜曰,西父善言古誓焉 十二年春,楚凌王乐甘息,不能去也 国人苦意 初,凌王会兵于身,陆岳大夫长 受过,沙蔡大夫官启 启自从王在吾,乃劝吾王法楚 为兼岳大夫长受过而作乱,为吾 兼 使教公子弃即命赵公子比于敬 至菜,与吾,阅兵于习菜 令公子比见气急,与蒙 于等 遂入沙陵王太子路,立子比为王 公子子兮为令颖,气急为司马 先除王公,官 从从施于甘息,令楚众曰,国有王矣 先规,复绝亦田氏 后者千知 楚众皆愧 去凌王而归 凌王闻太子路之死也,自投车下 而曰,人之爱子亦如是乎 是者曰,甚是 王曰,于杀人之子多矣,能无疾此乎 又隐曰,请呆于交以听国人,王曰 众怒不可犯,曰,且入大县而起失于诸侯 王曰,皆叛以,又曰,且 奔诸侯以听大国之律 王曰,大福不在,知取辱耳,于是王臣周将欲入烟 又隐 杜王不用其忌,惧惧死,亦去王王 凌王于是独磅黄山中,也人莫敢入王 王行欲其故轩人,为曰,为我求食,我已 不时三日已 宣人曰,新王下法,有敢向王从王者,罪及三足,且又无所得食 王因整其骨而卧 宣人又以徒自带,逃去 王爵而伏见,遂姬伏能起 欲隐身无语之子 申害曰,吴父再犯王命,王福诸,恩赎大焉,乃求王,欲王基于黎泽,奉之以归 下午月鬼丑,王死申害家,申害以二女从死,并葬之 世时楚国虽以利比卫王,为凌王赴来,又不闻凌王死,故官从未出王比曰,不杀 契吉,虽德国有受祸 王曰,于不忍,从曰,仁将忍王,王不听,乃去 契,吉归 国人每夜经,曰,凌王入义,以卯夜,契吉使传人从江上走呼,曰,凌王至 以,国人月经 又时曼臣然告出王比吉令引子,曰,王至以 国人将杀君,司马将 至以,君早自图,无取如烟 众怒如水火,不可就也 出王吉子,遂自杀 秉承,弃 吉吉为卫王,改名雄居,是为平王 平王以诈是两王而自立,孔国人即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 父臣菜之地而立其后如 故,归正之亲帝 存续国中,修正教 无以除乱故,或无律已归 平王未官从,自耳 所欲 欲未不赢,王许之 初,共王有宠子五人,无势力,乃忘记群神,请神觉之,始主设计,而应与八姬埋 必于室内,照五公子齋而入 康王跨之,灵王咒家之,子彼,子,皆远之 平王又,宝 其上而拜,压扭 顾康王以常力,至其子施之,为魏灵王,即身而逝,子彼为王时于日 子,不得力,又拒诸 四子皆绝无厚 唯都弃及厚力,为平王,尽续处四,如其神福 初,子彼自尽规,寒宣子问书相曰,子彼其济乎,对曰,不就,宣子曰 同恶相求,如是假焉,何谓不就,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 去国有无难,有 宠无人,一也,有人无主,二也,有主无谋,三也,有谋而无名,四也,有名而无德 五也,子彼在晋十三年以,晋,处之从不闻通者,可谓无人以,足晋清叛,可谓无主 以,无信而动,可谓无谋以,为姬忠世,可谓无名以,王无爱真,可谓无德以 王月儿 不济,子彼舍无难以弑君,谁能济之 有出国者,其器极乎 君臣,菜,方臣外属焉 科特不作,盗贼服隐,私欲不为,名无怨心 先神命之,国民信之 秀信有乱,必记时 立,处之常也 子彼之官,则又隐也,树其贵宠,则树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明 无怀烟,江河以利 宣子曰,其还,静闻不亦是乎,对曰,其还,为姬之子也 有宠于离宫 有报书衙,兵虚无,习盆以为府,有聚,为以为外主,有高,国以为内 主 从善如流,施惠不眷 有国,不义以乎 习我闻公,胡寄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公 好学不眷 生十七年,有世五人,有先大夫子于,子范以为父亲,有魏翠,贾驼以为谷 公,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鸾,系,胡,先以为内主 王十九年,守治弥睹 惠,怀弃明,明从而语之 故闻公有国,不亦以乎 自比无师于明,无缘于外,去境 静不送,归楚,楚不淫 何以有国 自比果不中焉,促立者契集,如书像炎也 平王二年,始费无济如秦为太子见取父 父好,来,为智,无济先规,说平王曰 秦女好,可自取,为太子更求,平王听之,促自取秦女,申雄真 更为太子取 十 十五奢为太子太父,无济为少父 无济无宠于太子,常缠二太子见 见十年十五以,其 母菜女也,无宠于王,王烧一书外见也 六年,始太子见居臣父,守边 无济又日夜缠太子见于王曰,自无济入情女,太 子愿,亦不能无妄于王,王少自被焉 且太子居臣父,善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 平王照其父五奢则之 五奢之无济禅,乃曰,王奈何以小陈书骨肉,无济曰 禅不至,后悔也 于是王遂求五奢 乃令司马奋扬赵太子见,欲诸之 太子闻之,王 奔颂 无济曰,五奢有二子,不杀者未处国患 何以免其父赵之,必至 于是王使使 未奢,能至二子则生,不能将死,奢曰,上至,须不至,王曰,何也,奢 曰,上之为人,连,死劫,此孝而人,闻赵而免负,必至,不顾其死 须之为人,至 而好谋,勇而经功,之来必死,必不来 然为楚国忧者必此子 于是王使人赵之,曰 来,五免而复,五上位五须曰,闻赴免而莫奔,不孝也,父路莫报,无谋也 度能认识,知也 自其行矣,我其归死 五上岁归 五须弯公属使,初见使者,曰 父有罪,何以赵其子位,将设,使者还走,岁出奔吾 五须闻之,曰,虚王,楚 国为哉 楚人遂杀五须即上 十年,楚太子贱母在居朝,开吾 吾使公子光伐楚,遂败臣,蔡,娶太子贱母而去 楚孔,陈颖 初,吾之鞭义悲良与楚鞭义中离小童真桑,两家交怒相公,灭悲良人 悲良代福怒,发义兵公中离 楚王文之怒,发国兵灭悲良 吾王文之大怒,亦发兵,使 公子光阴见母家公楚,遂灭忠离,居朝 楚乃孔而成隐 十三年,平王簇 将君子常曰,太子贞少,且其母乃前太子贱所当取也,玉立 令隐子兮 子兮,平王之树帝也,有意 子兮曰,国有长法,更利则乱,言之则至诸 乃立太子贞,侍卫昭王 昭王元年,楚仲不说肺无忌,以其禅王太子贱,杀五奢子父与戏晚 晚之宗姓博士 子匹及子须皆奔吾,吾兵术清楚,楚人怨吾继甚 楚令引子常诛吾继以说仲,仲乃喜 四年,吾三公子奔楚,楚风之以汉吾 五年,吾法取除之六,前 七年,楚使子常 法吾,吾大败楚于御章 十年冬,吾王和吕,吾子须,薄辟玉堂,菜聚法楚,楚大败,吾兵碎入饮,如平王 之墓,以吾子须故也 吾兵之来,楚使子常以兵营之,加汉水阵 无法败子常,子常王 奔阵 楚兵走,吾成圣逐之,五战吉隐 吉卯,昭王出奔 跟臣,无人入影 昭王王也至云梦 云梦不知其王也,赦伤王 王走云 云公之地怀曰,平王杀吾 父,今我杀其子,不亦可忽 云公指之,然恐其是昭王,乃与王出奔随 吾王闻昭王 王,即敬姬随,未随人曰,周之子孙丰于江汉之间者,楚敬灭之,欲杀昭王 王从 臣子其乃身亦王,自以为王,未随人曰,以我予吾,随人补予吾,不及,乃谢吾王 曰,昭王王,不再随,吾请入自所知,随不听,吾亦罢去 昭王之初隐也,使身报须请就于秦 秦以车无百胜就楚,楚亦收于散兵,与秦即无 十一年六月,拜吾于祭 惠吾王帝夫盖见吾王兵商败,乃王归,自立卫王 何驴闻之 引兵去楚,归及夫盖 夫盖拜,奔楚,楚风之唐熙,好卫唐熙世 楚昭王灭唐九月,归入尹 十二年,吾傅罚楚,取番 楚孔,去尹,北溪都若 十六年,孔子香炉 二十年,楚灭盾,灭胡 二十一年,吾王和驴罚月 月望勾见 射伤吾王,碎死 吾有此怨月而不惜罚楚 二十七年春,吾罚成,楚昭王就知,君臣妇 十月,昭王病于君中,有赤云如鸟 家日而飞 昭王问周太史,太史曰,是害于楚王,然可疑于江相,江相闻誓言,乃 请自以身道于神 昭王曰,江相,孤之谷公也,今疑获,拥去是声呼,福听 不而 何未遂,大夫请道何 昭王曰,自无先望受风,望不过江,汉,而何非所获罪也 只不许 孔子再臣,文士言,曰,楚昭王通大道以 其不失国,以栽 昭王病胜,乃赵诸公子大夫曰,孤不宁,在辱楚国之师,今乃得以天寿终,孤之 信也 让其帝公子生为王,不可 又让次帝公子结,亦不可 乃又让次帝公子驴,五 让,乃后许为王 江战,更迎,招王促于军中 子驴曰,王病胜,舍其子让群臣,臣 所以许王,以广王亦也 经君王簇,臣其敢望君王之义乎 乃于子兮,子其谋,服施 碧图,迎月女之子张丽之,侍卫惠王 然后罢兵归,藏昭王 惠王二年,子兮照顾平王太子见之子圣于吴,以为朝大夫,号曰白宫 白宫好兵儿 下世,欲报仇 六年,白宫请兵令引子兮罚阵 初,白宫父见王在阵,阵杀之,白宫王 走无,子兮父照之,故以辞愿阵,欲罚之 子兮许儿未未发兵 八年,禁罚阵,阵告急 楚,楚使子兮就阵,受路而去 白宫圣怒,乃岁于永利死士时起等席杀令引子兮,此其 于朝,应劫惠王,致之高府,欲试之 惠王从者驱顾父王王走朝王夫人公 白宫自立位 王 岳于,惠业公来就处,处惠王之徒与共公白宫,杀之 惠王乃附位 誓岁也,灭臣 而献之 十三年,吴王夫差强,灵其,靖,来法楚 十六年,月灭吴 四十二年,楚灭菜 四十四年,楚灭其 与秦平 四十月以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清,广的至四上 五十七年,惠王簇,子简王中立 简王元年,北伐灭举 八年,魏文侯,韩武子,召还子使列位诸侯 二十四年,简王簇,子身亡当立 身亡六年,盗杀身亡,子盗王雄一例 盗王尔 年,三进来法楚,至成秋而海 四年,楚法周 镇杀紫阳 九年,法寒,取附属 十一 年,三进法楚,拜我大梁,于关 楚后陆秦,与之平 二十一年,盗王簇,子肃王脏立 肃王四年,属法楚,取资方 于是楚为汉官以聚之 十年,为取我鲁阳 十一年,肃王簇,吴子,立其弟雄良夫,是为宣王 宣王六年,周天子赫秦宪宫 秦始父强,而三进一大,为惠王,其威王有强 三十 年,秦峰未央于商,南清楚 四年,宣王簇,子威王雄商利 威王六年,周显望至文武座于秦惠王 七年,其孟常君父田英七楚,楚威王法其,拜之于徐州,而令其避逐田英 田英孔 张丑未为楚王曰,王所以战胜于徐州者,田叛子不用也 叛子者,有功于国,而百 兴慰之用 因子福善而用生计 生计者,大臣不父,百姓不畏用,故王胜之也 京王逐 因子,因子逐,叛子必用矣 傅伯其士族矣于王裕,必不便于王矣 楚王因福主也 十一年,威王簇,子怀王雄怀利 卫文楚丧,法楚,娶我行山 怀王元年,张仪始乡秦惠王 四年,秦惠王初称王 六年,楚始驻国昭阳将兵而攻卫,破之于乡陵,得八亿 又宜兵而攻其,其王换之 臣诚是未请使其,其王曰,未知奈何,臣诚曰,王勿忧,请令罢之,即网见 召阳军中,曰,原文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召阳曰,其官位上驻国 封上觉之规 臣诚曰,其有贵于此者乎,朝阳曰,令隐,臣诚曰,精君以 未令隐以,此国官之上 臣请得辟之 人有依其摄人一之久者,摄人相未曰,数人隐 此,不足以便,请碎化的未舌,舌仙臣者读隐之 一人曰,无舌仙臣,举酒而起 曰,无能为之族,及其为之族,而后成人夺之酒而饮之,曰,舌故无足,精卫 知族,是非舌也 精君相处而恭卫,破君杀将,恭莫大焉,官之上不可以加矣 今有 以兵而恭其,恭其甚之,官绝不佳于此,恭之不慎,生死绝夺,有悔于楚,此为蛇为足 知说也 不若引兵而去以得其,此池闷之术也 朝阳曰,善,引兵而去 燕,韩君初称王 秦始张已与楚,其,为相会,蒙也桑 十一年,苏秦曰从山东六国共恭秦,楚怀王位从长 至韩古官,秦初兵及六国,六 国兵皆引而归,其独后 十二年,其敏王伐拜赵,魏君,秦义伐拜韩,与其珍长 十六年,秦欲罚其,而楚与其从卿,秦会王换之,乃宣言张已免乡,使张已难见楚 王,魏楚王曰,必亦之王所圣说者无仙大王,虽亦之所圣原为门蓝之思者亦无仙大王 必亦之王所圣曾者无仙其王,虽亦之所圣曾者亦无仙其王 而大王何之,是已必亦之?王不得是王,而另一亦不得为门蓝之思也 王为一闭关而绝其,今使使者从宜兮取故秦 所分处商于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其若已 是北若其,惜得于秦,思商于已为父,此一 继而三立俱至也 怀王大悦,乃至相喜于张已,日语至久,宣言,无父的无伙于之地 群臣皆赫,而臣诊独调 怀王曰,何故,臣诊对曰,秦之所谓众王者,已亡 知又其也 今得未可得而其交先觉,是储姑也 夫情又贺众姑国哉,必清处矣 且先出 得而后觉其,则情继不畏 先觉其而后则得,则必见妻于张仪 见妻于张仪,则望必愿 知 愿知,是西起情患,北觉其交 西起情患,北觉其交,则两国之兵必至 臣顾调 楚王福听,应使义将军惜受封地 张仪至情,详罪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得不可得 楚王曰,已已无觉其位上薄鞋 乃是勇士送以北辱其王 其王大怒,这楚福而合于情 秦其交和,张仪乃其朝,未 楚将军曰,子和不受的 从某至某,广茂六礼 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 吏,不闻六礼 即已归报怀王 怀王大怒,兴师将罚情 臣证又曰,罚情非济也 不如因路之一鸣兜,与之罚其 是我王于情,取长于其也,无国尚可权 今王已决于其 而则欺于情,是无和情其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国必大商矣 楚王不听,遂绝何于情 发兵兮功勤,秦亦发兵即之 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战甲氏八万,鲁我大将军驱,批将军逢侯 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 楚怀王大怒,乃西国兵父习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 韩,未闻楚之困,乃南习楚,致于等 楚文,乃隐兵归 十八年,秦始十约父与楚清,分汉中之半以和楚 楚王曰,原得张仪,不原得的 张仪闻之,请知楚 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张仪曰,乘善其左右境 上,静上又能得是于楚王姓姬郑秀,秀所言无不从者 且已已前始父楚已伤于之曰,今 秦楚大战,有恶,臣非面自谢楚不解 且大王在,楚不已敢取疑 臣杀已已变国,臣之 冤也,一岁始楚 至,怀王不见,因而求张仪,欲杀之 移思于静上,静上未请怀王曰,居张仪 秦王必怒 天下见楚无情,必亲王已 又为夫人正秀曰,秦王甚爱张仪,而王欲杀 知,今将以上雍之地六县陆楚,以每人聘楚王,以宫中善歌者为之隐 楚王重地,秦女 必贵,而夫人必施以 夫人不若言而出之 正秀促言张仪于王而出之 移出,怀王因 善欲疑,已应说楚王已判从曰 而与秦和亲,曰婚姻 张仪已去,屈原始从其来,见王曰 何不诛张仪,怀王毁,使人追夷,伏及 誓岁,秦桧王簇 二十年,其敏王欲未从长,二楚之与秦和 乃时使一楚王书曰,寡人唤楚之不察 于尊明也 今秦桧王死,五王立,张仪走位,出礼吉,公孙衍用,而楚是秦 夫出礼吉 善呼含,而公孙衍善呼未,楚必是秦,含,未恐,必因二人求和于秦,则宴,照义一事 秦 四国真是秦,则楚未俊献已 王何不语寡人并立收韩,为,宴,赵,与魏从而尊周 誓,以暗兵习明,令于天下 莫敢不乐听,则望明成矣 王律诸侯并罚,破秦必矣 王,取五官,属,汉之地,思无,月之父而善将海之力,韩,未歌上党,西薄韩谷,则处之 强百万也 且王欺于张仪,王的汉中,冰错蓝田,天下莫不带王怀怒 今乃欲千世秦 原大王熟记之 楚王夜已欲和于秦,见其王书,犹豫不决,下其一群臣 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其 昭居曰,王虽东取得于月,不足以刷齿,必且取得于秦,而后足以刷齿于诸侯 王 不如申善其,汉以众出礼籍,如是则望得汉,其之众以求的义 秦破汉以阳,而汉由负 誓秦者,以先望目在平阳,而秦之五岁去之七十里,以故由为秦 不然,秦公三川,照 公上党,楚公河外,汉必亡 楚之旧汉,不能使汉不亡,然存汉者楚也 汉以得五岁于 秦,以河山未塞,所报得莫如楚后,秦以为其是王必及 其之所幸于汉者,以汉公子美 为其向也 汉以得五岁于秦,王甚善之,使之以其 汉重出礼籍,及得其,汉之重,其 主夫感气及也 今又一之以楚之重,出礼子必言秦,赋予楚之轻的义 于是怀王许之 竟不和秦,而和其以善汉 二十四年,被其而和秦 秦昭王出礼,乃后陆于楚 楚王赢父 二十五年,怀王入 与秦昭王盟,约于皇籍 秦父与楚上拥 二十六年,其,汉,未未楚父其从亲而和于秦 三国共罚楚 楚使太子入职于秦而请就 秦乃遣克清通将兵就楚,三国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王归 二十八年,秦乃与其,韩 卫共公楚,杀楚江堂内,娶我从丘而去 二十九年,秦父公楚,大破楚,楚君死者而 万,杀我将军景缺 淮王恐,乃使太子为职于其以求平 三十年,秦父法楚,娶八成 秦昭王以楚王书曰,使寡人与王曰为弟兄,蒙于皇籍,太子为职,至欢也 太子临沙 寡人之众臣,不屑而王去,寡人臣不慎怒,使兵亲君王之鞭 经文君王乃令太子职于其 以求平 寡人与楚皆尽攘戒,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 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 寡人缘与君王会五官,面相曰,结盟而去,寡人之缘也 敢义闻下之事 楚怀王剑 秦王书,换之 欲网,孔剑期,吾网,孔秦怒 昭居曰,王无行,而发兵自首耳 秦 虎狼,不可信,有病诸侯之心 淮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 往会秦昭王 昭王乍令义将军服兵五官,好卫秦王 楚王至,则必五官,遂与西至咸阳 朝张台,如翻臣,不予抗礼 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招子言 秦应留楚王,要以割乌 前中之郡 楚王欲蒙,秦欲先得地 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负许秦 秦应留之 楚大臣唤之,乃乡与谋曰,无妄在秦不得海,要以割地,而太子为之于其,其 秦和谋,则处无国以 乃欲利怀王子在国者 昭居曰,王与太子聚困于诸侯,而今 又被王命而立其数子,不移 乃诈复于其,其敏王为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处之 淮北 相曰,不可,尹中立王,是无报空之而行不易于天下也,或曰,不然 尹中立王,应与其新王誓曰,与我下东国,无谓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 然则东国必可得以 其王促用其相继而归处太子 太子恒至,立位王,是位秦乡王 乃告于秦曰,赖赦记神灵,国有王矣 秦乡王衡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的,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五官公处 大败楚君,斩首五万,取西十五臣而去 二年,楚怀王王逃归,秦觉之,遮除道,怀王 可,乃从监道走赵以求归 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出立,秦王誓,恐,不敢入楚王 楚 王欲走位,秦追至,遂与秦始父之秦 怀王遂发病 请相王三年,怀王簇于秦,秦归其 丧于楚 楚人皆连之,如悲亲戚 诸侯犹是不知情 秦处决 六年,秦始百起伐寒于一阙,大圣,斩首二十四万 秦乃依楚王书曰,楚贝秦 秦且律诸侯罚楚,真一旦之命 元王之赤士族,得一乐战 楚请相王换之,乃谋赋予 秦平 七年,楚迎负于秦,秦处负平 十一年,其秦各自称为帝,岳于,复归帝位王 十四年,楚请相王与秦昭王好会于晚,结和亲 十五年,楚王与秦,三敬,宴共伐 七,取淮北 十六年,与秦昭王好会于焉 祈秋,赋与秦王会嚷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若公为缴家归宴之上者,请相王闻,照而问之 对曰,小臣 知好设其焰,罗龙,小使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 且称楚之大,因大王之贤,所亦非 知此也 习者三王以义道德,五霸以义战国 故情,卫,燕,照者,其燕也,其,卢 寒,卫者,亲手也,邹,废,费,弹,披者,罗龙也 外其余则不足设者 见鸟六双,以王 何取 王何不以圣人为公,以勇士为教,十章而设之 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 其乐 非特朝席之乐也,其或非特福燕之时也 王朝张公而设位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尽数 知于韩,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菜之郡坏矣 还设与之东,解位左肘而外即定陶,则位之东 外戚而大宋,方与二郡者举矣 且位段二臂,滇月矣,应及坛国,大梁 可得而有也 王 清角兰台,引马西河,定位大梁,此一发之乐也 若王之余亦成好而不厌,则出宝宫 盘兴角,射着鸟鱼于东海,还盖长城以为房,朝射东举,细发佩丘,夜加吉末,故聚武道 则长城之东收,而泰山之北举矣 西节静于赵而北达于燕,三国不宣,则从不带约而可 成也 北游牧于燕之辽东,而南登望于月之汇姬,此再发之乐也 若伏四上十二诸侯,左 银而又伏之,可一旦而敬也 荆情迫寒以为常忧,得烈臣而不敢守也,乏味而无功,即 赵而故并,则秦魏之永利区以,处之故地汉中,西,立可得而富有也 王出宝宫,盘兴 教,射蒙塞,而呆秦之眷也,山东,河内可得而异也 劳民修众,难免称王矣 故曰秦 为大鸟,赴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聚兆之西南,右臂复楚燕影,应及寒卫,垂头中 国,处既行便,是有地利,奋义古轩,方三千里,则秦魏可得独昭而也设也 欲以激 怒相王,故对以此言 相王因赵与语,遂言曰,夫先妄为秦所欺而克死于外,愿莫大 焉 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臣,白公,子虚是也 今处之地方五千里,代甲百万,由 足以踊跃中也也,而作受困,臣妾为大王扶取也 于是请相王遣使于诸侯,父未从 欲以伐秦 秦文之,发兵来伐楚 楚欲与其含联合伐秦,应欲图周 周王难使五公为楚相招子曰,三国以兵歌周交 得以便书,而难弃以尊处,臣以为不然 夫是贡主,臣是君,大国不轻,以重邪寡,小 国不父 大国不轻,小国不父,不可以致名时 名时不得,不足以伤名 夫有图周之身 非所以未好也 昭子曰,乃图周则无知 虽然,周何故不可图也 对曰,君 不武不公,臣不识不为 夫一周未二十境,公之所知也 寒常以二十万之重乳于境之臣 下,瑞是死,中是伤,而境不拔 公之五百寒以图周,此天下之所知也 夫愿解两周以 塞周鲁之心,交绝于其,身诗天下,其为是为以 夫为两周以后三川,方尘之外必未寒 若已 何以知其然也 西周之地,绝长不短,不过百里 名为天下共主,列其地不足以 非国,得其重不足以进兵 虽无公之,名为士君 然而好士之君,喜功之臣,八号用兵 未尝不以周未忠实 是何也 剑祭祭在焉,欲祭之至而望士君之乱 今寒以祭之在处 陈恐天下以祭愁处也 陈寝辟之 夫虎肉骚,其兵力深,仁由公之也 若使则中之谜 蒙虎之脾,仁之公之必万于虎矣 列楚之地,足以非国,驱除之名,足以尊主 今寺江 以御诸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契,吞三合六义,以高施主,非贪而合 周书曰,御 其无先,顾弃难择兵至矣 于是楚记错不行 十九年,秦法楚,楚君败,戈上雍,汉北的与秦 二十一年,秦江白起岁把我饮 稍先望目以临 楚湘王冰散,岁部复战,东北宝于晨晨 二十二年,秦父把我屋,前中 郡 二十三年,湘王乃收东的兵,得十余万,复兮取秦所把我江旁十五亿以为郡,俱秦 二十七年,十三万人驻三境法宴 赋予秦平,而入太子位置于秦 初始左图是太子于秦 三十六年,秦江王病,太子王归 秋,秦江王簇,太子雄元代吏,是位考列王 考,列王以左图为令影,封以吾,号春申君 考列王元年,那周于秦以平 世始楚亦弱 六年,秦为邯郸,赵告及楚,楚遣将军景阳就赵 七年,至兴中 秦兵去 十二年,秦昭王簇,楚王使春申君调词于秦 十六年,秦庄襄王簇,秦王赵正丽 二十二年,与诸侯共罚秦,不利而去 楚东西兜寿春,命约颖 二十五年,考列王簇,子幽王翰丽 李元沙春申君 幽王三年,秦,未罚楚 秦相,律不为簇 九年,秦灭韩 十年,幽王簇,同母帝尤代曆,誓位哀王 哀王立二月余 哀王树兄赴楚之徒习杀哀王而立赴楚卫王 誓岁,秦鲁赵王簽 王赴楚元年,宴太子丹始今可赐秦王 二年,秦始将军罚楚,大破楚君,王石于臣 三年,秦灭魏 四年,秦将望茧破我君于齐,而杀将军向燕 五年,秦将望茧,蒙五岁破楚国,鲁楚王赴楚,灭楚名为俊云 太史公曰,楚陵王方会诸侯于生,诸其庆风,坐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至晓天下 即饿死于生亥之家,为天下孝 操行之,不得,悲夫 誓之于人也,可不胜于 契即已,乱立,必迎情女,圣乎哉,积在王国 所隐树赞,玉雄之四,周风于楚 辟在金蛮,必露蓝绿 即通而罢,剑号约五 文迹乏身,诚意涉许 子语窜敌,伤臣杀父 天祸未悔,平坚自护 招困奔王,怀破囚 鲁 寝香,考猎,坐摔南土 史记月望勾见世家 月望勾见,其先亥之苗义,而下后地少康之树子也 风于晦姬,以奉守亥之四 文 身断发,劈草来而一焉 后二时于世,至于允长 云,于,雨发生也,允长之时 与吾王和卢战而相怨罚 允长簇,子勾建立,是未月望 元年,吾王和卢文允长死,乃兴师伐月 月望勾见时死是挑战,三行,至无臣,乎 而自警 吾师观之,月应袭及吾师,吾师败于,里,设伤吾王和卢 和卢且死,告其子 夫叉曰,并无望月 三年,勾见闻吾王夫叉日夜乐兵,且已报月,月欲先无畏发网罚之 范离建曰 不可 成文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得也,真者是之莫也 阴谋逆得,好用凶器,是身于所 莫,上帝敬之,行者不利 月望曰,吾以绝之以,遂兴师 吾王闻之,西发精兵 吉月,拜之夫交 月望乃乃以于兵五千人宝七于晦姬 吾王追而为之 月望未犯离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未知奈何,离对曰,持满者于天,定清 者于人,劫是者以地 悲词后离已遗之,不许,而生于之事 勾见曰,诺,乃令 大夫总行臣于吾,西行遁守曰,君王王臣勾见使陪臣总敢告下之事,勾见请未臣,七 未且,吾王将许之 此须言于吾王曰,天已月赐吾,物许也,种孩,以报勾见 勾见欲杀妻子,凡宝器,处战以死 总指勾见曰,夫吾太宰匹滩,可又以利,请兼刑 言之 于是勾见以美女宝器令种兼献吾太宰匹 匹兽,乃见大夫总于吾王 总顿首颜 曰,原大王设勾见之罪,尽入其宝器 不信不设,勾见将尽杀其妻子,凡其宝器,七 五千人处战,必有当也 匹音说吾王曰,月以伏位臣,若将设之,此国之利也 吾王将许之 子须敬见曰,今不灭月,后必毁之 勾见贤君,种,离良辰,若返国 将未乱 吾王福听,促涉月,罢兵而归 勾见之困惠姬也,溃然探曰,吾忠于此呼,种曰,汤戏下台,闻王求有礼 敬重耳敌,其小白举,其醋王霸 游士官之,何惧不畏浮乎 吾忌设月,月望勾见返国,乃苦生交思,至胆于坐,坐卧及养胆,饮食一场胆也 曰,女望会积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知,食不加肉,衣不重彩,折结下贤人 后遇兵客,正凭吊死,与百姓同其劳 遇使范离治国阵,离对曰,兵甲之士,种不 如离,田府国家,亲父百姓,离不如种 于是举国阵属大夫种,而使范离与大夫这击 行臣,位置于无 二岁而无归离 勾见自会鸡归七年,抚循其市民,御用以报无 大夫逢同建曰,国心流亡,今乃 复应给,善事被立,无必惧,惧则难必治 且至鸟之吉也,必逆其行 今夫无兵加其 静,愿生于楚,月,明高天下,食害周世,得少而公多,必赢自今 为月记,莫若结其 清楚,复静,以后无 无知至广,必轻斩 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月臣其必,可可 也,勾见曰,闪 居二年,无王将伐其 子须见曰,未可 成文勾见时不众位,与百姓同苦乐 死,人不死,必未国患 无有曰,复兴之吉,其与无,戒路也 原王是其先月,无王福听 遂法其,拜之爱玲,鲁其高,国已归 让子须 子须曰,王无喜,王怒,子须于 自杀,王文儿指之 岳大夫总曰,乘官无王正交以,请是长之代宿,以不其事,请 代,无王御语,子须见物语,王遂语之,月乃思喜 子须言曰,王不听见,后三年无,其须乎 太宰匹文之,乃术与子须真月义,因禅子须曰,五元茂中而使忍人,其父 凶不顾,安能顾王 王前欲罚其,原强健,以而有功,用事反怨王 王不被五元,原必 为乱 与风同共谋,禅之王 王使不从,乃使子须于其,闻其托子于报事,王乃大怒 曰,五元果欺寡人,一反,使人赐子须数漏见以自杀 子须大笑曰,我令而赴 罢,我又利弱,若出玉芬无国伴与我,我不受,以,今若反以禅诸我 皆呼,皆呼,一,人故不能独立 暴使者曰,必取吾眼至吾东门,以官阅兵入也,于是无人匹阵 居三年,勾见赵范黎曰,吾以杀子须,岛于者众,可呼,对曰,未可 至明年春,吾王北惠诸侯于皇池,吾国精兵从王,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 勾见赵,问范黎,黎曰,可以,乃发席留两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玉千人,罚吾 吾失败,遂杀吾太子,吾告及于王,王方会诸侯于皇池,据天下闻之,乃密之,吾王 以蒙黄池,乃使人后礼,以请陈月,月自度亦未能灭吾,乃于吾平 其后四年,月复伐吾,吾世明罢毕,清锐尽死于其,尽 而月大破吾,因而流为之,三年,吾失败,月岁父亲吾王于姑苏之山 吾王使公孙雄肉坦息行而前,请陈月望曰 孤臣夫叉敢不复心,义日常得罪于惠姬,夫叉不敢匿命,得与君王臣已归 经君王举,欲止而诸孤臣,孤臣唯命是听,义者亦欲如惠姬之设孤臣之最乎 勾见不忍,欲许之 范黎曰,惠姬之事,天已月赐吾,吾不取 今天已无赐月,月岂可逆天呼 且夫君,王早朝燕罢,非未无邪 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呼 且夫天宇扶取,反受其就 罚科者其则不远,君望惠姬之,呼 勾见曰,吾欲听子言,吾不忍其使者 范黎乃古禁兵,曰,王已属正于执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吾使者弃而去 举 贱连之,乃使人为吾王曰,吾至王永东,君百家,吾王谢曰,吾老义,不能是君 王,遂自杀 乃必其面,曰,吾吾面以见子虚也,月望乃藏吾王而诸太宰匹 勾见以平吾,乃以兵北渡淮,与其,进诸侯会于徐州,至贡于州 周元王使人刺句 剑作,命未博 勾见以去,渡淮南,以淮上帝与楚,归吾所亲送的于宋,与鲁寺东方百 礼 当逝时,月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必赫,号称霸王 范离岁去,自其宜大夫总书曰,飞鸟尽,梁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月望为人长 井鸟会,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 子和不去 总见书,称病不潮 人或缠种且作乱 月望乃次总见曰,子教寡人乏无七数,寡人用其三而拜无,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 王氏之 种碎自杀 勾见促,子王时与力 王时与促,子王不受力 王不受促,子王翁力 王翁促,子 王义力 王义促,子王之侯力 王之侯促,子王无强力 王无强时,月兴师北伐其,西伐楚,与中国真强 当楚威王之时,月北伐其,其威 王使人说月望曰,月不伐楚,大不旺,小不薄 徒月之所为不伐楚者,为不得敬也 韩,为故不公处 韩之公处,赴其军,杀其江,则也,扬狄为,为亦赴其军,杀其江 则臣,上菜不安 故二敬之世月也,不至于父君沙江,马汉之力不孝 所重于的敬者和 也,月望曰,所求于敬者,不至顿任皆兵,而旷于功臣为义乎 原位以据大梁之下 原其之世兵南阳举的,以据长,谈之境,则方臣之外不难,怀,四之间不东,商,于 西,立,宗湖之地,下路以左,不足以背秦,江南,四上不足以待月矣,则其,秦 寒,未得志于楚也,是二敬不占分地,不耕而获之 不此之为,而顿任于河山之间以为 其勤用,所呆者如此其诗迹,奈何其以此王也 其使者曰,信也曰之不王也 无不,贵其用志之如木,见毫毛而不见其劫也 经王之境之诗迹,而不自知月之过,是目论也 王所呆于境者,非有马汉之力也,又非可与和军联合也,将呆之以分楚众也 经楚众 以分,何呆于境 岳望曰,奈何,曰,楚三代夫张九军,北为驱卧,于中,以 至无甲之官者三千七百里,锦翠之军北巨鲁,其,南阳,分有大此者乎 且王之所求者 斗尽楚也,尽楚不斗,阅兵不起,是之二无而不知时也 此时不公楚,臣已是之月大 不忘,小不薄 复仇,旁,长沙,楚之素也,尽是林,楚之财也 岳窥兵通无甲之官,此四亿者不上共事于隐意 成文之,徒王不忘,其必可以博 然而不博者,王道师也,故元大王之转公楚也 于是岳岁是其而伐楚 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岳,沙王无强,尽取故无得至浙江 北破其于徐州 而岳以慈善,诸祖子真利,或魏王,或魏军,兵于江南海上,扶朝于 楚 后期是,至敏君遥,左诸侯平秦 汉高帝父以遥为岳望,以奉岳后 冬月,敏君 截其后也 范黎是岳望勾剑,既苦深陆利,与勾剑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吾,暴会姬之耻,北渡 冰于怀以林奇,靖,号令中国,以尊周氏,勾剑以霸,而范黎称上将军 海返国,范黎 以为大明之下,难以久居,且勾剑为人可与同换,难与处安,为书辞勾剑曰,成文主 忧成劳,主辱成死 习者君王辱于慧姬,所以不死,为此事也 经济以学耻,臣请从慧 姬之诛 勾剑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 不然,将家诸于子 范黎曰,君行令 陈行义 乃庄其清宝诸玉,自与其司徒属成周浮海以行,终不返 于是勾剑表会姬 山以为范黎奉义 范黎浮海初期,便姓名,自卫赤以紫皮,根于海畔,苦生陆立,父子至产 居无己 何,至产数十万 其人闻其贤,以为相 范黎溃然探约,居家则至千金,居官则至卿 相,此不依之己也 久受尊名,不祥 乃归相应,尽散其财,以分与之有相党,而怀 其重宝,兼行已去,止于逃,以为此天下之中,交亦有无之路通,未生可以致富矣 与 是自卫陶诸公 赴曰要父子耕处,废居,后时转悟,逐时亦之力 居无何,则至之类聚 万,天下称陶诸公 诸公居陶,生嫂子 嫂子极壮,而诸公中难杀人,求于处 诸公曰,杀人而死 只也,然无闻千金之子不死于是 告其嫂子往事之 乃庄黄金千亿,至贺器中,采矣 一牛车 且欠其嫂子,诸公常难故请御行,诸公不听 常难曰,家有长子曰家都,今 帝有罪,大人不浅,乃一少帝,事无不孝 欲自杀 其母未言曰,金浅少子,未必 能生忠子也,而先空王长难,奈何 诸公不得已而遣长子,为一封书一故所善装身 曰,智则尽千金于装身所,听其所为 圣无与真是,长难寄行,亦自私积数百经 至处,装身家复国,披离吊道门,居圣平 然长难发书尽千金,如其赋言 装身曰 可及去以,圣无流 及帝出,误问所以然 长难寄去,不过装身而私留,以其私 基献以楚国贵人用侍者 装身虽居穷颜,然以连直闻于国 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 及诸公敬金,非有益寿也 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尔 故今至,为其赋曰,此诸公之今 有如并不宿戒,后 复归,悟动 而诸公常难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 装身兼时入见楚王,言,某心袖某,此则害于楚 楚王肃信装身,曰,今未乃 和,装身曰,独以得未可以除之 楚王曰,身修以,寡人将行之,王乃是时 这封三前之福 楚贵人经告诸公常难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美王且 赦,长封三前之福 昨目望使时封之 诸公常难以为赦,帝故当初也,众千金须弃装 身,无所为也,乃父见装身 装身经曰,若不去邪,常难曰,故未也 初未是帝 帝经亦自赦,故此申取 装身知其亦欲赴得其经,曰,若自入是取经,常难及 自入是取经持去,独自欢信 装身修为儿子所迈,乃入见楚王曰,陈前言某心事,王言欲以修得报之 今晨初 道路皆言桃之父人诸公之子杀人求楚,其家多持经前路王左右,故王妃能续楚国而赦 乃以诸公子故也 楚王大怒曰,寡人虽不得耳,奈何以诸公之子故而失会乎 令论杀诸公子,明日遂下设令 诸公常难尽持其弟丧归 至,其母及亦人尽哀之,为诸公独孝,曰,无故之必杀其弟也 比非不爱其弟 故有所不能忍者也 是少于我惧,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 至如少帝者,生而见我父 尘间驱良主角兔,其知才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习令 前日无所为欲遣少子,故为 其能弃财故也 而长者不能,故促以杀其弟,是知里也,无足卑者 无日夜故以望其丧 直来也 故泛离三喜,成名于天下,非狗去而已,所只必成名 促老死于桃,故世传 约桃诸公 太史公约,与之公大矣,见九川,定九州,至于京诸下爱安 吉苗义勾剑,苦生骄 思,终灭强无,北官兵中国,以尊周氏,号称霸王 勾剑可不畏贤灾 盖有语之一列焉 范离三千皆有荣明,名垂后世 陈主若此,欲无险的乎 所引述赞,岳祖少康,至于允长 妻子十霸,欲无真强 礼之意,何驴见商 惠姬之耻,勾剑欲当 肿佑以利,离析其良 折结下世,至胆思长 促妇仇寇,岁田大 邦,后不量力,灭于无强 史记镇世家 正环公有者,周历王少子而宣王树帝也 宣王历二十二年,有出封于镇 封三十三 岁,百姓皆辩爱之 幽王已为司徒 何鸡周明,周明皆说 何落之间,仍辩思之 未思 徒一岁,幽王已投后顾 王氏至多邪,诸侯或叛之 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 王氏多顾 与安桃死忽 太史伯对曰,独落之东土 何鸡之难可居,公曰,何以,对 曰,帝禁国,快,国, 快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负 经公为司徒,明皆爱公,公臣请 居之,国,快之君见公方用事,清分公帝 公臣居之,国,快之明皆公之明也 公曰 吾玉南之江上,何如,对曰,习助荣未高兴是火镇,其公大义,而其余周未有 新者,处其后也 周衰,处必新 新,非正之利也 公曰,吴玉居西方,何如 对曰,其名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新者,对曰,其,秦,敬 处乎 夫其,将信,博异之后也,博异左摇典礼 秦,迎信,博异之后也,博异左顺 怀柔百悟 集处之先,皆常有功于天下 而周五王克咒后,陈王封疏于于堂,其帝祖贤 依此有得与周衰病,亦必新矣 还公曰,善,于是促颜王,东喜其名落东,而 国,快果县十亿,晋国之 二岁,犬戎杀幽王于离山下,并杀还公 正人共立其子绝突,侍卫武功 武功十年,取申侯女为夫人,约武将 申太子悟申,申之男,即申,夫人服爱 后,申少子书断,断申义,夫人爱之 二十七年,武功即 夫人请公,御立断位太子,公服 听 誓岁,武功促,勿申立,誓位庄公 庄西元年,封地断于经,浩太书 既仲曰,经大于国,非所以封述也,庄公曰 武将欲知,我福甘夺也,断至今,善至甲兵,与其母武将谋习阵 二十二年,断 裹西镇,武将为内应 庄公发兵罚断,断走 罚经,经人判断,断出走烟 烟愧,断出 奔贡 于是庄公迁其母武将于陈寅,誓言曰,不至皇权,无相见也,居遂于,以会 施母 引古之考书有限于公,公赐十 考书曰,臣有母,请君十四臣母,装公曰 我慎施母,二父蒙,奈何,考书曰,川德至皇权,则相见以,于是遂从之,简 母 二十四年,宋谋公簇,公子逢奔镇,镇青州的,取和 二十五年,为周遇誓其君还 公自立,与宋伐阵,以逢故也 二十七年,使朝周还王 还王怒其取和,府里也 二十 九年,装公怒周府里,与卢一方,许田 三十三年,宋杀孔父 三十七年,庄公不朝周 周还王绿成,蔡,国,魏伐阵 庄公羽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王师大败 祝丹社中 王毕 祝丹请从之,正伯指之,曰,犯长且难之,旷感临天子乎,乃之 叶令祭仲 问王级 三十八年,北戎伐旗,旗使求救,正前太子呼将兵就旗 旗离公欲欺之,呼谢曰 我小国,非其敌也,实际众语句,劝使取之,曰,君多内宠,太子无大原将不立 三公子皆君也 所谓三公子者,太子呼,其帝突,四帝子为也 四十三年,正庄公粗 初,祭仲盛有宠于庄公,庄公使未卿,公使取邓女,申太子 呼,故祭仲立之,是未昭公 庄公又取宋雍氏女,申立功突 雍氏有宠于宋 宋庄公闻祭仲之立呼,乃使人幼兆 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义执突以求入焉 祭仲许宋,与宋蒙 以突归 立之 昭公呼文祭仲以宋要立其地突,九月丁亥,呼出本位 己亥,突至朕,立,侍卫 立功 立功四年,祭仲专国阵 立功换之,应使其叙雍鸠欲杀祭仲 究妻,祭仲女也,知 知,为其母曰,父与夫赎亲,母曰,父亦而以,人敬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 反杀雍鸠,陆之于是 立功无奈祭仲和,怒鸠曰,谋及妇人,死故遗灾,下,立功 出居编毅力 祭仲营昭公呼,六月以害,赴入镇,即位 邱,正立功突因立人杀其代夫丹薄,遂居之 诸侯文立功出奔,罚镇,扶克而去 宋颇与立功兵,自首于立,正已故意不乏力 昭公二年,自昭公卫太子时,赴庄公欲以高渠弥卫卫卿,太子忽恶之,庄公福厅,祖 用渠弥卫卫卫,即昭公即卫,据其杀己,东十月星卯,渠弥与昭公出列,射杀昭公于也 既仲宇与渠弥不敢入立功,乃更立昭公帝子伟卫军,是为子伟也,无嗜好 子伟元年七月,齐乡公会诸侯于守旨,正子伟晚会,高渠弥乡,从,既仲称即不行 所以然者,子伟自齐乡公为公子之时,常会斗,相仇,即会诸侯,既仲请子伟无行 子伟曰,齐强,而立功居立,即不枉,是律诸侯罚我,内立功 我不如枉,枉何俱毙,辱,且诱惑之事,促行 于是既仲恐其并杀之,故称吉,子伟至,不屑其侯,其侯怒 最伏甲儿杀子伟,高渠弥王规,规于济众谋,赵子伟帝公子应于成而立之,是为正子 是岁,齐乡公使彭申罪拉沙鲁还公 正子八年,齐人管治父等作乱,是齐军相公 十二年,宋人常万事齐军闽公,正继,众死 十四年,故正王立功突在立者使人又结正代夫辅甲,要以求辱 甲曰,舍我,我,为君杀正子而入军 立功与蒙,乃舍之,六月甲子,甲杀正子及其二子而迎立功突 突自立父入即位,初,内舍与外舍斗于正南门中,内舍死 居六年,立功果父入,入儿 让其伯父原曰,我王国外居,伯父无义入我,义圣以,原曰,是君无二心,仁臣 知之也,原知最矣,遂自杀 立功于世卫府甲曰,子之是君有二心以,遂诸之 甲曰,仲得不报,陈燃灾 立功突后元年,其还功十罢 五年,燕,为与周慧王帝颓法王,王初奔温,立地颓卫王 六年,慧王告及正,立 功发兵及周王子颓,福盛,于是与周慧王归,王居于立 七年春,正立功与国书习沙王 子颓而入慧王于周 丘,立功簇,子文功竭立 立功出立四岁,王居立,居立十七岁,父入,立七岁 与王返二十八年 文功十七年,其还功以兵破菜,遂法储,至兆林 二十四年,文功之见妾曰燕吉,孟天宇之兰,曰,于为博条 于,而祖也 以是,为儿子,兰有国乡 以孟告文功,文功兴之,而与之草兰为福 岁申子,明曰兰 三十六年,敬公子众而过,文功府里 文功帝书詹曰,众而贤,且又同姓,穷而 过君,不可无礼 文功曰,诸侯王公子过者多矣,安能敬礼之,詹曰,君如福 离,遂,遂杀之,伏杀,始即返国,为正幽以 文功福听 三十七年春,敬公子众而返国,离,誓为文功 秋,正入华,华听命,以而返于卫 于是正伐华 周襄王使伯,请华 正文功愿惠王之王再历,而文功复立功入之,而会 王不赐立功绝路,又愿襄王之与卫华,故不听襄王请而求博果 王怒,与敌人伐阵,服 可 东,敌公罚襄王,襄王出奔阵,正文功居王于返 三十八年,敬文功入襄王陈州 四十一年,住处吉靖 自敬文功之过五里,故被敬住处 四十三年,敬文功与秦牧 公共为正,讨其住处恭敬者,吉文功过时之五里也 初,正文功有三夫人,宠子五人 皆以罪早死 公怒,盖竹群公子 子兰奔径,从靖文功为正 十兰是靖文功盛景,爱信 知,乃思于靖,以求入正位太子 靖于世欲的书瞻未录 正文功恐,不敢为书瞻言 瞻,文,言于正君曰,成为君,君不听臣,靖促为患 然靖所以为正,以瞻,瞻死而设正 国,瞻之远也,乃自杀 正人以瞻师于靖 靖文功曰,必欲一见正君,辱之而去 正人换之,乃使人私于秦曰,破正意境,非秦之利也,秦兵罢 靖文功欲入兰位 太子,已告正 正代夫时鬼曰,无闻即信乃后继之原非,其后当有心者 子兰母,其 后也 且夫人子靖已死,于树子无如兰贤 今为吉,靖已为寝,立赎大焉 岁许靖 宇蒙,而促立子兰位太子,进兵乃罢去 四十五年,文功促,子兰立,侍卫谋公 牟西元年春,秦蒙公十三江将兵御习镇,至华,逢正古人贤高诈以十二牛老君,故 秦兵不至而孩,敬拜之于小 初,往年正文功之醋也,正思成增贺以正秦脉之,秦兵故 来 三年,正发兵从敬伐秦,拜秦兵于汪 往年处太子商臣是其父陈王戴吏 二十一年,与宋华元罚阵 华元沙阳时事,不语 其遇杨真,怒以池阵,阵求华元 宋淑华元,原义王去 竟使赵川以兵罚阵 二十二年,正谋公促,子一立,侍卫陵公 灵溪元年春,出现源于林宫 子家,子宫将朝林宫,子宫之时止动,为子家曰 托日止动,必时已物 吉入,见林宫竟元根,子宫笑曰 果然,林宫问其效果 据告林宫 林宫照之,读福于根 子宫怒,染其止,藏之而出 宫怒,欲杀子宫 子宫 欲自家谋先 下,是林宫 正人欲立林宫地去吉,去吉让曰 必已贤,则去吉不孝 必已顺,则公子坚长 坚者,林宫树地,去吉之凶也 于是乃立子坚,侍卫相公 相公立,将进去谋室 谋室者,沙林宫,子宫之族家也 去吉曰,必去谋室,我 将去之 乃至 皆已为大夫 湘西元年,楚怒郑寿送路纵华园,罚镇 镇被楚,宇敬卿 五年,楚复伐镇,进来 旧之 六年,紫家促,国人附逐其族,以其是林宫也 七年,镇与静蒙燕 八年,楚庄王以镇与静蒙,来伐,为镇三月,镇已成将楚 楚王入自皇门,镇相公肉坦千阳以淫,曰,孤不能是鞭意,使君王怀怒以及避意,孤 知罪也 敢不为命是听 君王牵之江南,即以赐诸侯,亦为命是听 若君王不忘立,宣 王,还,武功,哀不忍绝其设计,西部毛之地,使父的改是君王,孤知原也,然非所敢 旺也 敢不复兴,为命是听 庄王位却三十里而后舍 楚群臣曰,自隐至此,是大 夫亦久老矣 京的国舍之,何如 庄王曰,所为罚,罚不服也 京已服,上赫求乎 促去 禁闻楚之罚阵,发兵就阵 其来池两端,故池,彼至何,楚兵已去 禁将律 或御渡,或御孩,促渡和 庄王闻,还击禁 正反驻楚,大破禁军于和尚 十年,禁来 罚阵,以其反禁而清楚也 十一年,楚庄王罚宋,宋告及于禁 禁禁公欲发兵就宋,伯宗见禁军曰,天方开 楚,未可罚也 乃求壮士的祸仁解阳,自子虎,匡楚,令宋无将 过阵,阵宇楚清 乃之解阳而献楚 楚王后赐语曰,始反其言,令宋去将,三要乃许 于是楚登解阳楼车 令呼送 遂赴楚曰而至其禁军命曰,禁方西国兵已就宋,宋虽吉,圣无将楚,禁兵 禁至已 楚庄王大怒,将杀之 解阳曰,均能致命为义,臣能臣命为信 寿无君命 已出,有死无允 庄王曰,若知许我,以而被知,其信安在,解阳曰,所以许 王,欲以臣无君命也 将死,故为楚君曰,为人臣无望尽忠的死者,楚王诸帝皆 见王设之,于是设解阳时归 竟觉之为上卿 十八年,相公促,子道公西历 到西元年,许公二镇于楚,道公使帝还于楚自宋 宋不值,楚求还 于是镇到宫来 于敬平,岁清 还私于楚子返,子返言归还于镇 二年,楚伐镇,进兵来久 誓岁,道公促,立其帝还,是未成功 成功三年,楚共王曰,正成功孤有得焉,使人来于蒙 成功思于蒙 秋,成功朝 靖,靖曰,正私平于楚,直之 使鸾书伐镇 四年春,正换靖为,公子如乃立成功术 凶须卫,其四月,靖文正立军,乃归成功 正人文成功归,一杀军须,迎成功 靖兵,去 十年,被靖蒙,蒙于楚 靖立功怒,发兵伐阵 楚共王救阵 靖楚战燕陵,楚兵败 靖设商处共王墓,拒罢而去 十三年,靖到公伐镇,兵于尾上 正成首,靖义去 十四年,成功促,子运立 世卫离公 离公五年,正乡子四朝离公,离公不离 子四怒,使除人要杀离公,付诸侯曰,离 公报病促 历离公子家,家十年五岁,世卫简公 简西元年,朱公子谋御诸湘子四 子四觉知,反靖朱朱公子 二年,靖伐镇,正宇 蒙,靖去 东,又宇楚蒙 子四未诸,故良清靖,楚 三年,湘子四欲自立卫君,公子 子孔十未止杀乡子四而代之 子孔又欲自立 子禅曰,子四未不可,诸之,今又孝之 誓乱无时喜也 于是子孔从之而乡正简公 四年,靖怒正与楚蒙,罚正,正与蒙 楚共王旧正,败靖兵 简公御语靖平,楚有 求证使者 十二年,简公怒乡子孔专国权,朱之,而以子禅为清 十九年,简公如敬请为君孩 而封子禅以六亿 子禅让,授其三亿 二十二年,无时延龄祭子于正,见子禅如旧交 为子禅曰,正知执政者齿,南将至,正将棘子 子为正,必以礼,不然,正将败 子禅后遇祭子 二十三年,诸公子真宠相杀,又遇杀子禅 公子或贱曰,子禅仁 人,正所以存者子禅也,误杀 乃至 二十五年,正使子禅于禁,问平公吉 平公曰,补儿曰时审,台台未遂,使官莫 知,敢问 对曰,高兴是有二子,常曰恶伯,即曰时审,居曠陵,不相能也,日操 甘戈以相真伐 后帝福藏,千恶伯于商丘,主臣,商人是阴,故臣未商兴 千时省于大 下,主参,唐人是阴,服侍下,商,其祭誓曰唐书于 当五王义将方申大书,孟帝未 己,于命而子曰于,乃于之堂,蜀之参而番玉其子孙,即身有文在其掌曰,于 遂以命之 即臣王灭堂而国大书焉 故参未尽兴 由士官之,则时审,参审也 习经 天是有义子曰魅,魏玄明师,申允阁,台台 台台能业其官,宣坟,陶,障大则,以处 太元 地用家之,国之坟川 省,四,入,皇时守其四 精进主坟川而灭之 由士官之,则台台,坟,陶神也 然是二者不害君身 山川之神,则水汉之之永之,日月星辰之 神,则雪霜风雨不时永之,若君即,饮时哀悦女色所生也 平宫及书相曰,善,薄,物君子也 后卫之礼于子产 二十七年下,镇简宫朝靖 东,为楚凌王之强,又朝楚,子产从 二十八年,镇军 并,使子产会诸侯,与楚凌王蒙于生,朱祁庆封 三十六年,简公簇,子定公宁立 丘,定公朝靖昭公 定西元年,楚公子契即是其君陵王而自立,为平王 欲行得诸侯 归陵王所清正的 于正 四年,靖昭公簇,其六清墙,公是碑 子产为韩宣子曰,为正必以得,无妄所以 历 六年,正火,公欲让之 子产曰,不如修得 八年,楚太子建来奔 十年,太子建与靖谋席正 镇沙建,建子圣奔吾 十一年,定公如靖 靖与正谋,诸州乱臣,入靖王渝州 十三年,定公簇,子县公蔡吏 县公十三年簇,子升公胜利 当世时,靖六清墙 清夺正,正碎弱 升公五年,正相子产簇,正人皆哭泣,悲之如王亲戚 自产者,正成功少子也 为,仁仁爱人,是君忠厚 孔子常过正,与子产如兄弟云 吉文子产寺,孔子为契曰,古 之以爱也 八年,靖犯,中行是反靖,告急于正,正就知 靖伐正,拜正君于铁 十四年,宋锦公灭曹 二十年,齐田常是齐君检公,而长相于齐 二十二年,楚慧 王灭臣 孔子簇 三十六年,靖之伯伐正,取九亿 三十七年,升公簇,子哀公毅力 哀公八年,正人是哀公而立生公帝丑,是位贡公 贡公三年,三境灭之伯 三十一年,贡公簇,子幽公一历 幽西元年,寒武子罚阵 杀幽公 正人立幽公帝台,是位虚公 虚公十五年,寒景侯罚阵,取雍秋 正成经 十六年,正伐韩,拜韩兵于附属 二十年,韩,赵,位列位诸侯 二十三年,正为 韩之阳敌 二十五年,正军杀其乡子阳 二十七,子阳之党共是须公台而立幽公帝以卫军,是 卫正军 正军已立二年,正复属反,复归韩 十一年,韩罚阵,取杨成 二十一年,韩哀侯灭阵,并齐国 太史公约,与有之,以权力合者,权力敬而交书,辅辖事也 辅辖虽已截杀阵 子内立功,立功中被儿杀之,此与禁之里刻何以 守皆如寻习,生死而不能存兮其 辩,所从来,亦多故矣 所引述赞,立王之子,得丰于阵 带直司徒,资一再勇 国,快献义,记住专命 庄继泛王,立义奔命 居立刻入,孟兰玉庆 伯父申求,书沾施品 离,简之后,公 事不尽 附属虽孩,寒哀日盛 史记赵世家 赵世之先,与秦共祖 至终衍,为帝大物欲 其后是非连有子二人,而命其依子曰 二来,是咒,为周所杀,其后为秦 二来帝曰祭圣,其后为赵 祭圣生孟曾 孟曾姓于周成王,是为宅高郎 高郎生横腹,横腹生造腹 赵父姓于,周谋王 赵父取迹之陈匹,与陶陵道离,华流,绿尔,献之谋王 谋王使赵父遇,西寻 寿,见西王母,乐之妄归 而许掩王返,谋王日持千里马,公许掩王,打破之 乃赐造 父以赵臣,由此未赵世 自造父以下六世至掩父,曰公仲,周宣王时罚荣,未遇 及千母战,掩父托宣王 掩父申书代 书代之时,周幽王无道,去周如晋,誓晋文侯,使见赵世于晋国 自书代以下,赵宗一心,五世而至赵宿 赵宿,尽献公之十六年罚货,未,梗,而赵宿未将罚货 货公求其 靖大汉,不,之,曰,或泰山未遂 使赵宿赵或君于其,赴之,以奉或泰山之四,靖赴阳 靖宪公 四赵宿梗 宿生贡孟,当鲁敏宫之元年也 贡孟生赵宿,自子于 赵宿不是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及,不是公子仲耳,即,即是仲耳 仲耳以离姬之乱 王奔迪,赵宿从 迪伐色旧如,得二女,迪以其少女妻仲耳,长女妻赵宿而身顿 初 仲耳在禁时,赵衰妻一生赵童,赵阔,赵英琪 赵衰从仲耳出王,凡十九年,得返国 仲耳为靖文公,赵衰为袁大夫,居袁,任国阵 文公所以返国几霸,多赵衰既策,与在 禁世中 赵衰既返禁,禁之妻故要迎迪妻,而以其子顿位适四,禁妻三子皆下适之 禁香公 之六年,而赵衰促,是位臣继 赵顿代臣继任国阵二年而禁香公促,太子宜高年少 顿 魏国多南,玉立香公帝雍 雍时在秦,始始迎之 太子母日夜提气,顿首位赵顿曰 先君何罪,是其世子而更求君 赵顿换之,孔其宗宇大夫席诸之,乃遂立太子,侍卫 林公,发兵据所迎香公帝于秦者 林公祭礼,赵顿易专国阵 林公历十四年,易交 赵顿骤,林公福厅 即使雄凡,而不熟,杀宰人,持其师 初,赵顿见之 林公有此句,欲杀顿 顿素人爱人,常所食丧下恶人反汗就顿,顿已的 王 未出境,而赵川是林公而立香公帝黑屯,是未成功 赵顿复返,任国阵 君子姬顿 未正清,王不出境,反不讨贼,故太史书曰,赵顿是其军 靖井公时而赵顿促 是未宣孟,子硕四 赵硕,靖井公之三年,朔为靖江夏军救阵,与楚庄王战和尚 朔取靖成功解位夫人 靖井公之三年,代斧图案假御诸赵氏 初,赵顿在时,梦见书代持药而哭,圣悲 以而笑,俯首且歌 顿不知,赵爵而厚好 赵始原战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 乃君之子,然亦君之久 至孙,赵江氏一衰 徒案假者,是有宠于灵宫,即至于井公 而甲魏司寇,将作难,乃至灵宫之贼以至赵顿 便告诸江曰,顿虽不知,尤为贼首 以臣是君,子孙在朝,何以臣罪? 请诸之 韩诀曰,灵宫遇贼,赵顿在外,无先君 以为无罪,故不诸 经诸君将诸其后,是非先君之义而经望诸 望诸未知乱,尘有大事 而君不闻,是无君也 徒案假不听 韩诀告赵硕去亡 硕不肯,曰,子必不觉赵四 硕死不恨 韩诀诺,称吉不出 甲不请而善与诸江公赵氏于下公,杀赵硕,赵同 赵阔,赵因其,截灭其族 赵硕欺承公解,有一父,走公公逆 赵硕刻曰公孙楚旧,楚旧未硕有人陈因曰 乎,乎不死 乘因曰,说之父有一父,若姓而难,无奉之,即女也,无虚死而,居无 何,而说父免生,生难 徒案假文之,所于宫中 夫人至儿,中,诸曰,赵宗灭乎 若昊,即不灭,若无身 己所,而尽无身 以托,臣因为公孙楚旧曰,今亦所不得 后必且父所知,乃何 公孙楚旧曰,立姑与死孰难,臣因曰,死亦,立姑难 二,公孙楚旧曰,赵氏先君欲子后,子强为其难者,无为其义者,请先死,乃而 人谋取他人因而复之,依以文宝,逆山中 臣因初,谬为朱将军曰,因不孝,不能力 赵姑,谁能与我千金,无告赵氏姑处 朱将皆喜,许之,发失随臣因公公孙楚旧 楚,旧谬曰,小人灾臣因 习下公之难不能死,与我谋逆赵氏姑儿,今又卖我 纵不能立,而任卖之乎 报儿乎曰,天乎天乎 赵氏姑儿何罪? 请活之,毒杀楚旧可也 朱将不许,遂杀楚旧与姑儿 朱将以为赵氏姑儿良已死,皆喜 然赵氏真姑乃反在,陈 因醋与俱逆山中 居十五年,静景宫及,不知,大业之后不遂者未遂 井宫问韩觉,觉知赵姑在,乃 曰,大业之后再静觉四者,其赵氏乎 夫自中眼者皆迎信也 中眼人面鸟酌,降左阴 帝大悟,即周天子,皆有明德 下即幽立无道,而书带去周世晋,誓先君文侯,至于臣 公,誓有立公,未常觉四 今无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归策 为君徒之 井宫 问,赵上有后子孙呼,韩觉据以时告 于是井宫乃于韩觉牟利赵姑儿,赵儿逆之公 中 朱江入问集,井宫因韩觉之众以邪朱江而见赵姑 赵姑明曰五 朱江不得已,乃曰 席下公之难,图案甲未知,较以君命,并命群臣 非然,赎敢作难 为君之吉,群 臣故且请立赵后 今君有命,群臣之原也 于是赵赵五,臣因便拜朱江,遂返于臣因 赵五公图案甲,灭其族 父与赵五田义如故 即赵五官,为成人,陈因乃辞朱大夫,为赵五曰,席下公之难,皆能死 我非不 能死,我私立赵氏之后 今赵五祭立,为成人,父故为,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处久 赵五提气顿首故请,曰,五元苦金谷以报子致死,而子忍去我死乎,陈因曰 不可 必亦我未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未不成 遂自杀 赵五福其 衰三年,未知记忆,春秋辞之,世事物绝 赵氏复位十一年,而尽立功杀其大夫三系 鸾书未及,乃遂是其君立功,更立香功 曾孙周,侍未道功 竟由此大夫稍强 赵五续赵宗二十七年,尽平功立 平功十二年,而赵五未正清 十三年,无言灵纪 子始于靖,曰,靖国之正促归于赵五子,韩宣子,未宪子之后以,赵五死,是未闻 子 闻子申景书 景书之时,其景功时燕因于靖,燕因于靖书相语 因曰,其之正后 簇归田氏 书相一曰,靖国之正将归六卿 六卿此矣,而无君不能续也 赵景书簇,申照秧,是未俭子 赵俭子在位,靖寝公之九年,俭子将和诸侯数于周 其明年,入周靖王于周,辟帝 子朝之故也 靖寝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诸公族其事,扬舍是,分其一为实现,六卿各领其族尾 之大夫 靖公是由此易若 后十三年,鲁贼乘扬虎来奔,赵俭子受禄,后遇之 赵俭子及,五日不知人,大夫皆举 一扁却是之,出,懂安于问 扁却曰,邪迈,至也,而何怪 在习秦谋公常如此,七日而悟 悟之日,告公孙之与子于曰,我知地 所胜乐 无所以久者,是有学也 帝告我,靖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罢,未老 而死,罢者之子且令儿国男女无别 公孙之书而藏之,秦称于世出矣 献公之乱 闻公之罢,而相公拜秦师于遥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 经主君之吉与之同,不出三日吉 避兼,兼必有延也 居二日半,简子物 宇大夫曰,我知地所胜乐,与百神犹于军天,广乐久奏万物 不类三代之乐,其身动人心 有一雄欲来远我,地命我设之,中雄,雄死 又有一疲,来,我又设之,中疲,疲死 地盛喜,赐我二四,皆有父 无见而在地侧,地属我一宅 犬,曰,吉儿子之壮也,以赐之,地告我 靖国且是衰,七世而亡,迎信将大败 周人于范奎之息,而亦不能有也 今于思于顺之勋,誓于将以其咒女孟瑶佩儿七世之孙 董安于授言而书藏之 以贬阙言告简子,简子四贬阙田四万亩 他日,简子初,有人当道,辟之不去,从者怒,将认之 当道者曰,无欲有业余 主君,从者已闻 简子照之,曰,西,无有所见子者也 当道者曰,平左右 冤又也 简子平人 当道者曰,主君之吉,臣在地侧 简子曰,然,有之 子 知见我,我何为 当道者曰,地令主君射雄与皮,皆死 简子曰,是,且何也 当道者曰,晋国且有大难,主君守之 地令主君灭二亲,夫雄与皮皆其祖也 简子曰,帝次我二四皆有父,何也 当道者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敌,皆子姓 也,简子曰,无见而在地侧,地属我一宅犬,曰,即而子之常以赐之 夫而何为 以赐敌犬 当道者曰,而,主君之子也 敌犬者,代之先也 主君之子且必有代 即主君之后四,且有隔阵而胡服,并二国于敌 简子问其信而言之以观 当道者曰 臣也仁,至地命而,遂不见 简子疏藏之福 一日,孤步子卿见简子,简子便照诸子向之 子卿曰,无畏将军者,简子曰 赵氏其灭乎,子卿曰,无常见义子余路 代君之子也,简子照子无序 无序至 则子卿其曰,此真将军已,简子曰,此其母见,敌臂也,西道贵哉,子卿曰 天所受,虽见必贵,自世之后,简子尽照诸子语语,无序最贤 简子乃告诸子曰 无藏宝浮于长山上,先得者上,诸子持之长山上,求,无所得 无序还,曰 以得福以 简子曰,奏之,无序曰,从长山上灵带,带可取也,简子于世之 无序果贤,乃费太子伯鲁,而已无序为太子 后二年,静定公之十四年,犯,中行作乱 明年春,简子为邯郸大夫吴曰,归我 为氏无百家,吴将至之敬阳 吴徐诺,归而其父兄不听,被言 照央补武,求之敬阳 乃告邯郸人曰,我私有诸武也,诸君欲谁利,遂杀武 照记,赦兵以邯郸返 静 军使及秦为邯郸 寻银,犯及赦所隐犯士,静大夫习书之子,是伟之后 尾身陈伯缺,缺身武子慧,慧身文书谢,谢身宣书,身陷子秧,秧身即舍 欲武善,不肯助情儿 谋作乱,懂安于知之 十月,犯,中行事罚赵秧,秧奔进阳,尽人为之 犯及赦,寻银 仇人为乡等谋竹寻银,以良英妇代之,竹吉社,以犯高义代之 寻吏,言于靖侯曰 军命大臣,使乱者死 金三臣使乱而独竹秧,用刑布军,请接竹之 十一月,寻吏 含不宁,为多奉公命以罚犯,中行事,不可 犯,中行事反罚公,公吉之,犯,中行 败走 丁卫,二子奔朝歌 含,未以赵氏未请 十二月,新卫,赵央入将,蒙于公公 其 明年,知博文子为赵央曰,犯,中行虽性未乱,安于发之,是安于与谋也 禁国有法 使乱者死 夫二子以服罪而安于独宰 赵央换之 安于曰,臣死,赵氏定,禁国 您,无死晚矣 遂自杀 赵氏已告之伯,然后赵氏宁 孔子文赵俭子不请禁君而直函丹武,保静阳,故书春秋曰,赵央已静阳判 赵俭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见 周舍死,俭子美听朝,常不悦,大夫请罪 俭子曰 大夫无罪 吴文千阳之皮不如一壶之夜 朱代夫朝,图文唯唯,不闻周舍之恶恶,是 已幽也 俭子由此能赴赵义而怀近人 禁定公十八年,赵俭子为犯,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郸 明年,魏林公处 俭 子与杨虎宋魏太子快溃于魏,魏部内,居妻 禁定公二十一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伯仁 简子又为伯仁,中行文子,范昭 自岁奔旗 赵敬有邯郸,伯仁 范,中行于亦入于境 赵明敬卿,石砖敬全,奉义谋于 诸侯 禁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吾王夫差珍藏于皇池,赵俭子从禁定公,促藏吾 定公三十 七年促,而简子除三年之丧,其而已 誓岁,月望勾见灭吾 禁出公十一年,之伯罚证 赵俭子即,使太子吾旭将而为证 之伯罪,以酒冠及吾 旭 吾旭群臣请死之 吾旭曰,君所以至吾旭,未能忍溃,然亦运之伯 之伯归 因为简子,使费吾旭,简子不听 吾旭有此愿之伯 禁出公十七年,简子促,太子吾旭代吏,侍卫香子 赵香子元年,月为吾 香子降丧时,使楚龙问吾王 香子解前为代王夫人 简子祭葬,为厨福,北登下屋,请代王 使出人操同主以时 代王及从者,行真,因令载人各以主即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带帝 其戒闻之,弃儿 呼天,摩基自杀 代人连之,所死地名之为摩基之山 遂以代风伯鲁子周未代臣君 鲁者,香子兄,顾太子 太子早死,顾封其子 香子历四年,知伯宇兆,韩,未竟分其犯,中行故地 竟出公怒,告其,鲁,寓以 罚四亲 四亲孔,遂贡公出公 出公奔其,到死 知伯乃利昭公曾孙骄,侍卫竟一公 知伯一交 请的韩,未,韩,未语之 请的赵,赵不语,以其为正之辱 知伯怒,遂律 韩,未公赵 赵香子聚,乃奔宝敬阳 缘过从,后,至于王则 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 与缘过逐二节 莫通 约,为我以誓以赵无序,缘过济至,以告香子 香子其三日,亲自投竹 有诸书约,赵无序,于或太山山阳侯天使也 三月秉须,于将使女反灭之事 女毅力 我百亿,于将赐女灵狐之地 至于后世,且有抗王,赤黑,龙面而鸟灼,并弥姿好,大 因大凶,修下而逢,左任戒臣,也有和宗,至于修混诸和,南伐禁别,北灭黑姑 香 自在拜,受三神之令 三国公敬阳,遂于,饮焚水灌其臣,臣不敬者三板 臣中悬浮而吹,义子而食 群 臣皆有外星,李毅曼,为高贡不敢施礼 香子聚,乃夜使香张梦同思于韩,为 韩,为 与和谋,以三月秉须,三国反灭之事,共分其地 于是香子行上,高贡未上 张梦同曰 敬阳之南,为共无功,香子曰,方敬阳即,群臣皆谢,为共不敢施人臣礼,是 以先知 于是赵北有待,难病之事,强于韩,为 遂此三神于百亿,使缘过主或泰山 此四 其后取空同是,申武子 香子为伯鲁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传位于伯鲁子代 臣君 臣君先死,乃取代臣君子换立为太子 香子曼三十三年促,换立,是位献猴 献猴少即位,至中墓 香子帝还子竹献献猴,自立于代,依年促 国人曰还子立非香子义,乃供杀其子而赴 盈立献猴 十年,中山武功出立 十三年,陈平义 十五年,献猴促,子列猴即立 列猴元年,为文猴伐中山,使太子即守之 六年,为,韩,赵皆相立为诸侯,追尊 献子未献猴,列猴好因,为相国公众连曰 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众曰,父之可,贵 知则否 列猴曰,然 夫政歌者腔,十二人,无次知田,人万亩 公众曰,诺 不语 居一月,列猴从带来,问歌者田 公众曰,求,为有可者,有请,列猴 附问 公众中不语,乃称即不朝 藩吾君自带来,为公众曰,君使好善,而为之所持 经公众相照,于今四年,亦有尽是乎 公众曰,为也,藩吾君曰,牛处,寻 兴,徐月皆可 公众乃敬三人 吉朝,列猴赋问,歌者田何如,公众曰,方始 则其善者 牛处是列猴以仁义,曰以王道,列猴尤然 明日,寻心是,以悬炼举贤,任官始能 明日,徐月是,以劫财俭用,查度功德 所欲无不冲,君说 列猴史时未乡 国曰,歌者知田且指,官牛处为师,寻心为中卫,徐月为内使,四向国一二席 九年,列猴醋,第五公历 武功十三年醋,赵复利列猴太子张,是位晋猴 是岁 未闻猴醋 晋猴元年,武功子朝作乱,不克,出奔位 赵使都寒丹 二年,拜其于领秋 三年,就位于领秋,大拜其人 四年,未拜我吐台 祝刚平乙 亲位 五年,其,未未未公兆,取我刚平 六年,借兵于处罚位,取吉蒲 八年,罚位 黄尘 九年,罚齐 齐罚燕,照旧燕 十年,与中山站于房子 十一年,未,韩,照共灭境,分其地 罚中山,又占于中人 十二年,敬侯促,子 成侯总吏 成侯元年,公子圣与成侯真吏,未卵 二年六月,于雪 三年,太悟无畏相 法位 取香一期十三 未拜我令 四年,与秦战高安,拜之 五年,罚齐于卷 未拜我怀 公正,拜之,以于韩,韩与我长子 六年,中山驻长城 罚位,拜显泽,为卫会王 七年,清齐,至长城 与韩宫州 八年,与韩分州以为两 九年,与其占阿下 十年,公 未,取真 十一年,秦公未,照旧之十阿 十二年,秦公未少良,照旧之 十三年,秦 秦公始术常国,法位少良,鲁齐太子,祖 未拜我快,取疲劳 成侯与韩招侯玉上党 十四年,与韩恭秦 十五年,驻卫公其 十六年,与韩,未分境,封禁君以端士 十七年,成侯与卫会王遇格聂 十九年,与其,宋慧平路,与宴慧阿 二十年,魏 现荣传,应以为坦台 二十一年,魏为我邯郸 二十二年,魏会王把我邯郸,其义拜位 于桂林 二十四年,魏归我邯郸,与魏蒙张水上 秦公我令 二十五年,成侯促 公子 宇太子宿侯珍丽,拜,王奔寒 宿侯元年,夺境君端士,喜处屯流 二年,与魏会王遇于英境 三年,公子范习寒 丹,不胜而死 四年,朝天子 六年,公其,拔高堂 七年,公子克公卫首元 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乏位,魏其江公子养 赵乏位 十二年,秦孝公簇,商君死 十五年,起寿陵 魏会王簇 十六年,肃侯由大陵,出于陆门,大悟五寇马曰,跟世方吉,一日不坐,百日不 十,宿侯下车谢 十七年,为魏皇,不可 祝长城 十八年,其,魏法我,我绝河水贯之,兵去 二十二年,张仪相秦 赵慈与秦战 拜,秦沙慈何兮,取我令,离时 二十三年,韩举与其,魏战,死于桑丘 二十四年,肃侯促 秦,楚,燕,其,魏出瑞施各万人来会葬 自武陵王历 武陵王元年,杨文君照报相 梁襄王与太子寺,韩宣王与太子苍来朝姓公 武陵王 少,未能听证,博文师三人,左右思过三人 即听证,先问先望贵陈肥义,加其至,国 三老年八十,月至其礼 三年,成好 四年,与韩慧于屈属 五年,取韩女为夫人 八年,韩及秦,不慎而去 五国向望,照读否,曰,无其时,敢处其名乎,令 国人未已曰,君 九年,与韩,未共及秦,秦拜我,斩首八万吉 七拜我官责 十年,秦取我中都吉 西阳 其破燕 燕香子至为君,均返未臣 十一年,王赵公子执于韩,立以为燕王 十月池送之 十三年,秦把我令,鲁将军赵庄 楚,为王来,过邯郸 十四年,赵和公 为 十六年,秦会王簇 王游大陵 他日,王梦见楚女古秦儿歌诗曰,美人迎迎兮 言若韶之荣 命呼命呼,曾无我迎 一日,王迎久乐,树言锁梦,想见其壮 乌广文 知,因夫人儿内其女娃迎 梦瑶也 梦瑶圣有宠于王,侍卫会后 十七年,王出九门,为野台,以望其,中山之境 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病而死 赵王时代相照顾银公子继于燕,耸 归,立位秦王,侍卫昭王 十九年春真月,戴朝姓公 赵肥亦亦亦天下,五日而彼 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 此,岁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皇华之上 赵楼缓谋曰,我先望因氏之变,以偿 南藩之地,蜀祖章,辅之险,立长臣,幼取令,郭郎,拜陵人于忍,而公未遂 京中山 在我复兴,北有燕,东有湖,西有陵湖,楼帆,秦,寒之边,而无强兵之旧,世王设计 奈何?夫有高氏之名,必有宜俗之类 无欲狐福 楼缓曰,善,群臣皆不欲 于是肥亦是,王曰,简,乡主之列,寄胡,狄之利 为人臣者,宠有孝帝长又顺 明之杰,通有不明亦主之夜,此两者臣之分也 今无欲祭乡主之姬,开于湖,狄之乡 而促世不见也 为狄若,用力少而公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续罔谷之勋 夫有高氏 知公者,父遗俗之类,有独治之律者,任奥明之愿 今无江湖福其设以教百姓,而是弊 亦寡人,奈何? 非亦曰,成文一世无功,以行无名 王曰定赴以俗之律,待无故天 下之亦已 夫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习者顺武有苗,与坦裸国,非亦 养育而乐至也,勿以论德而曰公也 予者暗沉事,智者独未行,则妄何以焉 王曰 吾不宜胡福也,吾恐天下孝我也 狂夫之乐,智者哀焉,予者所孝,贤者茶焉 是有 顺我者,胡福之公未可知也 虽屈是以孝我,胡的中山无必有之 于是遂胡福以 始王,告公子陈曰,寡人胡福,将以朝也,亦欲书福之 家听于清而国听于君 古今之公行也 子不反清,臣不逆君,兄弟之通义也 今寡人作教亦福而书不福,无孔 天下一之也 智国有常,利明未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 明得先论于见,而行政先信 于贵 今胡福之义,非以养育而乐至也 是有所指而公有所出,是成功利,然后善也 今寡人恐书之逆从政之经,以福书之义 且寡人文之,是利国者行无邪,应贵妻者明不 类,故原木公书之义,以成胡福之公 始,夜之书,请福焉 公子陈在拜基首曰 陈故文王之胡福也 陈不宁,请及,未能驱走以资敬也 王命之,陈敢对,应结其余中 曰,成文中国者,盖聪明迅之之所居也 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慎之所交也,仁义之 所诗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义敏济能之所诗也 远方之所官赋也,满夷之所异行也 今王舍此而习远方之福,便古之教,义古人道,逆人之心 而福学者,离中国,故成元,王徒之也 使者以报 王曰,无故文书之己也,我将自往请之 王遂往之公子陈家,应自请之,曰,夫福者,所已便用也 礼者,所已便士也 圣人官乡而顺宜,应事而治理,所已立其名而后其国也 夫简发文身,错必左任,欧阅 知名也 黑齿雕蹄,却官熟处,大无知国也 故礼福莫同,其便亦也 相亦而用便,是 亦而礼义 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依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理 如这亦师而 俗亦,中国同理而交离,旷于山谷之便乎 故去旧之便,智者不能依,远近之福,贤盛 不能同 穷乡多亦,屈学多辩 不知而不疑,亦于己而不菲者,公烟而众求尽善也 今 书之所言者俗也,无所言者所以至俗也 吾国东有河,薄罗之水,与其,中山痛之,东 有燕,东湖之境,而兮有楼凡,情,寒之边,今无其设之辈 故寡人无周及之用,加水,居之明,江河以守河,薄罗之水,便扶其设,以备燕,三湖,晴,寒之边 且习者简主 不塞静阳以及上党,而乡主并容取代以攘诸湖,此于智所名也 先时中山富其之强兵 清报无得,系类无名,饮水为号,为社稷之神灵,则好己于不守也 先望丑之,而愿为,能报也 经其社之辈,尽可以变上党之行,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愿 而书顺中国之俗以逆 简,相知义,恶便服之明以望好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 公自成在拜基守曰,成 于,不达于王之义,敢到世俗之闻,成之罪也 今王将记简,相知义以顺先望之志,成 赶不听命呼,再拜基守,乃赐胡福 明日,福尔朝,于是使出胡福令也 赵文,赵造,周少,赵俊皆见指王无胡福,如故法辩 王曰,先望不同俗,何故? 知法,帝王不相习,何礼之寻? 福系,神农教而不诸,皇帝,遥,顺诸而不怒 集至三 王,随时至法,应是至理 法度至令各顺其宜,依服器械各便其用 故立也不必一道 而辩国不必顾 圣人之心也不相习而王,下,因之衰也不义礼而灭 然则返古为可非 而寻礼为足多也 且夫其者致淫,则是邹,鲁无其行也 俗辟者名义,则是无,悦无秀 是也 且圣人立身为之福,便是为之礼 夫尽退之节,依服之智者,所以其长名也,非 所以论贤者也 顾其名与俗留,贤者与辩句 顾燕曰,以书欲者不敬马之情,以古至今 这不达世之辩 尋法之功,不足以高士,法古之学,不足以至今 自不及也 碎湖 福昭其舍 二十年,王略中山帝,至宁家,西略湖的,至于中 陵湖王献马 龟,始楼缓之晴 仇叶之寒,王奔之楚,赴丁之位,赵爵之齐 戴湘照顾竹湖,至齐兵 二十一年,攻中山 赵少位右军,许军位左军,公子张位中军,王并将之 牛俭江 车骑,赵西并江湖,带 赵宇之行,和军驱阳,攻取丹丘,华阳,吃之赛 王军取号 十一,丰龙,东元 中山县四一和,王许之,把兵 二十三年,攻中山 二十五年,会 后促 始周少胡扶父王子和 二十六年,赴宫中山,壤的北志燕,带,西至云中,九元 二十七年五月悟生,带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和以为王 王妙见礼弊,出临朝 代福西魏臣,肥义魏相国,并父王 世卫惠文王 惠文王,惠后吴娃子也 武陵王字号 为主父 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生狐福将士代福西北略狐的,而欲从云中,九元直南习秦 于是诈自卫使者入秦 秦昭王不知,以而怪其状甚为,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 持以托官矣 审问之,乃主父也 秦人大惊 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掠地形,因官秦王 知为人也 惠文王二年,主父杭兴帝,遂初代,西域楼梵王于西河而至其兵 三年,灭中山,遣其王于夫施 其灵寿,北地方从,带到大通 还归,行赏,大赦 至九仆五日,封长子张魏带安阳君 张素齿,心不服其地所立 主父又使田不理相张 也 李对魏肥一约,公子张强壮而至交,党众而欲大,戴有思乎 田不理之为人也 忍杀而交 二人相得,必有谋因贼起,亦出生侥幸 夫小人有欲,清律浅谋,图见其力 而不顾其害,同类相推,聚入祸门 已无观之,必不久矣 子认众而是大,乱之所使 祸之所及也,子必先患 人者爱万物而至者被祸于未行,不仁不至,何以为国 子西部 称吉无出,传证于公子臣 无畏怨辅,无畏或替 非一约,不可,习者主父以王属 一也,约,无辩而度,无义而律,坚守一心,以末而逝,亦在拜受命而及之 精畏 不理之难而忘无疾,便赎大焉 尽受严命,退而不全,赴赎圣焉 便赴之臣,不容于行 燕曰,死者赴生,生者不愧 无言已在前已,无欲全无言,安得全无身 且夫真臣 也难治而洁见,忠臣也类治而行明 此则有刺而忠我矣,虽然,无有余在前者也,忠不 敢施 李,对曰,诺,子免之矣 无见子矣今年而 替气而出 李对树见公子臣 已被田不理之事 亦日非亦未信其曰,公子于田不理甚可忧也 其余亦也身善而食恶,此为人也不 此不成 无闻之也,奸臣在朝,国之残也,禅臣在中,主之度也 此人贪而欲大,内得 主而外未报 可令未曼,以善以淡之命,不难为也,或且歹国 今无忧之,夜而妄媚 积而妄食 盗贼出入不可不备 自今以来,若有赵王者必见无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 故而亡乃入 信其曰,善哉,无得闻此也 四年,朝群臣,安阳君已来朝 主妇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 见其 张子张,然也,返北面未成,处于其帝,新连之,于是乃欲分兆儿王张于代,继位绝儿 错 主妇及王由沙丘,义公,公子张即以其徒与田不理作乱,乍以主妇令兆王 肥义仙 入,杀之 高兴及与王战 公子晨与李队自国制,乃其四亿之兵入巨南,杀公子张即田 不理,灭其党贼而定王室 公子晨为乡,昊安平君,李队为司寇 公子张之败,往走主 父,主主开支,陈,队因为主妇公 公子张死,公子晨,李队谋约,以张固为主妇 即解兵,无数以义 乃遂为主妇 令宫中人,后出者疑,宫中人稀出 主妇欲出不 得,又不得时,探绝寇儿时之,三月于儿二死沙丘公 主妇定死,乃巴桑父诸侯 适时王少,臣,对专政,为诸,故为主妇 主妇出以长子张为太子,后的吴娃,爱 知,为不出者数岁,申子和,乃被太子张而立合为王 吴娃死,爱迟,连故太子,欲两 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孝,岂不痛呼 五年,与燕茂,义 八年,陈南行堂 九年,赵梁江,与其和军公寒,至鲁关下 即十年,秦自至魏西帝 十一年,董书与魏事伐宋,得和阳于魏 秦取耿阳 十二年,赵梁江公祺 十三年,韩徐魏江,公祺 公祝死 十四年,乡国岳亦将赵,秦,韩,魏 燕公祺,曲灵秋 与秦慧中阳 十五年,燕昭王来见 赵与韩,魏,秦共吉祺,祺王 败走,燕独深入,取林姿 十六年,秦父与赵树及其,其人换之 苏利为其遗赵王书曰 陈文古之贤君,其德行非不于海内也 教顺非恰于明人也,祭祀时想非树藏于鬼神 也,甘露将,时与智,年古风俗,名不吉义,众人善之,然而贤主徒之 经足下之贤行功利,非树家于秦也,愿独激怒,非树生于其也 秦赵与国,以强真 兵于韩,秦臣爱赵乎 其时增其乎 物之圣者,贤主察之 秦非爱赵而增其也,欲王韩 而吞二周,故以其谈天下 孔氏之不和,故出兵以劫位,赵 孔天下为己也,故出之以 畏信 孔天下即返也,故真兵于韩以为之 身以德与国,时而伐空韩,臣以秦继位必出 于此 夫务故有誓义而患同者,处九伐而中山王,惊其九伐而韩必亡 破旗,王与六国 分其利也 王韩,秦独善之 收二周,西取祭契,秦独私之 傅田祭公,王之或隶属于 秦多 说,说氏之祭曰,韩王三川,魏王敬国,是朝魏便而获以及以,宴敬其之北的,去 沙丘,巨鹿脸三百里,韩之上党去邯郸百里,宴,秦谋王之河山,兼三百里而通以 秦 秦 之上郡敬亭官,至于于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公王之上党,阳长之溪,巨柱之南,非 王友义 于巨柱,展长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狐全部东下,昆山之玉不出 此三宝者亦非王友义 王九伐其,从强秦公寒,其或必至于此 元王熟律之 且其之所以伐者,以是王也,天下熟行,以谋王也 燕秦之约成而兵出有日矣 五 国三分王之地,其被五国之约而殉王之患,西兵以敬强秦,秦废帝请服,反行分,先于 于兆 其之是王,一味上脚,而今乃抵罪,成恐天下后世王者之不敢自闭也 元王熟记 之也 今王无语天下公其,天下必以王位义 其报社稷而后世王,天下必敬重王义 王以天下善情,秦报,王以天下敬之,是一世之名宠至于王也 于是赵乃措,谢秦部 其其 王与燕王玉 帘坡将,公其席阳,取之 十七年,月亦将召施公位博阳 而秦愿召不与己及其,伐召,罚我两臣 十八年 秦把我施臣 王在之位东阳,绝河水,罚魏氏 大辽,张水初 为,来相召 十九年 秦娶我二臣 赵宇魏博阳 赵奢江,公其麦秋,取之 二十年,连坡江,公其 王与秦昭王玉兮河外 二十一年,赵喜张水吴平兮 二十二年,大义 至公子丹魏太子 二十三年,楼昌江,公魏己 不能取 十二月,连坡江,公己,取之 二十四年,连坡江,公魏房子,拔之,因臣而孩 又公安阳,取之 二十五年,燕州江,公昌臣 高唐,取之 欲未共激秦 秦江白起破我华阳,的义将军 二十六年,取东湖欧带地 二十七年,喜张水吴平南 封赵报位平阳军 河水出,大辽 二十八年,令乡如伐旗,至平义 霸臣北九门大臣 燕江城安军公孙曹是其王 二十九年,秦,韩相公,而为厄语 赵氏赵奢江,及秦,大破秦军厄语下,四号卫马扶军 三十三年,惠文王簇,太子丹利,是位孝臣王 孝臣王元年,请罚我,拔三臣 赵王兴立,太后用事,请及公知 赵氏求救于其 其曰,必以长安军卫职,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健 太后名位左右曰,妇言 长安军卫职者,老妇必拓其免 左师处隆言元见太后,太后盛气而须之 入,徐屈儿 坐,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挤走,不得见久矣 妾自恕,而恐太后体质有所苦也 故缘望讲太后 太后曰,老妇是免而行耳,曰,时的无衰忽,曰,是周 二,曰,老臣兼者书不欲时,乃墙不,日三四里,少亦是时,何于深也,太后曰 老妇不能,太后不合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见习书其最少,不孝,而成衰 妾怜爱之,原的补黑衣之缺已为王公,寐死已闻 太后曰,静诺 年纪何矣 对曰,十五岁矣 虽少,原即为田沟河而脱之 太后曰,丈夫亦爱脸少子乎 对曰,圣于妇人,太后孝曰,妇人亦圣,对曰,老臣妾已为傲之爱艳后贤于 长安君 太后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圣,左师公曰,父母爱子则为之寄生 远,傲之宋宴后也,持其种,未知弃,念其远也,亦哀之矣 以行,非不思也,祭四则 著之曰,必勿使反,其非祭长久,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 太后曰,然,左师公 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主之子孙为侯者,其既有在者乎,曰,无有,曰 唯独赵,诸侯有在者乎 曰,老父不闻也,曰,此其敬者或及其身,远者及其 子孙 其仁主之子侯则不善哉 为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邪重器多也 今奥尊长安 君之谓,而封之以高于之地,多于之重器,而不及经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 何以自脱于赵 老臣以奥为长安君之计短也,故以为爱之不若宴后 太后曰,诺,自君之所使之 于是为长安君曰车百尘,之于其,其兵乃出 子一闻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轻也,由不能持无功之尊,无劳之凤,而守经 欲之重也,而旷于语乎 其安平均田丹将赵诗而功宴中阳,拔之 又功含住人,拔之 二年,慧文后醋 田 丹未相 四年,王孟一篇独之一,陈飞龙上天,不治而坠,见金玉之姬如山 诗,始敢战之,曰,孟一篇独之一者,残也 陈飞龙上天不治而坠者,有气而无时也 见,金玉之姬如山者,幽也 后三日,韩世上党守逢亭使者至,曰,韩不能守上党,入之于情 其利明皆安慰 赵,不欲为情 有臣氏一时期,原在拜入之赵,才王所以赐利明 王大喜,赵平阳君 报告之曰,逢亭入臣氏一时期,受之何如 对曰,圣人圣祸无故之利,王曰 人怀无德,何谓无故呼 对曰,夫情蚕食寒室的,终觉不令相通,故自以为作儿 受上党之地也 韩世所以不入于情者,欲嫁其或于兆也 勤浮其劳而照受其利,虽强大 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故能得之于强大乎 其可谓非无故之利栽 且夫情以牛田之水通 凉蚕食,上臣被战者,列上国之地,其阵行,不可予为难,必勿受也 王曰,今发 百万之君而公,于年利岁未得一臣也 今以臣氏一时期,必无国 赵报出,王赵平原君与赵羽而告之 对曰,发百万之君而公,于岁未得一臣,今 作受臣氏一时期,此大力,不可施也 王曰,善,乃令赵圣寿的,告冯廷曰 毕国使者成圣,毕国君使圣致命,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是侍卫侯 利明皆一决三级,利明能相安,皆赐之六经 冯廷垂涕不见使者,曰,吾不处三步 亦也,为主守的,不能死故,不亦亦亦,入之秦,不听主令,不亦二亦,卖主的而识之 不亦三亦 赵穗发兵取上党 连坡将军军长平 七月,连坡免而赵阔代江 秦人为赵阔,赵阔以军将,促四十余万皆坑之 王惠不,听赵报之计,故有长平之获焉 王孩,不听秦,秦为邯郸 五元令赴报,王荣,苏舍律验重返艳帝 赵以林秋风楚 湘春申君 八年,平原君如楚请就 海,楚来救,即为公子无忌义来救,秦为邯郸乃解 十年,燕公昌壮,五月拔之 赵江乐臣,庆舍公秦信良君,破之 太子死 而秦公 西周,拔之 屠父其出 十一年,陈元氏,献上元 武阳君正安平死,收其地 十二年 邯郸快烧 十四年,平原君赵胜死 十五年,以魏文丰相国连坡位姓平君 燕王令丞相利赴约欢,以五百金位赵王九 还归,抱怨王曰,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罚也,王赵昌国君勒奸而问之 对曰,赵,四战之国也,其名习兵,罚之不可,王曰,吾以众罚寡,二而罚一 可乎 对曰,不可,王曰,吾己以五而罚一,可乎,对曰,不可,燕 王大怒 群臣皆以为可 燕促其二军,车两千胜,利赴江而公昊,清秦江而公带 连坡 魏赵江,破沙利赴,魯清秦,勒奸 十六年,连坡为燕 以勒臣为五湘君 律师从向国姓平君驻为公燕 请把我于四三 十七成 十九年,赵与燕一土,以龙队,坟门,林勒与燕,燕以格,武阳,平书与赵 二十年,秦王正出力 请把我敬阳 二十一年,孝臣王簇 连坡江,公帆阳,取之 使勒臣代之,连坡公勒臣,勒臣走 连坡王入位 自掩立,世卫道湘王 道湘王元年,大贝位 欲通平义,忠目之道,不成 二年,李牧江,公燕,拔五岁,方臣 秦赵春平君,因而流之 谢君为之,为文姓侯 约,春平君者,赵王胜爱之而郎中度之,故湘羽谋 约,春平君入情,情必留之,故 湘羽谋而内之情也 今君留之,是觉赵而郎中之计中也 君不如浅春平君而流平兜 春 平君者言行信于王,王必后歌赵而赎平兜 文姓侯曰,善,应遣之,成寒高 三年,庞暖江,公燕,秦齐江巨星 四年,庞暖江照,楚,为,燕之瑞施,公秦罪 不拔,宜宫齐,取饶安 五年,父底江,居平义,庆舍江东阳和外施,守和良 六年,封长安君以饶 未雨兆与兆业 九年,兆公燕,取离养成 兵未罢,秦公燕,拔之 道湘王簇,子幽谋王千利 幽谋王千元年,陈柏仁 二年,秦公武臣,护折律师就之,军拜,死焉 三年,秦公赤利,宜安,李牧律师宇战肥下,却知 封目为吴安君 四年,秦公帆 五,李牧宇之战,却知 五年,戴得大洞,自乐徐以西,北至平英,台屋强原太半坏,得撤东西百三十步 六年,大姬,名额言曰,赵魏昊,秦魏孝 以为不幸,誓得之身矛 七年,秦人公赵,赵大将李牧,将军司马上将,集之 李牧诸,司马上免,赵,集 其将严聚代之 赵聪军破,严聚王去 以王千将 八年十月,邯郸未秦 太史公曰 吴文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畅也,必于道乡王 道乡王费世子家儿 立迁 迁够无形,姓禅,故诸其良将李牧,用锅开 岂不谋哉 秦继如迁,赵之王大 夫贡立家卫王,王代六岁,秦敬兵破家,岁灭赵以为郡 所影树赞,赵氏之戏,与秦同族 周目平徐,乃风造妇 代史试镜,宿出有图 按甲脚珠,含绝利物 宝福灵带,簇居伯鲁 简梦迪犬,灵戈处女 胡夫虽强,剑立妃 所,颇,目不用,王迁求鲁 史继为世家 魏之先,毕功高之后也 毕功高与周同姓 五王之伐咒,而高峰于毕,于是魏必姓 其后绝风,魏树人,或在中国,或在以敌 其苗义曰毕万,是敬献功 献功之十六年,赵素魏玉,毕万魏佑,以罚祸,耿,魏,灭之 以耿风赵素,以魏 封毕万,魏大夫 博掩曰,毕万之后毕大以,万,满树也,魏,大明也 以是史上 天开之以,天子曰赵明,诸侯曰万明 今命之大,以从满树,其必有众 初,毕万补 誓敬,玉屯之笔 新料战之,曰,吉 屯故笔入,吉熟大焉,其必翻昌 毕万封十一年,敬献功促,四子真更利,敬乱 而毕万之士弥大,从其国名为魏氏 申武子 魏武子已魏诸子是晋公子仲耳 晋献功之二十一年,武子从仲耳出亡 十九 免反,众而立魏晋文公,而令魏武子席魏氏之后封,列魏大夫,至于魏 申道子 魏道子喜致祸 申魏将 魏将是晋道公 道公三年,魏诸侯 道公帝阳干乱行,魏将陆辱阳干 道公怒曰 和诸侯以为荣,今如无地,将诸魏将 或说道公,道公指 促任魏将正,使和荣 敌,荣,敌亲父 道公之十一年,曰,自无用魏将,八年之中,九和诸侯,荣,敌和 子之利也 四之乐,三让,然后受之 喜致安逸 魏将醋,是魏昭子 身魏盈 盈 身魏县子 县子是晋昭公 昭公醋儿六清强,公是碑 晋庆公之十二年,韩宣子老,魏县子魏国阵 晋宗氏其是,杨舌氏相恶,六清诸之 晋取其亦为十县,六清各领其子魏之代夫 县子与赵俭子,中行文子,范县子并魏晋 清 其后十四岁而孔子相鲁 后四岁,赵俭子以晋阳之乱也,而语含,魏共公范,中行 十,魏县子身魏齿,魏齿与赵央共公范,中行事 魏齿之孙曰魏环子,与韩康子,赵襄子共伐灭之伯,分其地 魏子之孙曰文侯兜 魏文侯元年,秦陵公之元年也 与韩武子,赵环子,周威王瞳 十,六年,陈少良 十三年,使子姬为凡,旁,出其名 十六年,伐秦,祝林靖元礼 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姬守之,赵苍唐赴之 子姬冯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影车 毕,下也,田子方不畏理 子姬因问曰,富贵者交人乎 且贫贱者交人乎 子方曰 亦贫贱者交人而 夫诸侯而交人则施其国,代府而交人则施其家 贫贱者,行不合 言不用,则去之处,月,若托,然,奈何其痛之灾 子姬不义而去 西宫秦,致政 儿孩,祝洛英,何阳 二十二年,魏,赵,寒烈魏诸侯 二十四年,秦罚我,致阳湖 二十五年,子姬申子英 文侯受子夏经义,刻断干木,过其驴,魏常不逝也 秦常欲罚魏,或曰,魏君贤 人是李,国人称人,上下和和,未可徒也 文侯有此的欲于诸侯 任西门报首页,而和内称至 魏文侯为李克曰,先声长教寡人曰,嘉平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 今所至非 臣则皇,二子何如 李克对曰,臣文之,卑不谋尊,书不谋欺 臣在阙门之外,不 敢当命 文侯曰,先声灵士误让,李克曰,君不查故也 居是其所倾,父是其 所欲,答是其所矩,穷是其所不畏,平是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以,何呆克哉 文 侯曰,先声就舍,寡人之相定以,李克驱而出,过敌皇之家 敌皇曰,今者闻君 赵先生而不相,果谁未知 李克曰,为臣子未相以,敌皇愤然作色曰,以耳目 知所读记,臣何赋于为臣子 西河之首,臣之所敬也 君内以夜未忧,臣敬西门报 君 牟欲罚中山,臣敬乐阳 中山以拔,无始守之,臣敬先生 君之子无父,臣敬屈侯父 臣何以父于为臣子 李克曰,且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其将彼周以求大观哉 君问 而至相,非臣则皇,二子何如 克对曰,君不查故也 君是其所亲,父是其所欲 达是其所举,穷是其所不畏,平是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以,何呆克哉 是以之位 臣子之为乡也 且子安得与为臣子比乎 未臣子以十路千中,十九在外,十一在内,是 以东的补子下,田子方,断干木 此三忍者,君皆失之 子之所尽无忍者,君皆臣之 子恶的与为臣子比义 敌皇军循在拜曰,皇,彼仁也,师对,原簇为弟子 二十六年,国山崩,雍和 三十二年,伐阵 陈酸枣 拜秦于柱 三十五年,其法取我相邻 三十六年,秦清 我应敬 三十八年,法秦,拜我无下,得其僵实 誓岁,闻侯醋,子吉利,誓魏武侯 魏武侯元年,赵敬侯出力,公子朔魏乱,不慎,奔魏,与魏习寒 陈酸,为拜而去 二年,陈安逸,王元 七年,伐齐,至桑丘 九年,迪拜我愉快 十五起伐齐,至临丘 其威王出力 十一年,宇寒,赵三分敬的,灭齐后 十三年,秦献公献丽阳 十五年,拜赵北令 十六年,伐楚 取鲁阳 五侯醋,子英历,是魏惠王 惠王元年,初,五侯醋也,子英与宫中还真魏太子 公孙齐自宋入赵,自赵入寒 魏寒一侯曰,魏英与宫中还真魏太子,君一文之乎 今魏英的王措,邪上党,故半国 也 因而除之,破魏必已,不可施也 义侯说,乃与赵成侯和军并兵以乏位,战于拙 则,魏士大败,魏军为 赵魏韩曰,除魏军,立功中还,割地而退,我且立,韩曰 不可 杀魏军,人必曰报,割地而退,人必曰贪 不如两分之 魏分魏两,不强于 宋,魏,则我终无魏之唤矣 照不听 韩不说,以其少醋叶去 惠王之所以生不死 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合也 若从一家之谋,则魏必分矣 故曰,君中无世子,其国可破 也 二年,为拜韩于马林,拜赵于怀 三年,其拜我官 五年,与韩会宅阳 成无睹 为秦所拜 六年,发取宋仪台 九年,发拜韩愉快 与秦占少粮,如我江公孙所,取旁 秦县公促,子孝公立 十年,发取赵疲劳 会兴建 十二年,兴咒罪,有身 十四年,与赵会号 十五年,鲁,魏,宋,正军来朝 十六年,与秦孝公会度平 清宋皇池,宋父取之 十七年,与秦占原理,请取我少粮 为赵邯丹 十八年,拔邯丹 赵请就于其,其 使田记,孙并就赵,拜魏桂陵 十九年,诸侯为我相邻 祝长臣,赛顾阳 二十年,归赵邯丹,与蒙张水上 二十一年,与秦惠同 赵成侯促 二十八年,其 威王促 中山君相卫 三十年,为伐赵,赵告及其 其宣王用孙子记,就赵即位 未遂大兴师,使旁捐将 而令太子升位上将军 过外皇,外皇许子为太子曰 乘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曰 可得文乎,可曰,故元孝之曰 太子自将攻其,大胜并举,则父不过有 为,贵不亦为王 若战不胜其,则万事无畏矣 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 太子曰 诺,请必从公之言而还矣 课曰,太子虽欲还,不得已 必劝太子战功,欲挫之者 总,太子虽欲还,恐不得已 太子因欲还,其欲曰,将出而还,与北同,太子果 与其人战,败于马林 其卤为太子身,杀将军捐,军遂大破 三十一年,请,赵,其供罚我,请将商军诈我,将军公子养而习夺其军,破之 秦勇,商军,东得至何,而其,赵树破我,安逸尽秦,于是喜至大梁 以公子贺为太子 三十三年,秦孝公促,商军王秦归位,为怒,步入 三十五年,与其宣王惠平阿南 惠王术备于军旅,卑礼后必已招贤者 邹衍,淳于昆,梦可皆至梁 梁惠王曰 寡人不宁,兵三则于外,太子鲁,上将死,国以空虚,以修仙君宗庙设计,寡人甚丑之 首不远千里,辱姓至碧一之亭,将鹤立吾国 梦可曰,君不可以严厉弱势 夫君 御立则代府御立,代府御立则数人御立,上下真立,国则为矣 为仁君,仁义而已,何以立位 三十六年,赴与其王惠珍 誓岁,惠王醋,子湘王立 湘王元年,与诸侯惠徐州,向望也 追尊赴惠王惠王 五年,秦拜我龙甲军四万五千余雕鹰,为我交,驱卧 与秦河西之地 六年,与秦惠映 秦取我焚婴,皮氏,交 未法楚,拜之行山 七年,未进入上郡 与秦,秦将我濮阳 八年,秦归我交,驱卧 十二年,楚拜我相邻 诸侯执政与秦湘张仪会聂丧 十三年,张仪相畏 未有女子 化为丈夫 秦去我驱卧,平州 十六年,湘王醋,子哀王立 张仪复归秦 哀王元年,五国共公秦,不慎而去 二年,秦拜我关京 五年,秦始出李子 罚取我驱卧,走西守暗门 六年,秦来立功 自政卫太子 与秦惠临近 七年,公秦 与秦罚燕 八年,罚魏,拔裂臣尔 秦为君曰,请霸卫兵,免陈陵君可呼 为君曰,先 申果能,姑请世事以为世先生 如耳见陈陵君曰,习者为伐兆,断阳长,拔厄语 曰斩兆,兆分而为二,所以不亡者,为为从主也 今未已破亡,将兮请世于秦 与其以,秦亦为,不如以为亦为,为之得为必中无穷 陈陵君曰,诺,如耳见为王曰 陈有业余为 为故周氏之别也,其称小国,多宝器 经国破于难而宝器不出者,其心已 为公为亦为不以王为主,故宝器虽出必不入于王也 臣妾料之,先言义为者必受为者也 如耳初,陈陵君入,以其言见为王 为王听其说,罢其兵,免陈陵君,终身不见 九年,与秦王会临近 张仪,为张皆归于为 为乡田虚死,楚害张仪,西守,薛公 楚乡昭于为苏代曰,田虚死,无恐张仪,西守,薛公有一人相为者也,代曰 然乡者欲谁而君辨之 招于曰,无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请为君辈,必向之 招于曰,奈何,对曰,君其为梁王,代替说君,招于曰,奈何,对曰 代曰从楚来,招于圣忧,曰,田虚死,无恐张仪,西守,薛公有一人相为者也 代曰,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必又秦而左卫,西守相,必又寒而左卫,薛公相,必又齐而左卫,梁王,长主也,必不便也 王曰,然则寡人赎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 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位非常相也,皆将勿以其国 是位,玉的丞相喜也 以位之强,而三万圣之国福之,未必安已 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 也,遂北见梁王,以此告知 太子果相位 十年,张仪死 十一年,与秦武王会应 十二年,太子朝于秦 秦来法我批事,为 八儿解 十四年,秦来归武王后 十六年,秦把我扑返,阳靖,封林 十七年,与秦会 临靖 秦与我扑返 十八年,与秦法楚 二十一年,与秦,韩共败秦军韩古 二十三年,秦赋予我和外籍封林为何 哀王簇,子昭王立 昭王元年,秦把我相成 二年,与秦战,我不立 三年,左寒公秦,秦将白起败我 军医却二十四万 六年,与秦和东地方四百里 芒卯已炸重 七年,秦把我成大小六十 一 八年,秦昭王位西帝,其敏王位东帝,月余,皆赋称王归帝 九年,秦把我心圆 屈阳之臣 十年,秦灭宋,宋王死我温 十二年,与秦,赵,韩,燕共伐齐,拜之济西,敏王 出王 燕独入林姿 与秦王会西周 十三年,秦把我安城 兵到大梁,去 十八年,秦把尹,楚王喜臣 十九年,昭王簇,子安黎王立 安黎王元年,秦把我两臣 二年,又把我二臣,君大梁下,寒来就,与秦温以和 三年,秦把我四臣,斩首四万 四年,秦破我吉寒,赵,杀十五万人,走我江芒卯 魏 江断干子秦与秦南阳以和 苏代魏魏王曰,御喜者断干子也,御帝者秦也 今王使御 帝者致喜,使御喜者致的,魏士的不敬则不知矣 且夫以帝是秦,辟邮报心救火,心不 静,火不灭 王曰,事则然也 虽然,事实已行,不可更矣 对曰,王独不见 夫伯之所以贵消者,便则实,不便则止矣 今王曰,事实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 至不如用消也 九年,秦把我怀 十年,秦太子外之于未死 十一年,秦把我欺求 秦昭王位左右曰,今时寒,未与史书强 对曰,不如史强,王曰,今时 如耳,为其与梦长,芒芒书贤 对曰,不如,王曰,以梦长,芒芒之贤,律强 韩,未以公秦,由无奈寡人贺也 今以无能之如耳,为其耳律若韩,未以法秦,其无奈 寡人贺亦明矣 左右皆曰,圣然,终其逢秦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 当靖柳 清之时,知是最强,灭范,中行,又绿韩,未知兵以为赵香子于靖阳,绝靖水以贯靖阳 知臣,不占者三板 知薄行水,未还子玉,韩康子未参臣 知薄曰,无时不知水之可 以王人之国也,乃精之之 粉水可以灌安逸,降水可以灌平阳 魏环子走韩康子,韩 康子吕魏环子,走足皆于车上 而知事的分,生死国王,魏天下笑 精勤兵虽强,不能 过知事,韩,魏虽弱,尚贤其在靖阳之下也 此方其用走足之时也,元王之物亦也 于是秦王恐 其,楚相曰而恭卫,为使人求救于秦,观盖相望也,而秦就不至 魏人有唐居者 年久时于以,魏魏王曰,老臣请西说秦王,令兵先陈出,魏王再拜,遂约车而遣之 唐居道,入见秦王 秦王曰,障人茫然乃远至此,圣苦以 夫位之来求救术以,寡 人之位之吉以 唐居对曰,大王以之位之吉而救不发者,臣妾以为用策之臣无任以 夫位,以万圣之国也,然所以西面而是秦,称东藩,受官代,此春秋者,以秦之强足 亦为宇也,今其处之兵已何于未交矣,而秦就不发,亦将赖其未及也 使之大吉,彼 且割帝而曰从,王上赫就焉 避呆其吉而救之,誓师亦东藩之位而强二敌之其,楚,则,王和利焉 于是秦昭,王俱为发兵就位,卫士复定 赵使人为卫王曰,为我杀犯琢,无请献七十里之地,卫王曰,诺,使利不 知,为而为杀 琢因上乌其为,卫使者曰,与其以死琢是,不如以身琢是 有如琢死 赵不与王的,则望将奈何 故不若与先定割地,然后杀琢 为王曰,善,琢因 尚书信林君曰,琢,故为之免香也,赵以帝杀琢而为王听之,有如强情意将袭赵之语 则君且奈何 信林君言于王而出之 卫王以琴旧之故,欲亲琴而伐寒,以求故帝 无忌未卫王曰 琴与荣敌同俗,有虎狼之心,贪利好利无信,不实礼义得行 苟有利焉,不顾亲戚 兄弟,若琴授耳,此天下之所施也,非有所施厚积得也 故太后母也,而已幽死,然侯 旧也,公莫大焉,而尽竹之,两地无罪,而再夺之国 此于亲戚若此,而旷于愁愁之国 呼 今王与秦共罚韩而亦尽情患,成圣获之 而王不实则不明,群臣莫以闻则不忠 今韩是以义女子凤一若主,内有大乱,外交强秦位之兵,王以为不亡乎 韩王,秦 有正的,与大良业,王以为安乎 王玉的故帝,今父强秦之亲,王以为利乎 秦非无是之国也,韩王之后必将更是,更是必就义与利,就义与利,必不乏处于兆以 是何也 夫月山于河,绝韩上党而攻强兆,是负恶与之士,秦必不畏也 若到何内 备业,朝歌,绝张府水,与兆兵绝于邯丹之交,是之伯之祸也,秦又不敢 法处,道舍 故,行三千里 而功名,知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畏也 若到河外,被大 良,又上菜,照灵,与处兵绝于成交,秦又不敢 故曰秦必不法处于兆义,又不恭畏于 其以 夫含王之后,兵出之日,非未无恭以 秦故有怀,毛,行秋,成鬼今以临和内,和 内共,即 必为,有正的,的原庸,绝吟则水贯大梁,大梁必亡 王之使者出过而恶安 林氏于秦,秦之玉珠之久矣 秦夜阳,昆阳与五阳林,听使者之恶之,随安林氏而王之 绕五阳之北,以东陵许,南国必为,国无害乎 夫增含不爱安林氏可也,夫不换秦之不爱南国非也 一日者,秦在河西径,国去良 千里,有河山以兰之,有周寒以兼之 从林乡君已至于京,秦七公卫,五入幼中,编成 敬拔,文台舵,垂兜坟,陵木乏,麋路敬,而国际已为 又长驱两北,东至陶未之交 北至平间 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明都数百 秦乃在河西境 去良千里,而或若是以,又旷于使秦无寒,有正的,无河山而兰之 无周寒而兼之,去,大两百里,或必有此以 一日者,从之不成也,处,未夷而寒不可得也 今寒寿兵三年,秦饶之以将,时亡 不听,投执于赵,请为天下宴航顿任,处,赵必及兵,皆时秦之欲无穷也,非进王天下 知国而成海内,必不休以 世故成员以从世王,王宿受处赵之曰,而邪寒之之以存寒 而求故帝,寒必孝之 夫存寒安慰而立天下,此亦望之天时以 通寒上党于共,宁,使道安臣,出入父之 是为众之寒以其上党也,今有其父,足以赴国 寒必得为爱,为众未未,寒必不敢返 为,是寒则未知献也 为的寒以为献,为,大梁,何外必安矣 今不存寒,二周,安灵 必为,楚,赵大破,为,其圣位,天下西乡而持秦入朝 而未成不久矣 二十年,秦为邯郸,姓陵军无忌较夺将军进比兵以救赵,赵的权 无忌应留赵 二十六年,秦昭王簇 三十年,无忌归位,律五国兵公秦,拜之河外,走蒙奥 为太子增值于秦,秦怒,欲求为太子增 或为增为秦王曰,公孙喜故为魏相曰,请以 为及及秦,秦王怒,必求增 为王又怒,秦秦,秦必伤 今王求增,誓喜之计中也 故不若贵增而何谓,以秦之于其,寒 秦乃止增 三十一年,秦王正出力 三十四年,安黎王簇,太子增立,是位井敏王 姓陵君无忌促 井敏王元年,秦把我二十成,以为秦东郡 二年,秦把我朝歌,喜野王 三年,秦把我吉 五年,秦把我元,蒲阳,衍 十五年,井敏王簇,子王甲立 王甲元年,宴太子丹史今可赐秦王,秦王决之 三年,秦贯大梁,鲁王甲,遂灭未以为郡献 太史公曰,无事故大梁之虚,虚中人曰,秦之破梁,饮何沟而灌大梁,三月成坏 王请将,遂灭未 说者皆 约为以不用姓陵君故,国薛若至于王,予以为不然 天方令秦平海内,其夜未成,未虽 得阿恒之佐,何亦呼 所引述赞,毕公之苗,因国未姓 大明史上,迎述自正 印翼凡昌,戏载中正 阳干旧路,至世奔命 文史剑侯,五十强盛 大梁东喜,长安北征 卯记吴公,仰意外 品 王甲削弱,鲁于秦正 史记韩世家 韩之仙与周同姓,姓姬氏 其后苗义是静,得风于韩元,约韩吴子 五字后三室有 韩爵,从风姓为韩氏 韩爵,静谨公之三年,静思寇图案 甲将作乱,诸林公之贼赵顿 赵顿已死已,欲诸 其子赵朔 韩爵指甲,甲不听 爵告赵朔令王 朔曰,子必能不觉赵四,死不恨已 韩爵许之 即甲朱赵氏,爵称即不出 陈殷,公孙楚旧之藏赵孤赵五也,爵知之 井公十一年,爵与细克将兵八百圣罚齐,拜其请公于安,或逢丑妇 于是静坐六卿 而韩爵在一卿之位,好卫献子 井井公十七年,并,补大业之不遂者未遂 韩爵称赵成继之公,今后无四,已赶井 公 井公问曰,尚有是乎,爵于是言赵五,而赴予故赵氏田义,续赵氏四 井道公之七年,韩县子老,县子促,子宣子代,宣自喜居周 井平公十四年,无记杂史静,曰,静国之政促归于韩,为,赵亿,敬请公十二 年,韩宣子与赵,为共分其事,杨舌氏实现 井定公十五年,宣子与赵简子轻乏犯,中,行事 宣子促,子真子代吏,真子喜居平阳 真子促,子简子代,简子促,子庄子代,庄子促,子康子代,康子促,子康子代 康子与赵香子,未还,子共败之伯,分其地,的义大,大于诸侯 康子促,子五子代,五子二年,罚赵,杀其君幽宫 十六年,五子促,子井猴吏 井猴前元年,罚赵,取雍秋 二年,正败我附属 六年,宇赵,畏惧的列位诸侯 九年,正为我扬笛 井猴促,子列侯取吏 列侯三年,灭阵沙寒相侠类 九年,秦罚我一阳,取六亿 十三年,列侯促,子文 侯历 誓岁为文侯促 文侯二年,罚赵,取阳臣 罚宋,到彭臣,直送君 七年,罚齐,至桑丘 正反禁 九年,罚齐,至林秋 十年,文侯促,子哀侯历 哀侯元年,宇赵,未分禁国 二年,灭阵,英喜都政 六年,韩岩氏齐君哀侯 儿子义侯历 义侯二年,未拜我马陵 五年,与未会王会宅阳 九年,未拜我快 十二年,义侯 醋,子昭侯历 昭侯元年,秦拜我西山 二年,宋取我皇池 未取诸 六年,罚东周,取林冠,行 秋 八年,申不害乡韩,修树行道 国内已至,诸侯不来清伐 十年,韩姬氏齐君道公 十一年,昭侯如秦 二十二年,申不害死 二十四年,秦 来把我移阳 二十五年,汉,坐高门 屈义旧曰,昭侯不出此门 和也,不识 无所谓识者 非识日也,人故有利不利识 昭侯常立以,不坐高门 往年秦拔以阳,经年汉,昭侯不 以此时续名之急,而故义奢,此位,时处举淫 二十六年,高门成,昭侯促,果不 出此门 自宣慧王历 宣慧王五年,张仪相秦 八年,未拜我将韩举 十一年,君号未王 与赵慧屈 十四,秦伐拜我焉 十六年,秦拜我修于,鲁得韩将仪,身差于卓泽 韩世级,公众为韩王曰,与国 非可是也 经秦之欲罚处久矣,王不如银张仪为何于秦,陆以一名兜,俱甲,与之难罚 处,此以一亿二之计也 韩王曰,善,乃尽公众之行,将西构于秦 楚王闻之大 孔,赵臣诊告之 臣诊曰,秦之欲罚处久矣,今佑的韩之名都亦而俱甲,秦汉并兵而 罚处,此秦所导四而求也 今以得之矣,楚国必罚矣 王听臣未知谨四境之内,起诗言 旧含,命战车满道路,发姓臣,多骑车,重骑臂,使姓王之久矣也 纵含不能听我,含 必得王也,必不为燕行以来,是秦含不合也,兵虽至,楚不大病也 未能听我绝合于秦 秦必大怒,以后怨含 韩之难交楚,必清秦,清秦,其应秦必不尽,是殷秦,韩之兵 而免楚国之幻也 楚王曰,善,乃仅四境之内,兴师研究韩 命战车满道路,发 姓臣,多骑车,重骑臂 为韩王曰,不古国虽小,以西发之矣 原大国岁四至于秦 不古将以楚遜韩 韩王闻之大说,乃至公众之行 公众曰,不可 夫以施罚我这秦 也,以虚名就我这楚也 王是楚之虚名,而清觉强秦之敌,王必为天下大笑 且处韩非 兄弟之国也,又非速曰而谋法秦也 义又发行,应发兵言就韩,此必成证之谋也 且王 以是仁报于秦已,经不行,是妻秦也 夫卿妻强秦而姓楚之谋臣,恐王必毁之 韩王 不听,遂绝于秦 秦因大怒,一甲伐寒,大战,楚就不致寒 十九年,大破我暗门 太,子苍之于秦已和 二十一年,与秦共公储,败楚江驱盖,斩首八万余丹阳 誓岁,宣慧王簇,太子 苍立,是位湘王 湘王四年,与秦武王会临近 祈秋,秦始甘茂公我一阳 五年,秦把我一阳,斩首 六万,秦武王簇 六年,秦父与我五岁 九年,秦父娶我五岁 十年,太子因朝秦而归 十一年,秦法我,取狼 欲秦法楚,败楚江堂内 十二年,太子因死 公子舅,公子己师真为太子 十纪师执于楚 苏代为韩舅曰 己师王在楚,楚王遇内之圣 今楚兵时于万在方臣之外 公和不令楚王驻万事之都拥 是之旁,韩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将以 公应以韩楚之兵奉己师而内之,其听公必以, 比,以楚韩封公也 韩就从其祭 楚为雍士,韩求救于秦 秦魏未发,使公孙媚入韩 公仲曰,子以秦魏且就含呼 对曰,秦王之言曰,请到南镇,蓝田,出兵于楚以待公,代不合以,公仲曰 自以为果乎,对曰,秦王必祖张仪之故至,楚威王公良也,张仪为秦王曰 与楚公为,为辙而入于楚,韩顾其与国也,侍秦姑也 不如出兵以道之,为楚大战 秦取西河之外以归 经其壮阳眼与韩,其时应善楚 公呆秦而道,必倾与楚战 楚应 得秦之不用也,必亦与公相之也 公占而胜楚,遂与公尘楚,师三川而归 公占不胜楚 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就也 妾为公换之 司马根三反于尹,甘茂于昭于玉于商于 其言收喜,十类有曰也 公仲孔,曰,然则奈何,曰,公必先寒而后秦,先生 而后张仪 公不如己以国合于其楚,其楚必为国于公 公之所恶者张仪也,其时有不无 秦也 于是楚解雍是为 苏代又为秦太后帝秀荣曰,公书把因恐秦楚之类己施也,公何不为韩求至子于楚 楚王听入至子于韩,则公书把因之秦楚之不以己施魏氏,必以韩何于秦楚 秦楚携韩 以窘魏,魏氏不敢何于其,是其孤也 公又魏请求至子于楚,楚不听,愿结于韩 韩邪 其魏以为楚,楚必重公 公邪秦楚之众以秦德于韩,公书把因必以国呆公 于是己施,竟不得归韩 韩力就魏太子 其魏王来 十四年,与其魏王共集秦,致韩古儿君焉 十六年,秦与我和外籍五岁 湘王醋 太子就立,是魏黎王 黎王三年,使公孙喜律洲,魏公秦 秦拜我二十四万,魯喜一雀 五年,秦把我挽 六年,与秦五岁的二百里 十年,秦拜我施于下山 十二年,与秦昭王会西周而左秦 公秦 七拜,敏王出王 十四年,与秦会两周间 二十一年,使报真就魏,魏秦所拜 真走开封 二十三年,赵,魏公我华阳 韩告急于秦,秦不就 韩相国魏陈氏曰,是吉,元 公虽并,魏移宿之行 陈氏见仁侯 仁侯曰,是吉乎 故始公来 陈氏曰,魏 吉也 仁侯怒曰,是可以魏公之主使乎 夫官盖相望,告毕益圣吉,公来言魏吉 何也 陈氏曰,比韩吉则将便而驮从,以魏吉,故父来尔 然后曰,公吾见王 请经发兵就韩 八日而至,拜兆,位于华阳之下 誓岁,离王簇,子还会王力 还会王元年,法燕 九年,请把我行,乘坟旁 十年,请集我于太行,我上党郡守 以上党郡将照 十四年,请把照上党,沙马福子促四十余万余长平 十七年,请把我阳 陈,附属 二十二年,请招王簇 二十四年,请把我陈高,迎阳 二十六年,请西把我 上党 二十九年,请把我十三成 三十四年,还会王簇,子王安立 王安五年,请攻韩,韩吉,使韩非使秦,秦刘非,应杀之 九年,请卤王安,进入其地,为尹周郡 韩岁王 太史公曰,韩诀之赶进井宫,少兆姑之子武,以臣臣因,公孙处旧之意,此天下之 应得也 韩诀之公,于尽未堵其大者也 然宇赵,为中尉诸侯时于是,遗乎哉 所引述赞,韩试之先,时宗周五 世为国小,春秋无语 后亦是尽,寒原是处 赵姑克利,至薄可取 既喜平阳,又轻附属 谨兆巨侯,惠又见主 秦拜修于,未惠屈 属 韩非虽使,不经狼狐 史记田敬仲丸世家 臣丸者,臣立功他之子也 完生,周太史过臣,臣立功使不完,挂得官之否,是 为官国之光,利用兵于王 此其代臣有国乎 不在此而在一国乎 非此其身也,在其子 孙,若在一国,必将信 将信,四月之后 物莫能两大,臣衰,此其仓乎 立功者,臣文功少子也,其母菜女 文功促,立功凶暴力,是为还功 还功与他义 母 即还功并,蔡仁为他杀还功暴及太子免而立他,为立功 立功即立,取蔡女 蔡女 淫于蔡仁,恕归,立功亦恕如采 还功之少子凌愿立功杀其父与兄,乃令蔡仁又立功而 杀之 林自立,是为庄公 故臣完不得立,为臣代夫 立功之杀,已迎出国,故春秋曰 蔡仁杀臣他,罪之也 庄公促,立地除旧,是为宣公 宣公二十一年,杀其太子玉寇 玉寇与顽相爱,孔 或几几,顽固奔齐 其还功玉十位卿,辞曰,积履之诚信的免赴言,君之会也,不敢 当高位 还功十位公正 其义重玉七丸,不知,战曰,是为凤凰于非,和名强强 有归之后,将玉于江 五世其昌,并于正卿 八世之后,莫之与今 醋其丸 丸之奔 其,其还功历十四年已 丸醋,是为敬重 众生至孟仪 敬重之如其,以臣自为田氏 田,孟仪生敏孟庄,田敏孟庄生文子虚 无 田文子是其庄公 敬之大夫鸾臣作乱于敬,来奔其,其庄公后克之 燕音与田文子见,庄公福听 文子醋,生还子无语 田还子无语有力,是其庄公,甚有宠 无语醋,生无子开语离子其 田离子其是其井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明以小豆受之 其并于明以大豆,行应得于明,而井公福尽 由此田氏的其重心,宗族一强,明思田 是 燕子树见井公,井公福听 以而始于静,与书相思语曰,其国之正促归于田是以 燕音促后,犯,中行是反静 静公之吉,犯,中行寝宿于其 田其欲未乱,恕倒于 诸侯,乃说井公曰,犯,中行恕有得于其,其不可不救,其使田起救之而书之宿 井公太子死,后有宠姬曰瑞子,申子图 井公并,命其向国会子与高招子以子图为 太子 井公粗,两相高,国力图,侍卫燕如子 而田其不说,欲立井公他子阳申 阳申 素语其欢 燕如子之力也,阳申奔鲁 田其为是高招子,国会子者,美朝代参臣,言曰 使朱大夫不欲立如子 如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为,谋作乱 又代大夫曰 高招子可谓也,即为发先之,朱大夫从之 田其,豹木与大夫以兵入宫室,攻高招 子 招子文之,与国会子就功 公施拜 田其之众追国会子,会子奔举,遂反杀高招子 燕与奔鲁 田其使人之鲁,迎阳申 阳申至齐,逆田起家 请朱大夫曰,长之母有余书之计 信而来慧隐 慧隐田是 田其圣阳申陀中,至座中央 发陀,出阳申,曰,此乃 其君以 大夫皆福也 将蒙立之,田其屋曰,无与豹木谋共立阳申也,豹木怒曰 大夫望景宫之命呼,朱大夫欲悔,阳申乃顿首曰,可则立之,不可则以,报 牧孔或己己,乃父曰,皆谨公之子,何谓不可,遂立阳申于田其之家,是谓道公 乃使人千燕如子于台,而杀如子徒 道公祭吏,田其味香,专其证 四年,田其醋,子长代吏,是谓田臣子 豹木与其道公有戏,是道公 其人共立其子人,是谓简公 田长臣子于兼子聚位佐,右相,相简公 田长辛亥兼子,兼子信于简公,全服能去 于是田长父修离子之阵,以 大豆初代,以小豆收 其人歌之曰,欲乎采气,归乎田臣子,其代辅朝,欲殃见见 公曰,田,兼不可并也,均其则焉,均服听 自我者,兼子之宗人也,常与田氏有阙 田氏书族田报氏子我有宠 自我曰,无 欲静灭田氏事,以报代田氏宗 报曰,乘于田氏书以,不听 乙儿报位田氏曰,自我将诸田氏,田氏浮仙,或即乙,自我舍公公,田长兄弟四人成如公公,欲杀子 我,自我闭门 简公与妇人隐坛台,将欲及田长 太史子余曰,田长非敢为乱,将除 害,简公乃至 田长出,闻简公怒,孔诸,将出亡 田子行曰,虚,誓之贼也 田长于誓即子我 子我律其图公田氏,不慎,出亡 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兼职 简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止简公于徐州 简公曰,早从玉秧之言,不及此难,田 氏之徒恐简公复利而诸己,遂杀简公 简公利四年而杀 于是田长利简公第奥,是未平 公 平公即位,田长未相 田长既杀简公,聚诸侯供诸己,乃敬归鲁,未卿得,西曰敬,韩,未,赵氏,南通 五,岳之使,修功行赏,轻于百姓,以故其父定 田长言于其平公曰,得诗人之所欲,均其行之,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行 之五年,其国之正皆归田长 田长于是敬珠宝,燕,兼职及公族之强者,而歌其自安平 以东至狼邪,自卫封义 封义大于平公之所食 田长乃选其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位后宫,后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部 净 积田长醋,有七十余难 田长醋,子香子盘带立,香齐 常侍卫臣子 田香子寄香齐宣公,三晋沙之伯,分齐地 香子使其兄弟宗人敬畏其兜义大夫,与 三晋通使,且已有其国 香子醋,子庄子白礼 田庄子香齐宣公 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皇城,为养湖 明年,伐鲁,隔吉安陵 明年,取鲁之以臣 庄子醋,子太公和礼 田太公香齐宣公 宣公四十八年,取鲁之臣 明年,宣公与 正人会西臣 乏位,取冠丘 宣公五十一年醋,田会自领丘返 宣公醋,子康公戴立 戴立十四年,淫于九妇人,不听证 太公乃千康公于海上 十一臣,以奉其先寺 明年,鲁败其平路 三年,太公与魏文侯会卓泽,求魏诸侯 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其相 田和魏诸侯 周天子许之 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魏其侯,列于周氏,即元年 其侯太公和立二年,何促,子桓公五历 桓公五五年,秦,魏公韩,韩求救于其 其桓公赵大臣而谋曰,早就之属于晚就之,邹继曰,不若勿救,断干鹏曰 不救,则含且哲而入于魏,不若就之 田臣司曰,过以君之谋也 秦,魏公韩,楚 赵必就之,是天以燕与其也 桓公曰,善,乃应告韩使者而遣之 韩自以为的 其之旧,因与秦,魏战 楚,赵文之,果其兵而就之 其因其兵席燕国,取桑丘 六年,就位 还公簇,子威王因其力 誓岁,顾其康公簇,绝无后,奉义皆入田氏 其威王元年,三敬因其丧来罚我林秋 三年,三敬灭敬后而分其地 六年,鲁罚我,入阳关 敬罚我,至柏林 七年,魏罚我,取薛林 九年,赵罚我,取真 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魏正清大夫 九年之间,诸侯并罚,国人不治 于是威王 赵吉莫大夫而宇之曰,自子之居吉莫也,毁言日至 然无使人是吉莫,田也辟,明人 给,官无流氏,东方以宁 世子不世无左右以求欲也 风之万家 赵阿大夫于曰 赵阿大夫于曰 自子之首阿,欲言日文 然使使是阿,田也不辟,明平苦 昔日照公真,子福能就 为,取薛林,子福之 世子已毕后无左右以求欲也 是日,烹阿大夫,即左右常欲者皆病 烹之 遂其兵兮及赵,为,拜位于卓泽而为惠王 惠王请宪官以和解,赵人归我常臣 于是齐国证据,人人不敢是非,勿尽其臣 齐国大志 诸侯文之,莫敢置兵于其二十余 年 邹继子已古秦见威王,威王说而舍之又是 虚于,王古秦,邹继子推护入曰,善 摘古秦 王勃然不说,去秦岸见曰,夫子见荣未查,何以知其善也 邹继子曰,夫大贤卓以春温者,君也,小贤连者以清者,乡也,绝之身,义之余者,正令也,君 邹继子曰,大小相亦,回邪而不相害者,四十也,无事以知其善也 王曰,善语音 邹继子曰,何读语音,夫治国家而米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说曰,若服语 五英之计,姓魏有如夫子者也 若服治国家而米人民,又鹤魏忽丝同之间 邹继子曰,夫大贤卓以春温者,君也,小贤连者以清者,乡也,绝之身而舍之余者,正令也 君邪以名,大小相亦,回邪而不相害者,四十也 夫妇而不乱者,所以智娼也,连而尽 这,所以存亡也,故曰秦英调而天下智 夫治国家而米人民者,无若乎五英者 王曰,善 邹继子见三悦而寿相应 淳于昆见之曰,善说哉 昆有余至,原成诸前 邹继子曰,锦授教,淳于昆曰,的全全昌,施全全王, 邹继子曰,锦授令,请锦 无离前 淳于昆曰,西高极轴,所以未华也,然而不能运方川 邹继子曰,锦授令,请锦释左右 淳于昆曰,公交席干,所以未和也,然而不能复合书下,走 邹继子曰,锦授令,请锦自负于万民,淳于昆曰,胡求虽必,不可补以黄狗之皮 邹继子曰,锦授令,请锦则君子,无杂小人其间,淳于昆曰,大车不叫,不能 载其常任,秦色不叫,不能乘其五英 邹继子曰,锦授令,请锦修法律而督监力 淳于昆说必,驱出,至门,而念其谱曰,是人者,无语之为言武,其应我若想之应 申,是人必封不久矣,居积年,封以下批,号曰成侯 威王二十三年,与赵王会平路 二十四年,与威王会填于交 威王问曰,王亦有 保乎 威王曰,吴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尽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 臣者十眉,奈何以万臣之国而无保乎 威王曰,寡人之所以未保与王亦 无尘有谈 子者,始守南臣,则处人不敢为寇东取,四上十二诸侯皆来朝 无尘有,子者,始守高 唐,则照人不敢东于于河 无利有前夫者,始守徐州,则验人寄北门,赵人寄西门,喜 而从者七千余家 无尘有种守者,始被盗贼,则道不时宜 将以赵千里,起特十二圣灾 梁慧王残,不义而去 二十六年,为慧王为邯郸,赵求救于其 其威王赵大臣而谋曰,就赵属于勿救 邹记子曰,不如勿救,断干彭曰,不救则不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 对曰,夫为士并邯郸,其余其何利栽 且夫就赵而君其交,誓赵不乏而为全也 故,不如南宫相邻已弊位,邯郸拔而成位之弊 威王从其继 其后成侯邹记与田记不善,公孙岳为成侯记曰,公和不谋乏位,田记必将 战胜 有公,则公之谋中也,战不慎,非前死则后辈,而命在公义 于是成侯颜威王,史田 济南宫相邻 十月,邯郸拔,其应起兵即位,大败之桂林 于是其最强于诸侯,自称位 王,以令天下 三十三年,杀其大夫穆兴 三十五年,公孙岳又为成侯记曰,公和不令人操时经不于是,曰,我田记之人也 无三战而三圣,身为天下,欲为大事,亦及乎不及乎 不这初,因令人不畏之不,这,宴其此于王之所 田记文之,因律其突袭公林姿,求成侯,不慎而 三十六年,威王促,子宣王辟强力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 周智博于秦孝公 二年,未法兆 兆与韩清,共及位 兆不利,占于南梁 宣王兆田记复顾位 韩氏 请就于其 宣王兆大臣而谋曰,早就属于婉旧,邹记子曰,不如物旧,田记曰 福旧,则韩且折而入于位,不如早就之,孙子曰,夫韩,为之兵未必而就之 是无代韩受位之兵,故反听命于韩也 且未有破国之志,韩建王,必东面而肃于其矣 无因身解韩之亲而晚成位之弊,则可重力而得尊名也 宣王曰,善,乃应告韩之 施者而谴之 韩应是其,武战不胜,而东为国于其 其应起兵,使田记,田应将,孙子 为师,就韩,赵已即位,大败之马林,杀其将旁涓,鲁为太子生 其后三境之王皆因田,因朝其王于博望,蒙而去 七年,与魏王会平阿南 明年,赴慧珍,魏慧王簇 明年,与魏湘王会徐州,诸侯,相望也 十年,楚为我徐州 十一年,与魏伐赵,赵爵河水灌其,魏,兵霸 十八年,秦慧王称王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坤,田平,皆宇,圣道,还渊之徒七十六人 揭刺列帝,魏尚大夫,不智而议论 是以其济下学士附胜,且数百千人 十九年,宣王簇,子敏王的吏 敏王元年,秦始张已与诸侯执政会于聂桑 三年,丰田因于靴 四年,迎赴于秦 七年,与宋公卫,拜之观泽 十二年,公卫 楚为雍士,秦拜屈改 苏代未填诊曰,成缘有业于公,其为是圣 完,使楚立功,成为福,不成亦为福 经者成立于门,刻有言曰 为王位韩逢,张已曰 主早将拔,其兵又尽,子来救寡人 则可矣,不救寡人,寡人福能拔,此特转此也 秦,韩之兵吴东,循于,则为是转韩从秦 秦竹张已,交臂而是其楚,此功之事成也 天枕曰,奈何使吴东,对曰,韩逢之就位之词 必不畏韩王曰,逢以为位 必曰,逢将以秦韩之兵东却其宋 逢因团三国之兵,臣驱盖之弊,南戈于楚,故地必尽 得之以 章已就位之词,必不畏秦王曰,以以为位,必曰,以且以秦韩之兵东聚其 宋,宜将团三国之兵,臣驱盖之弊,南戈于楚,明存王国,十罚三川而归,此王业也 宫令楚王与韩逝的,使秦至和,为秦王曰,请与韩的,而王以施三川,韩逝之兵不用 而得得于楚 韩逢之东兵之词且为秦和 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法楚韩以迥为,为 誓不敢东,誓孤其也 章已知东兵之词且为何 曰,秦韩欲得而兵有岸,身微发于位 卫士之欲不失其处者有自已 卫士转秦韩真是其处,楚王欲而无语的,功令秦韩之 兵不用而得得,有一大得也 秦韩之王劫于韩逢,章已而东兵以驯服为,功常之所劝以 则于秦韩,此其善于功而恶章子多自已 十三年,秦会王簇 二十三年,与秦即败处于仲秋 二十四年,秦始金阳君执于齐 二十五年,归金阳君于秦 孟长君薛文入秦,即相秦 文王去 二十六年,齐与韩位 贡公秦,至韩古君焉 二十八年,秦与韩河外以河,兵霸 二十九年,召杀其主妇 其,左兆灭中山 三十六年,王位东帝,秦昭王位西帝 苏代自宴来,入齐,建于张华东门 其王曰 西,善,子来 秦始为崖至帝,子已为何如 对曰,王之问臣也促,而患之所 从来为,原王受之而悟被称也 秦称之,天下安之,王乃称之,无后也 且让真帝名 无商也 秦称之,天下恶之,王应悟称,已收天下,此大自也 且,且天下立两帝,王以天 下位尊其乎 尊秦乎 王曰,尊秦,曰,是帝,天下爱其乎 爱秦乎 王曰,爱其而尊秦,曰,两帝立曰伐照,属与伐节颂之利,王曰,伐节颂利 对曰,夫曰君,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清齐,是帝则天下爱其而尊秦,伐照不如 伐节颂之利,故原王明是帝已收天下,被曰兵秦,无珍重,而王以其间举颂 夫有颂 未知阳得为,有祭兮,召之阿东国为,有淮北,处之东国为,有陶,平路,梁门不开 是帝而代之以伐节颂之事,国众而明尊,宴处所以行福,天下莫敢不听,此汤舞之举也 尽秦以为名,而后使天下增之,此所谓以卑为尊者也 元王熟律之 于是其去帝父 为王,秦亦去帝位 三十八年,伐宋 秦昭王怒曰,吾爱宋与爱新臣,杨敬同 含涅语吾有也,而公 吾所爱,何也 苏代为其位秦王曰,含涅之恭颂,所以为王也 其强,辅之以颂 楚位必恐,恐必惜是秦,是王不凡一兵,不商一事,无事而歌安一也,此含涅之所道于 王也 秦王曰,吾唤其之难知 亦从亦恒,其说何也 对曰,天下国令其可知 呼 其以恭颂,其之是秦以万臣之国自福,不惜是秦则宋至不安 中国白头有傲之是皆 姬至欲离其秦之交,福是结亦兮持者,未有一人言善其者也,福是结亦东持者,未有一 人言善情者也 何则 皆不欲其情之何也 何净楚之至而其情之于也 净楚何必亦其情 其情何必图净楚,请以此绝世 秦王曰,诺,于是其遂罚宋,宋王出王,此于 温 其南戈楚之淮北,西清三境,欲以并周氏,为天子 四上诸侯周虏之君皆称臣,诸 侯恐惧 三十九年,秦来伐,把我列成九 四十年,燕,秦,楚,三境和谋,各出瑞施以伐,拜我祭兮 王解而却 燕将悦意 遂入林姿,竟取其之宝藏器 敏王出王,之位 为君辟宫舍之,称臣而共聚 敏王不逊 人轻之 敏王去,走邹,鲁,有交色,邹,鲁军府内,遂走去 楚时闹齿将兵就其 音乡其敏王 闹齿遂杀敏王而与燕共分其之亲的鲁器 敏王之欲杀,其子法章便明姓为举太史,家庸 太史教女其法章状茂,以为非恒人 怜而长妾依时之,而与司通焉 闹齿即已去举,举中人及其王臣相聚求敏王子,欲立 之 法章聚其诸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敏王子也 于是举人共立法章,侍卫襄王 以保举臣而不告其国中,王已立再举矣 襄王既立,立太史侍女为王后,侍卫君王后,身子贱 太史,曰,女不取梅英字 驾,非无种也,乌无事 终身不赌君王后 君王后贤,不以不赌故诗人子之礼 襄王再举五年,田丹以吉莫攻破燕君,迎襄王于举,入林姿 其故帝禁附属其 其 丰田丹未安平君 十四年,秦吉我刚守 十九年,襄王促,子建立 王建立六年,秦公兆,其处就之 秦吉曰,其处就照,轻则退兵,不轻遂公之 赵无时,寝宿于其,其不听 周子曰,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不听则秦兵不阙,是秦 知迹中而其处知迹过也 且照之于其处,汉必也,有此之有淳也,淳王则齿寒 今日王 照,明日换及其处 且就照之悟,一若奉漏问卧交辅也 夫就照,高义也,却擒兵,显 明也 亦就王国,威却强秦之兵,不勿为此而勿爱诉,为国记者过矣 齐王福厅 秦 破诏于长平四十余万,岁为邯郸 十六年,秦灭州 君王后促 二十三年,秦至东郡 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阵 至九咸阳 三十五年,秦灭韩 三十七年,秦灭赵 三十八年,燕始今可赐秦王,秦王 绝,沙科 明年,秦破燕,燕王往走辽东 明年,秦灭魏,秦兵赐于立夏 四十二年,秦灭楚 明年,鲁代王家,灭燕王喜 四十四年,秦兵集齐 秦王听襄后圣祭,不战,以兵降秦 秦鲁王剑,千之贡 遂,灭其魏郡 天下一并于秦,秦王正立号位皇帝 始,君王后贤,是秦景,与诸侯姓,齐 亦东边海上,秦日夜宫三境,燕,楚,五国各自就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 君王后死,后圣香齐,多寿秦兼金,多使兵克入秦,秦又多宇金,克皆为反贱,劝王去 从朝秦,不休公战之辈,不住五国公秦,秦已故得灭五国 五国以王,秦兵足入林姿 明末感歌者 王建遂将,千余共 故其人愿王建不早于诸侯和从公秦,听兼臣兵克以王 其国,歌之曰,松耶伯耶 祝贱贱者克耶 吉贱用克之不祥也 太史公曰,盖孔子婉儿喜意 义之为树,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俗能住一焉 故周 太史之卦田径仲丸,战至十世之后,即完奔旗,亦仲不知一云 田起吉长所以比犯二军 专齐国之阵,非必逝世之见然也,盖若尊艳赵祥云 所引述赞,田丸避难,奔于大疆,始祠积履,终然凤凰 乌墨两圣,带武其昌 二军比犯,三境真强 何使善命,威碎称王 祭吉燕,赵,帝列康,庄 秦甲东帝,举 立法章 王剑师国,松波苍苍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申鲁昌平香周矣 其先宋人也,曰孔房书 房书申博下,博下申书良歌 歌语 严氏女也何而申孔子,倒于尼丘的孔子 鲁香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申 申而手上须顶,故 英明曰秋云 自仲尼,姓孔氏 秋生儿书良歌死,葬于房山 房山在鲁东,尤氏孔子以其父母处,母会之也 孔子 为儿嬉戏,长城祖斗,赦礼戎 孔子母死,乃并五父之渠,盖其圣也 邹人晚父之母会 孔子父母,然后往河葬于房烟 孔子要蝶,既是想事,孔子与往 杨虎处曰,既是想事,非敢想子也,孔子游 逝退 孔子年时期,鲁大夫孟离子并且死,借其四义子曰,孔秋,圣人之后,灭于颂 其祖父父和时有颂而四让立功 即正考父左代,五,宣公,三命资一公,故顶明云 一命而楼,再命而雨,三命而辅,寻墙而走,亦莫敢于五 瞻于是,周于是,以狐于口,其功如是 无闻圣人之后,虽不当是,必有达者 今孔秋年少好礼,其达者于 五,即眉,若必失之 即离子醋,义子于鲁人南宫禁书网学里焉 是岁,即五子醋,平子 代曆 孔子平且见 即长,常为既是使,料量平,常为私直立而处翻席 由是为司空 以 而去鲁,是乎其,逐乎送,为,困于成菜之间,于是返鲁 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为 知,常人,而亦知 鲁父善待,由是返鲁 鲁南宫禁书言鲁军曰,请与孔子是周,鲁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数子聚,是 周问里,盖见老子云 死去,而老子送之曰,无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仁者送人以言 无不能富贵,且仁仁之号,宋子以言,曰,聪明身茶而尽于死者,好义仁者也 博 便广大为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 为人子者无以有己,为人臣者无以有己 孔子自 周返于鲁,弟子稍易敬焉 誓时也,敬平公营,六亲善权,东伐诸侯,楚陵王兵强,伶立中国,其大而敬于鲁 鲁小若,负于楚则敬怒,负于敬则楚来伐,不备于其,其施清鲁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其井公于燕因来是鲁,井公问孔子曰,其,秦木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 对曰,秦,国虽小,其至大,处虽辟,行中正 申举,无故,觉知大夫,其类亦之中,予予三日,受之以震,以此取之,虽亡可也,其霸小矣 井公说,孔子年三十五,而继平子余后招伯以斗姬故得罪鲁昭公,昭公律师及平子,平子余 孟是,书孙是三家贡公招公,招公失败,奔于其,其处招公前侯,其后寝之,卤乱 孔 子是其,为高招子家臣,欲以通乎井公 与其太师与乐,闻韶英,学之,三月不知肉味 其人称之 井公问证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井公曰,善哉 姓如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素,无其得而识诛 他日幼父问证于孔子,孔 子曰,正在劫财,井公说,将欲以尼西田封孔子 燕英静约,孵如者滑稽而不可 贵法,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 崇丧遂哀,破产后葬,不可以为俗 游说其代,不可以 为国 自大贤之习,周氏既衰,礼乐却有奸 金孔子圣荣氏,凡登将之礼,曲祥之节 磊氏不能丹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 君欲用之以以其俗,非所以先系明也 后井公敬 见孔子,不问其理 一日,井公指孔子曰,奉子已记事,无不能,以记梦之间呆之 其代父欲害孔子,孔子闻之 井公曰,吴老义,福能用也,孔子遂行,返呼鲁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促于甘侯,定公历 定公历五年,下,祭瓶子促,还子四历 祭还子川井的土佛,钟若阳,问仲尼云,得够 仲尼曰,以秋所闻,养也 秋文,知,牧石之怪魁,网狼,水之怪龙,网象,土之怪焚羊 吴伐月,舵汇姬,得古节专车 吴史时问仲尼,古何者最大,仲尼曰,宇智 群神于汇姬山,防风事后智,雨沙而露之,其节专车,此为大义 吴克曰,谁为神 众尼曰,山川之神足以刚祭天下,其守为神,设计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克曰 防风和守,众尼曰,汪往事之君守风,于之山,为离姓 在于,下,商为汪往 于周为常敌,经为之大人 克曰,人长几何,众尼曰,焦脚是三尺,短之之 也 长者不过十之,数之即也 于是吴克曰,善哉圣人 环子必成约众良怀,与杨虎有戏 杨虎欲竹怀,攻山不扭止之 祈秋,怀一交,杨 虎直怀 环子怒,杨虎应求环子,与蒙而易之 杨虎由此一清济世 济世亦见于公世 陪陈执国阵,是以鲁字代府以下接见离于正道 故孔子不逝,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迷 众,至自远方,莫不受夜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扭不得意于济世 阴阳虎未乱,玉废三环之事,更立其数捏阳虎 宿所善者,遂直即环子 环子乍之,得托 定公九年,杨虎不慎,奔于其 逝时孔子年 五十 公山不扭以费叛祭世,使人召孔子 孔子寻道米酒,温温摩锁世,莫能己用,曰 盖周文武其封稿而亡,经费虽小,躺树几乎欲网 子路不说,指孔子 孔子曰 夫召我这其屠栽 如用我,其为东周乎 然意猝不行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忠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 由忠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口 定公十年春,即其平 下,其代夫离租延于锦公曰,卢用孔秋,其事为其,乃 史事告卢为好慧,慧于家谷 卢定公且已成车好往 孔子设相识,曰,成文有文士者 必有五倍,有五士者必有文倍 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已从 请具左右司马 定公曰 诺,惧其侯家谷,卫谈卫,土皆三等,以惧玉之礼相见,依让而登 献愁之礼弊,其有司屈而敬曰,请奏四方之乐,谨公曰,诺,于是经毛与福 毛己见波鼓造而至 孔子屈而敬,力皆而登,不敬一等,举媚而言曰,无两君为好慧 以狄之乐何谷于此? 请命有司 有司却知,不去,则左右是燕子与井宫 井宫星座 徽而去之 有请,其有司屈而敬曰,请奏宫中之乐,井宫曰,诺,悠唱诸如 为戏而前 孔子屈而敬,力皆而登,不敬一等,曰,匹夫而迎或诸侯者 罪当诸 请命 有司 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 井宫聚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孔,告其群臣曰 鲁义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以敌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 有司尽 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直,小人有过则谢以闻 君若道之,则谢以直 于是其侯乃 归所轻辱之运,混阳,归因之田已谢过 定宫十三年下,孔子言于定宫曰,成无葬甲,代付五百智之臣,始众犹未济世 宰,将堕三兜 于是书孙事先堕后 济世将堕废,公山不纽,书孙哲律废人席鲁 宫语 三子入于济世之宫,登五子之台 废人公之,福克,入籍公策 孔子命身拒须,乐其下 罚之,废人被 国人追之,败诸孤灭 二子奔其,遂堕废 将堕成,宫脸处附为孟孙曰 堕成,其人必置于北门 且成,孟是之宝章,无臣是无孟是也 我将福朵 十二 月,公为臣,福克 定宫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 由大司寇行舍相逝,有喜色 门人曰,闻君子获志 不惧,福志不喜 孔子曰,有誓言也 不曰,乐其已贵下人,呼 于是诸鲁大夫 乱证者少证卯 宇文国证三月,周高屯者服侍甲 男女行者别于徒,徒不时宜,四方之 克制忽义者不求有私,皆与之以归 其人文而聚,曰,孔子为政必罢,罢则无地尽焉 我知为先并已 何至的焉? 离租曰,请先常举之,举之而不可择之的,雍池乎 于是选其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 皆一文一而武康乐,文马三十四,以鲁军 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寄还子为福 网关再三,将寿,乃于鲁军卫周到游,网关终日,代于政事 子鹿曰,夫子可以行义 孔子曰,鲁金且骄,如至盘忽大夫,则无由可以止,还子促受其女乐,三日不 听证,骄,又不至盘祖于大夫 孔子遂行,素呼臀 而诗己颂,曰,夫子则非罪 孔子曰,无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夜,可以死败 盖悠哉 悠哉,唯以醋碎 诗己反,环子曰,孔子易赫言,诗己已实告 环子溃然探曰 夫子罪我以群必顾也夫 孔子遂是位,主于子鹿七兄严酌舟家 魏林宫问孔子,居鲁的鹿几何,对曰 奉素六万,为仁义质素六万 居请之,获赠孔子于位灵宫 灵宫使公孙于甲义初一 入 孔子恐获醉焉,居十月,去位 将士臣,过匡,颜客为仆,以其策指之曰,习无入此,有彼缺也,匡人闻之 以为鲁之羊虎 羊虎常抱匡人,匡人于事遂指孔子 孔子壮类羊虎,居焉五日,严冤后 子曰,无以如未死矣,严冤曰,子在,回何赶死,匡人居孔子一即,弟子聚 孔子曰,闻王济眉,闻不在之乎 天知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予于斯文也 天知 为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与何 孔子始从者为宁五子成于位,然后的去 去即过仆 岳于,反呼位,主渠伯玉家 林宫夫人有男子者,使人为孔子曰,四 方知君子不如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 寡小君原见 孔子慈谢,不得已而见 知 孔子入门,北面鸡首 夫人自为忠在拜,还佩玉身求然 孔子曰 无相为伏剑,剑之里达焉,子路不说 孔子使之曰,与所不者,天燕之 天燕之 居为岳于,临宫与夫人同车,患者拥躯参成,出,使孔子为四成,招摇婆过之 孔 子曰,无谓见好得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为,过曹 是岁,鲁定公粗 孔子去曹世宋,与弟子洗礼大树下 宋司马还追欲杀孔子,拔其数 孔子去 弟子 曹,可以素以,孔子曰,天生得与语,还追其如与何 孔子侍政,与弟子相施,孔子独立郭东门 正人或为子贡曰,东门友人,其嗓嗣 遥,其相类高桃,其间类子产,然字要以下不及与三寸 磊磊若丧家之狗 子贡以食 告孔子 孔子欣然孝曰,行壮,莫也 而为四丧家之狗,然哉 然哉 孔子遂至臣,主于司臣真子家 遂于,吾王夫差伐臣,取三亦而去 照央伐朝歌 楚为蔡,蔡千于吾 吾拜月望勾见惠姬 有孔姬于陈庭而死,苦使贯之,使弩,使长齿有之 陈敏公使时问仲尼 仲尼曰 孔来远矣,此速胜之时也 喜武王克商,通道久以百瞒,使各以其方会来供,使无妄 之也 于是速胜共苦使时弩,长齿有之 先妄欲昭其领德,以速胜时分大姬,配于狐公 而封诸臣 分同性以真欲,斩轻,分义性以远直,使无妄福 故分臣以速胜时 誓求 知故福,果得知 孔子居臣三岁,会尽处真强,更伐臣,即无清臣,臣常被寇 孔子曰,归语归语 无党之小子狂简,竟取不忘其出 于是孔子去臣 过仆,会公书是以仆叛,仆人指孔子 弟子有公粮儒者,以私车武圣从孔子 其为 人常贤,有勇力,未曰,无习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 无与夫子在 罹难,宁斗而死 斗盛极 仆人聚,为孔子曰,苟无是位,无出子,与之蒙,出 孔子东门 孔子遂是位 子贡曰,蒙可复邪,孔子曰,要蒙也,神不听 为灵公闻孔子来,喜,交迎 问曰,蒙可罚乎,对曰,可,灵公曰,无 大夫以为不可 经蒙,为之所以待尽除也,以为罚之,无乃不可乎 孔子曰,其难 自有死之至,妇人有保兮和之至 无所罚者不过四五人 灵公曰,善,然不罚仆 灵公老,戴于正,不用孔子 孔子溃然探曰,苟有用我者,齐悦而已,三年有成 孔子行 佛西未忠目载 赵简子公犯,忠行,罚忠目 佛西叛,使人召孔子 孔子欲网 子 陆曰,尤文诸夫子,其身轻位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经佛西轻以忠目叛,子欲网 如之河 孔子曰,有事言也 不曰兼乎,磨而不灵,不曰白乎,孽而不滋 我岂 袍瓜也灾,焉能细而不食 孔子极庆 有何愧而过门者,曰,有心灾,极庆乎 坑,乎,莫几之也夫而已矣 孔子学古秦诗香子,时日不尽 诗香子曰,可以矣矣,孔子曰,秋以席齐取 矣,未得其数也 有间,曰,以席齐数,可以异矣,孔子曰,秋未得其治也 有间,曰,以席齐治,可以异矣,孔子曰,秋未得其为人也 有间,有所目 然身思焉,有所宜然高望而远至焉 曰,秋得其为人,黯然而黑,济然而长,眼如望 阳,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 诗香子辟席再拜,曰,诗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于为,江西见赵俭子 至于何而闻斗明独,顺华之死也,临何而探曰 美哉水,杨杨乎,秋之不计此,命也夫 子共屈而靖曰,敢问何谓也,孔子 曰,斗明独,顺华,晋国之贤代父也 赵俭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 以得志,杀之乃从政 秋文之也,枯胎杀妖则其灵不至焦,结则何鱼则焦龙不和阴阳 复朝悔软则凤凰不祥 何则 君子会伤其类也 夫鸟兽之于不义也上之辟之,而旷乎秋 哉,乃还习乎邹乡,作为邹操以哀之 而返乎未,入主取博玉佳 他日,林宫问冰城 孔子曰,祖斗之士则常闻之,君吕之士未知学也 明日 与孔子雨,见飞燕,仰世之,色不在孔子 孔子遂行,父如臣 下,为邻公促,立孙哲,侍卫未出宫 六月,照央内太子快溃于妻 仰虎使太子问 八人衰迭,尾字未迎者,哭而入,遂居焰 东,蔡迁于周来 世岁鲁哀公三年,而孔 自年六十以 其诸位为妻,以为太子快溃在故也 下,鲁还离妙凡,南宫敬书救火 孔子再臣,闻之,曰,栽必于还离妙呼,以 而果然 丘,既还子病,免而见鲁臣,溃然探曰,习此国即心以,以无获罪于孔子,故不 心也 故为其四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掳,相掳,必照众尼,后属日,还子醋 康子带立 以藏,欲照众尼 公之于曰,习无先君用之不忠,忠为诸侯孝 今又用 知,不能忠,是在为诸侯孝 康子曰,则谁照而可,曰,必照牙求,于是使 是照牙求 牙求将行,孔子曰,鲁人照求,非小用之,将带用之也,是日,孔子曰 归乎归乎,无党之小字狂简,斐然成章,无不知所以才知 子干之孔子思规,耸 求,应戒曰,即用,以孔子为昭,云 牙求既去,明年,孔子自成千余彩 蔡昭公将如无,无兆之也 前昭公期其成千周 来,后将往,代府拒父千,公孙偏设沙昭公 楚清彩 秋,其井公簇 明年,孔子自菜如夜 夜公问郑,孔子曰,正在来远复尔,他日,夜公问孔子 于子路,子路不对 孔子闻之,曰,有,而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惠人不 燕,发奋望时,乐已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 去夜,返于彩 长举,节逆偶尔根,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惊焉 长举曰,彼 之余者为谁 子路曰,为孔秋,曰,是鲁孔秋语,曰,然,曰,是之 今已 节逆为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众犹,曰,子,孔秋之徒 语,曰 然,节逆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已亦知 且与其从辟人之事,其若从辟 是知是哉 幽而不措 子路已告孔子 孔子五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 天下有道 秋不语亦也 他日,子路行 愈何丈人,曰,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四体不情,五谷不 分,孰未夫子 知其丈而云 子路已告,孔子曰,引者也,父王,则亡 孔子迁于蔡三岁,无法成 楚旧臣,君于臣妇 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 孔子将往拜里,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赐姬皆中诸侯之吉 今者久留陈蔡之 兼,朱大夫所设行皆非众尼之矣 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 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 大夫为矣 于是乃相语发图意为孔子于也 不得行,绝良 从者病,莫能心 孔子讲 宋贤歌不衰 子鹿运箭曰,君子亦有穷乎 孔子曰,君子顾穷,小人穷斯烂乙 子共色作 孔子曰,四,而亦予予未多学而食之者予 曰,然 非语 孔子 曰,非也 予亦已贯之 孔子 孔子之地子有运心,乃照子鹿而问曰,诗云,匪四匪虎,律笔旷也 无道非邪 无何谓于此 子鹿曰,义者无畏人邪 人之不我信也 义者无畏之邪 人之不我 行也 孔子曰,有誓乎 有,辟使人者而必信,安有伯夷,书其 使之者而必行 安有王子彼干 子鹿出,子共入见 孔子曰,四,诗云,匪四匪虎,律笔旷也 无道非邪 无 何谓于此 子共曰,夫子智道智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夫子盖少扁焉 孔子 曰,四,梁农能驾而不能畏色,梁工能巧而不能畏顺 君子能修其道,刚而祭之,统 而礼之,而不能畏荣 今而不修而道而求畏荣 四,而智不远矣 子共出,言回入见 孔子曰,回,诗云,匪四匪虎,律笔旷也 无道非邪 无 何谓于此 言回曰,夫子智道智大,故天下莫能容 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和 并,不容然后见君子 夫道之不修也,事无丑也 夫道既以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仇也 不容和并,不容然后见君子 孔子欣然而孝曰,有誓哉言誓之子 使而多才,无畏而在 于是使子共至楚 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的免 昭王将以书舍的七百里封孔子 楚令引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共这乎 曰,无有 王之府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 王之江律有如子鹿者乎,曰,无有 王之观影有如载语者乎,曰,无有 且楚之祖风于舟 好位子南五十里 今孔秋数三五之法,明周照之夜,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 千里乎 夫文王在封,武王在稿,百里之君促王天下 今孔秋的巨土壤,贤弟子魏佐 非楚之福也 昭王乃至 其秋,楚昭王促于臣妇 楚狂皆于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得之衰 往者不可见兮,来者有可追也 以而以而,今知从政者代而 孔子下,欲语之言 屈而去,伏得语之言 于是孔子自处反忽畏 世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埃公六年也 其明年,无语卢会增,增百劳 太宰匹照记康子 康子使子共枉,然后得以 孔子曰,鲁埃之政,兄弟也 世时,为君折腹不得力 在外,诸侯数以为让 而孔子弟子多事于为,为君欲的孔子为政 孔子曰,为君呆子而为政 孔子曰,孔子曰,必也政名乎 孔子曰,有事哉,子之于也 何其正也 孔子曰,也 哉有也 孔明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是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 中,刑罚不忠则明摩索措手足矣 夫君子为之必可明,言之必可行 君子于其言,摩索 苟而以矣 其明年,雅有位既是僵师,与其占于郎,可知 孔子曰,子之于君吕,学之乎 信之乎 雅有曰,学之于孔子 孔子曰,孔子何如人哉 对曰,用之 有名,拨之百姓 执诸鬼神而无憾 求知之于此道 虽类牵涉,夫子不利也 康子曰 我欲照之,可乎 对曰,欲照之 则无以小人固知 则可义 而为孔文子将 公太书,问策于仲尼 仲尼词不知 退而命载而行 曰,鸟能则牧 牧其能则鸟呼 文子固指 惠记康子竹公华 公兵、公灵 以必迎孔子 孔子归鲁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返忽鲁 鲁哀公问政 对曰,正在选成 即康子问政 曰,举之错诸网 则网者执 康子换道 孔子曰,苟子智不欲 虽赏智不切 然鲁中不能用孔子 孔子亦不求 是 孔子之时 周氏为尔礼岳飞 诗书缺 追击三代之礼 叙书传 上祭唐鱼 知记 下至秦谋 鞭刺其事 曰,下礼无能言之 其不足真也 因礼无能言之 送不 足真也 足,则无能真之以 观音下所损义 曰,后虽百事可知也 以一文一职 周间二代 欲欲乎文哉 无从周 故书传 礼记自孔氏 孔子与鲁大师 乐其可知也 始作昔如 纵之淳如 角如 亦如也 已成 无字未返鲁 然后乐正 雅宋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 即至孔子 去其重 取可诗于李懿 尚采契后继 中树英洲之圣 至幽立之缺 始于任习 故曰 官居之乱 以为封始 陆明为小雅始 文王为大雅始 清妙为宋始 三百五篇孔子皆贤歌之 以求和少五雅宋之音 李懿自此可得而树 以 背王道 陈六亿 孔子婉儿喜意 絮团 细 像 说卦 文言 独义 为编三绝 曰 甲我数年 若是 我于义 则兵兵已 孔子以诗书 李懿教 弟子盖三千焉 身通六亿者七十有二人 如言卓舟之徒 頗受 业者盛重 孔子以四焦 文 行 忠 姓 绝四 无义 无弊 无故 无我 所胜 其 斩 即 自汉严厉与命与人 部分不起 举亦于不宜三于返 则福父也 其余相当 寻寻似不能严者 其余宗庙朝廷 便便言 为锦儿 朝 与上代府言 隐隐如也 与下代府言 侃侃如也 入宫门 鞠躬如也 屈静 易如也 君召使兵 色薄如也 君命召 不似驾行矣 于内 肉败 割不振 不食 习不振 不作 使余有丧者之策 未尝宝也 是日枯 则不割 见其衰 鼓者 虽同子必辨 三人行 必得我施 得之不修 学之不讲 文艺不能洗 不善不能改 是无 幽也 使人歌 善 则使父之 然后何之 子不语 怪 力 乱 神 子共曰 夫子之文章 可得文也 夫子言天道与性命 福可得文也 以 言冤愧 然探曰 养之弥高 钻之弥坚 沾之在前 呼烟在后 夫子寻寻然善诱人 博我以文 曰我以理 欲罢不能 既解我才 如有所利 卓尔 虽欲从之 灭有也已 答向党 人曰 大哉孔子 博学而魔所成名 子文之曰 我何执 执欲乎 执舍乎 我执 寓意 勞曰 紫云 不识 故意 鲁埃公十四年春 寿大也 书孙是车子租商或寿 以为不祥 仲尼是之 曰 灵 也 取之 曰 何不出徒 若不出书 无以以夫 言冤死 孔子曰 天丧语 吉西寿见灵 曰 无道穷以 溃然探曰 莫知我夫 子贡曰 何未莫知子 子曰 不怨天 不由人 下雪而上达 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智 不辱其身 薄疑 书其乎 畏 柳下慧 少连降智辱身矣 畏 于众 一意隐居放言 行中轻 费中全 我则亦于是 无可无不可 子曰 福乎福乎 君子并没事而名不称焉 无道不行以 无何以自建于后世灾 乃因史记作春秋 上至尹宫 下契哀宫十四年 十二宫 巨鲁 清周 故应 运之三 代 曰其文词而止伯 故无处之君自称王 而春秋贬之曰 此 见土之会 十兆周天子 而春秋会之曰 天王受于何阳 推此类以神当事 贬损之意 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春秋之一行 则天下乱成贼子聚焉 孔子在位听诵 文词有可与人共者 福读有也 至于为春秋 彼则彼 消则消 此 下知徒不能赞一词 帝子寿春秋 孔子曰 后世之秋者以春秋 而醉秋者亦以春秋 明岁 子鹿死于尾 孔子病 子共请见 孔子方父帐 逍逍遥于门 曰 四 如来和 其晚也 孔子应叹 歌曰 太山坏乎 梁柱催乎 哲人伟乎 应以替下 为子共 曰 天下无道久矣 莫能踪雨 下人病于东阶 周人于西阶 因人两柱间 琢目于梦 坐殿两柱之间 于是隐人也 后期日促 孔子年七十三 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即丑促 哀公累之曰 明天不掉 不觉已亦老 比平于一人已在位 穷穷于再久 乌乎哀 哀 哀 弥腹 无自律 子共曰 君其不眉于卤乎 夫子之言曰 李师则昏 明师则 千 失智未昏 失所未千 身不能用 死而累之 非理也 称于义人 非明也 孔子葬鲁成北四上 弟子皆福三年 三年心丧必 相绝而去 则哭 各父敬哀 或 父流 为子干鲁于种上 凡六年 然后去 弟子及鲁人往从种而加者百有余世 因命曰 孔礼 鲁世世相传以遂时奉辞孔子种 而诸如意奖礼相迎大赦于孔子种 孔子种大义请 故所居堂弟子内 后世因妙葬孔子依观秦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 高皇帝过路 以太劳辞焉 诸侯倾向至 常先夜然后从政 孔子申礼 自伯于 伯于年五十 先孔子死 伯于申疾 自子司 年六十二 常困于宋 子司做中庸 子司申白 自子上 年四十七 子上申求 自子家 年四十五 子家申姬 自子金 年四十六 子金申穿 自子高 年五十一 子高申子圣 年五十七 常为卫相 子圣申父 年五十七 未成王社博士 死于城下 父弟子乡 年五十七 常为校会皇帝博士 千位长沙太守 长九尺六寸 子乡申中 年五十七 中申武 武申严年籍安国 安国为金皇帝博士 至林怀太守 早醋 安国申养 养生欢 太史公曰 师有之 高山养之 井心心志 虽不能志 然心相亡之 于独孔氏 书 想见其为人 世鲁 观众尼庙堂车府里契 诸生以时洗礼其家 于之回流之不能去 云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 当时则荣 每则以焉 孔子不依 传时于世 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 中国言六议者 则忠于夫子 可谓至圣矣 所引述赞 孔子之咒 出于商国 福福能让 正考名了 房书来奔 邹人几足 尼秋诞胜 雀里申得 七十申堂 四方取则 卯朱两冠 射香夹骨 歌凤巨衰 汽灵河 醋 九流养尽 万古清竹 史记 尘射世家 尘圣者 扬成人也 自赦 吾广者 扬下人也 自书 尘射少时 常与人拥根 错 根之笼上 畅恨久之 曰 苟富贵 无相忘 拥者笑而应曰 若为拥根 何富贵 也 尘射太席曰 皆呼 燕雀安之洪湖之至哉 二世元年七月 八旅佐世树于阳 九百人屯大则香 尘圣 吾广皆次当行 未屯长 惠天大雨 道不通 度以施齐 施齐 法皆斩 尘圣 吾广乃谋曰 今王亦死 举 大祭亦死 等死 死国可忽 承圣曰 天下苦情久矣 吾文二世少子也 不当立 当立者乃公子扶苏 扶苏以树建固 尚时外疆兵 今或文无罪 二世杀之 百姓多文其 贤 未知其死也 相燕未除江 树有公 爱氏族 楚人连之 或以为死 或以为王 今 臣已无重诈 自称公子扶苏 相燕 为天下唱 以多应者 吾广以为然 乃行不 不者 知其旨意 曰 足下是皆臣 有公 然足下不知鬼乎 臣圣 吾广喜 念鬼 约 此交我先微众耳 乃丹书伯曰 乘圣王 至人所增于腹中 醋买于烹食 得于腹 忠书 故以怪之矣 又兼令吾广之次所旁从此中 夜沟火 胡鸣呼曰 大楚心 成圣王 醋皆夜惊孔 但日 醋中往往雨 皆知目成圣 吾广肃爱人 士族多位用者 将为罪 广顾树炎玉王 奋会为令儒之 以激怒其 种 为果吃广 为剑挺 广启 夺而杀位 乘圣佐之 并杀两位 照令图书曰 公等 欲语皆以施其 施其当斩 吉地令吾斩 而述死者故十六七 且壮士不死即以 死即 举大名耳 王侯将相应有种乎 徒鼠皆曰 尽受命 乃诈称公子扶苏 相燕 从 名誉也 坦佑称大楚 为坦而蒙 既以为首 陈慎自立为将军 吾广为兜卫 公大则 乡 收而公其 其下 乃令浮离人格 应将兵训其以东 公至 赞 苦 这 乔皆下之 行收兵 彼至臣 车六七百臣 其千余 促数万人 公臣 臣首令皆不在 独守臣与战 桥门中 福盛 守臣死 乃入俱臣 数日 号令召三老 豪杰与皆来会计事 三老 豪 杰皆曰 将军身被兼职瑞 法无道 朱暴秦 赴立楚国之设计 公一位王 陈舍乃 立位王 号位张楚 当此时 朱俊献苦勤力者 皆行其常力 杀之以应臣舍 乃亦无书为贾王 兼朱江 以西及银阳 令臣人武臣 张尔 臣于迅赵帝 令汝英人 邓宗迅九将军 当此时 楚兵 数千人畏惧者 不可胜数 隔音至东臣 立香强为楚王 殷后闻臣王以利 殷沙香强 海豹 至臣 臣王诛沙 隔音 臣王令卫人 周氏北逊卫帝 吴广为银阳 李游为三川首 首银阳 吴书福能下 臣王征国之豪杰语记 以上菜人房军菜次位上驻国 周闻 臣之贤人也 常为向燕军示日 释春申军 自研袭兵 臣王与之将军应 西 及秦 行收兵至官 车千臣 促数十万 致系 军焉 秦令少府张寒 勉力山徒 仍奴产 子申 西发以及楚大军 敬拜之 周文拜 走出关 指赐曹阳二三月 张寒 张寒追败之 辅 走赐神迟十余日 张寒急 打破之 周文自警 君遂不战 武臣到寒丹 自立位赵王 臣于位大将军 张尔 赵骚位左右丞相 臣王怒 补戏 武臣等家事 欲诸之 祝国曰 秦魏王 而诸赵王将相家属 此生亦情也 不如因而立 之 臣王乃遣识者贺赵 而喜系武臣等家属宫中 而封尔自张敖为臣都军 去赵兵籍 入关 赵王将相相与谋曰 王王赵 非楚义也 楚义诸秦 必加兵于赵 寂寞如无息 兵 始始北训宴的已自广也 赵南俱大河 北有燕 代 楚虽盛秦 不敢至赵 若楚不 盛秦 必中赵 赵臣秦之弊 可以得志于天下 赵王以为然 因不惜兵 而遣故上古 促使韩广将兵北训宴帝 燕故贵人豪杰为韩广曰 楚以立王 赵又以立王 燕虽小 亿万臣之国也 原将 君立为燕王 韩广曰 广母在赵 不可 燕人曰 赵方兮幽情 南幽楚 其力 不能敬我 且以楚之强 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 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 韩广以为然 乃自立为燕王 居树月 照奉燕王母及家属归之眼 当此之时 诸将之训递者 不可胜数 周氏北训的致敌 敌人田丹沙敌令 自立位 其王 以其反击周氏 氏君散 还致魏的 玉立魏后 顾宁陵君就位魏王 时就在陈王所 不得之魏 魏的已定 欲相羽立周氏魏魏王 周氏不肯 十者五反 陈王乃立明邻君 就魏魏王 潜之国 周氏簇魏相 将军田葬等相羽谋曰 周将军已破矣 秦兵弹目至 我为营阳臣福能下 秦军至 必大败 不如少宜兵 足以守银阳 西京兵营秦军 京甲王交 不知兵权 不可于计 非诸之 是恐拜 因相宇 角王令以诸无书 献其守于陈王 陈王使使 四田葬楚令隐 应 使魏上将 田葬乃使诸 江里归等守银阳臣 自已经兵西营秦军于敖仓 羽战 田葬 四 君破 张涵禁兵及李归等迎阳下 破之 李归等死 扬成人 邓说将兵居谈 张涵别将即破之 邓说均散走成 智人武徐将兵居许 张涵 即破之 武徐均散走成 陈王朱邓说 陈王出力时 陵人秦家 智人董 弗离人朱姬时 曲律人正部 徐人丁吉等皆特 其将兵为东海守庆于坛 陈王闻乃使武平军叛位将军 兼坛下军 秦家不受命 家 自立位大司马 二属武平军 告军立约 武平军年少 不知兵士 勿听 因缴已亡 命杀武平军判 张涵已破武徐 集成 驻国防军死 张涵又进兵集 陈夕张赫军 陈王出奸战 军破 张赫死 腊月 陈王之汝因 还至下陈父 其欲装甲杀以降情 陈圣葬 誓曰 尹王 陈王故捐仁将军旅 乘为苍头军 其兴阳 功臣下之 杀装甲 父已成为处 初 陈王之臣 令智人送刘江兵定南阳 入无关 刘以迅南阳 闻陈王死 南阳父 魏秦 宋刘不能入武关 乃东至兴菜 御秦军 宋刘以军降秦 秦传刘至咸阳 车列流 义训 秦家等文臣王军破出走 乃立井居魏楚王 隐兵之方语 御及秦军定逃下 史公孙 沁始齐王 御与并力俱进 秦王曰 文臣王战败 不知其死身 楚安德 不请而立王 公孙庆曰 其不请楚而立王 楚何故请其而立王 且处守势 当令于天下 天丹 朱沙公孙庆 秦左右孝 附公臣 下之 旅将军走 收兵附聚 婆道当阳军情 不知兵相收 附及秦 左右孝 破之清波 附以臣为楚 慧向梁力怀王孙兴为楚王 陈圣王樊 以魏王 王臣 其故人常与雍根者闻之 知臣 寇宫门曰 无欲 建设 宫门令欲赴之 自辩术乃至 不肯未通 陈王初 遮道而忽舍 陈王闻之 乃兆建 宰与俱归 入宫 建殿屋为账 客曰 火仪 设之为王审审者 楚人未多 为火 故天下传之 火设为王 由臣设使 客出入寓意发书 言臣王故情 或说臣王曰 客于无知 专妄言 轻微 臣王斩之 朱臣王故人皆自隐去 由是无亲臣王者 臣王以朱防卫中正 虎武卫思过 主思群臣 朱将训的 至 令之不适者 戏而醉之 以磕茶味中 其所不善者 服下力 折自治之 臣王信用之 朱将以其故不亲父 此其 所以拜也 臣圣虽已死 其所至浅侯王将向近王情 游赦守侍也 高祖时未臣赦守 有种三十家 当至今写时 主先申曰 帝行贤祖 所以未故也 兵阁刑法 所以未至也 由未族誓也 夫先旺 以仁亦未本 而以故塞文法未至也 岂不然哉 吴文甲申之称曰 秦孝公聚遥寒之故 雍雍周之地 君臣固守 以窥周氏 有席卷天下 包举于内 囊阔四海之意 并吞巴荒之心 当誓时也 商君佐之 内立法度 勿根之 修守战之 被外连横而斗诸侯 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济眉 惠文王 武王 昭王蒙蒙故夜 因一策 南取汉中 西举巴蜀 东哥高 鱼之地 收要害之郡 诸侯恐惧 惠蒙而谋若情 不爱真气 重宝肥饶之地 以至天下之 是 何从地交 相语为一 当此之时 其有梦长 照有平原 楚有春生 未有姓林 此 四君者 皆明知而忠姓 宽厚而爱人 尊贤而重视 约从连横 尖寒 为燕 赵 颂 为中山之众 于是六国之士 有孕月 徐尚 苏秦 渡赫之蜀 未知谋 其名 周济 陈枕 尘整 绍 邏寒 达景 苏丽 悦艺之徒通其意 吴启 孙柄 代他 而良 王廖 田济 连坡 赵奢之轮至其兵 常以十倍之地 百万之师 仰官而恭秦 秦人 开官而言 敌 九国之师 顿逃而不敢进 秦吴王使一族之废 而天下故已困矣 于是从散约拜 真 割地而入秦 秦有余力而至其弊 追王主北 扶尸百万 流血飘鲁 因力成辩 宰歌天 下 分裂山河 强国寝福 若国入朝 诗集孝文王 庄襄王 享国之日浅 国家无事 集至始皇 奋六世之余猎 正常侧而欲语内 吞二周而王诸侯 吕至尊而至六合 直敲普以鞭痴天下 威震四海 南取百岳之地 以为桂林 相郡 百岳之君俯首细井 为命下吏 乃时蒙田北驻长城 而受翻离 却匈奴七百余里 胡人不敢南下而目马 是 亦不敢贯公而抱怨 于是费先妄之道 凡百家之言 已于前首 舵明臣 沙豪郡 收天 下之兵 巨之咸阳 萧丰 朱以为惊人十二 以若天下之名 然后见华未臣 应何未持 巨义仗之臣 臨不测之兮以为故 梁将敬弩 首要害之处 信臣金簇 臣立兵 而谁何 天下已定 始皇之心 自以为观中之故 今臣千里 子孙帝王万世之夜也 始皇既美 余威正余殊俗 然而臣舍问有神书之子 蒙利之人 而千禧之徒也 才能不及中人 非有仲仪 莫宅之贤 桃朱 依顿之父也 涅族行五之间 抚养千百之 中 绿霸散之醋 将数百之重 转而攻秦 斩目为兵 皆干为其 天下云会回应 银梁 而景从 山东豪郡遂并起 而王秦族已 且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 遥寒之故自若也 陈舍之位 非尊于其 楚 兴 兆 魏 宋 魏 中山之君也 苏幽及京 非仙于聚己长沙也 世术之众 非仇余 九国之师也 深谋远律 行军用兵之道 非吉相识之士也 然而成败一变 功业相反也 常侍使山东之国 与陈舍度长斜大 比权量力 则不可同年而予以 然而秦以区区之地 至万臣之权 亦八周而朝同列 百有余年矣 然后以六合为家 遥寒为公 亦夫作男 而七妙舵 生死人首 为天下孝者 何也 仁义不失 而公守之士亦也 所引述赞 天下汹汹 海内法主 几路贞洁 沾乌原处 乘圣手势 绝豪张楚 鬼怪视频 鸿胡自诩 隔音东下 周文西剧 使清朱房 又任胡武 火夷剑杀 复兴部 语 装甲和人 反世臣妇 使济外妻世家 自古寿命帝王 及济体手文之君 非独内得茂也 盖亦有外妻之助焉 夏之心也以图 山 而劫之放也以莫喜 婴之心也以有松 咒之杀也必达己 周知心也以江源及大任 而幽王之情也淫于佛寺 故意姬乾坤 诗史官居 书美离将 春秋姬不轻盈 夫妇之计 人道之大伦也 礼之用 为婚姻未精精 夫乐调儿似时和 阴阳之变 万物之统也 可不甚于 人能弘道 无如命和 慎哉 非痞之爱 君不能得之于臣 父不能得之于子 旷 悲下乎 既欢何以 或不能臣子性 能臣子性以 或不能要其中 其非命也哉 孔 子汉称命 盖难言之也 非通幽明之便 恶能实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 秦以前上略以 其祥弥德而寄焉 汉兴 旅儿许为高祖政后 难为太子 即晚节色衰爱持 而欺夫人有宠 其子如意 己代太子者数以 即高祖崩 旅后宜妻世 朱赵王 而高祖后宫 唯独无宠疏远者得无恙 旅后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 敖女为孝慧皇后 旅太后以众亲故 欲其身子万芳 忠 吾子 诈取后宫人自卫子 即孝慧帝崩 天下初定位久 祭祀不明 于是贵外家 王朱 旅亦为辅 而已旅路女为少帝后 欲连故根本劳胜 然无异也 高后崩 合葬长林 路 产等巨珠 谋作乱 大臣真知 天佑其统 簇灭吕氏 唯 独至孝慧皇后居北宫 盈利代王 侍卫孝文帝 奉汉宗廟 此其非天邪 非天命赎能当 知 薄太后 父无人 姓薄氏 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 魏傲通 申薄姬 而薄父死山婴 婴藏燕 即诸侯叛秦 魏暴力魏魏王 而魏傲内其女于魏公 傲之许父所相 相薄姬 云当 申天子 适时向羽方与汉王相聚营阳 天下未有所定 暴出于汉及楚 即闻许赋言 心 都系 因被汉而叛 忠立 更与楚联合 汉使曹参等及魏魏王暴 以其国魏郡 而薄姬 书之誓 暴已死 汉王入之誓 见薄姬有色 赵内后宫 遂于不得性 使姬少食 与管 夫人 赵子儿相爱 曰曰 先贵无相忘 以而管夫人 赵子儿先姓汉王 汉王作何 南宫成高台 此两美人相与 孝薄姬出十曰 汉王闻之 问其故 两人聚以时告汉王 喊 王兴惨然 连薄姬 是日照而姓之 薄姬曰 昨木叶妾梦苍隆 巨无父 高帝曰 此贵真也 无畏女遂臣之 宜姓深南 是魏带王 其后薄姬 西见高祖 高祖崩 朱玉姓姬 欺夫人之属 吕太后怒 皆幽之 不得出功 而薄姬以西见故 得出 从子之代 魏带王太后 太后帝薄昭从儒带 带王历十七年 高后崩 大臣义立后 及外家吕世强 皆称薄氏人善 故迎带王 立位孝文皇帝 而太后改号约皇太后 帝薄昭封位指侯 薄太后母义前死 葬立扬北 于是乃追尊薄父位 林文侯 慧姬至元义三百家 长 臣以下立奉守种 请妙上识词如法 而立扬北义至 林文侯夫人缘 如林文侯元宜 宝太 后义为母家卫王后 早失父母 其奉薄太后诸位有利者 于是照父卫士 赏赐各以亲书 受之 薄氏侯者凡义人 薄太后后文第二年 以孝景帝前二年崩 藏南陵 以吕后会藏常陵 故特自起陵 尽孝文皇帝霸陵 窦太后 赵之清和官惊人也 吕太后时 窦姬以良家子入宫是太后 太后出宫人矣 四诸王 各五人 斗姬羽在行中 斗姬家在清和 欲如赵敬家 请其主前患者力 彼 至我及赵之五中 患者望之 勿至其其带五中 吉奏 赵可 当行 斗姬剃气 怨其 患者 不欲网 相强 乃肯行 至代 代王独姓斗姬 申女嫖 后申两男 而代王王后 申四男 先代王位入立位帝 而王后簇 即代王立位帝 而王后所申四男更病死 孝文帝 立数月 公卿请立太子 而斗姬长男最长 立位太子 立斗姬位皇后 女嫖位长公主 其明年 立少子五位代王 以而又喜良 是位良孝王 斗皇后清早醋 藏观今 于是薄太后乃赵有司 追尊斗后父位安成侯 母曰安成夫 人 令清和至元一二百家 长城奉守 比临闻原法 斗皇后 凶斗长军 帝曰斗广国 自少军 少军年四五岁时 家平 为人所掠脉 其 家不知其处 传食于家 至以阳 为其主入山作探 目卧暗下百余人 暗崩 静压沙卧 这 少军独得托 不死 自补树日 当位侯 从其家之长安 文斗皇后 心力 家在观金 姓斗氏 广国去时虽小 时其献名即姓 又常与其解采桑舵 用未服姓 尚书自成 斗 皇后言之于文帝 赵剑 问之 据言其故 国氏 幼父问他何以为宴 对曰解去我 西时 与我决于船舍中 盖木木我 请食饭我 乃去 于是斗后持之而弃 弃替交痕 下 誓欲左右皆伏地弃 助皇后悲哀 乃后赐田宅金钱 封宫昆帝 家于长安 将侯 冠将军等约 无数不死 命乃且献此两人 两人所出为 不可不畏则师父 兵客 又副孝吕是大事也 于是乃选章者 是之有结行者与居 斗长君 少君由此未退 让君子 不敢以尊贵交人 斗皇后病 失明 文帝姓韩丹圣夫人 尹姬皆无子 孝文帝崩孝景帝利 乃丰 广国为张武侯 常君前死 封其子彭祖为南皮侯 无处反时 窦太后从昆帝子窦英 任 霞自喜 将兵 以军功位为其侯 窦士凡三人为侯 窦太后好皇帝 老子严 帝籍太子诸 窦不得不读皇帝 老子 尊其数 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崩 和葬霸灵 一照竟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 王太后 怀里人 母约脏儿 脏儿者 顾艳王脏徒孙也 脏儿嫁为怀里王重妻 身 南约姓 与两女 而重死 脏儿更嫁长陵田氏 身男焚 沈 脏儿长女嫁为金王孙父 身亦女矣 而脏儿不誓之 约两女皆当贵 因玉其两女 乃夺金氏 金氏怒 不肯语绝 乃内之太子公 太子性爱之 身三女亦男 男方在身时 王美人梦日入其怀 以告太 子 太子曰 此贵真也 为身而孝文帝崩 孝景帝即位 王夫人身男 先是脏儿又入其少女 而许 而许身似男 景帝为太子时 薄太后以薄侍女 为妃 即景帝丽 丽妃曰皇后 皇后无子 无宠 薄太后崩 肺薄皇后 景帝长南戎 其母丽姬 丽姬 丽姬其人也 丽容为太子 常公主朴友女 玉玉为妃 丽姬 而景帝诸美人皆因 将常公主见景帝 得贵姓 接过丽姬 丽姬日怨怒 谢常公主 不许 常公主欲语王夫人 王夫人许之 常公主怒 而日禅丽姬短于景帝 曰丽姬 丽姬 与诸贵夫人性机会 常使侍者注唾其背 邪邪媚道 景帝已故望之 景帝常体不安 心不乐 属诸子未亡者于立姬 曰 百岁后 善事之 立姬怒 不肯应 言不逊 景帝慧 心贤之 而未发也 常公主日欲 王夫人难知美 景帝亦贤之 又有囊者所梦日福 继位有所定 王夫人 知帝望立姬 因怒未解 因使人去大臣立立姬 为皇后 大行奏事弊 曰 子以母贵 母以子贵 今太子母吾号 一立为皇后 景帝怒曰 事儿所宜言邪 遂暗诸 大行 而废太子为临江王 立姬月会恨 不得见 以忧死 醋立王夫人为皇后 其难为 太子 封皇后凶性为丐侯 景帝崩 太子习号为皇帝 尊皇太后母赃儿为平原君 丰田坟为五安侯 圣为周阳 侯 景帝十三男 一男为帝 十二男皆为王 儿儿许早醋 其四子皆为王 王 太后长女号日平阳公主 四位南宫公主 四位灵律公主 盖侯姓好久 田坟 圣滩 巧于闻词 王仲早死 葬怀礼 追尊为贡侯 至元一儿 百家 吉平原君促 从田市葬长林 至元比贡侯元 儿王太后后孝景帝十六岁 以元朔 四年崩 合葬阳林 王太后加凡三人为侯 为皇后自子夫 身为乙 盖其家号约为是 出平阳侯乙 子夫为平阳主欧者 五帝 出即位 数岁无子 平阳主求朱良家子女 十余人 是至家 五帝福坝上海 应过平阳主 主见所是美人 上福说 寄隐 欧哲敬 上望讲 读说为子夫 是日 五帝其更衣 子夫是上衣宣中 的姓 上海坐 欢圣 赐平阳主 金千金 主应奏子夫奉送入宫 子夫 上车 平阳主辅其被曰 行乙 强犯 免之 即贵 无相忘 入宫岁于 敬不复兴 五帝则工人不忠用者 赤出归之 为子夫的剑 替契请出 上连之 复兴 岁有身 尊宠日龙 照其兄位长君帝亲位 在世中 而子夫后大姓 有宠 凡生三女一男 南明居 初 尚位太子时 娶长公主女魏妃 立魏帝 非立魏皇后 姓陈氏 无子 尚之德 魏四 大长公主有立焉 已故成皇后娇贵 文魏子夫大姓 会 己死者数以 尚月怒 陈皇后 邪妇人媚道 其事颇绝 于是废陈皇后 而立魏子夫 魏皇后 陈皇后母大长公主 谨帝姐也 恕让五帝姐 平阳公主曰 帝妃我不得力 已而弃 捐五女 依何不自喜而被本呼 平阳公主曰 用五子顾费而 陈皇后求子 与一 遣返九千万 然尽无子 魏子夫以立魏皇后 先是魏常君死 乃以魏清魏将军 及胡有公 封魏常平侯 亲 三子在抢宝中 皆封魏列侯 即魏皇后所谓姐魏少儿 少儿身子或去病 以军功封冠军 侯 号票其将军 亲号大将军 历魏皇后子 巨魏太子 魏氏之属以军功其家 五人魏侯 即魏后色衰 赵之王夫人姓 有子 魏其王 王夫人早醋 而中山李夫人有宠 有男一人 魏昌一王 李夫人早醋 其兄李延年以阴姓 号邪律 邪律者 故畅也 兄弟皆作奸 足 世时其掌兄 廣立魏二师将军 罚大腕 不及诸 孩 而上继以李氏 后连其家 乃风魏海西侯 他姬子二人魏燕王 广陵王 其目无宠 以忧死 及李夫人醋 则有影节鱼之属 更有宠 然皆已唱剑 非 王侯有土之侍女 不可以配人主也 主先生曰 成为狼时 问习汉家故使者终离生 曰 王太后在民间时所生一女者 父未经王孙 王孙已死 井帝崩后 五帝已立 王太后独在 而韩王孙明焉肃的姓五帝 臣间白岩太后有女在长陵也 五帝曰 何不早言 乃时时往先是之 在其家 五 帝乃自往迎取之 必道 先驱茅齐出横城门 臣于持至长陵 当小事息入里 里门必 报开门 臣于直入此里 通至京士门外止 使五帝为其宅 为其往走 身自往取不得也 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之 家人惊恐 女王逆内中床下 扶持出门 令拜也 五帝下车 契约 哦 大姐 何藏之身也 照妇车载之 回车迟孩 而直入长乐宫 行照门者 影集 通道叶太后 太后曰 帝眷以 何从来 帝曰 经者至长陵的臣姐 语句 来 故曰 叶太后 太后曰 女某邪 曰 是也 太后未下契 女义服 得契 五帝奉 酒前未受 奉前千万 奴婢三百人 公田百请 甲帝 以赐解 太后谢曰 为帝沸焉 于是照平阳主 南公主 林律主三人 聚来夜见解 因好曰 修成君 有 子男一人 女一人 南好未修成子重 女未诸侯王王后 此二子妃流氏 以故太后连之 修成子重交字 林哲利明 皆患苦之 为子夫立位皇后 後帝位卿字重卿 以大将军封位 常平侯 四子 长子抗位侯士子 侯士子长世中 贵姓 其三帝皆封位侯 各千三百户 一曰英安侯 一二曰发干侯 三曰一春侯 贵振天下 天下歌之曰 生男无喜 生女无怒 独不见位子夫 霸天下 适时平阳主寡居 当用列侯上主 主与左右一掌 安中列侯可畏夫者 皆言大将军可 主孝曰 此出无家 常使令其从我出入耳 奈何用位夫呼 左右示欲者曰 今 大将军结位皇后 三子位侯 富贵振动天下 主何以义之乎 于是主乃许之 言之皇 后 令白之五帝 乃赵位将军上平阳公主焰 主先生曰 传曰 蛇化为龙 不辨其文 家化为国 不辨其姓 仗 夫当时富贵 百恶灭除 光耀荣华 平贱之时何族类之灾 五帝时 信夫人引劫于 行夫人好行额 众人未知 行何 行何至比中两千十 荣华至比两千十 截于至比列侯 常从截于千位皇后 尹夫人与行夫人同时并性 有照不得相见 尹夫人自请五帝 原望奖行夫人 帝许 知 即令他夫人是 从遇者数十人 为行夫人来前 尹夫人前见之 曰此非行夫人 身也 帝替 何以言之 对曰 是其身貌形状 不足以当人主以 于是帝乃 照使行夫人依故依 独身来前 尹夫人望奖之曰 此真是也 于是乃低头府而起 自痛其不如也 艳曰 美女入世 恶女之仇 主先声曰 欲不避江海 要知去够 马不避骑迹 要知善走 誓不避贤士 要知知 道 女不避贵种 要知真好 传曰 女无美恶 入世见度 誓无嫌不孝 入朝见集 美女者 恶女之仇 岂不然灾 勾异夫人姓赵氏 何奸人也 德姓武帝 生子一人 昭帝是也 武帝年七十 乃生 昭帝 昭帝 昭帝历时 年五岁儿 为太子废后 为父立太子 而燕王诞尚书 原归国入宿位 武帝怒 力斩其使者于 北阙 尚居甘泉公 照画公图画周公赴臣王也 于是左右群臣之五帝 亦欲利少子也 后述 日 帝谴责勾异夫人 夫人托三耳叩头 帝曰 饮池去 送耶亭玉 夫人还顾 帝 曰 去行 女不得活 夫人死云阳公 时暴风阳臣 百姓赶伤 时者夜池观网藏之 封时其处 其后帝贤居 问左右曰 人言云和 左右对曰 人言且立其子 何去其母乎 帝曰 然 是非而曹于人所知也 罔顾国家所以乱也 有主少母状也 女主督居 交简 淫乱字字 莫能敬也 女不闻吕厚邪 故诸为五帝生子者 无男女 其母无不 遣死 其可为非贤盛灾 昭然远见 为后世纪律 故非浅闻于如之所及也 是为五 其须灾 所引述赞 李贵夫妇 亦绪乾坤 佩阳成化 彼岳居尊 何周降书 天要垂宣 得着任 四 庆留松 元 歹我严厉 私道客存 旅全大宝 豆喜玄严 自资以降 利 必以恩 内无常主 后四不凡 史记楚元王世家 楚元王留交者 高祖之同母少帝也 自由 高祖兄弟四人 掌兄伯 伯 伯早醋 使高祖为时 常辟事 时时与宾客过聚扫食 扫 燕书 书与客来 扫香味跟进 立府 宾客已故去 乙儿是府中上有根 高祖有此怨其 扫 即高祖为帝 封昆帝 而伯子独不得封 太上皇以为言 高祖曰 某非望丰之也 为其母不长者耳 于是乃封其子姓 未根邪猴 而王赐兄重于带 高祖六年 以秦楚王韩姓于臣 乃以帝交位楚王 都彭臣 即位二十三年促 子仪 王隐历 王务历二十年 东 座位 宝太后福斯坚 萧东海峻 春 勿与吾王和谋反 其相张 上 太傅赵已无见 不听 勿则杀上 已无 起兵与吾熙公粮 破极壁 智昌亦难 与 汉江州雅夫战 汉爵吾楚梁道 士族姬 吾王走 楚王勿自杀 君遂降汉 汉以平吾楚 孝景帝玉以德侯子叙吾 以元王子李叙楚 窦太后曰 吾王 老人 也 一位宗士顺善 今乃首律七国 纷乱天下 奈何叙其后 不许吾 许吾 许吾楚后 是 十里为汉宗正 乃拜里为楚王 奉元王宗庙 侍卫楚文王 文王历三年促 子安王道历 安王二十二年促 子湘王助历 湘王历十四年促 子 王淳戴历 王淳历 得截二年 中仁尚书 告楚王谋反 王自杀 国厨 入汉 为彭成郡 赵王留岁者 其父高祖中子 名有 誓曰 幽王已幽死 故为幽 高后 王屡路于赵 一岁而高后崩 大臣朱朱屡屡路等 乃立幽王子岁为赵王 孝文帝即位二年 立岁帝辟强 取赵之河兼郡 为河兼王 为文王 立十三年促 子 哀王福利 一年促 吴子 绝后 国厨 入于汉 岁继王赵二十六年 孝景帝十座朝措以示 萧赵王常山之郡 吴楚反 赵王岁与和谋 起兵 其相见得 内使王汉剑 不听 碎烧杀剑得 王汉 发兵屯其西戒 欲呆无语句 西 北使匈奴 与联合攻汉 汉使驱周侯立即即之 赵王岁海 承守寒丹 相聚七月 吴楚败于梁 不能西 匈奴闻之 易指 不肯入汉边 鸾部自破其海 乃并兵饮水灌兆 赵 赵 赵成坏 赵王自杀 寒丹碎将 赵幽王绝后 太史公曰 国之将心 必有真详 君子用而小人退 国之将王 贤人隐 乱成贵 始楚王勿无行升功 尊其言 赵任房宇先生 其有窜杀之谋 为天下露灾 贤人呼 贤 人呼 非只有其内 恶能用之灾 圣以 安为再出令 存亡在所认 臣灾事严也 所引述赞 汉丰同性 楚有令明 寂灭韩信 亡于彭臣 牧生治理 为梦做臣 王勿契德 与吴联兵 太后命理 未处最轻 闻相激励 是挺才英 如何赵穗 戴允爵 身 新王之兆 所任移民 史记经验世家 金王留甲者 朱流 不知其何数出其时 汉王元年 还定三秦 留甲为将军 定赛 的 从东籍向籍 汉四年 汉王之败成高 北渡河 的张尔 韩信军 军修武 深沟高磊 使刘甲江 二万人 其数百 杜白马金入楚的 烧其机具 已破其夜 无以给向王军时 以而处兵 及刘甲 甲哲必不肯与战 而与彭月相保 汉无年 汉王追向及至故灵 使刘甲南渡怀为寿春 还至 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英 周英返楚 左刘甲举九江 引武王秦步兵 皆惠该下 共及向及 汉王应使刘甲江九 江兵 与太尉鲁婉 湾西南极陵江王共卫 共卫已死 以陵江为南郡 汉六年春 惠诸侯于成 废楚王姓 求之 分其帝为二国 当世时也 高祖子佑 昆帝少 又不嫌 豫王同姓以振天下 乃赵曰 将军刘甲有功 即则子弟可以为王者 群臣皆曰 立刘甲为金王 王怀东五十二臣 高祖帝交为楚王 王怀西三十六臣 因立子肥为齐王 使望昆帝刘士也 高祖十一年秋 淮南王秦步返 东极京 京王甲羽战 不慎 走赋陵 为不君所杀 高祖自己破步 十二年 立佩侯流必为吾王 王顾京帝 燕王流则者 朱流远述也 高帝三年 则为郎中 高帝十一年 则以将军及陈兮 得王皇 为迎陵侯 高后时 其人田申由法资 以化干迎陵侯则 则大说之 用金二百金为田申手 田 申以得金 即归其 二年 则使人为田申曰 福予以 田申如长安 不见则 而假 大宅 令其子求是旅后 所信大业者张子卿 居树月 田申子请张清凌 清修句 张清许 往 田申甚为账贡句 譬如猎侯 张清经 久憨 乃平人说张清曰 成关诸侯王底地 百余 皆高祖一切功臣 京吕是雅固本推谷高地就天下 功致大 又亲戚太后之重 太 后春秋长 朱吕若 太后欲立吕蝉未王 王代 太后又重发之 恐大臣不听 京清罪信 大臣所敬 何部分大臣已闻太后 太后必喜 朱吕已望 万户侯一亲之友 太后心欲 知 而亲为内臣 不疾发 恐惑疾身矣 张清大然知 乃封大臣与太后 太后朝 应 问大臣 大臣请立吕蝉未吕王 太后赐张清千经 张清以其伴与田申 田申福寿 应 说之曰 云露 旅产王也 朱大臣为大福 京赢领侯则 朱琉 为大将军 独此上绝望 京 清延太后 列石于县王之 彼得王 喜去 朱吕王亦故矣 張清入言 太后然之 乃 以盈领侯刘则为狼邪王 狼邪王乃于甜申之国 田申劝则即行,无留 出关,太后果实 人追止之,已出,即孩 即太后崩,狼邪王则乃曰 地少,诸吕用事,刘氏孤若 乃引兵与其王何谋兮 欲诸诸吕 至梁,文汉浅贯将军屯营阳 则还兵被西界,遂跳驱至长安 代王亦从代 至,诸江湘与狼邪王共立代王为天子 天子乃喜则为燕王,乃父以狼邪与其,父故帝 则王燕二年,轰,是为晋王 传子家,为康王 至孙定国,与父康王姬间,生子男一人 夺帝七位姬 与子女三人间 定国有所欲 诸杀陈肥如令隐仁,隐仁等告定国 定国使业者以他法和补格杀隐仁以灭口 至元朔元 年,隐仁昆帝附上书据言定国应是,以此发掘 照下公卿,皆一曰,定国禽兽形,乱 人伦,逆天,当诸 人伦,逆天,当诸 上许之 定国自杀,国除魏郡 太史公约,金王王也,尤汉出定,天下魏集,故留甲虽属书,然以策魏王,田江淮 之间 刘泽之王,拳几吕氏,然刘泽醋难面称孤者三世 事发相众,岂不畏为乎 所引述赞,刘甲初从,守定三情 嫉妒白马,遂为寿春 使银情部,绝间周英 赏工作室,语除卫灵 引领始绝,熏游几成 田申游睡,寿四千斤 拳击诸吕,试发荣 申 喜风传寺,王于隐人 史记其道会王世家 其道会王留肥者,高祖常树南也 其母外父也,约曹氏 高祖六年,立肥为其王 十七时辰,诸明能其言者皆与其王 其王,孝慧帝兄也 孝慧第二年,其王入朝 慧帝与其王燕影,抗礼如家人 吕太 厚怒,且诸其王 其王惧不得托,乃用其内时 勋迹,献成杨俊,以为鲁园公主汤木义 吕太后喜,乃得慈旧国 道会王即位十三年,以会第六年促 子相立,是为哀王 哀王元年,孝会帝宫,吕太后称至,天下事皆绝于高后 二年,高后立其兄子立侯 吕太为吕王,歌其之己南郡为吕王奉义 哀王三年,其帝张入宿为于汉 吕太后封为朱须侯,以吕陆女妻之 后四年,封张 帝兴居为东木侯,皆宿为长安中 哀王八年,高后歌其狼蟹俊立营林侯刘泽为狼蟹王 其明年,赵王有入朝,忧死于底 三赵王皆废 高后立诸吕,诸吕为三王,善权用事 诸须侯年二时,有气吏,奋留是不得值 长入待高后宴颖,高后令诸须侯留张为久 立 张自请约,臣,江种也,请得以军法行久 高后约,可,久憨,张静隐歌 五 以儿约,请为太后颜根填歌 高后儿子处之,孝约,故儿妇之填儿 若生儿 为王子,安之填乎 张约,臣之之,太后约,是为我颜填 张约,生根祭 种,栗苗欲书,非其种者,租而去之 吕后莫然 请知,诸吕有义人罪,王九,张锥 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王九义人,臣锦刑法斩之 太后左右接大金 业以许其 军法,无以罪也 应罢 自逝之后,诸吕但诸须侯,虽大臣皆依诸须侯,流氏未一强 其明年,高后崩 赵王吕陆为上将军,吕王产为相国,皆居长安中,聚兵以为大臣 欲为卵 诸须侯张以吕陆女为父,知其谋,乃使人应出告其兄其王,欲令发兵息,诸 须侯,东目侯为内应,以诸诸吕,应立其王位帝 其王记闻此记,乃与其旧父四军,郎中令驻武,中卫为博阴谋发兵 其向赵平闻之,乃发促为王公 卫博代赵平曰,王御发兵,非有汉虎福燕也 而乡君为王,顾善 博请卫君将兵为卫王 赵平信之,乃使卫博将兵为王公 博记将兵,使为相府 赵平 曰,接乎 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乃是也 遂自杀 于是其王以四军 卫乡,卫博卫将军,驻武卫内使,西发国中兵 使驻武东炸狼邪王曰,屡是作乱,其 王发兵欲西诸之 其王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阁之事,原举国伟大王 大王自高地将 也,习战事 其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姓之灵资见其王济世,并将其兵以西平关中之 乱,狼邪王姓之,以为然,持见其王 其王与魏博等因流狼邪王,而使驻武进发狼邪 国而并将其兵 狼邪王刘则既见其,不得返国,乃说其王曰,其道会王高皇帝长子,推本言之 而大王高皇帝是长孙也,当立 经诸大城湖一位有所定,而则于流逝最为常年,大臣故 呆则绝迹 经大王流程无谓也,不如使我入关即是 其王以为然,乃义巨车送狼邪王 狼邪王即行,其遂举宾夕功旅国之己难 于是其哀王以诸侯王书曰,高帝平定天 下,王诸子弟,道会王于其 道会王轰,会帝使刘侯张良立成为其王 会帝崩,高后涌 是,春秋高,听诸吕善废高帝所立,又杀三兆王,灭梁,燕,赵以王诸吕,分其国为四 忠臣敬见,上祸乱不听 经高后崩,皇帝春秋复,未能治天下,故事大臣诸 经诸吕 又善自尊官,聚兵言威,劫列侯忠臣,矫至以令天下,宗妙所以为 经寡人率兵入诸部 当位王者 汉文其发兵而兮,向国屡产乃前大将军冠英东吉之 冠英至银阳,乃谋曰,诸吕 将兵居关中,欲为流氏而自立 我经破其海报,是亿吕氏兹也 乃流兵屯银阳,使使 欲其王及诸侯,与联合,以待吕氏之便而共诸之 其王闻之,乃兮取其故己南郡,义屯 兵于其兮借以待曰 吕陆,吕氏玉作乱关中,诸须侯与太魏伯,陈相平等诸之 诸须侯首先斩吕铲,于 是太魏伯等乃的靖诸诸吕 而郎邪王亦从其至长安 大臣亦欲立其王,而郎邪王及大臣曰,其王母家四君,恶立,虎儿关者也 方矣 吕氏故己乱天下,今又立其王,是欲复卫吕氏也 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佑 清高弟子,于今见在,且最为常 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 于是大臣乃谋吟历代 王,而遣诸须侯以诸吕氏事告其王,令罢兵 冠英在银阳,闻魏伯本教其王返,继诸吕氏,罢其兵,使使赵则问魏伯 伯曰 失火之家,启霞先言大人而后就火呼 因退力,古战而立,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 冠将军熟誓孝曰,仁为魏伯永,望庸人而,何能为乎,乃罢魏伯 魏伯父以善古情 建秦皇帝 即魏伯少时,欲求见其向曹参,家平无以自通,乃长读早夜扫其向设人们外 相设人怪之,以为物,而似之,得伯 伯曰,原见乡君,无应,故为子扫,欲以求 建,于是设人建伯曹参,应以为设人 亦为参欲,言是,参以为贤,言之其道会王 道会王照见,则败为内使 使,道会王得自治两千十 即道会王促而哀王立,博用事 众于其向 王继罢兵归,而代王来立,侍卫孝文帝 孝文帝元年,竟以高后时所割其之陈阳,狼邪,济南郡赋予其,而喜狼邪王王雁 一封诸虚侯,东木侯各两千户 世岁,其哀王促,太子立,侍卫文王 齐文王元年,汉以其之陈阳俊立诸虚侯卫陈阳王,以其济北俊立东木侯卫济北王 二年,济北王返,汉诸沙之,得入于汉 后二年,孝文帝进封其道会王子霸君等七人皆位列侯 齐文王历十四年促,吴子,国厨,得入于汉 后一岁,孝文帝以所封道会王子分齐为王,齐孝王将吕以道会王子 阳虚侯侯卫济以王道会王子,子智为济北王,子辟光为济南王,子贤为资川王,子阳为焦 西王,子雄渠为焦东王,宇辰阳,其凡七王 齐孝王十一年,吴王碧,楚王勿返,新宾夕,告诸侯曰,将诸汉贼臣朝错以安宗庙 郊西,郊东,资川,济南皆善发兵应吴楚 玉宇齐,齐孝王狐仪,承守不听,三国 兵共为齐 齐王十路中大夫告于天子 天子复令陆中大夫还告齐王,善坚守,无兵经 破无处矣 陆中大夫至,三国兵为林姿述众,无从入 三国将结与陆中大夫盟,曰 若反言汉已破矣,齐去下三国,不且见徒 陆中大夫既许之,至臣下,望讲齐王 约,汉已发兵百万,使太魏周雅夫急破无处,方引兵就齐,齐必坚守无下,三国将 诸陆中大夫 齐出为籍,应与三国通谋,约未定,会闻陆中大夫从汉来,喜,及其大臣乃父劝王 无下三国 居吴河,汉将鸾部,平阳侯等兵致齐,急破三国兵,解齐为 以而复闻齐出 与三国有谋,将欲以兵伐齐 齐孝王聚,乃隐要自杀 景帝闻之,以为齐守善,以破截 有谋,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受为齐王,侍卫义王,续其后 而郊西,郊东,济南 姿川王贤诸灭,得入于汉 喜记北王王姿川 齐义王立二十二年促,子赐景立,侍卫立 王 齐立王,齐母约记太后 太后取其帝既是女魏立王后 王不爱既是女 太后遇其家 重宠,令其长女记翁主入王宫,正其后宫,无令的晉王,御令爱既是女 王应与其结翁 主奸 其有患者许甲,入世汉皇太后 皇太后有爱女约修成君,修成君非流世 太后连之 修成君有女名额 太后欲嫁之于诸侯,患者甲乃请使其 必令王上书请额 皇太后喜 是甲之旗 事时其人主妇言之甲之使其已去后世 亦因为甲,即是臣,性严严女缘 得冲王后宫 甲继之旗,封以此事 既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后宫具备 且甲 其凭人,即乃未患者,入世汉,无不义,乃欲乱无妄家 且主妇言何谓者 乃欲以女冲 后宫 许甲大穷,还报皇太后曰,王以原尚额,然有遗骇,恐如燕王,燕王者 与其子昆帝间,星座已死,王国,故以燕赶太后 太后曰,无妇言嫁女其事,事尽 询闻于天子 主妇言有此意与其有缺 主妇言方信于天子 用事,应言,其林姿十万户,事租千金,人众应付,巨于长 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妄此 经其王于亲属一书 乃从容言,吕太后时其欲返 无处时孝王己未乱 经文其王与其结乱 于是天子乃拜主妇言为其相,且证其事 主妇言既至其,乃及至王后公患者为王通于结翁主所者 令其辞证皆隐王 王年少,据 大罪为利所执珠,乃隐要自杀 绝无后 事时照王据主妇言一出废棋 孔其见书骨肉,乃上书言言受荆棘轻重之短 天子义 季球眼 公孙红颜,其王已幽死无后,国入汉,非诸言无以赛天下之望,碎诸言 其立王立五年死,无后,国入于汉 其道会王后上有二国,陈阳及资川 资川的笔齐 天子连齐,卫道会王种元再俊 戈林兹东环道会王种元亦竟已与资川,以奉道会王祭祀 陈阳锦王张,其道会王子,以诸须侯与大臣共诸诸吕,而张申首先斩向国吕王产于 魏称公 孝文帝纪立,一封章两千户,四金千金 孝文二年,以其之陈阳俊立章为陈阳 王 立二年促,子喜立,侍卫贡王 贡王八年,喜王淮南 四年,赴还望陈阳 樊三十三年促,子延立,侍卫寝望 寝望二十年促,子义立,侍卫晋王 晋王九年促,子无立,侍卫贵王 贵王十一年 促,子顺立,侍卫荒王 荒王四十六年促,子徽立,侍卫代王 代王八年促,子锦立 至见十三年,十五岁,促 祭北王新居,其道会王子,以东穆侯助大臣朱诸吕,宫少 吉文帝从代来,新居曰 请与太仆英入清宫,费少帝,供与大臣尊立孝文帝 孝文第二年,以其之祭北俊立新居为祭北王,与陈阳王俱立 历二年,反 是大臣 诸吕世时,诸须侯宫犹大,许竟以赵帝王朱须侯,竟以梁帝王东穆侯 吉孝文帝立,文 诸须,东穆之初遇立其王,故处其宫 吉二年,王朱子,乃歌其二郡以王张,新居 张 新居自以施职夺宫 张死,而新居文匈奴大入汉,汉多发兵,使丞相冠英籍之,文帝 清姓太元,以为天子自吉胡,遂发兵返于祭北 天子文之,罢丞相籍行兵,皆归长安 使吉蒲侯柴将军及破鲁祭北王,王自杀,得入于汉,卫郡 后十年,文帝十六年,复以祭道会王子安都侯至位祭北王 十一年,吴楚反时,至 坚守,不与诸侯合谋 吴楚以平,喜至王资川 吉南王辟光,祭道会王子,以乐侯孝文十六年位吉南王 十一年,与吴楚反 汉吉,破,杀辟光,以及南魏郡,得入于汉 资川王贤,其道会王子,以武成侯文第十六年位资川王 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吉 破,杀贤 天子应喜祭北王至王资川 致意其道会王子,以安都侯王祭北 资川王返,吴后,乃喜祭北王王资川 凡历三十五年促,侍卫一王 子见戴历,侍卫晋王 二十年促,子 一戴历,侍卫秦旺 三十六年促,子中吴历,侍卫斯王 二十八年促,子上历,侍卫孝 王 五年促,子恒历,至见十三年,十一岁,促 焦西王仰,其道会王子,以昌平侯文第十六年位焦西王 十一年,与吴楚反 汉吉 破,杀仰,得入于汉,未焦西郡 焦东王雄渠,其道会王子,以白石侯文第十六年位焦东王 十一年,与吴楚反,汉 吉 破,杀雄渠,得入于汉,未焦东郡 太史公约,诸侯大国无过其道会王 以海内出定,子弟少,激情之无耻土风,故大 风同性,以天万民之心 吉后分裂,故其理也 所引述赞,汉角秦智,竖平自强 表海大国,西风其王 屡后四路,乃现成阳 哀王四立,其力不量 诸须试汉,攻打侧长 东木受赏,称乱一央 焦东,济北,雄渠 辟光 齐虽七国,忠孝者昌 史记肖象国世家 肖象国何者,配丰人也 以文无害未配主立愿 高祖未不依时,何数以利是护高祖 高祖未亭长,长左右之 高祖以利咒咸阳,利 接送奉前三,何读以物 情欲使坚俊者与从事,长辩之 何乃给四水促时事,第一 情欲使欲入严真和,何 故请,得无形 极高祖其为佩公,何常为成都市 佩公至咸阳,朱将皆争走经 博财物之福分之,何 独仙入收秦陈相欲使律令图书藏之 佩公为汉王,以何为成相 向王与诸侯屠捎咸阳儿 去 汉王所以拒之天下,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 明所疾苦者,以何拒的情图书也 何尽言含信,汉王以信为大将军 与在怀因侯逝中 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流收巴蜀 填服预告,使给军时 汉二年,汉王与诸 侯姬楚,何寿关中,是太子,智立阳 为法令约束,立宗庙设计公事现役,则奏上,可 许以从事,急不急奏上,则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 关中世纪户口转草给军,汉王术 施君顿去,何常兴关中促,则不缺 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 汉三年,汉王与项与相聚经所之间,上属史史劳苦丞相 报身为丞相曰,王报依 漏盖,数史史劳苦君者,有宜君心也 为君记,莫若遣君子孙昆帝能胜兵者西义君所 上臂亦信君,于是何从其记,汉王大说 汉无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丰 群臣征功,遂于功不绝 高祖以萧何功罪 圣,风味赞侯,所时亦多 功臣皆约,臣等身被兼职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和 功臣略地,大小各有差 京销何未常有汉马之劳,图持文莫议论,不战,故返居臣等上 何也 高帝曰,诸君之列呼,曰,知之 知列狗呼,曰,知之 高帝曰,夫列,追杀兽兔者狗也 而发宗指示兽兔者人也 经诸君徒能得走兽兔,公 狗也 智如萧何,发宗指示,公人也 且诸君徒已身随我,多者两三人 经萧何举宗述 十人皆随我,公不可望也 群臣皆莫敢言 列侯必以授风,急奏卫赐,接约 平阳侯曹参生辈七十创,功臣略地,功最多 一第一 上以饶功臣,多风萧何,智卫自卫有以赴南之,然心愈何第一 官内侯二军 靖曰,群臣亦皆悟 夫曹参虽有也战略的之功,此特一时之事 夫尚与楚相聚五岁 常师君王仲,逃生顿者数以 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君不其处,非上所召令召,而数万众会 上之伐绝者数以 夫汉与楚相守银阳数年,君无建梁,萧何转曹关中,给时不伐 陛下 虽数王山东,萧何常全关中已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 今虽王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 汉得之不必待以权 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 萧何第一,曹参四之 高祖 约,善,于是乃令萧何,四代建旅上殿,入朝不屈 上约,吴文敬贤受上赏 萧何功虽高,得恶君乃一名 于是因恶君故所时官内 侯一丰为安平侯 适日,西丰和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十亿 乃一丰和两千户,以地长 咒咸阳时何送我独营前二也 汉十一年,陈西返,高祖自江,至邯丹 为罢,怀因侯谋反观中,吕后用萧何计 诸怀因侯,语在怀因世中 上义文怀因侯诸,使时拜成相和魏相国 一封无千户,令簇 五百人亦都魏魏相国魏 诸君皆赫,赵萍独调 赵萍者,故秦东陵侯 秦破,魏不依 萍,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 故世俗魏之,东陵瓜,从赵萍以为名也 赵萍未向国曰 或自此时矣 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 非被史时之事而易君封至魏者 以经者怀因 侯心反于中,宜君心矣 夫至魏魏君,非以宠君也 援君让风勿受,西以加斯才左君 则尚心说 相国从其继,高地乃大喜 汉十二年秋,秦不凡 上自将及之,述使时问相国何为 相国为尚在君,乃府寻勉 立百姓,西以所有左君,如晨西时 可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已 夫君未为相国 宫第一,可负家哉 然君出入关中,的百姓心 十余年以,皆赴君,长富滋滋的名和 尚所为数问君者,为君轻动关中 经君胡不多买田地,见世代以自污 尚心乃安 于 世相国从其继,尚乃大说 尚罢不均归,明道遮行尚书,言相国建墙买明田宅 百姓千万 尚至,相国也 尚孝曰 夫相国乃立明,明所尚书皆已于相国,曰 君字谢明,相国应为明请曰 长安的侠,上林中多空地,契,原令明的入田,无收为情寿时 尚大怒曰,相国 多受古人财物,乃未请无怨 乃下相国庭位,谢系之 树日,王位卫世,前问曰 相国何大罪,必下系之报也 上曰,吴文理思乡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语 经 相国多受甲数经而为明请无怨,以自媚于明,故系致之 王位卫曰,夫直是苟有辩 于明而请之,真宰相是,陛下奈何乃一相国受古人前呼 且陛下具处数岁,晨曦,情不 反,陛下自江而往,当事时,相国受官中,姚族则官以西非陛下有也 相国不以此时为 历,经乃历古人之今呼 且请以不闻其过王天下,李斯之分过,又贺族法哉 陛下贺疑 宰相之前也 高帝不义 逝日,始始迟结射出相国 相国年老,速攻井,入,图显谢 高帝曰,相国休矣 相国为民请愿,无不许,我不过为节咒主,而相国为贤相 5.顾系相国,欲令百姓闻无过也 何宿不与曹参相能,即合并,校会自临世相国并,应问曰,君及百岁后,谁可待 君者 对曰,知臣莫如主 校会曰,曹参何如,何顿守曰,帝德之矣 臣 死不恨矣 何至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缘屋 曰,后世贤,师无减,不贤,无为世家所夺 校会二年,相国何促,是未闻中侯 后四以罪施侯者四世,绝,天子哲妇求和后,风絮赞侯,功成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肖相国何于秦时未刀比利,陆陆未有其节 吉汉兴,依日月之莫光,何 谨守管月,英明之吉法,顺流语之根使 怀阴,秦不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 魏官 群臣,生师后世,宇红妖,散夷生等真烈矣 所引述赞,萧何魏力,闻而无害 极左新王,举宗从佩 关中祭守,转书世赖 汉军吕皮,勤兵必会 约法可救,收徒可大 指寿发宗,其功实罪 郑称化宇居乃飞 太 济决宠情,世今历代 史记曹相国世家 平阳侯曹参者,配人也 秦时未配御愿,而萧何为主力,居县为豪力矣 高祖卫配公而出起也,参以中捐从 江及胡林,方宇,宫秦兼公军,打破之 东下 靴,及四水守军靴郭西 赴公胡林,取之 洗手方宇 方宇反魏魏,及之 封反魏魏 公之 四绝七代夫 及秦司马,军荡东,破之,取荡,胡傅,其善志 右宫下一以息 至于,及张寒车其 公元七及抗父,先登 千为武大夫 北旧阿,及张寒军,献臣,追 至濮阳 宫定陶,取灵记 南旧雍秋 吉里游军,破之,杀里游,鲁秦后义人 秦江张 寒破沙向凉野,配公于向羽影而东 楚怀王以配公卫荡郡长,将荡郡兵 于是乃丰参位 直伯,号曰建成军 千为七公,属荡郡 其后从宫东郡卫军,破之,成武南 即王黎军,成杨南,赴公之杠里,打破之 追北 西至开封,即赵奔军,破之,为赵奔开封城中 西及江阳雄军于区域,破之,鲁秦司马 及御史各一人 千为直归 从宫阳武,下幻元,沟氏,绝合金,还击赵奔军施北,破之 从南宫秋,与南阳首以战阳城郭东,献臣,取婉,鲁秦,静定南阳郡 从西宫五官 遥官,取之 前宫秦军兰田南,又业及其北,秦军大破,遂至咸阳,灭秦 向宇治,以配公位汉王 汉王封参位建成侯 从治汉中,千位将军 从海定三秦 出宫下辩,故到,雍,台 及张平军于好治南,破之,为好治,取攘香 及三秦军攘东 及高丽,破之 复为张平,张平出好治走 应及赵奔,内侍宝军,破之 东取咸阳,耿 明曰星辰 参将兵守锦铃二十日 三秦使张平等公参,参出击,打破之 四十亿于宁秦 参以将军引兵为张寒于废丘 以中卫从汉王出林进关 至河内,下修武,渡为京,东 及龙且,向他定逃,破之 东取荡,萧,彭尘 及向籍军,汉军大败走 参以中卫为取 雍秋 王武反于皇,陈处反于燕 往即,竟破之 驻天侯反于掩饰,又竟破取掩饰 即 宇应于昆阳,追至也 海公武强,应至银阳 参自汉中卫将军中卫,从及诸侯,及项羽 拜,还至银阳,凡二岁 高祖年,拜为贾左丞相,入屯兵关中 岳于,为王报反,以贾左丞相别与韩信东攻 为将军孙军东张,打破之 因公安逸,得为将旺乡 即为王于屈阳,追至五元,申的 为王报 取平阳,得为王母妻子,竟定位的,反五十二臣 四十亿平阳 因从韩信吉兆 向国下说军于乌东,大破之,斩下说 韩信与顾长山王张尔引兵下锦刑,即成安军,而 令参还为赵别将七将军于乌城中 七将军出走,追斩之 乃引兵意敖仓汉王之所 韩信 以破赵,卫相国,东极齐 参以右陈相属韩信,攻破齐立下军,遂取林兹 还定计北郡 攻着,洛英,平原,立,卢 以而从韩信吉隆且军于上甲密,大破之,斩隆且,鲁齐 将军周兰 定期,凡得七十余线 得顾齐王田广乡田光,齐首相许章,即顾齐交东将军 田记 韩信为齐王,引兵意臣,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位扶者 相机已死,天下定,汉王为皇帝,韩信席为楚王,齐为郡 参归汉相应 高地已长 自肥为齐王,而以参为齐相国 以高祖六年次决列侯,与诸侯剖福,世事物决 十一平 阳万六百三十户,号约平阳侯,除前所实意 以齐相国及陈西江张春军,破之 秦布反,参以齐相国从道会,王将冰车其十二万人 与高祖会及秦布军,打破之 南至齐,还定逐一,向,萧,流 参攻,樊下二国,献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香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俊首 司马,后,遇使各一人 校会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成相 参之相齐,齐七十成 天下出定 道会王赋于春秋,参敬赵长老诸生,问所以安及百姓,如其故诸如以百数,言人人书 参为之所定 文娇兮有盖宫,善至皇老言,使人后必请之 既见盖宫,盖宫未言至道贵 清静而明自定,推辞类据言之 参与世必正堂,舍盖宫焉 其至要用皇老术,故乡其酒 年,其国安吉,大称贤相 会第二年,萧何促 参文之,告涉人去至行,无将入相 居无何,使者果照参 参去,属其后相约,以其遇事未计,圣物扰也 后相约,至无大于此者乎 参约,不然 夫遇事者,所以并容也 经君扰之,兼人安所容也 无事已先知 参始为时,与萧何善,即位将相,有阙 至何且死,所推贤为参 参代何位汉相国 举世摩所变根,亦遵萧何约束 则郡国立目处于文词,众厚长者 即兆除未成相时 立之言文刻申,欲勿申明者 折斥去之 日夜饮醇酒 清大夫以下立即宾客见参不适事,来者皆欲有言 智者,参者 饮以醇酒,兼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末的开说,以为常 相舍后缘尽力舍,力舍日饮歌呼 从立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立罪歌 呼,从立信相国照案之 乃半曲九张作影,一歌呼与相应和 参见人之有戏过,专眼逆覆盖之,府中无事 参子逐位中代夫 会递怪相国不致事,以为,岂少正宇 乃为逐曰,若归,是 思从容问而赴曰,高地兴气群臣,地赴于春秋,君未乡,日饮,摩索寝室,何以幽天 下呼 然无言无告若也 逐记喜目归,兼是,自从其所见参 参怒,而吃逐二百 曰,去入世,天下是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会递让参曰,与逐狐智乎,乃这我 使见君也 参免官谢曰,陛下自查圣武属于高地,上曰,正乃安敢望先帝乎 曰,陛下官臣能属于萧和贤,上曰,君寺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事也 且高地与萧和定天下,法令记名,经陛下垂拱,参等守职,尊而勿施,不亦可乎 会 帝曰,闪 君休矣 参曰汉相国,初入三年 醋,誓亦侯 自诸代侯 百姓歌之曰,萧和为法,若话 一,曹参代之,守而勿施 宰其清静,明以宁依 平阳侯竹,高后十位御史代夫 孝文帝立,免为侯 历二十九年促,是为敬侯 子 其代侯,历七年促,是为俭侯 子时代侯 时尚平阳公主,申子乡 时并立,归国 历二十三年促,是依侯 子乡代侯 乡上为常公主,申子宗 历十六年促,是为贡侯 子 宗代侯 征和二年中,宗做太子死,国除 太史公约,曹向国参功臣也战之功 所以能多若辞者,已与怀因侯聚 即兴一灭,而 列侯成功,唯独参善其名 参为汉相国,清静及言和道 然百姓离秦之库后,参与休息 无畏,故天下俱称其美意 所引述赞,曹参初起,未配豪力 史从中捐,先为善智 直归直伯,功臣略地 掩饰济诸,昆阳诗位 北秦夏说,东讨田盖 托福定峰,功无与二 世欲勿扰,清静步 是 上主平阳,代想其力 史记刘侯世家 刘侯张良者,其先寒人也 大复开的,相寒昭侯,宣慧王,相哀王 复平,相离王 道慧王 道慧王二十三年,平醋 醋二十岁,勤灭寒 良年少,未患是寒 寒破,良 家同三百人,第四部藏 西以家财求克赐秦王,为寒报仇 以大复,复武士相寒故 良长学里淮扬 东建沧海军 德利市,为铁锥重百二十斤 秦皇帝东游,良宇客居 及秦皇帝搏浪沙中,物中覆车 秦皇帝大怒,大锁天下,求贼圣吉,为张良故也 良乃 根明信,王逆下批 良长间从容不由下批一上 有意老父,一鹤,至良所 直舵其履一下,故为良曰 如子,下取履,良恶然,欲殴之 为其老,强忍,下取履 父曰,履我,良也 未取履,应常贵履之 父以足寿,孝而去 良书大经,随目之 父去理所,父还,曰 如子可教矣 后五日平民,与我会此 良因怪之,贵曰,诺,五日平民,良网 父以先在,怒曰,与老人其,后,何也 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积民 良往,父又先在,父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 父早来,五日,良夜未 伴往 有请,父一来,喜曰,当如是,初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施以 后十,年兴,十三年如子见我祭北,古城山下皇时及我矣 遂去,无他言,不复见 但日誓,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良因一支,长袭诵读之 居下批,未任侠 相伯常杀人,从良逆 后十年,陈设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 仅居自立为楚甲王,载留 良欲网从之 道还佩公 佩公将数千人,掠地下批息,遂属烟 佩公拜良位就将 良术以太公兵法 说佩公,佩公善之,常用其策 良为他忍者,皆不审 良曰,佩公带天寿,故遂从 之,不去见景居 及佩公之靴,见向良 向良立楚怀王 良乃说向良曰,君已立楚后,而寒诸公子 衡阳君臣贤,可立卫王,义树党 向良使良求寒臣,立以为寒王 以良为寒生徒,与 寒王将迁于仁兮掠寒的 德树臣,秦哲复取之,往来为游兵引川 佩公之从洛阳南出换源 良引兵从佩公,下寒时于臣,急破阳雄军 佩公乃令寒王 陈留守阳笛,与梁俱南,攻下宛,西入五关 佩公欲以兵二万人及秦遥下军,梁说曰 秦兵上墙,未可清 陈闻其疆土者子,甲树一栋一利 原佩公解刘弼,使人先行,为 五万人巨石,亦为张旗至诸山上,为宜兵,另立时其持重宝弹秦江 秦江国叛,御连 何据西袭咸阳,佩公欲听之 良曰,此独其将欲叛尔,孔氏族不从 不从必为,不如 因其解极之 佩公乃引兵及秦军,打破之 北至蓝田,再战,秦兵敬拜 遂至咸阳 秦王子应将佩公 佩公入秦宫,宫氏为仗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亦欲留居之 凡怪见佩公出舍,佩公 不听 良曰,夫秦为无道,顾佩公的致辞 夫为天下除残贼,以搞肃为姿 今时入秦 吉安其乐,此所谓,祝节未虐 且,忠言逆尔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原佩公 听凡怪言 佩公乃还君霸上 向宇至鸿门下,欲及佩公 向伯乃叶迟入佩公君,思见张良,欲语俱去 良曰 臣为韩王宋佩公,今事有吉,亡去不亦 乃据已于佩公 佩公大惊,曰,未将奈何 良曰,佩公臣欲备向羽邪,佩公曰,搜身交我聚官吾内诸侯,请得可敬王 故听之 良曰,佩公自度能却向羽呼,佩公默然良久,曰,故不能也 今未乃 何,良乃故要向伯 向伯见佩公 佩公与尹未受,结冰昏 令向伯聚言佩公不敢被向 与,所以聚官者,被他道也 吉见向羽后解,与在向羽世中 汉元年正月,佩公为汉王,王八蜀 汉王赐良金百亿,诸二斗,良聚以献向伯 汉 王义因令良后宜向伯,使请汉中帝 向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帝 汉王之国,良宋至,忠 遣良归寒 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稍绝所过战道 是天下无孩心,以故向王义 乃是良孩 行,稍绝战道 良至汉,汉王臣以良从汉王故 向王不浅臣之国,从与俱东 良说向王曰,汉王 稍绝战道,无孩心义 乃亦其王田荣返,书告向王 向王以此无稀忧汉心,而发兵贝 及其 向王竟不肯遣汉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臣 良王,兼行归汉王,汉王亦以孩定三 秦乃以,赴义良未臣信侯,从东即处 至彭臣,汉败而孩 至夏义,汉王下马聚安而问曰 吾欲捐官以东等气之,谁可与共公者 梁靖曰 九江王秦部 楚潇江 与向王 有戏 彭越与齐王田荣返梁的 此两人可及时 而汉王之江独韩信可赎大事 当一面 即欲捐之 捐之此三人 则处可破也 汉王乃遣随和说九江王部 而使人连彭越 即 魏王报返 使韩信将兵及之 英举燕 戴 齐 赵 燃簇破除者 此三人立也 张良多病 魏常特江也 常未划策 时时从汉王 汉三年 向宇集为汉王盈阳 汉王恐忧 于历时其谋饶处权 时其曰 习汤伐节 封齐后于齐 五王伐咒 封齐后于诵 经秦师德弃义 侵伐诸侯设计 灭六国之后 使无力追之地 陛下臣能复利六国后世 必已受应 此其君臣百姓必接待陛下之德 莫 不相封目役 原为臣妾 得意以行 陛下南乡称霸 楚必连任而朝 汉王曰 闪 去克应 先申应行佩之以 时其未行 张良从外来也 汉王方时 曰 子房前 刻有为我既饶处权者 其 以利申语告 曰 于子房何如 梁曰 谁为陛下划此记者 陛下是去以 汉王 曰 何哉 张良对曰 臣请及前驻为大王仇之 曰 习者汤伐节而封其后于 其者 度能至劫之死令也 经陛下能至相及之死令呼 曰 未能也 其不可依 也 五王乏咒风其后于诵者 度能得咒之头也 经陛下能得相及之头呼 曰 未能 也 其不可二也 五王入阴 表伤荣之驴 是姬子之居 风笔干之目 经陛下能风 圣人之目 表贤者之驴 是智者之门呼 曰 未能也 曰 未能也 其不可三也 发聚乔之 宿 散露台之前 以赐贫穷 经陛下能散福库以赐贫穷呼 曰 未能也 其不可四也 因是以弊 眼隔未宣 道至干戈 负以虎皮 以是天下不负用兵 经陛下能眼 五行文 不负用兵呼 曰 未能也 其不可无以 修马化山之阳 事已无所为 经陛下能修马摩所用呼 曰 未能也 其不可六也 放牛逃灵之音 以是不 复书姬 经陛下能放牛不复书几乎 曰 未能也 其不可七也 且天下游是离 其亲戚 弃坟墓 去故旧 从陛下游者 屠欲日夜望之池之地 经陛陛六国 立含 未 徒步 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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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即败而攻誓 令去消映 汉四年 韩信破旗而欲自立为旗王 汉王怒 张梁说汉王 汉王使梁受旗王信应 宇在怀因是中 祈秋 汉王追处至杨下南 战不利而必顾灵 诸侯其不至 梁说汉王 汉王用奇迹 诸侯接至 宇在向即是中 汉六年正月 封功臣 梁未常有战斗功 高帝约 运筹策为帐中 决胜千里外 子房工也 自责其三万户 梁曰 使臣其下批 与尚会流 此天已承受陛下 陛下 用臣记 姓儿时中 臣元风流足以 不敢当三万户 乃风张梁未流侯 与萧河等巨风 尚以风大功臣二十余人 其余日夜真功不绝 未得行风 尚在洛阳南宫 从父到望 见诸将往往相语作杀中语 上曰 此何语 留侯曰 陛下不知乎 此谋反而 上曰 天下属安定 何故反乎 留侯曰 陛下其不依 以此属取天下 经陛下位 天子 而所风皆消 曹故人所亲爱 而所诸 者皆生平所仇怨 经军立即功 以天下不足 辨风 此属未陛下不能进风 恐又建以平生过师及诸 故及相聚谋反而 尚乃幽曰 未知奈何 留侯曰 尚平生所增 群臣所供之 谁最胜者 尚曰 拥齿于我 故 树长窘辱我 我欲杀之 为其功多 故不忍 留侯曰 今即先封拥齿以示群臣 群臣见拥齿风 则仍仍自兼矣 于是上乃至久 封拥齿为十方侯 而即去成相 欲 使定攻行风 群臣罢久 皆喜曰 拥齿上位侯 我属无换矣 刘靖说高地曰 兜关中 尚已知 左右大臣皆山东人 多劝上兜洛阳 洛阳 东有城高 西有姚勉 背河 相依洛 其故一族事 刘侯曰 洛阳虽有此故 其中 小 不过数百里 田地薄 四面受敌 此非用五之国也 夫关中左遥寒 又拢树 卧也 千里 南有巴蜀之饶 北有胡怨之力 祖三面而守 独以一面东至诸侯 诸侯安定 何 为曹晚天下 惜给经师 诸侯有变 顺流而下 足以为书 此所谓京城千里 天府之国 也 刘靖说是也 于是高地即日假 西都关中 刘侯从入关 刘侯性多病 即道隐不食骨 渡门不出碎鱼 尚遇废太子 立妻夫人子赵王如意 大臣多见真 未能得坚决者也 吕后恐 不知 所为 人或为吕后曰 刘侯善化既家 上信用之 吕后乃史建成侯吕则劫 刘侯 曰 君常为上谋臣 经上御议太子 君安得高枕而卧乎 刘侯曰 史上属在困吉之 终 信用成家 经天下安定 以爱御议太子 骨肉之间 虽臣等百余人何以 律则强 要曰 为我话祭 刘侯曰 此难以口舌真也 故上有不能智者 天下有四人 四 仁者年老矣 皆已为上曼五人 故逃逆山中 亦不为汉臣 然上高此四人 今功臣能无 爱今欲必搏 令太子未书 悲此安车 应使便是故请 以来 来 以为客 时时从入朝 令上见之 则必亦而问之 问之 上知此四人贤 则宜住也 于是屡后令屡则使人 奉太子书 悲此后礼 迎此四人 四人至 刻建成侯所 汉十一年 情不反 上病 欲使太子将 罔吉之 四人相畏曰 凡来者 将已存 太子 太子将兵 事为已 乃说建成侯曰 太子将兵 有功 则为不义太子 无功还 则从此受获矣 且太子所语据诸江 皆常与上定天下 萧江也 今使太子将之 此无矣 使阳江郎也 皆不肯为尽力 其无功必矣 陈文 母爱者子报 今期夫人日夜待遇 赵王如意常报居前 上曰 中不时不孝子居爱子之上 明呼其代太子未必矣 君和部 即请吕后臣兼尾尚 秦部 天下猛将也 善用兵 经诸江皆陛下故等仪 乃令太 子将此属 无意是阳江郎 莫肯为用 且是不闻之 则古形而息耳 尚虽并 强宰资车 沃儿护之 诸江不敢不尽力 尚虽苦 为妻子自强 于是吕则立夜见吕后 吕后 尘兼为尚气涕而言 如似人意 尚曰 吾为数子顾不足浅 而公自行耳 于是尚自 将兵而东 群臣居首 皆宋至霸上 刘侯并 自强起 至屈游 见尚曰 臣宜从 并 审 楚人飘吉 原上吾与楚人针锋 应说尚曰 令太子魏将军 监官中兵 尚曰 子房虽并 强沃儿父太子 适时书孙通为太父 刘侯行少妇事 汉十二年 尚从吉破布军规 吉亦圣 越寓意太子 刘侯见 不听 应吉不适事 书孙太父称说尹古今 以死真太子 尚详许之 犹豫意之 吉宴 至久 太子适 四人 从太子 年皆八十有余 须眉浩白 衣冠胜尾 尚怪之 问曰 彼何位者 四人前 对 各言明信 曰东元宫 角礼先生 起礼记 夏皇宫 尚乃大金 曰 吴求宫数岁 宫辟讨我 金宫何自从无而游乎 四人皆曰 陛下亲事善骂 臣等义不受辱 故 孔儿亡逆 妾闻太子为人人孝 恭敬爱事 天下莫不言谨欲为太子死者 故臣等来尔 尚曰 凡公信处调护太子 四人未受以弊 曲曲 尚目送之 照七夫人指示四人者曰 我欲亦之 彼四人服 知 予亦已成 难动矣 吕后真儿主矣 七夫人弃 尚曰 为我除无 无谓若除歌 歌曰 鸿湖高飞 亦举千里 与何以旧 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 当可奈何 随有 增脚 尚安所施 歌树雀 欺夫人须兮流涕 尚起去 罢酒 竟不亦太子者 刘侯本 招此四人之利也 刘侯从上吉代 初其祭马亦下 吉利萧何相国 所与上从容言天下 是慎重 非天下 所以存亡 顾不着 刘侯乃称曰 家世相寒 即寒灭 不爱万经之姿 为寒报仇强情 天下震动 今以三寸蛇为地者诗 封万户 为猎猴 此不一之极 于梁足矣 缘气人 监视 欲从赤松子有耳 乃学屁股 道引轻生 会高地崩 屡后得流侯 乃强时之 约 人身一世间 如白居过戏 何至自苦如此乎 流侯不得已 强听而识 后八年促 是未闻成侯 子不一代侯 子方史所见下批一上老父与太公书者 后十三年从高地过季北 果见古城山下黄石 取而宝慈之 刘侯死 并葬黄石 美上种福辣 慈黄石 刘侯不疑 孝文第五年座不敬 国除 太史公约 学者多言无鬼神 然言有误 至如刘侯所见老父与书 亦可怪矣 高祖 离困者数矣 而刘侯常有功利焉 岂可谓非天呼 上约 夫运仇家为账之中 决胜千 里外 无不如子房 与以为其人寄魁无其尾 至见其徒 壮貌如妇人好女 盖孔子曰 以貌取人 失之子语 留侯一云 所引述赞 留侯替躺 至怀奋婉 五代相寒 一朝归汉 净旅一甲 运筹神算 横扬激利 生徒作汉 霸上浮为 故灵禁乱 人称三杰 便推八难 赤松原游 百居难 半 皆比雄略 曾非魁暗 史记陈丞相世家 陈丞相评者 养五户有香人也 少识佳评 好读书 有田三十亩 独与兄伯居 伯 长耕田 纵平史有学 平为人长美色 人或未成平曰 平和时而肥若是 其扫及平 之不世家生产 曰 一时康何而 有书如此 不如无有 博文之 逐其妇而弃之 及平常 可取妻 妇人莫肯语者 平者平亦持之 九之 护有妇人有张妇 张妇女 孙五嫁儿夫者死 人莫敢取 平欲得之 义中有丧 平平 世丧 已先往后霸位住 张 父既见之丧所 独世伟平 平亦已故后去 父随平至其家 家乃父郭穷相 已必席为门 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 张妇归 为其子仲约 无欲以女孙与陈平 张仲约 平 平不逝世 宜现中尽孝其所为 独奈何与女呼 妇曰 人故有好美如陈平而常平见 这呼 醋与女 为平平 乃甲代币已聘 与酒肉之姿以内妇 父借其孙约 无以平 故 世人不谨 世兄伯如世父 世嫂如母 平记取张仕女 姬用亦饶 游道日广 礼中设 平为宰 分肉食圣君 父老约 善 臣如子之为宰 平曰 皆乎 史平的宰天下 亦如世肉矣 陈设其而王臣 始周是略定位的 立位就为魏王 与秦军相供于灵迹 陈平故以前 谢其胸伯 从少年往是魏王就于灵迹 魏王已为太仆 说魏王不听 仁或禅之 陈平王 去 九之 项羽略的至和尚 陈平王归之 从入破秦 四平绝亲 项羽之东王彭臣也 汉王还定三秦而东 英王返楚 项羽乃以平位姓武君 将魏王就刻在楚者以往 即降英 王而还 项羽始向汉拜平位都为 四经二十亿 居吾合 汉王攻下英 项羽怒 将诛顶 英者将立 陈平俱诛 乃风其金与印 始始归向王 而平身兼行仗剑王 渡河 传人剑 其美丈夫独行 以其王将 要终当有金玉宝器 慕之 欲杀平 平孔 乃解一裸而左赐 传 传人知其吾有 乃至 平遂至修武将汉 因未无知求见汉王 汉王召入 誓十万十军奋为汉王中捐 受平 夜 入见平 平等七人聚敬 四十 王曰 罢 旧舍以 平曰 臣卫世来 所言 不可以过今日 于是汉王语语而说之 问曰 子之居处何官 曰 卫都卫 是日乃拜平 卫都卫 始卫参臣 典户军 诸江静患 曰 曰 大王一日的处之王簇 卫之 其高下 而及与同载 凡世兼户军长者 汉王闻之 寓意姓平 遂与东伐相王 智鹏 臣 为楚所拜 隐而还 收散兵至银阳 以平为雅江 属于韩王姓 君广武 将侯 冠英等贤禅臣平曰 平虽美丈夫 如官玉耳 其中未必有也 臣文平居家 十 道起扫 世卫不容 王归楚 归楚不忠 又王归汉 今日大王尊官之 令护君 臣 文平受诸将经 经多者得善处 经少者得恶处 平 反复乱臣也 愿王查之 汉王疑 知 照让谓无知 无知曰 臣所言者 能也 陛下所问者 行也 今有伟生 孝己之 行而无意处于胜负之术 陛下贺侠用之乎 楚汉相聚 臣尽其谋之事 故其继臣足以利 国家不耳 且道扫受 今又贺族一呼 汉王照让平曰 先申誓位不忠 遂誓处而去 今又从无由 信者故多心呼 平曰 臣是魏王 魏王不能用臣说 故去誓相王 想 王不能信仁 其所仁爱 非诸相及妻之昆帝 虽有其事不能用 凭乃去除 文汉王之能 用人 故归大王 陈裸申来 不受金无以为资 陈陈计划有可采者 大王用之 使无可 用者 经聚在 请封书官 得请骸骨 汉王乃谢 后赐 拜卫护军中尉 敬护诸江 诸江乃不敢赴言 其后 楚吉公 绝汉永道 为汉王于盈阳臣 久之 汉王换之 请歌盈阳以西以河 向王不听 汉王为陈平曰 天下纷纷 何时定呼 陈平曰 向王为人 恭敬爱 人 誓之连结好理者多归之 至于行公决意 众之 誓意以此不负 经大王慢而少理 誓连结者不来 然大王能饶人以决意 誓之顽顿势力无耻者亦多归汉 成各去其两断 习其两长 天下指挥则定义 然大王自五人 不能得连结之事 故处有可乱者 彼向王 古耿之 成雅父 终离媚 龙且 周英之属 不过数人儿 大王臣能出捐数万斤金 刑返 兼 兼其君臣 以以其心 向王为人 亦记信禅 避内相诛 汉应举兵而恭之 破处必以 汉王以为然 乃出黄金四万斤 与陈平 自所为 不问其出入 陈平既多以经纵反贱于储君 宣言诸江 忠离媚等位 向王将 功多以 然而忠不得列 得而王 欲与汉为依 以灭向氏而分王其帝 向羽果义不信忠离 等 向王既遗之 使 使至汉 汉王为太劳聚 举进 见楚使 吉祥经约 无以为雅父使 乃向王使 父 持去 更以恶草聚禁楚使 楚使归 聚以报向王 向王果大以雅父 雅父欲及恭下银阳 臣 向王不信 不肯听 雅父闻向王遗之 乃怒曰 天下事大定以 君王自卫之 缘 寝海谷归 归位至彭臣 居发贝而死 陈平乃夜出女子两千人隐阳臣东门 楚因吉之 陈平乃与汉王从陈西门夜出去 遂入关 收散兵赴东 其明年 怀英侯破旗 自立为其王 使使言之汉王 汉王大怒而骂 陈平夜汉王 汉王义务 乃后遇其使 使张子房促立姓为其王 封平以户有乡 用其其计策 促灭楚 常以户君中卫从定燕王赃图 汉六年 仍有上书告楚王韩姓返 高帝问朱江 朱江曰 即发兵坑数子尔 高帝莫然 问陈平 平故慈谢 曰 朱江云和 上句告知 陈平曰 人之上书言信 反 有知之者乎 曰 未有 曰 信之之乎 曰 不知 陈平曰 彼 下精兵属与楚 上曰 不能过 平曰 陛下将用兵有能过 韩姓者乎 上曰 莫及也 平曰 精兵不如楚经 而将不能及 而举兵攻之 是去之战也 切未必 下为之 上曰 未知奈何 平曰 古着天子寻寿 惠诸侯 南方有云梦 陛下 帝初未有云梦 惠诸侯于臣 臣 楚之西界 信闻天子已好出游 其事必无事而交淫业 业 而陛下应勤之 此特一力是之事而 高帝已为然 乃发始告诸侯惠臣 吾将 南有云梦 上因随已行 行为至臣 楚王信果交淫道中 高帝欲拒无事 见信至 即 执父之 载后车 信呼曰 天下已定 我故当烹 高帝故为信曰 若无身 而返 明已 武士返皆之 遂会诸侯于臣 净定楚地 还致洛阳 赦信以为怀殷侯 而语 功臣剖福定峰 于是与平剖福 世事勿绝 为护有侯 平辞曰 此非臣之功也 上曰 无用 先申谋记 战胜克敌 非公而合 平曰 非为无知臣安得尽 上曰 若子可谓 不备本矣 乃父赏为无知 其明年 以护军中未从公返者寒王姓余代 促至平臣 为匈奴所为 七日不得时 高帝用臣平奇迹 始丹于恶事 为以的开 高帝祭出 奇迹 闭 世末的闻 高帝难过屈逆 上其臣 望讲其巫事 盛大 曰 撞灾陷 无形天下 独见洛阳语 事而 顾问御史曰 屈逆户口几何 对曰 使秦十三万余户 兼者兵数起 多 王逆 经见五千户 于是乃兆御史 更以臣平位屈逆侯 竟时之 除前所时户有 其后常以户军中未从宫臣西及秦部 凡六出奇迹 折一亿 凡六一封 奇迹或破密 是莫能闻也 高帝从破布军海 并创 徐行至长安 燕王如晚返 上使凡怪已向国将兵攻之 即 行 仍有短恶怪者 高帝怒曰 怪贱无病 乃记我死也 用陈平谋而召将侯周伯寿 召床下 曰 陈平即持船载伯带怪将 平至君中即斩怪头 二人即受召 持船未至 君 行迹之曰 凡怪 帝之故人也 公多 且又乃屡后帝屡须之夫 有亲且贵 帝乙 愤怒故 欲斩之 则恐后悔 宁求而至上 上自诛之 魏至君 魏谭 以截兆凡怪 怪兽召 即反接载舰车 传逸长安 而令将侯伯带江 将兵定宴返现 平行闻高地崩 平孔吕太后及吕虚禅怒 乃池传先去 逢使者赵平宇冠 应屯于盈阳 平受赵 立父持至宫 哭圣哀 应奏事丧前 吕太后哀之 曰 君劳 出修以 平未禅之旧 应故请的宿位中 太后乃以为郎中令 曰 父教教会 事后屡须禅乃 不得行 凡怪至 则设父决意 校会第六年 向国曹参促 以安国侯王林为右丞相 陈平为左丞相 王林者 顾配人 始位献豪 高祖为时 凶士林 林绍文 任气 好直言 及高祖 其配 入至咸阳 林义自聚党数千人 居南阳 不肯从配宫 及汉王之孩公相及 林乃 以兵属汉 向羽取林母至军中 林时至 则东相作林母 欲以招林 林母祭司送食者 契曰 为老妾与林 谨示汉王 汉王 长者也 无以老妾故 持二心 妾以死送食者 遂伏见而死 向王怒 蓬林母 林促从汉王定天下 以善拥耻 拥耻 高地之仇 而林本无意从高地 以故晚丰 为安国侯 安国侯继位又丞相 二岁 孝慧帝崩 高后遇立诸吕魏王 问王林 王林曰 不 可 问陈平 陈平曰 可 吕太后怒 乃祥千灵魏帝太父 时不用灵 灵怒 写 即免 渡门禁不朝请 欺眠而促 林知免丞相 吕太后乃喜平魏又丞相 以辟阳侯省时其为左丞相 左丞相不至 常 给事于忠 时其亦配人 汉王之拜彭晨熙 处取太上皇 吕后未知 时其已舍 仁氏吕后 其后从破向即位侯 姓于吕太后 即位相 居中 百官皆因爵士 吕虚长以前陈平魏高地谋之凡怪 补禅约 陈平魏相非之士 日饮春久 戏妇女 陈平文 日益圣 吕太后文之 思读喜 面执吕虚于陈平邮 比于邮 而赴人口 不可用,故君与我合如耳 无畏吕须之禅也 吕太后立诸吕魏王,臣平为听之 及吕太后崩,平与太魏伯和谋,促诸诸吕,立孝 闻皇帝,臣平本谋也 审时其免相 孝文帝立,以为太魏伯亲以兵诸吕氏,宫多,臣平欲让伯尊位,乃谢宾 孝文帝出 立,怪平并,问之 平曰,高祖时,伯公不如臣平 及诸诸吕,臣公亦不如伯 原以 又臣相让伯 于是孝文帝乃以将侯伯为右臣相,为次第一,平习为左臣相,为次第二 四平经千经,义封三千户 居请之,孝文皇帝既一名习国家士,朝儿问又臣相伯曰,天下一岁绝遇几何 伯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前古出入几何,伯又谢不知,汉出瞻辈,愧不能 对 于是上一问左臣相平 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为谁,平曰,陛下即 问绝遇,则庭位,问前古,则致宿内史 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 平谢曰,主臣 陛下不知其奴下,使呆罪宰相 宰相者,上左天子里阴阳,顺四时 下遇万物之夷,外政府四夷诸侯,内清父百姓,使清代福各得任其职焉 孝文帝乃 成闪 又丞相大残,初而让成平曰,君独不速教我对 陈平孝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 且陛下即问长安中道贼术,君欲强对邪 于是将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 居请知,将侯谢并请免相,陈平专位亦成相 孝文第二年,陈相陈平促,侍卫献献 子供猴买代猴 二年促,子俭猴灰代猴 二 十三年促,子和代猴 二十三年,合作掠人妻,妻室,国除 使臣平曰,我多阴谋,事到家之所尽 无事即废,亦以,终不能负起,亦无多 因祸也,然其后曾孙臣长已未是清贵妻 原得续封臣氏,然终不得 太史公约,臣臣相平少时,本好皇帝,老子之术 方其割肉祖上之时,其亦故已远 以,清策扰攘除未之间,促归高地 长出奇迹,就分究之难,正国家之患 积履厚实,事多故已,然平静自托,定宗妙,以荣明中,称贤相,其不善使善终哉 非知谋俗能当,死者乎 所隐数赞,驱逆穷相,门多长者 宰肉仙君,左丧后霸 未处更用,复兴难甲 契印封金,四传漏罗 坚行归汉,尾直麾下 银阳祭拳,平成为解 推灵让伯,佛多亿 挂 应变和权,克定宗舍 史记将侯周伯世家 将侯周伯者,配人也 其先卷人,喜佩 博以之薄区未深,常为人 吹销给丧氏,才 观影墙 高祖之为配宫初起,博以中捐从宫湖陵,下方宇 方宇返,宇战,却是 攻封 即 秦军荡东 海军流即消 复攻荡,破支 下下义,先登 四绝武大夫 公盟,于,取之 即张寒车旗,典 定位帝 公元七,东明,以往智利,取之 公叶桑,先登 即秦军 阿夏,破支 追至濮阳,下贞臣 公兜官,定陶,习取婉渠,得担负令 夜习取灵迹 公张,以前智卷,破支 吉利游军雍秋夏 公开封,先至臣下未多 后张寒破杀向梁 配公与项羽引冰东如荡 自初起配海至荡,一岁二月 楚怀王丰配公浩安武侯,未荡郡 常 配公拜博卫虎奔令,以令从配公定位帝 公东郡位于晨武,破支 吉王黎君,破支 公长社,先登 公隐阳,勾氏,绝合金 吉兆奔军师北 南宫南阳首义,破五官,遥 官 破秦军于蓝田,至咸阳,灭秦 项羽智,以配公为汉王 汉王赐伯爵位威武侯 从入汉中,拜位将军 海定三秦 至秦,四十亿怀德 公怀礼,好智,嘴 吉兆奔,内室宝于咸阳,嘴 北宫七 吉张平 姚仰君 西定谦 海夏眉,平阳 为张寒沸丘 破西城 吉道八君,破支 公上规 东守摇冠 转吉向吉 公驱逆,嘴 海首敖仓,追向吉 吉以死,应东定处的四,东海 郡,凡得二十二县 海首洛阳,立阳,四与尹侯共识中离 以将军从高地返者燕王赃图 破支意下 所将促当迟到位多 四决列侯,投福世事物决 十将八千一百八十户,好 将侯 以将军从高地及返韩王姓渝带,降下或人 以前至五权,即胡齐,破支五权被 转 攻韩姓君同低,破支 海,降太原六臣 即韩姓胡齐靖阳下,破支,下靖阳 后即韩姓 君于沙石,破支,追北八十里 海公楼帆三臣,因即胡齐平臣下,所将促当迟到位多 柏千位太封,即陈西,徒马邑 所将促斩西将军臣马之 即韩姓,陈西,赵立军于楼帆,破支 得西将宋醉,燕门守混 因转攻得云中守,陈相姬四,江勋 定燕门郡十七县,云中 郡十二县 英妇及西陵丘,破支,展西,得西陈相陈纵 将军陈五,都未高四 定带郡 九县 燕王鲁晚返,薄以襄国带凡怪疆,即夏季,得晚大将帝 陈相衍,守行,太尉弱 御史戴辅施,图魂兜 破宛军上蓝,复及破宛军举阳 追至长城,定上古十二县,有 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于阳二十二县 最从高地的相国一人,陈相二人 将军,两千十个三人,别破军二,下陈三,定郡五,陷七十九,的丞相,大将各一人 薄为人目强敦厚,高地以为可数大士 薄不好文学,美照诸生说是,东相作而则之 去为我语,其追少文如此 薄继定宴而归,高祖以崩以,以列侯式校会 第 校会第六年,至太尉官,以薄为太尉 十岁,高后崩 吕陆以赵王位汉上将军,吕 产义吕王位汉相国,丙汉权,欲为流氏 薄为太尉,不得入军门 陈平位陈相,不得认 是 于是薄宇平谋,促诸诸吕而立孝文皇帝 其宇在吕后,孝文是中 文帝继吏,以薄为又陈相,四金五千金,十亿万户 居悦于,人或说薄曰,君记 诸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 处尊位,以宠,久之即或即生矣 薄聚 亦自为,乃谢请归相应 上许之 遂于,臣相平促,上父以薄为臣相 十余月,上曰 前日吾赵列侯救国,或未能行,臣相无所重 其率先知,乃免向救国 遂于,美河东首位行献至将,将侯伯自为孔朱,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 其后 仍有上书告伯欲反,下廷尉 廷尉下其是长安,代补伯至之 伯孔,不知致辞 力烧轻 辱之 伯以千金与玉莉,玉莉乃书独被施之,曰,以公主位赞 公主者,孝文帝女也 伯太子圣之上之,故玉莉较较隐位赞 伯之亦丰受赐,竟以与薄昭 吉夕吉,薄昭未言 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 文帝朝,太后以貌序提文帝,曰,将侯挽皇帝喜,将兵 于被军,不宜辞实反,京居一小县,故玉反邪 文帝寄见将侯遇辞,乃谢曰,立方 燕而出之,于是使使持结设将侯,赴决亦 将侯祭出,曰,无常将百万君,然安之 玉莉之贵乎,将侯赴救国 孝文帝十一年促,侍卫五侯,子圣之代侯 六岁,上公主,不相忠,作杀人,国厨 决一岁,文帝乃则将侯伯子贤者和内守 雅夫,封未调侯,续将侯后 调侯雅夫自卫侯为和内守时,许父相之,曰,均后三岁而侯 侯八岁未将相,持 郭炳,贵众矣,于人成无两,其后九岁而均二死 雅夫孝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 有如醋,子当代,雅夫何说侯乎 然既以贵如妇言,又何说饿死 指示我 许父指其 口曰,有从礼入口,此饿死法也,居三岁 其兄将侯甚之有罪,孝文帝则将侯子贤 这,接推雅夫,乃封雅夫为调侯,续将侯后 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 乃以宗正流理位将军,军霸上,驻资侯徐立位将军 军及门,以和内守雅夫为将军,军系柳,以贝胡 上自劳军 至霸上及及门军,直迟入 将以下其送迎 以而知系柳军,军势力被甲,瑞兵刃,够公努,持满 天子先驱智,不得入 先驱曰,天子且智,军门都未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 知诏,居无和,上智,又不得入 于是尚乃使使时节照将军,无欲入劳军,雅夫乃传言开闭门 闭门市立位从属车齐曰,将军曰,军中不得驱持,于是天子乃岸 佩徐行 智营,将军雅夫持兵一曰,借咒之事不败,请以军礼见,天子未动,改容 试车 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臣礼而去 祭出军门,群臣皆经 闻帝曰,接,呼,此真将军已 囊者霸上,及门军,若而细耳,其将故可席而鲁也 至于雅夫,可得 而犯邪,称善者久之 岳于,三军皆霸 乃拜雅夫为中尉 孝文且崩时,借太子曰,即有缓急,周雅夫真可认江兵,文帝崩,拜雅夫为车 其将军 孝敬三年,无处返 雅夫以中尉为太尉,东籍无处 因自请上约,处兵飘青,难 欲针锋 愿以梁伟之,绝其梁道,乃可至 尚许之 太尉寄讳兵营阳,无方公梁,梁吉,请就 太尉引兵东北走昌义,身壁而守 梁日 使使请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 梁尚书延景帝,景帝使使照就梁 太尉不奉照,兼 避不出,而使清其兵攻高猴等绝无处兵后时到 无兵乏梁,机,术欲挑战,终不出 也 军中精,内乡攻击扰乱,至于太尉帐下 太尉中卧不起,请之,复定 后无奔避东南,走,太尉使背西北 以而其精兵裹奔西北,不得入 无兵既饿,乃引而去 太尉出精兵,追击,打破之 无王必弃其军,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 宝于江南丹图,汉兵应成圣,遂 尽卤之,将其兵,够无王千金 岳于,愿人斩无王头已告 凡乡攻守三月,而无处破平 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事 由此梁孝王与太尉有戏 归,复至太尉官 五岁,千位丞相,景帝慎重之 景帝费立太子,丞相故争之,不得 景帝由此书之 而梁孝王美朝,常与太后严调侯之短 童太后曰,皇后凶王姓可侯也,景帝让曰 使南皮,张五侯先帝不侯,即成 即位乃侯之,姓未得封也 童太后曰,人主各以时行而 自斗长君在时,竟不得侯 死后乃其子彭祖故得侯,无甚恨之 帝去侯姓也,景帝曰,请得与丞相一之 丞相一之,雅夫曰,高皇帝曰,非流氏不得望,非有功不得侯 不如曰,天下共集之 今姓虽皇后凶,无功,侯之,非曰也 景帝默然而止 其后匈奴王徐鲁等无人将,景帝遇侯之以劝后 丞相雅夫曰,比备其主将陛下 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截者乎 景帝曰,丞相亦不可用,乃西风徐鲁等位 列侯 雅夫应谢病 景帝终三年,以病免相 请之,景帝居尽忠,照条侯,四十 独至大字,无切肉,又不至拙 条侯心不平 故未尚喜取拙 景帝适而孝曰,此不足君所乎,条侯免官谢 上起,条侯应驱出 景帝遗目送之,曰,此样样者非少主臣也 居无何,条侯子未赴买公官上方甲损五百倍可以葬者 取拥苦之,不予钱 拥之其 到买现官器,怒而上便告子,是莲污调侯 书记文上,上下吏 吏不择调侯,调侯不对 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照义庭位 庭位则曰,君侯欲反邪,雅夫曰,臣 所买器,乃藏器也,何谓反邪 吏曰,君侯纵不返地上,即欲返地下耳,吏清之 亦即 初,吏捕调侯,调侯欲自杀,夫人指之,已故不得死,岁入庭位 应部十五日 欧血而死 国除 决一岁,景帝乃更封将侯伯他子兼未平屈侯,续将侯后 十九年促,世卫贡侯,子 建德代侯,十三年,为太子太父 作咒经不善,圆顶五年,有罪,国除 调侯果饿死 死后,景帝乃封王姓为盖侯 太史公约,将侯周博始位不依时,比普人也,才能不过返庸 即从高祖定天下,在 江相位,诸吕欲作乱,博匡国迦南,父之乎正 虽依隐,周公,何以家哉 雅夫之用兵 持威众,直坚任,阳居何有家焉 足己而不学,守洁不驯,终以穷困 悲夫 所引述赞,将侯左汉,直后敦堵 史及荡东,亦为师北 所供必取,所讨贤可 陈夕福朱,赃图破国 世居宋王,推功福德 列侯海帝,太尉下狱 季乡调侯,少丰平 驱 习栽贤江,父子带辱 史继梁孝王世家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与孝景帝同母 母,窦太后也 孝文帝凡四南,长子曰太子 世卫孝景帝,旧L5,四子参,四子圣 孝文帝即位 二年,以五位带王,以参为太元王,以圣为梁王 二岁,喜带王为淮阳王 以代敬于太 元王,号曰代王 参历十七年,孝文后二年促,世卫孝王 紫登四历,世卫代贡王 历 二十九年,元光二年促 紫义历,世卫代王 十九年,汉广官,以长山未宪,而喜代王 王清河 清河王喜以元顶三年也 初,五位怀阳王十年,而梁王胜促,世卫梁怀王 怀王最少子,爱信义于他子 其 明年,喜怀阳王五位梁王 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 梁王自初王通历以十一 年以,梁王十四年,入朝 十七年,十八年,彼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国 二十一年,入朝 二十二年,孝文帝崩 二十四年,入朝 二十五年,赴入朝 世时尚未至太子 也 上与梁王燕颖,常从荣言曰 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慈谢 虽之非至言,然心 内喜 太后亦然 其春,吴楚其诏七国返 吴楚先及梁及毕,杀数万人 梁孝王臣守虽阳,而始寒安 国,张宇等位大将军,以聚吴楚 吴楚以梁未宪,不敢过儿夕,与太魏雅夫等相聚三月 吴楚破,而梁所破沙鲁略与汉中分 明年,汉立太子 其后梁最清,有功,又为大国 居天下高于帝 得北戒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臣,皆多大县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甚道 于是孝王驻东院,方三百余里 广衰,阳臣七十里 大志宫氏,未依附到,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 得四天子惊奇,初从千 成万奇 东西迟烈,拟于天子 出言,入言景 招言四方豪杰,自山移东游说之事 莫不必至,其人杨胜,公孙鬼,邹阳之属 公孙鬼多其协计,初见王,四千金,官至中 为,梁浩之约公孙将军,梁多做兵器弩工毛数十万 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诸玉宝器多 于京师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 景帝史史池结成于司马,迎梁王于官下 冀朝,上书,应流,以太后亲骨 王入则是景帝童年,出则同车游猎,设禽寿上陵中 梁知是中,郎 业者这即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矣 十一月,上费力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位后四 大臣及袁岸等有所官说于景帝 窦太后一格,亦岁不复言以梁王位四事由此 以是密,是莫知 乃辞归国 其下四月,上吏交东王位太子 梁王愿袁岸及一臣,乃于阳慎,公孙鬼之属因始人 四沙元岸及他亦成十余人,竹齐贼,未得也 于是天子亦良王,竹贼,果粮食之,乃浅 史官盖相望于道,赴岸梁,补公孙鬼,扬圣 公孙鬼,扬圣逆王后宫 使者则两千十集 梁湘宣秋报及内史韩安国禁贱王,王乃令慎,鬼皆自杀,出之 尚有此愿望于梁王 梁王恐,乃史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然后的事 尚怒稍解,因尚书请朝 寄至官,毛兰说王,使臣不车,从两其入,溺于长公主缘 汉史史盈王,王已入官,车其禁居外,不知王处 太后契约,帝杀吾子,景帝悠 恐,于是梁王府府执之于雀下,谢罪,然后太后,景帝大喜,香气,妇如故 西兆王从官,入官,燃景帝义书王,不同车免矣 三十五年冬,复朝,尚书欲留,尚拂许 归国,亦呼呼不乐,北列梁山,有限牛 足出背上,孝王二之 六月中,病热,六日促,誓约孝王 孝王辞孝,美闻太后病,口不能识,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是太后 太后亦爱之 吉闻梁王轰,逗太后哭急哀,不识,曰,帝果杀吾子,景帝哀聚,不知所为 宇长 公主既知,乃分梁为五国,尽力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义 于是奏之太后 太后乃说,卫帝嘉一餐 梁孝王长子买为梁王,世为贡王,子明为季川王,子彭黎为季东王,子定为山羊王 子不时未继英王 孝王未死时,才以巨万计,不可胜数 即使,藏府于黄金上四十余万金,他才误称 是 梁贡王三年,锦帝崩 贡王历七年促,子相历,是未平王 梁贡王相十四年,母约成太后 贡王母约李太后 李太后,亲平王之大母也 而平 王之后姓任,约认王后 认王后甚有宠于平王相 初,孝王在时,有雷尊,值千金 孝 王界后是,善保雷尊,无得已与人 认王后闻而遇得雷尊 平王大母李太后约,先望 有命,无得已雷尊与人 他物虽百巨万,由自自也 认王后绝欲得之 平王相指使人 开府取雷尊,赐任王后 李太后大怒,汉使者来,欲自言,平王相及任王后遮止,闭门 李太后与真门,错指,遂不得见汉使者 李太后一丝与石官长及郎中吟霸等事通乱 而王与认王后以此使人封止李太后 李太后内有隐形,异矣 后并轰 并时,任后未尝 请并,轰,又不迟丧 袁硕中,虽杨人泪暗反者,仍有辱其父 而与怀阳太守克出同车 太守克出下车 泪暗反杀其仇于车上而去 怀阳太守怒,已让两两千十 两千十以下求反圣级,直反清 七 反之国应是,乃上便是,据告之王与大母真尊壮 石臣相以下见之之,欲以商量长 历,其书闻天子 天子下历燕问,有之 公卿请费相为数人 天子曰,李太后有隐形 而梁王相无梁师父,故献不易 乃萧梁八臣,萧任王后守于事 梁于尚有石臣 乡 历三十九年促,侍卫平王 子无商力为梁王也 季川王名者,梁孝王子,以还义侯孝锦中六年为季川王 七岁,作舍杀其中为,汉 有私请诸,天子夫人诸,费名为数人 千房陵,得入于汉卫郡 季东王彭离者,梁孝王子,以孝锦中六年为季东王 二十九年,彭离交汉,无人军 离,昏木斯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飘杀人 取财物以为好 所杀发觉者百余人,国 皆知之,莫敢夜行 所杀者子尚书言 汉有私请诸,尚不忍,费以为数人,千尚拥,得 入于汉,为大河郡 山羊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锦中六年为山羊王 九年促,无子,国除,得入于 汉,为山羊郡 既因哀王不识者,梁孝王子,以孝锦中六年为既因王 一岁促,无子,国除,得入 于汉,为既因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高于之地,然会汉家龙胜,百姓应父,故能直 其财祸,广宫是,车伏你于天子 然亦见矣 主先生曰,成为狼时,闻之于宫殿中老狼历好事者称道之也 切以为令梁孝王愿望 欲为不善者,是从终身 今太后,女主也,以爱少子故,欲令梁王为太子 大臣不识 正言其不可壮,阿义至小,思说亦已受赏赐,非忠臣也 其如为其侯斗因之正言也,何 亦有后获 景帝与王宴见,是太后颖,景帝曰,千秋万岁之后传王,太后喜说 斗 因在前,聚的言曰,汉法之曰,传子世孙,经帝何以的传帝,善乱高帝曰呼,于是 景帝默然无声 太后亦不说 故臣王宇小若帝立树下,取义同业以语之,曰,无用风辱,周公闻之,静见曰 天王风帝,圣善,臣王曰,无止于细耳,周公曰,人主无过举,不当有细 言,言,言之必行之 于是乃风小弟已应现 事后臣王眉耻不敢有细言,言必行之 孝经 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圣人之法言也 经主上不宜出好言于梁王 梁王上有 太后之众,交简日久,树闻景帝好言,千秋万世之后传王,儿时不行 又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儿 时到,入小见,到真月朔诞,奉皮剑必愈贺 真月,法见,后三日,为王治久,四经前财物,后二日,赴入小见,辞去 凡留长安部 过二十日 小见者,厌见于静门内,隐于省中,非世人所得入也 经梁王西朝,应留 且伴随 入与人主同年,出与同车 事风以大言而时不语,令出怨言,谋叛逆,乃随儿 忧之,不亦远乎 非大贤人,不知退让 经汉之以法,朝见赫正月者,常义王与四侯聚 朝见,十余岁一至 经梁王常彼年入朝见,久留 彼于曰,娇子不孝,非恶言也 故,诸侯王当位至梁师父,乡中言之事,如极暗,含长如等,敢直言极见,安得有患害 盖文梁王西入朝,夜斗太后,宴见,与景帝 遇事作于太后前,与严丝说 太后卫帝 曰,吴文英道清清,周道尊尊,其意意也 安车大驾,用梁孝王卫计 景帝贵席举 申曰,诺,罢九初,帝赵元昂诸大臣通经述者 曰,太后严如是,何谓也,皆对 曰,太后亦遇立梁王位帝太子,帝问其状,元昂等曰,应道清清者,立地 周道 尊尊者,立子 应道执,执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地 周道闻,闻者法德,尊者敬也 敬其本事,故立长子 周道,太子死,立世孙 应道 太子死,立其帝 帝曰 于公和儒 皆对曰,方经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地,当立子 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 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帝 帝受国死,复返之与凶之子 帝之子真之,以为我当代父 后,即刺杀兄子 以故国乱,或不决 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或宣公为之 臣 请见太后白之 袁岸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集中,欲谁立,太后曰 无父立弟子,袁岸等以宋宣公不立正,深祸,祸乱后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壮 报太后 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旧国 而梁王闻其意出于袁岸诸大臣所,愿望,使人 来杀袁岸 袁岸故之曰,我所谓袁将军者也,功得无误乎,赐者曰,是以,赐 知,至其见,见者身 是其见,心智 问长安中萧立功,公曰,梁郎某子来致此见 以此之而发觉之,发使者补足之 独梁王所欲杀大臣时余人,文立穷本之,谋反端婆 见 太后不识,日夜气不止 谨帝甚幽之,问公卿大臣,大臣以为浅金树立王制之,乃 可解 于是浅田书,吕记主王制之 此二人皆通金树,知大理 来还,致霸昌久,取火 稀烧梁之反辞,但空手来对谨帝 谨帝曰,何如,对曰,严梁王不知也 造谨帝 这,独奇姓陈阳圣,公孙鬼之属谨帝儿 竟亦扶诸死,梁王无恙也 谨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